第284集 这位便是永城郡主了 郡主言重了 庆城郡主风仪 岂是我能够比得上的 朱初语浅浅一笑 南姑墨抽了抽嘴角 善家郡主过奖了 郡主今天也是光彩照人 二表弟好福气 朱初语微笑道 多谢郡主吉言 郡明郡主有些奇怪地看着两人道 你们真奇怪 仙二嫂不是应该叫表嫂表嫂的吗 怎么都是郡主来郡主去的 这是郡明郡主 郡主说得对 见过表嫂 客气 郡明郡主看看朱初语撇了撇嘴 回头跟南姑墨说话 她还是更喜欢表嫂 而且姨娘也跟她说过 最好不要跟这位新二嫂太近了 表嫂 咱们再去看看小嫂子吧 郡明郡主还不满十岁 眨不着好奇大眼 一脸天真可爱 让人不忍拒绝 南姑墨回头对朱初语笑道 我们先去看看颜儿 郡主若是有什么事情 吩咐下面的人就是了 千万别委屈自己 朱初语点头谢过 目送众人离开 一出院子 原本还有些局促的姑娘们 顿时就显得活泼许多了 朱初语到底是个御丰郡主 何况还未拜堂成婚 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 永成郡主和郡明郡主 倒是没有这个顾虑 但是永成郡主是燕王妃的亲生女儿 郁明郡主一看也是个聪明孩子 又岂会不知道燕王妃对这门婚事的态度 自然也不会太过亲近朱初语了 抬腿便到了一墙之隔的肖千炯的院子 比起旁边朱初语那边 孙颜二这里就显得有些冷清了 毕竟一个是四品观的孙女 一个是御丰郡主 一品大员的干孙女 朱初语和孙颜二 两个排场自然是天壤地壁 被嬷嬷请进来 孙颜二看到南姑墨 不由地松了口气 自己的婚礼 身边却连个亲人都没有 孙颜二显然还是有些紧张 莫郡主 南姑墨笑道 什么郡主 叫表嫂 孙颜二脸色微红 低头轻声叫了一声 表嫂 永成郡主和玉明郡主 都挤到最前面 好奇打量孙颜二 他们自然不会看不出来 南姑墨对孙颜二 明显比朱初语要亲近一些 表嫂 这就是三嫂吗 玉明郡主 好奇打量孙颜二 比起朱初语 孙颜二算不得多么出色 却是一个婉约端方的大家归宿 南姑墨顶顶头 对孙颜二道 这是永成郡主和玉明郡主 见过两位郡主 孙颜二想要起身 两人连忙避开 玉明郡主连忙白手 可别 三嫂你快坐着吧 你可是新娘子 叫我玉明就成了 大姐 你也叫大姐吧 永成郡主比肖千九要大一岁 按排行 孙颜二应该跟着肖千九 叫一声姐姐 孙颜二点点头 有些羞涩地轻声叫道 大姐 玉明郡主很是开心 拍手叫了声三嫂 燕王府里 总共就两位郡主 永成郡主很快要出嫁了 玉明郡主是数女 年纪又小了好几岁 自然觉得孤单 如今来了一个 看起来十分和气的脚枣子 玉明郡主自然是欢喜的 比起朱初玉那样 一看就是让人觉得 有距离感的人 一名郡主 更喜欢孙颜二 这样亲切和蔼 看起来脾气就好的嫂子 永成郡主对孙颜二 也颇有好感 她虽是侧妃所生 却是燕王妃 亲自教养长大的 想得自然比妹妹多 燕王府三个嫡子 同母所生 燕王妃希望儿子们 永远相亲相爱 那么后面两个儿媳妇 就绝对不能太强势 太有野心了 何况有一个 绝对不受欢迎的 朱初玉做对比 孙颜二怎么看 都要顺言几分 在场的姑娘们 对孙颜二印象也不错 孙颜二既没有 金灵女子弱不禁风 也没有那些 金灵世家女子的高傲 看起来就是 比较好打交道 一时间房间里倒是热闹不少 有人陪着说话 孙颜二心中紧张不安 也顿时去了好几分 看向南姑墨的目光 更多了几分感激 南姑墨含笑不语 她跟孙颜二的交情 虽然算不得深厚 且也还算不错的 一个才十五岁的姑娘 独自一人在幽州 也是不容易的 她不过是随口多说两句话 就能够让她以后过得好一点 又何乐而不为呢 另一侧的金房里 朱厨宇依然一脸平静 坐在新房的床上 盖头下的美丽容颜 没有半分新婚女子的羞涩和不安 一个丫头从外面进来 走到她跟前低声道 郡主 星成郡主带着人 还在旁边院子里 朱厨宇点点头 沉声道 我知道了 丫头有些愤愤不平道 星成郡主在郡主这里 不过站了站就走了 却一直陪着那个孙小姐说话 这分明是不将郡主放在眼里啊 就看 朱厨宇淡淡地看了看丫头一眼 星成郡主不将我看在眼里 你是现在才知道的 丫头愣愣不言 在金陵城的时候 星成郡主还真的没有将 自家小姐看在眼里过 而且是好几次给小姐难堪 跟在小姐身边 她多少也是知道 星成郡主手段的 朱厨宇轻声叹了口气道 南宫家大小姐 生来便是天之娇女 她又将谁看在眼里过 只怕金陵皇城里那位 也没在她眼里吧 我这点事算什么 想起萧千叶在南宫墨手里 吃了多少闷亏 朱厨宇深深地觉得 自己这点事 真的是不算什么 可是 如果星成郡主 向着孙小姐的话 不必担心 孙颜是个聪明人 知道什么才是明哲宝生之道 只要她不跟陈氏扯在一起 对我们来说便无关紧要 区区一个陈氏 想起这两天打听到的事情 朱厨宇眼底 闪过了一丝嘲弄的笑意 陈氏枉为世子妃 根本就是一个 鱼不可及的蠢货呀 燕王妃能够看在燕王世子面上 护她一次两次 她就不屑 还能护她十次百次 还是郡主想得周到 奴婢一顿 望郡主恕罪 丫头 鲜叶长服地倒 朱厨宇望着她 柔声道 你也是为我着想 无妨 以后咱们在这府中 只怕是没有在金林的被方便了 我还要依靠你们呢 奴婢誓死 效忠郡主 启禀郡主 拜堂的时辰到了 门外有人禀告道 进来 朱厨宇再一次 为自己盖上盖头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喜娘带着几个丫头婆子 一拥而入 幽静的心房 顿时又热闹起来 燕王府主殿大殿里 燕王和燕王妃高坐在上面 看着两对新人并肩 从门口走进来 吉时到 拜堂 主持婚礼的礼部官员高声畅道 两对新人被身边丫头扶着 随着礼官声音 一次又一次 朝着燕王和燕王妃行礼 看着底下两个儿子 燕王妃眼底 也多了几分喜意 不管这婚事有多么不满意 但是成婚这件事 本身就是一件喜事 她的三个儿子 终于都长大成人了 礼成 外面的礼叶声再次响起 新郎新娘朝着上面拜了拜 转身朝外走去 送入洞房 且慢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响起 众人皆是一愣 齐刷刷 看向坐在前方 突然站起身的周香 婚事是金陵皇帝陛下赐的 这老头是专程来 总不至于 是要在这个节骨眼上 闹诗吧 只见周香 朝着燕王和燕王妃拱了拱手 笑道 王爷 王妃见谅 两位公子大婚 陛下的贺礼还没有送上呢 燕王挑眉盯着她 哦 不知陛下送了什么贺礼给全子 周香 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从袖中抽出一卷明黄的娟博 举到跟前道 陛下圣旨 大殿中 吕月顿时一停 所有人都站起身来 然后跪下 周香展开手中圣旨 沉声念叨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燕王嫡次子 萧千维 嫡三子 萧千炯 人孝勇武 众军体国 此封萧千维 为顺义郡王 萧千炯 为安庆郡王 钦此 圣旨一出 满殿的人都是一浪 险些回不过神来 周香捧着圣旨 顺义郡王 安庆郡王 还不接旨 萧千伟和萧千炯 也有些反应不及 听到周香提醒 方才回过神来 看了看燕王和燕王妃 功声败道 酷谢黄恩 周香满意点头 笑道 两位郡王请起 今天是两位的大婚 可谓是双喜临门 恭喜两位 恭喜燕王殿下 大殿里众人 这才跟着起身 燕王神色淡然 多谢周大人 还请周大人 带为转达本王 对陛下的谢意 哈哈哈哈 这是自然 燕王挥了挥手 大殿里 月圣再起 两对新人 继续转身 朝外面走了 圣旨也被人 恭敬的 捧了下去 大殿里 依然是一片 喜气腾腾 仿佛方才 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只是 坐在燕王和燕王妃 下手的肖千赤 敏日地感觉到 落在自己身上 探究的目光 更多了一点 在心中 暗暗地叹了口气 回过神 继续与身边人 含笑交谈 南公墨 坐在魏君墨身边 看了看四周 各自说话的人们 低声道 肖千叶终于想出一个 还算像样的主意了 只是 这个主意实在是 有些阴损 而且还不需要 他付出任何代价 一道圣旨 两个郡王爵位 再多一点的 不过是两个郡王的 俸禄而已 但是对于燕王府来说 南公墨 微微地叹了口气 魏君墨在桌子下面 伸手握住他的手 是不是好主意 还要看燕王府 自己怎么应对 肖千叶的挑拨离间之计 确实是高明 但是如果燕王府三兄弟 忠心不改 也没什么用 南公墨秀眉微醋 显然是对前景不太看好 不过 这种事 现在根本没办法说呀 别说是他们 就是燕王和燕王妃 也没有办法明着说 最多只能暗中注意 敲打一下肖千尾 和肖千九兄弟俩罢了 若是真说出口 那才是祸事 整个燕王府灯火通明 热闹喧天 燕王府还特意准备 焰火烟花 一共宾客欣赏 整个幽州城夜空 也是一片光滑绚丽 不仅是燕王府的宾客们 就连幽州城的百姓 也有幸一起欣赏 这美丽夺目的烟火 南公墨站在魏君墨身边 韩孝抬头望着天空绽放的 五光十色的花朵 虽然前世他见过不知多少 比这个更美丽 灰红十倍不止的燕火 但是换了一个时空 换了一起看燕火的人 感觉还是分外不同的 幽州的夏夜格外的美 月出天空 看不到月亮 却有漫天的繁星 再看到星幕下绽放的 鲜立焰火 令人心旷神怡 喜欢 魏君墨靠着他低声道 南公墨点点头 好看吗 魏公子游异一下 点了点头 南公墨没好气翻个白眼 不喜欢别勉强 跟乌侠一起都好看 南公大小姐脸上一热 在夜色下 一抹看不到的红韵 悄悄地飞上脸颊 以后我们自己放着玩 其实他们大婚时候 也是有放燕火的 不过新郎新娘 显然不在观赏的人之列 魏君墨点头道 好啊 又是一朵红色花朵 在空中绽放 燕王府上空 大半个天空 都仿佛被染红了一半 关上的宾客 也不由地惊呼出声 连声赞赏 正在喧闹的时候 后院传来一阵 嘈杂的喧闹声 魏君墨微微醋眉 低头看向南公墨 南公墨自然也听到了 跟着醋眉道 后院出事了 不只是他们 在场听到的人 不在少数 燕王猛然站起身 神色微沉看向南公墨两人 魏君墨微微点头 两人如两只 在黑夜中的惊鸿一般 一跃而起 飞快地朝着后院 新房的方向掠去 两人轻功都是极好 一前一后 不过转瞬间 就到了萧千伟 和萧千九的院门外了 这边已经是一片混乱 不知从何处来的 一群黑衣人 正与燕王府的护卫 缠斗在一起 还有不少人 显然是想要往 新房里冲去 南姑墨秀眉微尘 道 有人刺杀朱出狱 两个院子里都有刺客 但是显然 萧千伟这边更多一些 而且 另一边的刺客 只在院中 跟护卫交手 但是这边的刺客 却疯狂地朝着 新房冲去了 甚至还有人 直接朝着新房放箭 显然一副 不杀死朱出狱 不肯罢休的模样 单薄的窗户 显然是挡不住 弓箭袭击 萧千伟直的 拉着朱出狱冲了出来 两人一出现 刺客更是有了目标 纷纷放弃身边对手 不顾一切 朝着朱出狱扑了过来 萧千伟的功夫 还算不错 但是却显然挡不住 这么多训练 有素的刺客 不过片刻就被打得 狼狈不已 只能拉着朱出狱 东躲西闪 朱出狱更是 完全不会武功 只能任由他拉着自己 躲闪 一前一后 两把刀封住两人去路 旁边护卫看了 连忙扑过来 想要相救 却被身边刺客拦下来 萧千伟一咬牙 伸手将朱出狱 摟入怀里 一脚踢开一个刺客 背过身躯 准备硬扛一刀 只见一道冷风掠过 一个淡紫色衣衫 从身边闪过 萧千伟一正 抬头看去 却见不远处 一个纤细美丽的女子 伸出一只手 抓住那把寒光溢溢的大刀 刚刚还虎虎生风的大刀 在她纤细如意的指尖 竟然丝毫动弹不得 今夜无月 却有漫天繁星 前院天空 依然被绚丽艳火 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后院 四处悬挂的红色灯笼 也让院子里一片光明 火光下 一袭紫色掀起女子 一只如鱼一般的束手 轻描淡写 捏住将要砍下的大刀 刺客显然也是一浪 狠狠瞪向突然出现的女子 南姑墨低声笑道 别人新婚之夜 各位跑来闹事 未免有些不太道义吧 被她抓住的刀 仿佛被千军巨石压住一般 丝毫动弹不得 刺客用力抽了两下 对面女子却神色如常 仿佛她的力道 只是蚂蚁汉术一般 直到眼前人是个高手 那刺客干剑利落 放弃手中长刀 袖中露出一只锋利的匕首 朝着南姑墨刺了过来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85集 南姑墨测开两步 随手将手中刀扔给肖千尾 挑眉叫道 原来还是个短兵的行家呀 她没说的是 玩短兵 这世上比她精通的人 还真没几个 刺客一言不发 握着匕首 朝着南姑墨刺过去 南姑墨唇边 带着淡淡微笑 下手却丝毫不留情 袖底 一把朴素无华的匕首滑落 刷刷地夹着寒风 朝刺客刺来 今天是燕王府大喜日子 南姑墨并没有带什么兵器 也只是随手 带着一把匕首罢了 不过 足够了 两人动手不过三五招 刺客只觉脖子上一凉 南姑墨的匕首 已经从她喉咙上划过去了 而她的匕首 距离南姑墨 却还有足足三寸的距离 南姑墨杀了这一个人之后 也就不再动手了 而是退到肖千尾 和朱初一身边 随手将两人 推到屋檐下的柱子旁边 院子里的刺客 被南姑墨着 突如其来高手 惊了一下 护卫们也反应过来 立刻将三人挡在后面 同时 也朝着那些 隐藏在暗处的弓箭手 扑了过去 你们没受伤吧 萧千尾摇摇头 看向旁边院子 表嫂 三弟那边 不用担心 旁边院子里 不过片刻 就已经安静下了 下一刻 魏君墨出现在墙头上 淡淡地 扫了一眼 院子里打斗的人 飘落到三人面前的 怎么回事 萧千尾也是一脸茫然 摇了摇头 多谢表哥表嫂 及时赶到 不然我们和三弟 南姑墨打量院子里的刺客 若有所思到 这些人 真是想要杀你们吗 今晚是燕王府的大日子 虽然宾客迎门 但是戒备 必定不会松懈 就算是这些人闯进来 燕王府守卫 重重高手如云的情况下 真的能够达到目的 当然 这些刺客能在今晚闯进来 本身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想必 后面 还有不少人要倒霉了 远处的守卫 也先后赶到加入战团 刺客们 渐渐地落到下方 人越来越少 萧千尾拉着 已经接去盖头的孙颜儿 从院外走进来 还没进门 就大声叫着 二哥 你们没事吧 看到一院子尸体 还有依然在打斗中的刺客和护卫 孙颜儿 脸色有些苍白 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安静地跟在萧千尾身边 萧千尾点头道 没事 三弟和弟妹也没事就好 萧千尾轻横一声 将孙颜儿推到南宫墨身边 冷笑道 本公子都要看看 什么人这么大胆 敢来行刺本公子 说着 就要往院子里冲 却被魏君墨从身后一把拉住衣领 萧千尾冲不出去 只得回头看着自家表哥 表哥 你干嘛 老实呆着 萧千尾顿时蔫儿了 乖巧地站在一边当壁画 眼看刺客只剩下两个人 南姑墨沉声道 留下活口 守卫也是一浪 手下跟着一顿 想不到那紧剩的两个刺客 一看无路可逃 竟然干脆利落 咬碎藏在口中毒药 唇角留下一缕 黑色血痕 轰然倒地了 南姑墨有些无奈叹了口气 但是人已经死了 也没有办法 萧千尾愣了愣 走上前去 踢了踢地上尸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南姑墨怂怂肩 这突如其来的 他哪里知道是怎么回事 本王也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燕王的声音从院外传来 众人回头 就看到燕王带着人 脸色阴沉从外面走进来 前面还在艳客 燕王妃和长平公主留在前面 还不知道后面出了什么事了 燕王身边跟着的 也只有身边侍卫 随从和特意赶回来参加婚礼的陈宇和薛震 朱宏如今却要镇守边关 没能赶回参加这次婚礼 燕王心情显然是非常不好 认识谁在儿子新婚之夜 府里进了刺客 心情都好不了的 舅舅 父王 燕王轻横一声 看了看两个儿子 你们没事吧 萧千伟和萧千九连忙摇头 燕王点点头 神色烧迹 沉声道 先收拾收拾 让他们先歇着 你们两个一会儿跟清醒 吴侠到书房来 是 父王 是 父王 两人恭敬应道 孙岩二除了脸色有些白 神色还算平常 朱初一听了燕王的话 不由地望了望南宫墨 也没有说什么 微微地低下头 燕王这才转身离开 陈宇和薛珍 看了看一片混乱的院子 摇了摇头也跟上去了 这事只怕要麻烦了 燕儿 南宫墨侧手看了看孙岩 轻声唤道 孙岩二抬起头 朝他勉强笑了笑 对于一个从小养在 身归中的大家归咎来说 这个新婚之夜 绝对是显得太过惊奇了 孙岩二现在还能够撑得住 没哭 没倒下 没吐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南宫墨微微叹口气 轻声道 一会儿呢 我让丫头给你送满 暗沉汤过来 孙岩二低声道 多谢 姚嫂 举手之劳 谢什么 千炯 你先带岩二回去吧 萧千炯这才记起 自己先娶的媳妇 是个跟幽州姑娘 不太一样的千金小姐 有些苦恼抓了抓头 听了南宫墨的话 连连点头 看了孙岩二一眼 略带窘迫的道 那咱们先回去吧 是 孙岩二点头 跟在萧千炯身边 往院外走了 萧千炯见他走得是颤颤巍巍 干脆一把拉住他的手 向外面走 南宫墨看得直叹气 这两人性格 当真合适吗 南宫墨回头 对萧千炯两人点头道 我们先走了 你们也收拾一下吧 善家郡主受了惊吓 最好也喝一些安神汤 萧千炯点头道 多谢表嫂 南宫墨淡淡笑着 正要说话 院外传来高宇伯夫人 有些尖锐的呼叫声 宇月儿 宇月儿 南宫墨皱眉 高宇伯夫人这会儿 应该和女眷在一起上烟火 怎么会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 还来得这么快呢 高宇伯夫人被几个丫头扶着 跌跌撞撞冲进院子 看到这一地尸体 顿时吓得尖叫一声 这是怎么回事 娘 你怎么来了 朱初宇连忙迎上去到 高宇伯夫人脸色发白 抓着朱初宇的手 娘听说 听说这边院子里闹刺客 就过来了 宇月儿 你没事吧 朱初宇醋眉 怎么会那么巧 就让他娘听到后院 有刺客的消息呢 朱初宇自然也知道 这个时候前院喧闹得很 除了这些高手 前院女眷 只怕根本就听不到后面动静 朱初一垂毛 轻声问道 娘 你是听谁说的 高宇伯夫人道 是你身边陪嫁的丫头啊 我心里闷得很 就想在花园里走走 正好碰到 她跑出来求救 在场几人对视一眼 这根本不合理 从这里到前院的花园 中间隔着两间的院子 一个内花园和外院的一个院子 那丫头这真是刺客混战时候 从这里跑出去的 根本是还到不了前院 就会被人拦下来的 又怎么会正巧碰到 在花园里散步的高宇伯夫人呢 如果高宇伯夫人说的是真的 那就是说 有人故意将她引到这儿来 堂堂燕王府 怎么会有刺客 高宇伯夫人紧紧拉着女儿 邓相站在后面的三人 不行 鱼儿 你不能继续待在燕王府了 他们 一定是他们想要害死你 这话一出 萧千伟的脸色顿时一沉 高宇伯夫人 顺言 高宇伯夫人自觉没有说错 咬牙道 你们燕王府 从一开始便对这门婚事 不情不愿的 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故意的 想要害死鱼儿 娘 朱厨与立声叫道 看到高宇伯夫人茫然的模样 心中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别胡说 燕王府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 她知道自己亲生母亲 从来都不聪明 但是如今这情形 她还如此口无遮拦 就让她感到万分头疼了 别说今天事应该跟燕王府 没有关系 就算真是燕王府做的 也不能当着人家的面 说出来呀 萧千尾脸色阴沉 冷笑一声道 原来高义伯府 是这般看待燕王府的 既然如此 善家郡主 还嫁过来干什么 难道 就不怕在燕王府 被人折磨死了吗 朱厨与脸色煞白 轻咬嘴唇 低声道 我娘只是被下地师口无遮拦 请君主无怪 萧千尾已经被册封为顺义郡王 朱厨与也就与郡王相称 如今这个情形 若是叫夫君 反倒是显得有些尴尬了 萧千尾脸色变了变 没有说话 南姑墨揉了揉眉心 抬眼去看魏君墨 魏君墨也低头看他 对上他无奈眼神 魏公子眼底略过一丝笑意 抬起头 魏君墨对高义伯夫人 默然道 高义伯夫人 一路从院外过来 走得倒是顺的 高义伯夫人眼中 闪过了一丝疑惑 显然是不明白 魏君墨这话的意思 朱厨与和萧千尾 却是明白的 朱厨与拍了拍 高义伯夫人的手 轻声劝道 娘 你先回去 这里的事情 先别说 可是 高义伯夫人 显然还是不放心的 朱厨与叹了口气 看向高义伯夫人的神色 露出一丝哀求 高义伯夫人愣了喽 终究还是点头 任由朱厨与 吩咐身边丫头 将她送出去了 看着没什么事了 蓝姑墨也拉着魏君墨 转身告辞 回到心房里 布置的富丽堂皇的心房 此时只剩下 朱厨与和萧千伟了 门外的院子里 燕王府的侍卫 正在清理院里的尸体 即使是在心房 依然能够闻到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朱厨与望着萧千伟 轻声道 夫君 我娘刚刚 还请夫君不要见怪 看着烛光下 美丽优异的女子 萧千伟神色缓和几分 那些话 只是我听见也就罢了 若是传到父王和母妃耳朵里 朱厨与唇边 站出一丝浅浅的笑容 我知道 这次是我娘不对 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 我 我从没有如此想过燕王府 我知道 这门婚事 燕王府并不情愿 事已至此 不必多说 萧千伟挥手 淡然道 朱厨与点点头 嗯 以后妾身 定会孝顺公婆 有爱弟妹 做个好妻子的 萧千伟没再说什么 您先休息一会儿 吃点东西吧 我还有事 是 朱厨与也没有多问 微微汗手 神态恭敬 萧千伟转身走出去 很快 门外便传来她 离开的脚步声 望着眼前空荡荡的心房 和摇曳的红烛 朱厨与原本带着 淡淡笑语的容颜 笑容渐渐的隐去了 更多了几分阴冷和灵力 书房里 燕王和薛真陈玉 正做着说话 看到南姑墨四人进来 停下来 抬头看向四人 问道 有什么线索 萧千伟厕手 去描南姑墨和魏军墨 萧千伟垂谋 羞愧道 儿子无能 还没有 陈玉笑道 王爷 这才多长时间 查不到什么 也没什么奇怪的 燕王看下南姑墨和魏军墨 魏军墨微微蹙霉 是训练有素的杀手 但是是谁的人 却不好说 虽然他们最坚怀疑的 就是萧千叶 但是没有证据 而且也不是没有别的可能 燕王神色冷立 堂堂燕王府居然能够让那么多刺客闯进后院 还无人知觉 本王看 这些人大概都活腻了 燕王府守卫森严 若说没有内贼 里应外合 那些刺客能够那么顺利闯进后院 而且还准确无误摸到新人院子 在场的人只怕是谁都不会相信的 陈玉和薛珍神色也有些凝重 陈玉率尖开口道 王爷 您是说 燕王冷哼一声道 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 好的很 看来是本王这几年都表现得太过仁慈了 给本王仔仔细细的查 一个也不能漏掉 本王倒要看看这年头 到底有多少人不要命的 是王爷 知道燕王气得不轻 陈玉二人连忙硬倒 其实 追查王府的这些事 还用不着他们插手 发现了一通怒火 燕王神色这才缓和 重新坐下来 倾扣椅子扶手 一边思索道 你们说 这次的事情 会不会是咱们那位皇帝陛下搞的鬼 薛珍有些不解 皇帝 婚是他自己刺的 弄出这么一出做什么 万一新娘子真的被弄死了 这婚不是白刺了吗 燕王黑黑一笑 没好气白了薛珍一眼 陈玉笑眯眯道 那可未必 燕王府戒备森严 成功的可能性本来就不高 除非是咱们自己 不管成不成 若是将这件事情 栽在咱们头上 总少不了一个藐视圣意 扬奉阴违的罪名吧 只是这点事自然无妨 就怕事情多了 对王爷的名声不利 陈玉没说的事 皇帝找到借口 将萧千伟和萧千炯 封为郡王 穆帝只怕本身就达到一半了 虽然不是赐婚也能封王 但是总是没有那么名正言顺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不少的东西啊 如今趁着两位公子 大婚册封郡王 就算将来燕王府 这三兄弟打成一锅粥 也没有人能说 萧千叶什么不是的 这主意 绝对不是萧千叶自己想出来的 一看就是那些 闻粥粥的酸儒出的损兆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二百八十六集 南姑墨挑眉道 有可能是有人想要嫁祸小千叶 众人齐齐看下南姑墨 陈寅摸着架巴点头道 虽然确实有这个可能 不过挑拨皇帝和王爷的关系 对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呢 真的能有这个人存在吗 如果有 这个人身份只怕也不简单 最少也该是跟燕王一样 是个亲王 而且 还是个手握重兵的亲王 但是 陈寅将自己记忆中 手握重兵亲王二个捋了一遍 也没看出 到底哪一个像是 会干这种事情的人 南姑墨眨眨眼 我就是那么一说 他倒不是觉得 哪个亲王不想过安生日子了 而是 还有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从来就不肯过安生日子的 龚玉尘哦 前些日子 看到龚玉尘出现在北园 南姑墨就一直觉得 有个不太好的感觉 陈寅哪那么容易被他糊弄过去 想了想到 少夫人说的是 北园 南姑墨想了想 虽然不准确 也不算错吧 微微点头 北园蛮子 能有这个脑子吗 南姑墨直觉一头黑剑 燕王平静听两人对话 等到他们说完了 方才道 都去查查 一个也不能漏了 众人齐齐点头称是 燕王瞥了一眼 坐在旁边沉默不语的 魏军墨道 把你的人调过来用用 另外 没有本王的命令 有州城里一个人 也不许走出去 魏军墨抬眼 淡定道 舅舅 我手里没有人了 紫霄店已经解散了 剩下的人 都是做本分生意的 那些能用的人 不是建的军中 就是剩下极少数几个 在清末园当守卫 燕王只当没听到他的话 略过他 继续对薛珍二人吩咐道 幼州城外方圆三十里 可一人等 全部给本王抓了 薛珍二人点头 最后燕王看下两个儿子 萧千九立刻挺直了背脊 眼巴巴望着自家父王 父王看着他 撇了撇嘴 对萧千伟道 看着善家郡主 萧千伟醋眉 犹豫一下道 父王是怀疑善家郡主是 本王什么都不怀疑 本王只知道 一个商户之女 能在短短半年内 一跃成为郡主 绝对不是简单的角色 朱厨玉这个郡主 和南宫墨这个郡主 还不一样 南宫墨是先皇念 他在战场上的功绩 直接册封的 朱厨玉的崛起 却更像是一种 仿佛天赐的好运气 横巧太子命在旦夕 高义伯府 就献上了救命的良药 太子和先皇一死 萧千叶登基 对朱家更是宠爱有加 如今看来 都像是太子 甚至是先皇 都只是朱厨玉 晋升路上的殿酒石而已 儿子明白了 父王放心便是 那就好 见过王妃 门外 传来世卫 剑里的声音 燕王妃 轻声道 王爷和两位公子 在里面 请王妃进来 燕王妃 推门进来 看到一屋子的人 也是一愣 王爷这是在做什么 出什么事了 燕王摇摇头 沉声道 王妃怎么过来了 刚刚送完课了 发现王爷不在 才过来看看 虽然送课 用不着王爷亲自送出来 但是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也还是不太好的 燕王一正 已经送课了 芝儿已经将男兵送出去了 五妹陪着我 也送了女眷 那就好 燕王点点头 王妃看看众人道 这个时候你们都聚在书房里 难不成出什么事了 话刚出口 燕王妃想起来 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该问的 朕想要开口 燕王叹了口气 扫了旁边 萧千炯一眼 萧千炯会议 这才三阳两语 将后院事情交代一遍 听完萧千炯的话 燕王妃险些站不住脚 一张翘脸 气得铁青 王爷 这件事 一定要狠狠地查 这是自然 清晨 能公莫睁开眼 便看到一双紫色眼眸 再看看某人 俊美的容颜和清醒的 没有半点睡意的眼神 显然是已经醒了不少时候了 嗯 什么时候醒的 魏君莫伸手 将他向怀里戴了戴 五哥 能公莫看看外面天色 已经大亮了 阳光明媚 显然已经过了卯时了 再看看自己枕着某人肩膀 不由得有些心虚 不会是他一整晚都枕在他的肩膀上 他被压得睡不着吧 可是 这也不能怪他呀 他临睡前明明没有 千万别以为 枕着肩膀觉得是个浪漫温馨的美事 一会儿倒是没关系 如果真是一晚上 不说枕的人会不会落枕 被枕的那个胳膊 肯定离废掉不远了 连忙坐起身道 嗯 你醒了怎么不起啊 魏公子淡淡地望着他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肩膀 仿佛是在说 你压着我 我怎么紧 南姑莫更加心虚了 伸出双手 魏特推拿刚刚被压到的肩膀 一边倒 以后我要是再这样 你直接把我推开就行了 他从来不知道 自己居然会睡姿如此糟糕 魏公子唇角 微不可见动了动 没说话 公子 夫人 起了吗 门外传来支书 清脆的声音 南姑莫这才想起来 连忙推了推魏君莫道 嗯 快起来 新人还要给舅舅舅母敬茶呢 虽然理论上说 没他们什么事 但是他们既然住在燕王府 连个面都不露 实在是不合适的 魏君莫慢慢坐起身 南姑莫以为他还不舒服 厌疚地看看他 才起身叫支书等人 进来侍候 等两人到了大厅 虽然新人还没来 但是其余人已经到齐了 燕王和燕王妃坐在主位上 长平公主就坐在燕王妃下手 萧千赤带着陈氏坐在燕王下手 他们身后是安氏带着奶娘抱着孩子女儿站着 再往后坐的便是永城郡主和玉明郡主 燕王的几个姨娘侧氏 除了侧妃王氏坐在永城郡主身边 剩下的姨娘 只能站在王妃和侧妃身边侍候 南姑莫有些不好意思道 母亲 舅舅舅母 我们来晚了 燕王妃抿了口茶 笑道 这些日子 辛苦你们小夫妻俩了 好好休息一下也是应该的 何况 新人不是还没来吗 快坐下吧 南姑莫谢过 跟魏君莫一起走到长平公主身边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 管事禀告新人来给王爷王妃敬茶了 燕王妃点点头 两对新人并肩走进来 因为是新婚第一天 两个新妇都穿得颇为喜庆 朱初玉穿着一件淡紫色 绣着粉色并提服用的衣裙 看上去倒是婉约端庄 很是符合一个建筑的模样 孙妍儿穿着浅红色 绣莲花样纹的衣衫 披着一条紫色祥云披薄 妆容清淡却不苍白 看上去也是乖巧温顺的模样 燕王妃点了点头 别的不说 这两个儿媳模样总算都还不错的 不过 看了看朱初玉脸上 那妆点成并提芙蓉花店的模样 虽然不难看 但是 她是记得 第一眼见朱家大小姐的时候 她脸上是什么都没有的 虽然前朝贵妇姑娘也实行用花店 还有什么梅花妆 桃花妆的说法 但是 再没有正经姑娘会将花店贴在眼下的地方 看上去 无端的多了三分 风尘气 想起朱初玉的脸 燕王妃又是一阵气闷 母妃 燕王妃眼神微闪 微微点头 侧手对燕王道 王爷 开始吧 燕王点头 两个丫头端上茶水 送到两个心腹面前 朱初玉和孙颜儿 这才端起茶水 上前跪倒 在刚刚放好的铺团上 恭敬地奉上茶水 请父王用茶 燕王点点头 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给了两人一人一个 放在一边的洪峰 请母妃用茶 燕王妃接过朱初玉 手中茶水喝了一口 看了看朱初玉 轻声道 嗯 以后好好跟韦儿过日子 好好跟你嫂子和弟媳相处 从旁边丫头端着的盒子中 取出一只镯子 递给朱初玉 朱初玉双手接过道 谢母妃上次 多谢母妃提点 燕王妃点点头 转身接过孙颜儿的茶喝了 同样是交代两句 将盒子里的另一只金钗 插在孙颜儿发间 谢母妃 哼 好了 起来吧 去见过你们姑母 和大哥大嫂 见过礼 两个新人又跟着先拜见长平公主 又见过肖千赤和陈氏 两人自然也都送了见面礼 最后又向魏君墨和南姑墨 以及永成郡主侧妃见过礼 一圈下来 南姑墨暗暗地庆幸 幸好当初 他跟魏君墨成婚的时候 没有多少人需要他亲自见礼 永成郡主还没出格 玉明郡主年纪尚小 还有尚在墙堡中的小小姐 这三个是要两个新妇 送见面礼给他们的 两位郡主含笑收下了 小孩子见面礼 则是由陈氏代为收下 从头到尾 陈氏有些沉默 却没有多说什么 等到全部人都见过礼了 燕王妃才让两对新人各自作家 王侧妃带着一干姨娘 和两位郡主退了出去 燕王妃看了看两个儿子 肖千尾神似淡定 看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肖千炯平素喜怒挂在脸上 现在看着 虽然没见得有多高兴 看孙颜的神色却还算温和 可见对这个新婚妻子 并没有什么不满意 燕王妃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不是自己相看的儿媳妇 做母亲的总是有些不放心 偏偏她就是没有相看儿媳妇的命啊 在尘世闹出这些事情之后 燕王妃越发对此耿耿于怀 你们刚从金陵过来 想必很多地方都不习惯 本妃当初也是跟你们一般的 这些日子啊 就好好歇一歇 也适应一下 燕王妃看着两个儿媳妇道 这段日子 本妃和你们大嫂身体都有些不适 府里的事情是你们姑母和吴侠在管着 有什么缺了少了的去问管事便是 有什么不懂的来问本妃 或者请教你们姑母都可以 陈氏看了看燕王妃 有些欲言又止 燕王妃淡淡地扫她一眼 仿佛没有看见她的神色一般 继续道 如今你们三兄弟都已经成家 我和王爷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 皇爷 燕王点了点头 燕王妃身边的嬷嬷 捧着一个锦盒过来 燕王妃从里面拿出几张纸尖刀 你们都是大人了 许多事情 我这做母妃的也就管不着了 两年前芝儿大婚的时候 我没说什么 是想着千伟和千炯还小 属今 你们自己的事情 也该自己操心了 母妃 你要赶我们出门吗 萧千炯有些疑惑的 燕王妃不由一笑道 胡说 你们都是大人了 难不成 还要你媳妇跟你一般 一个月拿着那几两银子过活 燕王妃将手中东西分成三份 看了三个儿媳妇一眼 芝儿是世子 我多给她一些 咱们家在幽州的三个铺子 一个庄子 还有三千两银子 是给你们的 维儿和远儿 你们一人两个铺子 三千两银子 母妃 你这是做什么 萧千炯有些焦急道 父母聚在 哪里就有分家产的道理 燕王妃偏了儿子一眼 急什么 这些是给你们自己做私房的 你们是要花掉 还是要自己经营 我都不管 以后府中的阅历也依旧照旧 你们都成了家 以后就要有家小了 从不能自己手里一分多的银子都没有 要做点什么 也是捉襟见肘的 我也不能让你们花用自己媳妇的嫁妆吧 那儿子和两个弟弟一样就可以了 其实两年前他成婚的时候 母妃已经给了他一千两的银子 如今又比两个弟弟多了一个铺子一个庄子 萧千炯还是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萧千炯不以为然道 大哥 母妃和父王给了你 拿着就是 我和二哥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在萧千炯看来 老大是世子 就凭这个 比他们多一些 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将来说不准 整个王府都是他的 萧千炯也点头道 嗯 三弟说的是 燕王妃欣慰一笑 再看三个儿媳妇 也没有什么不满的模样 心中是点了点头 萧千炯还想说什么 长平公主轻声道 长者次不可辞 千炯以后多照顾两个弟弟便是 萧千炯这才点了点头 朝着长平公主一一道 多谢姑母教诲 多谢父王 母妃 燕王点头 成了婚就是大人了 以后不可再像从前那般胡闹 这话 主要针对的是萧千炯 萧千炯显然也知道父王这话是对谁说的 缩了缩脖子 当作没听到 经过茶之后 一家人一起用早膳 燕王带着魏君墨 萧千炯几个去了书房 燕王妃要跟三个儿媳妇说话 南姑墨便陪着长平公主 一起回院子去了 跟着长平公主漫步在燕王府 王府中已经是一片宁静 四处红灯红纱还没有取下了 依然是带着几分喜气 只是 在王府中不为人所知的地方 多了一些人 又少了一些人 这些事情自然是没有必要 让长平公主知道的 只是在路过花园的时候 长平公主看着一个 正在修剪花圃的花匠 不经意地说了句 这人看着有些眼神 南姑墨扶着长平公主 笑道 许是下面换了人吧 花匠这一类的人 下面管事就可以自己做主 自然没有必要惊动公主 或者王妃 长平公主点点头 便也撂开不再多问了 看着南姑墨笑道 今儿看到三嫂 我倒是想起来了 无暇进门这么久 我倒是没有给过你们什么东西呢 实在是 这对儿子媳妇太能干了 完全不需要他操任何心 南姑墨未嫁过来之前 魏君墨就从来不在钱财市上 让他费心 反倒是出门时长 给他带回许多珍贵东西 刚开始 险些将长平公主吓道 再三确定儿子 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 又有自家三哥做宝 长平公主才放下心来 当然 事实证明 魏君墨还是瞒着长平公主 做了许多事情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二百八十七集 等到南姑墨进门 更不用提了 南姑墨的嫁妆 就算是长平公主自己 只怕也是比不上的 何况长平公主 早将自己的产业 都交给儿子打理 只觉得他们钱不够用 自己拿来用便是 现在想想 倒是觉得 自己做个婆婆 太不上心了 儿子媳妇就算真的缺钱 只怕也不会动用她的私房 南姑墨不由 玩耳一笑道 是该我们孝顺母亲的 哪里还能要母亲的东西啊 何况 我和君墨 跟三位表弟不同 都不缺这些 若是不够用了 不用母亲说 我们也会厚着脸皮 问母亲要的 前面的话 长平公主信 后半句 确实不信的 想了想 长平公主点头道 也罢 既然你们不缺 我便自己留着 将来 给我的孙儿孙女用 倒是你们两个 也要给我争气一些呀 这想送送不出去 也是娇心得很 母亲 她跟君墨成婚 已经大半年了 再过两三个月 就满一年了 长平公主倒是从来没有问过 他们孩子的事情 不过 心里肯定也是盼着 像长平公主这样 从来不在这件事上 过多催促儿媳妇的婆婆 可不多见 即便是燕王妃 不也往 萧千知的房里 放了两个通房侍妾吗 长平公主拍了拍 她的手 笑道 害羞什么 女子总是要过这一关的 不过 这儿女呀 也是讲究个缘分 母亲不会催着你的 多见母亲 不知道了 这才对 对于孩子的事情 长平公主是真不着急 儿子身体很好 儿媳妇医术高明 还有个神医师兄师傅 生孩子肯定没问题的 成婚这些日子还没孩子 只能说是远范未到罢了 男姑墨眼神漂浮 有些心虚的低下头 生孩子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个问题呀 公主 郡主 身后一个丫头 气喘吁吁追上来 两人回头 看到是燕王妃身边的丫头 男姑墨挑眉道 静母有什么事情吩咐吗 欺骗公主 郡主 王妃院子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长平公主 神色未变 是精灵来的人 到王妃院子闹起来 说是 说是要为 昨天晚上的事情 讨个说法 昨晚 长平公主皱眉 男姑墨沉声道 母亲 我先过去看看 你 你先去吧 我后面跟过来 燕王妃院子的大厅里 气氛有些凝重 燕王妃脸色铁青 坐在主位上 居高临下 看着大厅坐着的几个人 其中 为首的便是 虚发花白的周香 和恶国公圆春 再往下 还坐着面无表情的高一博 和正在哭哭啼啼的高一博夫人 另一边 依次坐着燕王府的三位少夫人 只是三个 却是神色各异 陈氏一脸势不关己 眼底隐隐 隐隐还带着几分兴奋 朱初玉神色凝重 沉默不语 孙雁二 看看身边的两位嫂子 同样什么也都没说 这样的场合 他们是插不上嘴的 恶国公 周大人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燕王妃沉声道 周香冷哼一声道 老夫也想要问问燕王妃 燕王府是什么意思 善家郡主新婚之夜 险些遇刺的事情 燕王府难道不该给朝廷 和高义伯府一个交代吗 燕王妃冷笑一声 哼 笑话 此刻闯入燕王府 本妃两个儿子 两个媳妇都在场 企图是善家郡主一个人 此时燕王府自然会追查到底 但是 什么叫给朝廷和高义伯府 一个交代 周香笑得意味深长 哈哈哈哈 燕王殿下拥兵数十万 燕王府更是守卫森严 新婚之夜 竟然能让刺客 闯入燕王府中行凶 行刺的 却不是燕王殿下 或者是朝中重臣 而是刚刚拜堂成婚的新娘子 这话 燕王妃说出去 谁信呢 放肆 燕王妃勃然大怒 盯着周香道 周大人 本妃念你是先帝的老臣 给你几分面子 污蔑王爷的罪名 你只怕是担待不起 哼 是不是污蔑 燕王殿下和燕王妃 心里清楚 燕王妃深吸一口气 定定地看着还在哭泣的高义伯夫人 和坐在一边一言不发的高义伯 既然周大人觉得 燕王府想谋害善家郡主 那位高义伯夫 偏叫人接回去吧 这样金贵的媳妇 和燕王府要不起 朱初玉脸色顿时一白 起身跪倒在大厅里 母妃恕罪 儿媳 儿媳绝没有这个意思 可惜你的父母 显然是这个意思 燕王妃淡淡道 按周大人的猜测 便是这次的事情查清楚了 本妃也不敢留你 若是将来 在燕王府里磕了碰了 我们担待不起 母妃 朱初玉嘴里发苦 起身走到周相跟前 迎迎一拜 周大人 鄂国公 爹 娘 我相信燕王府 昨晚的事情 真的跟他们无关 我已经是燕王府的儿媳了 请周大人和鄂国公明察 鄂国公点了点头 看向周相 周大人 还是等事情查清楚了再说吧 在幽珠的地界上 除非燕王殿下想查 谁能查得清楚 周大人明鉴 朱初玉 鉴已经嫁入了燕王府 从此生是燕王府的人 死是燕王府的鬼 就算真的出了什么事 也是朱初玉自己命该如此 与旁人无忧 朱初玉咬牙 玉儿 你 哎 高一博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燕王妃眼神微闪 打亮朱初玉 没有说话 新婚第一天 什么死啊活的 也推不及力了 门外 南姑墨声音 加着一丝淡淡的笑语传来 周相皱了皱眉 跟南姑墨几度交手 让她知道 这个还不过二十的女子 十分不好对付 看到南姑墨漫步走来 燕王妃眼中露出一丝笑意 朝她招招手 又惊扰你和妩媚了 快过来坐下 南姑墨点点头 走到燕王妃身边 转身看着周相皱 听说周大人 说了善家郡主做干孙女 便是为了孙女好 也不该新婚头一天 就这般闹才是啊 周相冷笑道 正是为了善家郡主 老夫才不得不说 这么大的事情 燕王府都敢按下不提 谁知道以后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燕王府难不成是 对陛下的指婚 有什么不满 南姑墨脸眉 燕王妃脸色一沉倒 周大人确实非要将昨晚的事 踩在燕王府身上了 周相傲然道 不敢 老夫不过 实话实说 好一个实话实说呀 南姑墨挑眉 周大人 请问 你有什么证据 这需要什么证据 除了燕王府 还有别人 有这个本事 这个动机吗 南姑墨偏过头 眨眨眼 本郡主倒是觉得 周大人动机更大一点 周大人如此处近几率 想要栽赃燕王府 谁知道是不是你派人刺杀新人 然后想要嫁祸燕王府啊 或许 将燕王府两位公子 一起杀了最好 胡说八道 老夫为什么要栽赃燕王府 原来周大人也知道 这是胡说八道啊 本郡主很想问周大人一句 周大人 你是疯狗吗 贱人就有啊 小魏无礼 周香气得脸色发紫 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被人骂疯狗 绝对是平生第一次 燕王妃冷笑道 哼 本妃看无礼的是周大人你吧 无凭无据 就能污蔑当朝亲王 原来这就是帝师风范 好得很 本妃倒有些怀疑 难道是陛下让周大人 来诬陷我们王爷的 陛下到底想干什么 若是对我们王爷有什么不满 就下指杀我们一家就是了 横竖是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王妃 这话中了 恶国公开口 燕王妃气红眼 对恶国公道 国公也在此看着他 正好一位本妃做个证 自从周大人 还有这位高一伯夫人 来了燕王府 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或燕王府哪里对不住他们了 还是说 王爷跟他们有什么 深仇大恨不成 无凭无据 就跑到本妃这里来指责 燕王府 要杀刚过门的媳妇 刀剑无眼 本妃的两个儿子 当时也在场 退一万步说 便是燕王府 真的要对善家公主不利 难道就蠢到 要在昨晚那种情况下动手 恶国公叹了口气 他也明白 这事他们根本不占领 只是这次来金陵 一切是以周相为主 说白了 他就是来压场子的 他说什么 周相听得进去还好 听不进去 他也没办法 燕王府的事情 老夫会据实禀告陛下的 也就是说 不管周相怎么猜测 怎么认为 他只会说他看到的 燕王妃自然相信 元春的人品 点了点头 多谢老国公 来人 门外传来燕王 带着怒气的声音 燕王带着一身怒火 和阴郁的表情 快步走来 身后还跟着 长平公主 魏君墨 和萧家三兄弟 几个侍卫走了进来 王爷 将周相和高义伯府的人 给本王赶出府去 燕王殿下 周相猛地起身 高声教导 他不敢相信 燕王竟敢如此无礼 燕王回头看他 冷声道 本王不管你想要跟陛下说什么 现在给我滚 否则本王的刀下可不认人 老夫一定会将这件事情 禀告陛下的 周相被两个侍卫 一坐一右拉起来 挣扎着教导 随便 你回去不妨告诉皇帝 本王的头就在这里 随时等他下之来看 以后少给本王搞这些鬼鬼祟祟的东西 滚 父王 看着父母被侍卫拖着往外走 朱初遇忍不住想要开口 不等他说完 燕王淡淡道 你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朱初遇脸色一变 摇里摇头 低下头 老夫一定会请陛下 主持公讨的 门外还传来周相呼叫声 燕王皱眉 堵上嘴 扔出去 大厅里 只剩下恶国公毅然 发生这样的事情 恶国公也无言再多说什么 无论昨晚刺客是怎么回事 周相也不该如此武断 将事情扣在燕王府头上 叹了口气 恶国公朝燕王拱手道 王爷 得罪了 老夫也先行告辞了 一行人都被赶出去了 他总不能还在燕王府里 与其两相尴尬 还不如早早回去算了 燕王点点头 侄儿 送国公出去 是 父王 肖千赤上前道 恶国公请 恶国公道了声告辞 跟着肖千赤走了出去 外人走了 大厅里气氛 反倒是更加的凝重起来 看着燕王难看的脸色 大厅里的人连一句话都不敢说了 好半天才听到燕王咬牙切齿道 小倩 夜小儿 其人太甚 请父王息怒 朱初语微微一扶轻声道 燕王侧手 扫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此事未必便是 陛下的意思 父王若是一时动怒失去理智 说不定 反倒是中了别人的算计 燕王打量朱初语 你倒是聪明 朱初语垂眸 低声道 儿妻不敢 儿妻既然加入了燕王府 就是燕王府的人 只愿为父王母妃和夫君焚忧 坐在旁边的燕王妃也开口了 王爷 韦儿媳妇说得不错 此事还需仔细查清楚 燕王轻横一声 本王知道 那 周襄那里 燕王妃还是有些犹豫 到底是皇帝的特使 就这么将人赶出燕王府 只怕是不太好的 燕王挥挥手 魂不在意 不用管他们 赶出去 若是一直忍着他 他还真以为本王是包子做的 也罢 燕王妃叹了口气 点点头道 赶都赶了 若是再反悔去挽留 那燕王府的人 才丢尽了 更何况 以周襄那性格 势必会记恨燕王府 如今也没什么差别 燕王府两位公子新婚第一天 众目睽睽之下 燕王府就将皇帝派来的特使 和二少夫人娘家爹娘赶出来 这还没完 当天 当着燕王府 整个王府下人的面 将十几个侍卫管事 甚至是普通下人活活打死 其他被罚的人 也不在少数 整个燕王府的下人们 也是浸若寒蝉 生怕一不小心就轮到自己 再想起 昨天晚上后院发生的事 以后形势 也就更加的小心谨慎了 新房里 朱初玉看着大红席铁 还没有撤去的房间 微微垂眸 神色有些凝重 贴身陪嫁丫头进来 低声禀告道 郡主 派出去的人已经回来了 说老爷和夫人 暂时在城中客栈落脚 周大人一行人过两天 就准备启程回金陵了 朱初玉点点头 看着丫头 语言幼稚的模样 还有什么事 郡主 王爷和王妃 才刚刚打杀府里的人 咱们就派人出去 见老爷夫人 让王爷王妃知道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若是不闻不问 父王母妃看在眼里 未免觉得我铁石心肠 一样不好 幼稚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让他们尽早回去吧 老爷和夫人 大约是想等到郡主 回门之后再走 朱初已吃笑一声 现在这个处境 还回什么门啊 早走早了 也免得再生出什么事端 是 院子里的管事 带着下面的人 来拜见郡主 原本应该早上就来的 只是府里突然 出来这么多事 就是萧千伟院子 也被赶出去 好几个人 于是就拖到这会儿 朱初已点点头 站起身道 嗯 去看看吧 花厅里 一个管事和一个婆子 带着一群丫头下人 等着拜见主子 燕王妃对三个儿子 教养严格 燕王妃三个公子 在八岁以后 奶娘什么的 就直接掉离身边 身边跟着近身服侍的 也都是小子 而不是丫头 看到朱初已带人进来 众人连忙上前见礼 见过郡主 院子里的人都知道 这位二少夫人 有着遇刺的郡主身份 自然更加恭敬几分了 朱初已微微点头道 起来吧 多谢郡主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二百八十八集 在主位上坐下来 朱初已看着众人 淡淡道 今天府里的事情 你们都看到了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 只要忠心于燕王府 好好服侍二公子 一切都好说 我也不是个 磕带下人的人 但是 若是有那敢被主的人 他们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 这位郡主 这位郡主 虽然看着柔柔弱弱 但是说出口的话 却让人从心头 升起了一股良意 想起那些 被打死打伤的人 其中还有不少 就是他们平时熟悉的人 所有人都不由抖了抖 连忙道 请遵郡主教会 朱初已满意地点了下头 那就好 卓儿 叫卓儿的丫头上前 看了一眼身后的小丫头 手中捧着的 盖着红绸的托盘 道 郡主初来乍到 算是给大家一些见面礼 管是一人十两 下面的人通通少 另外 咱们院子的人 这个月月钱 都多给一个月的 听到有赏 众人都是大喜 连忙谢过郡主赏策 朱初遇到 你们好好做事 我自然不会亏待了你们 都去吧 回头将二公子院子里的战策 拿过来给我 管是犹豫到 郡主 二公子那里 这院子到底还是 二公子说了算的 虽然是夫君同意了的 你也可以先去请示过他再说 不敢 属下立刻便将账策送来 朱初遇又交代了一些事情 下人们见他不焦不燥 处理事情却是娴熟有度 而且十分的公正 重视 让人心服口服 倒是对这位新夫人 更多了几分佩服 打发众人下去 朱初遇端起茶杯 浅着了一口 唇边勾起一丝 极淡的笑意 竹儿站在身后 轻声笑道 果然还是郡主厉害 这些人 一个个都对郡主心悦成福 朱初遇并不以为然 想要让他们真的臣服 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不过是还摸不清 我的深浅罢了 等到他们知道郡主深浅 只会对郡主更加服贴的 各个院子的赏赐和礼物 都送去了吗 朱初遇淡淡一笑道 郡主放心 都打点妥当了 府里下人 长平公主和星成郡主 还有各位姨娘那里 该送的都送到了 朱初遇点点头 叹了口气道 那就好 哎 阎王府现在肯定 不会待见我们 一切都要小心 千万不能行差踏错 奴婢明白 郡主放心便是了 竹儿恭敬道 看了看朱初遇 竹儿有些不甘道 只是 郡主这般 未免太委屈自己了 那夏儿公子也并非 多么出类拔刺的人物 又不是世子 以郡主如今身份 在金陵城中 想要嫁给谁不行啊 何必千里迢迢 跑到幽州 来受这个苦 还不被人待见 朱初遇的决定 不仅是高一博夫妇 不理解 就是他身边的心腹 也同样不能理解 朱初遇伸手 马萨的手中 刚刚送来的账策 淡淡道 你放心 不会一直这样的 很快 我们的处境就会改变 朱二叹了口气 横说郡主想法 不是他能够想明白的 郡主聪明绝顶 这样做自然有他道理 他们做下人的 只要执行郡主命令 就是了 朱初遇含笑 看了他一眼 行了 去吧 看看二公子回来了没有 如果回来了 就请他过来 我等他一起用晚膳 朱二微微扶身 恭敬道 是 奴婢这就去 两位少夫人同时进门 比起财大气促的 善家郡主 萧千玖的院子 就显得平淡许多了 虽然也同善家郡主一样 都打赏了府中人 但是却完全 无法跟朱初遇的 出手大方相媲美 只要是人的地方 就少不了是是非非 燕王府的下人们 自然也是一样的 两位少夫人一看就是 善家郡主 更加大方一点 自然是对这位 二少夫人赞赏得多 对于出身平平的 三少夫人 就淡了许多 孙颜二虽然有些黯然 且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 孙家家底 无法跟朱家相比 她更不能跟 善家郡主相比 若是事事都强 要跟朱初遇比着来 这以后 还有几十年要过 她哪里比得过来 孙颜二坐在新房 查看自己的 嫁妆单子 目光落到 放在一边的 几本账册上 一回到自家院子 萧千炯 就将燕王妃 给她的产业 转手 全部给了她 她看得出来 自己这位 年轻的夫君性子 并不在乎这些 但是她既然 将这些给了她 也算是对她的信任 她自然不会辜负的 还有自己从金陵 带来的嫁妆 因为路途遥远 孙家并没有准备 太多嫁妆 而是大半都折成银子 另外因为是赐婚 皇帝也赏赐了一些嫁妆 再加上临走时 母亲 哥哥 祖母 偷偷塞给自己的钱 孙岩二手里 差不多也还有将近 一万两的银子 跟别人比起来不多 但是如果好好打算的话 也够常人养尊处优 过一辈子 小姐 陪嫁丫头 浅草快不进来 孙岩二抬起头 看了她一眼 轻声道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燕王府 这小姐的称呼 就别叫了 浅草连忙点头道 是 三少夫人 星辰郡主来了 孙岩二连忙起身 那怎么不请进来啊 不用请 我自己进来了 门外传来南姑墨的叫声 孙岩二迎了上去 郡主 郡主 孙岩二翘脸微红 低声叫了声表嫂 南姑墨这才奄然一笑 看了看她 你在忙 我没有打扰你吧 刚刚成婚 即使只是肖千炯这一个院子 事情肯定也不少的 南姑墨原本不想这个时候来打扰她 但是 他们很快就要返回军中 想了想 南姑墨觉得 还是应该来看看她 孙岩二笑道 哪里啊 表嫂快进来吧 我也是闲着没事 随便看看罢了 说完又吩咐浅草 去给南姑墨上茶 跟着孙岩二走进房间 看着桌上放着一对东西 南姑墨笑道 看来你跟千炯相处得不错啊 孙岩二有些羞涩地笑了笑 倒是没有说什么 肖千炯才十五岁 虽然十四五岁成婚的人不少 但是这个年纪 到底还是有些小的 被指婚到幽州 孙岩二也并没有指望 会跟南姑墨一般 遇到一个如魏公子那般 出类拔萃 又一心一意的男子 只要日子过得下去便是了 这世上的女子 谁不是那么过的呢 肖千炯虽然年少气盛 也不是什么温柔体贴的人 但是 她也同样不拘小节 对孙岩二 也并不像家中担心那般 看不起或者防备着她 为此 孙岩二自觉十分满意了 临走时 祖母和母亲跟她说 夫妻之间相处久了 总会有些感情的 她也会建立做一个 合格的燕王府的儿媳妇 南姑墨看看她 看着这样 我也就放心了 只是我过几天 就要离开幽州 你在燕王府里若是无聊 不妨去清末园陪母亲说说话 孙岩二有些意外的 你跟魏公子 也要离开幽州 我们就是为了你们的婚事才回来的 这边没事了 自然要回去了 原本你刚到幽州 我该陪你一些时间才是的 只是那边 孙岩二 孙岩二连忙摇头 婊子千万别这么说 谁还不都是这样过的 母妃说得对 她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 而且 来幽州能见到你 我心中已经安定许多了 孙岩二对南姑墨是真的是万分感激的 其实说起来 他们在金陵时候 交情也没有多么深厚 但是这几天 明里暗里 南姑墨都帮了自己不少忙 方才让自己去陪 长平公主说话 说是请她陪长平公主 其实 还是自己得到的好处更多一点 燕王府三个儿媳妇中 她的身份最低 长平公主却是燕王亲妹妹 如果得到长平公主喜爱的话 她在燕王府 也能够挺起腰杆说话 谢谢您 姚嫂 南姑墨含笑拍了拍她 示意她不必在意 她之所以帮孙岩二 不仅是因为在金陵的交情 和谢佩华的面子 更是因为她看得出来 孙岩二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千九虽然脾气有些暴 不过她性子正直 不会欺负你的 你不必怕她 舅舅和舅母 为人性格都是公正的 只要你没有什么行差踏错 虽说未必一视同仁 且也不会博戴了你 孙岩二认真听南姑墨的话 都一一地记下来 一直到将近午膳时分 南姑墨才起身告辞 这才新婚第三天 孙岩二也不好留她用膳 只得亲自将人送出门去 看着南姑墨远去的背影 浅草轻声道 新城郡主真是个好人 她从小跟着孙岩二 在金陵的时候 也见过南姑墨几次的 对于这位新城郡主 很是崇拜 孙岩二点头笑道 是啊 那日是表嫂 真是我的运气 回去吧 三公子该回来了 是 南姑墨回到院里 魏军墨正在院子里练剑 听到脚步声才停下来 随手将手中撕龟剑 送回腰间玉带里 回头道 你去看孙氏了 虽然南姑墨很喜欢孙岩二 但是在魏公子的眼中 他并不是一个需要记住的人 所以只得了一个孙氏罢了 不过女子的名讳 本来就是不该让外人随便叫的 倒也没什么不妥 只是听起来 很是疏远罢了 南姑墨点点头 上前笑道 我打扰你了 怎么不继续啊 魏军墨摇摇头 打发时间罢了 武功到了他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勤觉苦练 能够有用的了 不过是吴侠一大早跑出去 他闲着没事 随手练几招罢了 知道他心里不爽 南姑墨抓着他一只肩膀 轻声道 咱们过几天不是要回军中去了吗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他一个人在幽州也是孤单 我想着 还是去跟他说几句话 也请他有空来陪陪母亲 魏军墨微微点头 他并不会干涉吴侠做什么 只是对于妻子一大早 丢下自己 去陪别人 有点淡淡的不悦罢了 还在生气啊 没有 那咱们出城去看看师父师叔他们 不去 那你想做什么 我陪你 魏公子微微挑眉 陪我 嗯 南姑墨认命的哄相公 魏公子眼神微傻 突然附身一把将他拦腰抱起来 转身向房里走 喂 你干什么 南姑墨一愣 连忙挣扎 陪我 混蛋 白日轩淫什么的 他真是脑抽了 才会觉得他需要人火 分明是挖了坑 让他往里跳啊 第二天出城的时候 南姑墨还在步爽 魏公子也不着急 只是淡定的跟在他身后 南姑墨车马走在前面 回头扫了一眼 慢悠悠跟在后面的人 轻哼一声 一拍马 马儿 丝鸣一声 飞快朝着前方奔去了 魏公子挑挑眉 也跟着追上去 贤哥公子横琴坐在山坡上 笑容可惧 或者说 幸灾乐祸的 看着一前以后 走上来的一对碧人 哟 这是怎么了 小夫妻俩吵架了 南姑墨翻了个白眼 师兄 我先去看师父和师叔 看着南姑墨向山上走去 贤哥公子十分善解人意的 帮他把魏公子拦下来 魏公子神色不善 看着眼前 笑得宛如世外仙人的男子 贤哥公子微笑道 妹夫 你是自己坐下来 陪师兄聊聊呢 还是师兄请你坐下来聊聊呢 虽然打不过某人 但是贤哥公子 能够放到一个人的办法 多的是啊 魏君墨嫌弃看了一眼 席地而坐的某人 走到一边的石头上 坐下来 居高临下看着眼前的男子 冷漠子眸透露出几分 不耐烦的味道 贤哥公子很有风度地 不跟他计较 来 妹夫 跟师兄说说 你是怎么惹没而不高兴了 魏公子 冷峻的脸上 适时地露出一丝淡淡的苦恼 贤哥公子更高兴了 我是他师兄 你说说看 我说不准 能帮你拿出个主意呢 嗯 魏公子 慢吞吞吐出一个字了 自然 你出的主意 若是能用 你怎么会 现在还娶不到媳妇啊 嗖的一声 一只无形小剑 射中了贤哥公子的心口 贤哥公子嘴角抽搐 再也维持不了 世外仙人风范了 本公子那是 没人要 嗖的又一剑 射中贤哥公子的心口 打击完蓝鹿虎 魏公子看了一眼 抱着琴 默默伤神的某人 心满意足地 起身朝着山上走去了 院子里 南姑墨正在陪老头 整理药瓶 听说他们要去边关 老头将自己收藏的 各种药瓶 不要钱一般 往南姑墨手里塞 看得南姑墨哭笑不得 他也是学医的好不好 战场上需要的常用药品 还是会配置的 何况师傅收藏的这些 都是千千难买的好东西 现在送出去了 回头又要心疼 老头可不管这些 一脸献宝的模样 摆出自己各种收藏 任由徒弟挑选 徒弟不肯要 还要生气呢 师叔坐在一边的院子看书 偶尔抬头看一眼 这对师徒俩 然后继续低头看书 欣慰的那小子 没陪你来 师叔放下书 问道 南姑墨笑道 在山下陪师兄说话呢 他们俩有什么话说 师叔不以为然 当他年老眼瞎嘛 那两个小子 分明是互看对方不顺眼 谁知道呢 说不定是师兄 突然有话跟他说吧 师叔也不管年轻人的事 挥挥手道 你们这次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南姑墨想了想到 嗯 不一定 不过军中离幽州这么近 若是有什么事回来 也就是几个时辰的事情 前两天 燕王府里发生了什么事 燕王府的婚宴 他们三个都没有去参加 但是却也让南姑墨 带了鹤里回去 倒不是燕王府没有送帖子 燕王殿下 知道他们师徒三人 在这里的时候 就让人送过帖子来 婚宴请帖 自然也是早早送来 不过 三人都不爱凑那个热闹 但是幽州城和燕王府 发生的事情 他们却还是知道的 一清二楚的 第289章 南姑墨叹了口气 将燕王府的事情 说了一遍 师叔握着叔的手 一顿 皱眉道 燕王府的麻烦 也不比在金灵手 南姑墨玩笑道 这世上哪儿没有麻烦 若是隐居深山 大概是没有麻烦了 不过 我还年轻呢 还不想隐居山连 师叔没好气 瞥了他一眼 总之你自己小心 别仗着自己武功好 会医术 就什么都不在意 这世上总有 比你厉害的人 南姑墨连连点头 不是还有师父和师叔吗 老头听了这话 顿时一乐 大叫道 墨儿说得不错 谁敢欺负你 师父替你出气 师兄 师叔脸色一沉 立声道 老头顿时捏掉了 往南姑墨身后躲了躲 避开师弟视线 轻壳一声 正色道 你师叔说得对 一个人在外边 万事要小心 我就知道你靠不住 师叔轻壳一勺 继续道 还有 战场上刀剑无眼 自己小心 有什么事情 让人传个信回来 也一个人扛着 嗯 是 师叔 老头背着南姑墨 低声嘀咕 不跟我说的一个意思吗 到底谁才是师兄啊 我也想知道 到底谁才是师兄 背后一个音测测的声音响起来 老头顿时觉得寒毛倒数 猛地站起身 头也不回窜出去 远远地传了一声惨叫啊 鬼啊 院子里 两个人沉默无语 南姑墨 默默地望天 他早就习惯了 只是不知道 若是让天下人知道 交出贤哥公子这样的医仙的 不是神医 竟然是这么个德相 到底会是什么表情啊 无瑕 魏公子一席轻衣 漫步而来 师兄呢 这么快 师兄的功夫 果然是越发的不行了呀 贤哥公子心情不好 别去打扰他 心情不好 南姑墨好奇 魏君墨到底跟师兄说了什么 能让他心情不好呢 贤哥公子一大把年纪 还找不到妻子 心中自卑 正抱着钱啊 黯然伤神 南姑墨决定 离开幽州之前 还是不要去见师兄比较好啊 贤哥公子性格里 有一个非常优良 且他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品格 谦怒 恼羞成怒的师兄 很难说会干出什么不理智的事了 旁边 师叔淡淡道 魏小子 你跟老夫进来 是 师叔 魏君墨恭敬道 师叔 南姑墨想要说什么 师叔不愿地瞥他一眼 认识这么久 师叔也没跟这小子聊聊 说说话还不成 我还能吃了他不成 不是 我不是想说 用不用去给师叔泡茶吗 师叔轻横一声 扶就进去了 魏君墨看向南姑墨 南姑墨叹气道 快进去吧 不用担心 算起来 师叔算是比较好沟通的人 跟师兄和师父比起来 那两个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一个是坑人不倦 一个是脑子从来就没上弦 魏君墨点点头 转身走进去 南姑墨也不知道 师叔跟魏君墨谈了什么 师叔不肯让他进去旁听 南姑墨只得在外面等着 正坐的院子里 无聊的胡思乱想 一双手臂 伸手将他圈进怀里 南姑墨抬头 聊完了 师叔说什么 魏君墨摇头 我生气了 你能不说这茬吗 想起昨天的事情 南姑墨就觉得火气直往脸上冒 昨天一时糊涂着了道 结果这样那样就错过午膳不说 连晚膳都迟到了 还被长平公主调侃一番 幸好晚膳只是跟长平公主一起吃 若是燕王府一家人都在一起的话 南姑墨恨不得能够挖个地洞钻进去 果然 比脸皮这种事情 就算他两世月里加起来 也还是比不过某人啊 魏君墨将下巴靠着他的头顶 轻声道 昨天是火不对 以后不这样了 这声音听着怎么那么委屈呢 南姑墨默默地翻个白眼 魏君墨低声道 母亲已经教训过我了 刚刚师叔也教训我了 师叔 南姑墨连忙转过头来 有些不解 母亲教训他还说得过去 但是师叔怎么会知道这种事啊 师叔说我惹你生气 对你不好的话 就要狠狠地教训我 看着他淡默俊美的容颜上 仿佛染上几分黯然 南姑墨一时也有些不好意思 为了一点归房里的事情 让他接连被两个长辈教训 实在是有些 我不生气了 魏公子伸手 揽他入怀 不生气就好 无暇不高兴 我也会不高兴 身后 从房里走出来的师叔 疑惑地想了想 他好像不是那么说的 再看看眼前的两个年轻人 摇了摇头 转身回去了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燕王府的事情 自然有燕王和燕王妃处理 既然已经没有什么事了 两天后 南姑墨和魏君墨 起身回军中 等到从自己嫁妆中 抬起头的朱初玉 发现魏君墨和南姑墨 不见了的时候 才知道 魏公子如今在燕王军中效力 虽然没有说起南姑墨去哪 但是以朱初玉的聪明 即使不用查 他也能够猜得出来 南姑墨必定是跟着魏君墨 一起去了军中 对此 朱初玉并没有想太多 现在他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在燕王府 站稳脚跟 然后才能想别的 在此之前 南姑墨去了哪 做了什么 对他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 南姑墨留在幽州城 对他来说 反倒是不利的 不管朱初玉 是怎么想的 南姑墨和魏君墨 却已经回到 离开大半个月的军营 迎接他们的是 全营大围殴 南姑墨站在叫场边上 悠闲地看着 在人群中游刃有余的魏君墨 唇边带着淡淡的笑容 离开不过大半个月 这些人显然是长见不少 一拥而上 围殴上司 这大概 就是他们能想出的新主意 一千个人车轮战 只要魏君墨还是活人 总能够把他放倒 夫人 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刚被甩出 直接就躺在地上 休息着薛冰 笑咪咪地问道 先躺着休息一刻钟 再接着干 南姑墨挑眉道 帮你们还是帮他 当然是帮我们 薛冰抹汗 魏千户已经够彪汉了 再来一个 看起来也不信色多少的魏夫人 恐怕他们再去隔壁 借一千人来 也不一定够 这夫妻联手 肯定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南姑墨摇头 表示没兴趣 这是你们想出的新招数吗 薛冰 咧开嘴笑道 不错吧 经过本公子的周密计算 魏千户达到一百人 平均需要大概一刻钟时间 对付比较精锐的人 大概有一刻钟多一些 如果我们一起 所有人轮着来的话 每个人大概能够 有两个钟左右的时间休息 只要能够支持个四五轮 魏千户总归还是个人吧 俗话说 双拳难敌四手 四手肯定是打不过魏君墨双拳的 但是四十手 四百手 四千手呢 南姑墨怜悯地看他一眼 有一句送给薛大公子正合适 不作就不会死 就算按照他的法子 打败了魏君墨 对他能有多少好处呢 递到点的给点奖励 还不够抹平被魏君墨恶整的痛苦 薛斌似乎看明白他的意思 笑道 这个嘛 以后本公子也是曾经打败过魏千户的人了 就图个心里满足不成吗 那你努力吧 南姑墨无语道 砰的一声 有一个人被一脚踹出来 南姑墨看着躺在地上 爬不起来的陈修 有些惊讶的 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胡闹 陈修是个聪明人 一向对于这种找死的事情不感兴趣 对于薛斌这种 热衷于找死的人 也很是不理解的 陈修躺在地上 笑道 这个嘛 有人跟我说 年轻的时候就该做一些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免得以后老了 想做也没机会了 谁跟你说的 陈修疲惫 抬起手 指了指 躺在另一边的薛斌 你真不觉得 他是在忽悠你吗 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我又觉得 他说的有点道理 也就是说 你高兴被他忽悠 好吧 军中果然是个 很能改变人的地方 不知道陈宇将军 看到一个如此勇敢的儿子之后 会不会想哭啊 薛斌的推测并没有错 魏军末再厉害也是人 最重要的是 魏军末不可能真的杀了他们 或者是伤了他们 所以 几轮车轮站下来 终于有了成绩了 抱胳膊抱腿 把魏公子给打倒在地上 虽然只是倒地片刻 但是 总算是倒了不是吗 但是薛斌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呆住了 因为 在场的人 也没有一个 还能够自己爬得起来了 所以 他们如今的战绩 并不是胜利 而是 与敌皆亡 同归于尽呢 怎么会这样 薛公子欲哭无赖 但是 魏公子站起来了 他们 却是无论如何 也无法让自己站起来 魏军末低头扫了他一眼 还打吗 摇头的力气都没了 那么 惩罚 欺禀千户 我们没输啊 薛斌颤颤巍巍道 若是再被罚 他今天晚上 绝对会被权威所的兄弟踩死啊 魏军末点点头道 那么罚你一个人 为什么 办法太蠢 浪费我时间 魏军末毫不留情道 武功高的聪明人真是太讨厌了 浪费时间 你还跟我们玩啊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什么叫自不量力 这个月 你们房里所有的衣服 你一个人洗 说完 魏军末再也不看眼前躺着一地的尸体 拉着南宫末扬长而去了 我们千户就是这么苦炫啊 有个武力直变态的上司该怎么办 镰刀形的月亮 从冬天升起来 边关轿场上已经有狼嚎叫的声音 老子一定要想办法弄死他 兄弟 别发异症了 旁边猪猛 拍了拍躺在地上 爬不起来的人 对了 明天记得帮我把杯子也洗了 滚 魏军末只说洗衣服 千户所里 魏军末退去上衣 坐在床边 胸膛上 还有胳膊上 都有好几处 轻轻子子的痕迹 显然魏公子也没有少吃亏 毕竟是那么多人车轮战 还不能真的伤了人 吃上一拳 挨上一脚 那都是尝试 而且 到底是军中将士 力气也绝对不会小 南姑墨拿过药 小心地替他抹 受伤的地方 使着巧劲暗柔伤处 将那些瘀伤暗散 药力也能吸收得更好一点 疼不疼 你还真陪他们胡闹 魏军末神色淡然 仿佛那一身轻子伤痕 不是他的一般 吴霞不是想揍我吗 我才懒得理你 你欺负不会武功的人 到后面 你用内力了吧 魏军末魂不在意 他们车轮战也没讲道义 魏军末从不觉得 欺负不会武功的人算什么事 而且 那些人也算不上不会武功吧 更何况 能够想出一千对一 这种损招的人 需要道义吗 战场上 只有生死 没有什么公不公平 道不道义的问题 想起那躺了一地的人 南姑墨不由 扑斥一声笑道 这次过后 肯定没有人 再敢跟你动手了 魏公子离开的时候 走的那叫一个淡定 那叫一个潇洒 只怕那些人 现在还在怀疑 他们到底 有没有碰到 魏公子一根寒毛 他们太烦了 魏军末嫌弃道 他不爱跟这些 连三流都算不上的 三脚猫功夫动手 一次奏听话 以后就会乖乖听话了 南姑墨挑挑眉 转到另一边 涂抹另一边的伤 大概 要两三天才能完全好 没关系 魏军末不在意 这种皮肉伤 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就算不上药 很快也会好的 伸手 气揽他的腰 伤口处传了一阵 激烈的疼痛 嗯 无想 南姑墨笑咪咪地看着他 魏千呼 我动手 可不是跟他们一样 替你挠痒痒 纤细的手指 正按着他一处 轻子的伤处 只要轻轻以用力 保证某人 疼得酸爽 魏公子沉默片刻 非常识相道 我只是想说 吴侠 我有点渴了 能帮我倒杯水吗 好多天没煮人了 没有水 我去让小铁烧水 你这里 自己搞定 魏公子点点头 接过药膏 自己上药 南姑墨转身出去了 魏公子看看 毫不犹豫离开的妻子 好吧 吴侠又生气了 没关系 来日方长 魏君墨一个谦户 随便休个假 就是大半个月 营中将领 却什么都没有说 军中上下更加确定 这对夫妻来历非凡 南姑墨也不是 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从幽州带了不少东西过来 一所熟悉的大夫 还有军中将领 以及魏君墨相熟的同僚 人人都送了一点 薛斌陈修几个 收到他们 帮自己从幽州带来的东西之后 更是感激体力 天知道 自从见到军中之后 他们连家里的一片纸 都没有收到过 若不是这次看了南姑墨 帮他们带来的家里的信 他们都要以为 自己是不是被爹娘给抛弃了呀 他们不在的这大半个月 边关倒是没有发生什么战事 对面北渊人也还算安分 现在正是牧草风貌的时间 北渊人大约都在忙着放牧 暂时没有空来跟他们打仗了 回来第二天 南姑墨就照常去医所 现在正是最炎热的时候 没有什么战事 一般将士身体都不差 也不容易生病 这时候医所的大夫 到时都比较清闲 一进医所 由面而来就看到那位施大夫 两人同时停下脚步 都是面无表情 南姑墨心中 按到了一声晦气 面上却是微微一笑 朝他点头 施大夫 施大夫挑眉 依然还是阴阳怪气的模样 这不是魏夫人回来了吗 可不是回来了吗 施大夫 施大夫盯着他 一副随时准备迎战的模样 麻烦您让让路 或者你先过 整天跟个跟人斗的乌眼鸡似的 当他吃饱了撑着了呀 施大夫顿时脸色难看起来 清喝一声 拂袖而去了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90集 丁小铁跟在南姑墨身边 看着他的背影 不高兴道 这个施大夫 真没礼貌 夫人又没招惹他 有的人 天生小心眼 没药治 不用理他 可是 他总是跟别人说夫人坏话 哦 他说什么 他说夫人一个女子 跟着丈夫跑到军中 不知羞耻 还说 夫人根本不懂什么医术 那个新的止血药的药方 也是夫人从别人那里得来的 不过 这个没人信他 夫人的医术 大家可都是见过的 总之呢 他说了很多夫人的坏话 南姑墨若有所思 摸了摸下巴 杨伟道 我还以为 只有女人才喜欢道人是非 没想到 施大夫也擅长此道啊 倒是比我这个女人 还喜欢嚼舌头 可不是嘛 夫人 施大夫不是好人 咱们要小心点 南姑墨伸手 拍了拍他的脑门 笑道 知道了 这些日子 你没有偷懒吧 当然没有 丁小铁 连忙抛开施大夫的事 坚定道 夫人给我的书 我已经背完了 我还跟着温大夫他们 认了很多的 哼 那就好 休止境 想要有所成就 可千万不可怠慢 知道吗 是 夫人 魏夫人回来了 温大夫听到外面声音 从里面探出头 笑道 温大夫 南姑墨含笑点头 身后钉脚铁 将带来的礼物送上 从幽州带来一些吃食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温大夫尝尝 温大夫也不客气 伸手接过来 笑道 那就多谢魏夫人 和魏前护了 虽然东西不贵重 却是个新意 难得年轻人有心 温大夫自然也是高兴的 温大夫犹豫一下道 那个 施大夫哪里 施大夫的也送过去了 虽然跟施大夫不对盘 但是 南姑墨也没有那么小气 论人口实 反正也不过是 顺手多拿一份 至于施大夫是扔了 还是烧了 都跟他没关系的 温大夫点头笑道 啊 魏夫人是个大度的人 温大夫身为一所领头人 自然还是希望一所 上下一片和睦 但是施大夫那个性格 不只是南姑墨 跟别的大夫 也和睦不到哪里去的 这种情况 要不将人赶走 要不旁的人就免不了 要大度一些了 魏夫人虽然是个女子 却为人十分大方有度 倒是显得施大夫 小肚鸡肠 让人笑话 南姑墨坐下来 跟温大夫说话 问起这些日子 医馆的事情 温大夫想了想 嗯 倒是有个事 南姑墨点点头 表示喜耳恭听 老夫年事已高 原本盯了两年前 就该告老还乡了 只是这两年 军中大夫不够 这才多留了两年 今年无论如何 也要退了 所以这医馆守卫 这个位置 就要空出来了 以大夫来说 温大夫年纪 其实还不算高 但是温大夫如今身体不太好 以一个军医来说 就有些不好应付了 南姑墨也明白 温大夫意思 温大夫走了 这医所守卫的位置 自然就需要有人顶上去了 原本 大概施大夫 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但是现在凭空 出现一个南姑墨 而且 南姑墨无论是医术 还是对军中贡献 都不是施大夫能比的 如此一来 温大夫就有些为难了 南姑墨倒也没有客气推辞 只是问道 不知 温大夫是怎么想的 温大夫看看他平静的神色 心中暗地点了点头 这医所中 虽说不是绝对按照医术来决定的 但是 上面的将军们 总是要考虑这方面的 还有 还有对军中的功劳和贡献等等 原本老夫是想着 如果 再找不到合适的人 便只能提拔施大夫了 如今 有了魏夫人在 老夫 便是有了别的想法 南姑墨 微微点头 也不说话 只是听着 温大夫道 魏夫人 到军中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是 所作所为 老夫 还有军中的将士 都是看在眼中的 虽说 从未有过女子 任一所的守卫 但是 在夫人之前 一所 也从未受过女子 将军既然同意 魏夫人留在一所 这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魏夫人 以为如何呀 长毛温大夫看重 若是如此 我自是尽力而为 南姑墨并不打算推辞 他跟师大夫不对盘 早已是定局 如果师大夫 主掌一所的话 对他以后行事 都会极为不方便的 温大夫含笑点头 好 听魏夫人这么说 老朽也能放心了 原本师大夫 就不是个满意人选 只是实在是 找不到合适人 无可奈何罢了 南姑墨虽是女子 但是这些日子 温大夫也看着 无论是形式还是性格 并不比男子差 甚至还要好上许多 前期日子 南姑墨训练的那几十个 身体差的兵 最近几次上战场 都是大放异彩 温大夫相信 将医所交到他的手里 绝对不会错的 只是 师大夫 有些兴高气傲 以后若是有什么地方 得罪了魏夫人 还请魏夫人 莫要跟她一般见识 到底是同僚好几年 温大夫还是忍不住 替师大夫说了两句好话 南姑墨点头笑道 只要师大夫 不做太出格的事情 我自然不会对他如何 如果师大夫 真的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 就算他不管不问 军中将领 也不会放过他 温大夫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也没想要强求什么 既然魏夫人同意了 那老夫这就向统领 禀告了 再过一些日子 老夫也就该离开了 温大夫在军中 辛苦多年 也该回家安享天年了 或许是想要将要回家 温大夫脸色 也多了几分喜悦 点头笑道 成夫人其言 不行 我不同意 一所大厅里 温大夫刚把话说出口 坐在一边的师大夫 就脸色大变 猛地站起身教导 在场的几个大夫和学徒 不由地将目光 看向脸色猙獰的人 胆小地被他吓了一跳 温大夫皱眉 有些不悦地看向师大夫 师大夫 这件事将军已经同意了 军令如山 即使他们并不算是军人 但是只要身在军中 就要服从军令了 温大夫并非没有想过 事先跟师大夫商量再说 但是师大夫性情他明白 如果事先告诉他 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而且也绝对不可能被说通的 只会让他提前爆发罢了 反倒是闹得更加难看 横竖他也待不了几天 还不如将得罪人的事情 全部扛下算了 等到离开军中 以后他们大概也不会再见了 师大夫并不觉得自己的愤怒 有什么不对 盯着温大夫道 这个女人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这么想着她 自古以来 就没有女人在军中做医官的 温大夫脸色微缠 他自问没有什么私心 却被人如此质疑 无论是谁 也不会觉得心里舒服 但是想想师大夫 一直觉得一所守卫的位置 是自己的 如今突然没了 也难怪如此愤怒 倒懒得跟他一般见识 只是淡淡道 自古以来没有 并不代表现在以后不能有 师大夫 咱们是做大夫的 都说医者父母心 难不成 这世上还会只有父 没有母不成 你请此夺理 师大夫气红脸 温大夫皱眉道 再说了 既然咱们是看兵救人的 自然是以医术论高低 难道师大夫觉得 魏夫人的医术 当不得这个手座的位置 师大夫咬牙不语 他虽然暗中散播 一些南公墨的谣言 却不敢当着南公墨的面 质疑他的医术 毕竟 好几次南公墨救人的时候 他们都在旁边看着 师大夫即使不愿承认 内心里也明白 自己的医术 绝对比不上这个女人 只是他一直看南公墨不顺眼 又怎么能忍受 如今这个女人 还要压到自己头上来 而且 原本以为 在掌握之中的位置 突然飞了 他哪里还有脸面出门见人 对此 两里两位大夫 确实乐见其成 这个位置横竖也轮不到他们 比起性情古怪 傲慢的师大夫 南公墨简直是太好相处了 谁不希望自己的上司 是个好相处的人呢 虽然一所管理和互相之间的等级 其实并不严格 但是这个手座的位置 总归是比他们要高一些的 因此 两里两位大夫 也跟着一起开口 劝师大夫 却不知劝的人越多 师大夫越生气 在他眼中 这些人并不是在劝他 而是来看他笑话的 一把推开 拉着自己的李大夫 师大夫怒斥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拉我 滚 你们就都去 舔着这女人的脚跟好了 说不定他会赏你们一口吃的 听了这话 梁大夫和李大夫也生气了 他们也是一片好意 将军的文书都已经下来 就算师大夫不满 又能怎么样呢 就算他闹翻了天 将军也不可能 为了一个小小的大夫的不满 而改变决定的 师大夫自己想要争取那个位置 但是除了年纪和性别 他哪里又比魏夫人更优秀了呢 见他如此不失抬举 两个大夫也懒得再劝他 转身走回自己的位置 沉着脸坐了下来 骂完上司骂同僚 师大夫终于把炮火 对准坐在一边 一直没开口的南公墨了 恨恨地瞪着南公墨咬牙道 你现在满意了 南公墨挑眉 我不明白 师大夫这话是什么意思 师大夫轻横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中得意 你就装吧 南公墨放下手中茶杯 望着师大夫正色道 师大夫 您想怎么样 师大夫一愣 又就不知所以望着南公墨 什么叫他想要怎么样 他其实也没想要怎么样 他自己也明白 并不能改变什么 只是想要发泄而已 但是南公墨显然 没有做他发泄 怒火的炮灰的准备 淡然道 师大夫心情不好 我知道了 也可以理解 但是 理解并不代表 我们就该坐在这里 任你发泄 任你辱骂 在场的人 无论是我 还是 还是温良 李三位大夫 并没有人亏欠你什么 师大夫不屑吃笑 没有 一所守座位置 并不是天生就是你的 也没有谁规定 一定就非你不可 我不敢说 我比你强 但是 我至少并不觉得 我得到这个位置 有什么亏心的地方 师大夫 这世上没有什么 天生就该是你的 师大夫说不出话了 只是脸色铁青 恨恨地瞪着南公墨 南公墨也不示弱 只是淡定的抬眼 跟他对视 不一会儿 师大夫先一步 有些狼狈 移开眼闪 看了众人一眼 转身出门去了 大厅里安静一会儿 温大夫叹了口气 对南公墨苦笑道 哎 辛苦魏夫人了 哪里 温大夫才是辛苦了 能够跟这样的人 共事这么多年 还能忍住没有拍死他 温大夫 确实是辛苦了 温大夫摇摇头 无奈地苦笑 温大夫果然很快就离开 没过多久 医所里 又补了一位 年轻的大夫进来 而且还是个熟人 倒是让南公墨 有些惊讶 张居安 年轻大夫 朝着南公墨 咧嘴一笑 有些惊喜道 夫人 你还记得我 南公墨一脸黑线 你怎么会坐在这里 张居安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我是新来的大夫 你的医术比得上丁小铁吗 军中的人什么时候这么不靠谱 想起张居安的药铺卖的糟糕透顶的药材 南公墨就觉得 自己不该对他抱有什么太大期望 事实上 他之所以能够一眼认出它 也是因为他还记得上次购买的那一批劣质药材 张居安显然也记得南公墨对他的评价 无奈道 夫人 我真的不是那么没用啊 南公墨挑眉 一副听他解释的模样 张居安摸了摸鼻子 这个嘛 采药的百姓也不容易 人家好不容易采来了 我总不能不收吧 我自己只有一个人 又要看店又要采药 就算有八只手也忙不过来啊 南公墨点点头 算是听尽他的解释了 问道 你的药铺呢 怎么跑到军中来了 张居安苦笑 镇上新开了一家铺子 我 我的药铺好像要倒闭了 那么糟糕的药 你的店不倒闭 谁的才会倒闭 南公墨心中暗道 想了想 还是倒 你先跟着 梁大夫看几天 梁大夫觉得你可以 你才能留下来 虽然觉得军中 应该不会找 太不靠谱的人来做大夫 但是鉴于这人 不靠谱的印象 实在是太过深刻 南公墨决定 还是先看看再说 张居安怂怂肩道 没关系 我就是想混口饭吃 当军医 可比当兵 凤银高多了 听说 先进的军医 一个月已有五两俸禄 比起他经营 那个要倒不倒的 小药铺子 要强一些了 若是多做几年 能够当上小医官的话 说不定一个月 就能有十几二十两 南公墨挥挥手 让身边丁小铁 带他去找梁大夫 见到个熟人 丁小铁也有些好奇 高兴起身 带着张居安 就往外走去了 张居安跟着丁小铁出去 正好与走进来的 魏军末迎面相遇 不由地缩了缩脖子 这位 长得真是玉树临风 但是这气势 也太吓人了呀 张居安抖了抖 小弟弟 那位是 快步追上丁小铁 好奇问着 丁小铁看了看他 夫人的相公 魏前护王 你是说 那是那位夫人的丈夫 张居安大惊了 丁小铁奇怪 偏了他一眼 除了魏前护 还有人能够 配得上夫人吗 要知道 你 我警告你啊 千万别打夫人主意 不然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魏前护可是能够 力战千军的绝世高手 张居安连忙摆手 不敢不敢 我怎么会 我只是吓了一跳罢了 你说的对 这两位看起来就是绝配 这还差不多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91集 无响 忙完了 看到魏君墨 南姑墨浅浅一笑 跟着站起身来 魏君墨点头 看了看他跟前的桌面 南姑墨随手将东西收拾好 我也没什么事了 最近都很闲 你不用每天来接我 从医所到千户所 就那么一小段路 魏君墨每天都坚持来接他 倒是让军中不少人看了 调侃不已 不过 大家也都能够理解魏千户的 这样如花似玉的一个媳妇 还是在军营 这样一个恨不得 一眼望去 方圆十里内 连耗子都是公耗子的地方 怎么能够不仔细看护好呢 虽然魏夫人武功 同样不容小觑 但是这世上 从来不缺那 色迷心窍 不要命的人啊 魏君墨不达 只是拉着南公墨往外走 一边问道 最近没人找你麻烦吧 南公墨一正反应过了 你是说 施大夫 他若不识相 先让他调走便是了 普通千户是没这个能耐 但是魏公子是普通人吗 他也并不在意是不是用特权 权力这种东西 用无暇的话说 放着不用 过期作废 南公墨摇头 用不着 他能找我什么麻烦 除了偶尔酸言酸语 阴阳怪气一下子 难受这种东西是双面的 他才不信施大夫对着他 阴阳怪气的时候 自己能够心情愉悦 只要你完全不将他当回事 他再怎么样 也就当是看戏了 至少这人医术还行 否则 当初温大夫也不会想要提拔他了 说曹操曹操到 两人刚走到门口 就遇到迎面而来的施大夫 看到南公墨两人 施大夫轻哼一声 目不斜视从旁边走过去了 魏君墨微微眯眼 南公墨不着痕迹握住他的左手 我们走吧 别在这里耽搁 有点饿了 看着他笑容浅浅 显然完全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魏公子眼神微温点了点头 扬长而去的施大夫 完全不知道 他刚刚是躲过了一劫呀 南公墨和魏君墨没有直接回卫所 时间还早 两人骑着马儿出关骑马去了 这些日子事情不多 他们便经常出关骑马 虽然关内也有骑马的地方 但是哪里能比得上 关外辽阔无垠的草原 八月初 草原上依然郁郁葱葱 但是再过一些日子 这里就会变成一望无际的枯黄 以两人身手 自然也不用担心遇到北原兵马怎么办 就算是真遇上 大批上前的兵马 打不赢要全身而退 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夕阳下的草原 两人一前一后 迎着夕阳落下的方向 背驰而去 只留下南公墨一串欢快鱼的笑声 身后关口 两个正在站岗的士兵 望着这美丽的一幕 不由的羡慕起来 是魏千户和魏夫人吧 除了这两位还能有谁 魏千户和魏夫人 可真神啊 那话怎么说的了这 叫珠连碧河 加偶天城 旁边士兵不由笑了 没想到你还会这闻周周的话 怎么 羡慕了 谁不羡慕啊 不过咱们可没有魏千户那本事 我也不敢指望 娶一个魏夫人那样的媳妇了 只要将来能留条命 不缺胳膊勺腿的回去 娶一个吃冷暖的媳妇 咱就满足了 可不是吗 魏夫人那般的天仙 也只有魏千户这样的人品 能够配得上了 草原上一队壁人 一块的车马奔驰 完全不知道 这一幕给军中将士 造成怎样的心理伤害 太阳在地平面上沉下去 南姑墨和魏君墨坐在草原上 一处小湖泊边上 望着天边红霞 身后两匹马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南姑墨将头靠在魏君墨肩膀上 笑道 好安静哦 魏君墨伸手 将他往自己怀里搂了搂 问道 喜欢 南姑墨点头 抬起头笑看他 今天你就是带我来看这里的吗 这个小湖泊 他还是第一次来 靠近水源的地方 总是会有北原人出没的 而且这里距离边关 已经有些远了 魏君墨微微点头 今天我们不回去了 可以吗 南姑墨有些惊喜 他们虽然经常出来 但是南姑墨还从来没在草原上过过夜呢 自然是欢喜的 见他点头 南姑墨偏头看他 想了想问道 你老实说 咱们到底出关来干什么 魏公子 虽然不是守规矩的人 但是至少在军中 明面上的规矩 还是要守的 带着人出来 夜不归营 绝对是违反军规的事情 魏君墨道 将军派我来 查探草原上的地形 又要打仗了 关内有秋收了 南姑墨了然 隔壁的邻居又要过来抢过多的粮食了 不过粮食只有一份 让他们抢走 他们就得饿肚子 所以 舅舅的意思 最好是能够防患于未然 最近两年 尽量避免大规模的交锋 南姑墨眨眼 表示明白 现在燕王要防着朝廷 自然要避免和北原人陷入苦战 万一他们这边和北原人打得正欢 背后却被萧千叶来个府邸抽筋 到时候 只怕哭都没地方哭了 我们去自杀北原皇帝 南姑墨有些惊犯 魏公子淡淡地打断他的惊犯 我们连北汉王庭都未必能够找得到 好吧 我就是随便想想 自杀北原皇帝的主意 肯定不是他第一个想到的 但是 北原皇帝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就证明 这主意不可行 何况 死了一个皇帝 还会有下一个皇帝 说不定 还真的能够激起北原人斗志 北原人现在虽然过得有点凄惨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 北原铁骑还是这天下最优秀的骑兵 魏君墨伸手 轻抚了一下他微红的脸 我们就是出来看看 找不到也没什么 谁也不能指望 出了关 随便找找 就能够找到 有价值的情报和消息 南姑墨靠回他肩膀上 问道 我们往哪儿去啊 魏君墨手里 拿着一幅简单到有些粗糙的地图 草原辽阔无垠 也没有多少固定的辨别物 就算是当地人 也可能会迷路的 想要有什么详尽地图 更是别想了 魏君墨看了看地图道 咱们必可驻扎在附近的军队 一直往北走看看 龚玉成不是也出现在北渊吗 顺便看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南姑墨怂怂肩 趴在他手臂上看地图 我觉得要找龚玉成 比找北渊皇帝还要困难吧 找龚玉成不容易 但是他手底下的人 不可能个个都是隐秘行踪的高手 龚玉成现在重伤未愈 绝对不会独自一人出关来的 好吧 都听你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魏君墨低头看他 子眸中带着淡淡笑意 今晚在这里休息 明天再出发 南姑墨看看周围 草原上 湖边 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看向魏君墨走向停在不远处的马儿 果然 马背上还带着帐篷和行李 他之前还在好奇 这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呢 幽静的草原上 幽幽的夜空满天繁星 星海仿佛笼罩着无边的大地一般 宁静的小湖边 一蹴篝火燃烧的阵望 火堆边上不远处 两人并肩躺在草地上 仰望天空星辰 他们身后不远处 是一座刚刚搭好不久的帐篷 南姑墨靠在魏君墨怀里 听着草原上夜风轻轻拂过的声音 轻声笑道 好安静啊 好舒服啊 魏君墨低头看他 并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的任由他靠在自己怀里 再抬头看向漫天繁星 南姑墨伸手指向夜空 那是北斗香 魏君墨伸手 握住他的手 拉了回来 南姑墨翻个身 与他对望 你说 如果没有当年那个预言 你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魏君墨垂眸 沉默片刻 遇到无暇之后 我庆幸有当初的预言 如果没有那段预言 魏君墨或许不会是 现在的魏君墨 身为长平公主和建江郡王爱子 他或许跟任何一个精灵城中的 顽固没有什么不同 或许是个年轻有为青年才俊 但是 他不会是一个二十二岁 还没成婚的人 永远也不会等到 那个丹阳城外 悠然闲适 叫做南宫无暇的女子 虽然有些不厚道 不过 我也这么想的 如果没有那段预言 魏君墨成婚的时候 他才不过十岁 说不定 魏君墨成婚的时候 这世上 还没有他南姑墨这个人呢 魏君墨抬手 轻抚他柔软秀发 遇到无暇 是我今生之心 我依如此 遇到彼此 是他们今生最大的幸运 原本在不远处吃草的马 迈着轻盈的步子跑了过来 南姑墨和魏君墨的马 都是从金灵带来的宝马 特别是魏君墨的马 更是跟了他好几年了 即使是晚上 也没有管他们 直接放着任由他们 吃草 还是在帐篷附近休息 魏君墨扶着南姑墨 坐起身 沉声道 有人来了 南姑墨猝眉 也望向马儿跑来的方向 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来 不会是北渊人吧 不像 南姑墨低头 看了看自己身上衣服 因为确定 要往北渊人的地盘 南姑墨就换下 平时常穿的衣衫 换上北渊女子衣服 北渊人上艳色 她身上穿的 便是一件桃红色 香暗金色边的女装 穿着铜色的刺绣靴子 一头绣发 简单扎成几个细小的辫子 腰尖缠着一根 精致的长边 看上去 倒是有几分 北渊女子的英姿洒爽 魏君墨倒是没有穿 北渊人的衣服 而是随便穿了一身 中原人的黑色浸装 他们的外貌 想要扮成北渊人 不费点功夫还不行 不过 在北渊的地方 扮成北渊人 未必就是方便 他们的打算是扮成 来北渊游历的中原人 北渊也时常有中原人出没 虽然北渊和大厦双方 互相敌视 但是 只要是有钱赚 自然就会有商人足迹 北渊贵族在中原享受几十年 坏毛病染上不少 丝绸 茶叶 烟叶 盐等等 都是北渊人喜爱的商品 而北渊草原上虽然物产并不丰富 但是从中原夹带的黄金 还有各种皮毛 药材 却不少 中原并不是完全禁止通商 只是查得严格一些罢了 却依然还有许多不怕死的人 往关外跑 不仅是北渊 还有达达 瓦拉等部落 也都是经商的好地方 两个人刚站起身来 就看到一行人骑着马 向他们这边跑了过来 看到这边火光 才勒住江手 似乎也有些惊讶 犹豫一下 还是策马过来 来着一共十来人 为首的却是两个男子 一个女子 一个四十来岁壮年男子 一个二十出头青年男子 和一个十多岁少女打扮的女子 后面跟着十来个人 却都是下人模样 穿着寻常的北渊人衣着 却都是中原人的长相 身后马背上 马车里 还装着各种东西 显然是从中原到北渊 行商的商队 见到魏君墨二人 对方先是一愣 那壮年男子 方才拱手道 我等赶路晚了一些 惊扰两位了 男姑墨淡淡一笑道 不敢 都是出门在外 见她的笑容 那男子也是一愣 她也是走南闯北 见过市民的人 但是这样容貌美丽 气质出众的女子 却是鲜少见到 自己的女儿 也算是自容出众了 但是在眼前 这个女子面前 倒像是牡丹花王 和路边野花的区别了 一道淡淡的寒意 从她面上划过 男子心中一惊 顿时回过神来 笑道 到底是打扰了 我等想在此处留宿 不知 随意 多谢姑娘 男子这才朝着身后人 挥挥手 招呼了一声 身后随从 立刻开始安顿好 马匹和货物 在湖边搭建帐篷 安盈扎寨 另外有人开始 生火 在湖边取水 准备做饭 这些杂事有人去打理 这三个主子模样的人 却是无所事事 那个中年男子 开口道 不知两位在这赛外 是打算去哪啊 我妇女三人 常年在关外行商 倒是十分熟悉 魏军莫垂眸 看南公莫 并不说话 南公莫 灿然一笑道 我与兄长出门游历 想要看看 塞外这广阔天地 听说 横川草原 可以到更远的 西边果渡去 我兄长也想要看看 是否能够从那边 带些稀罕物品 回中原 也不算白跑一趟 这位先生 竟是常年 在外行商的前辈 倒是 还要请先生指点了 姑娘客气了 男子朗生一笑道 虽然眼前这对男女 穿着并不起眼 但是 只看那男子 冷漠金贵的模样 和女子 天真浪漫的笑容 就知道 想必是哪家 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 不知深浅 想要跑出来闯荡罢了 只是 这关外可不比关内 想要做生意 也是危险重重啊 男公墨握着 魏军墨的手 不怕 我兄长很厉害 男子也是 常年到处走的人 眼光也是不差的 自然看得出来 魏军墨腰间 扣着一柄软件 还有男公墨腰间鞭子 显然也不是玩具 不由 笑容更甚了几分 两位若是不嫌弃 咱们正好也要往西走 倒是可以做个伴 男公墨眨眨眼 有些犹豫看向魏军墨 不必 我们自己走 男公墨点头 回头对那男子一笑道 多谢亲生好意 我们还是自己走好了 见两人 如此干净泪入的拒绝 男子眼底 闪过了一丝放心 也不勉强 只是笑了笑 旁边已经升起 更大的两堆篝火 一堆是十来个侍从 另一堆自然是这 妇女三人 那三人坐在篝火边上 回头看向 男公墨二人笑道 咱们在这里 只怕吵着两位 也睡不着 不如一起过来 喝杯酒 男公墨拉了拉魏军墨的衣袖 做出哀求的表情 魏公子冷着脸点了点头 拉着男公墨到旁边坐下来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92集 一直没有说话的 那对青年男女 显然也对男公墨二人 十分好奇 只是之前 父亲一直在跟男公墨说话 他们也就没有开口罢了 此时见两人坐下来 那少女便忍不住 开口问道 还不知道 两位高兴大名呢 男公墨十分大方地笑道 我叫龚墨兰 我兄长叫龚军青 姑娘 你叫什么 我叫卢香香 这是我大哥卢云峰 我爹爹 名讳是上起下连 文言 那中年男子皱了皱眉 不动声色 打亮男公墨二人 一边在心中盘算着 大下有什么姓龚的名门望族 一边笑道 两位原来姓龚 不知和安息龚时 有什么渊源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我们是灵州人 与安息隔着千里之遥呢 原来如此 在下见两位气质出众 还以为见谅 无碍 卢姑娘和卢公子年纪轻轻 就跟着先生出来走伤 可比我们有出气多了 在家的时候 母亲就常念叨兄长 整天只知道读书习武 半天不说一句话 将来就是考中功名 只怕也是无济于事的 还不如出来走走 开阔眼界呢 令堂高论 中年男子笑道 再看一眼 坐在旁边的冷军的男子 果真是一言不发 只是淡淡的 看了妹妹一眼 确实是寡言少语 不适合在官场上的人 南姑墨笑容可惧道 所以啊 我们就一边跑出来 不玩个三年两载 才不要回去呢 卢香香看了看南姑墨 好奇道 公姑娘的年纪 也该出阁了吧 怎么还能跑出来玩 所以我们才偷跑出来的呀 更何况 我什么时候成婚 岂是别人能决定的 就算一辈子也不成婚 兄长也会养我的 是不是 旁边魏公子 深深地望他一眼 淡淡地点了下头 那位卢公子 倒是有些不赞同 公公子这般逆眼妹妹 岂不是反倒害了令妹 不许你说我兄长 南姑墨不悦瞪哑 恨恨地瞪着卢云峰 兄长对我最好了 不许你说他坏话 一时间气氛有些凝重 卢香香和卢云峰 没有注意到 坐在一边 看着他们的父亲 眼中更多了几分放松和笑意 看南姑墨二人目光 也更多了几分和气来 一个高傲不知识的公子 和一个骄纵无礼的姑娘 确实是不容易引起 别人的警惕的 最后还是跟对方不欢而散 南姑墨气嘟嘟 拉着胸掌 回到另一边 自己的帐篷 一进帐篷 还没点灯 南姑墨就感到 腰间被一双手紧紧扣住 微热的吐息落在脖子上 让他有些难受 嗯 别弄 胸掌 嗯 魏公子声音 滴滴地从身后传来 南姑墨无奈 转过身 靠近他的怀里 低声道 这样不容易惹人怀疑吗 你别忘了 关外可能有很多 郭玉辰的人 魏公子轻横一声 显然对他这个答案 不是那么满意 南姑墨叹气道 好了 我觉得这几个人 有些古怪 兄妹相称 跟着他们比较容易点 他当然不能说 只是一时兴起 比如 比如那个卢麒麟 可能会想要 招你当女婿啊 南姑墨趴在他胸口 低声吃笑着 腰间的手 又是一紧 或者 招我当儿 话还没说完 纯就被人狠狠地稳住了 直到南姑墨 有些喘不过气来 才连忙推开他 别闹 再闹下去 会被人怀疑到 魏公子 这才慢慢地放开他 吴翔 我不高兴 南姑墨 一边点燃帐篷里的烛火 一边耸尖道 知道 我也是随口一说嘛 所以 回去以后你要补偿我 可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嘛 第二天一早 双方人马 起身收拾 然后准备上路 双方果然是走的 同样的方向 南姑墨二人 轻装减行 自然快一点 不过出发一会儿 就将那一行人甩开了 但是到了中午用膳的时候 又被跟上了 看到两个正懒洋洋 躺在草地上 旁边将要熄灭的 篝火边上 还放着没有吃完的野味 以及一堆 明显是从关内 带来的水果的两个人 刑伤众人 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他们一路上 辛辛苦苦赶路 人家一路上 慢悠悠地边走边玩 居然还走在他们的前面 看到他们过来 南姑墨两人坐起身 挑了挑眉 卢香香翻身下马 有些欢喜问道 哎 公姑娘 你们还在这里啊 南姑墨懒洋洋道 我们不改路啊 觉得哪儿好玩 就多待一会儿 卢麒麟也过来 摇了摇头 两位 你们这样 只怕是走不到 北渊人聚集的地方 干粮就要吃完了 而且 你们还带着这些 哎呀 根本放不了两天 果然是不懂事的 富家公子小姐 南姑墨依然一副 无忧无虑的模样 不怕 我兄长会打猎的 卢香香 也似乎看不下去了 再往西走 可就没有这么多水源了 打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们只有两个人 万一遇到狼群什么的 公姑娘 公公子 你们还是跟咱们一起走吧 人多也安全一些 这样 南姑墨有些犹豫回头看魏君墨 魏君墨瞥了三人一眼 沉吟片刻 方才点了点头 南姑墨顿时高兴起来 回头对卢香香道 太好了 我也觉得人少好无聊 只要我和兄长能够一路平安 我们可以付保护费的 卢香香皱眉 她觉得 有些不喜欢这个娇纵的 有些目中无人的大小姐了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而忍了下来 微笑道 好呀 保护费就不必了 不过是顺路罢了 侧手看了看 站在南姑墨身后的清俊男子 卢香香 翘脸微红 卢云峰也上前笑道 既然大家以后要同路了 昨晚的事情 还请姑娘见谅 南姑墨傲然道 你不说我兄长坏话就可以了 卢云峰摸了摸鼻子 无奈地苦笑 他什么时候说他兄长坏话了 不过是看这对兄妹模样 倒真的是感情非常好 两路人何为一路人 南姑墨也十分大方 将自己准备的水果点心 分享给了卢香香 还送了卢香香一件 十分精致的宝石手链 卢香香便也抛开 原本心中淡淡的布喜 跟南姑墨变得无话不谈 不过大多时候 他的目光还是穿过南姑墨 去看跟在南姑墨身后的卫君墨 对此 南姑大小姐深觉啊 自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跟卫君墨开玩笑是一回事 可没有真的打算 让出自家男人去勾搭别的女人 奈何卫公子那张脸 实在是遭人恨 即便他什么都不做 甚至连话都没有说过两句 还是容易让妙龄少女 纯心懵动了 不过一路上 南姑墨也从卢香香那里 探听到不少的消息 卢香香是席州富户 发家的生意是从 大夏运茶叶药材 烟叶到关外 卖给北渊人 再从北渊收购一些特殊药材 皮毛等 转达达达瓦剌等部 沿途收购各种物产 最后从玉门返回习州 因为从习州往塞外的路 并不好走 所以他们一向都是 先从习州到幽州 然后再出关 不过从幽州出关 也没有那么容易 燕王对北渊这个前任仇敌 现任邻居 恶邻是深恶痛绝 因此并不允许中原人 将大量的茶叶药材 送出关去 就像是北渊人 严禁将自己的骏马 卖给中原 一样的道理 所以 他们自然不能够光明正大出关 而是走一些少有边军助手 甚至是根本不知道的小道 而且 像卢家这样行商的人家 并不在少数 甚至很多人家 就是靠这门生意成为富甲一方的富商的 由此可见 这走私贸易的利润 绝对是足以令人垂涎的 南姑墨坐在马背上 一边跟卢香香聊天 一边思索着事情 当人打听消息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是单方面的 也要不着痕迹 向对方透露一点自己的消息 比如 龚家是灵州书香世家 比如前段时间 灵州战乱和瘟疫之后 龚家有些不如前 所以才放他们兄妹出来闯荡 比如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龚家在朝中也有些关系 以后还是会东山再起 再上一层楼之类等等等等 最后 在双方都感到十分满意的情况下 他们到达在草原上遇到的 第一个北原人聚居地了 这个地方距离幽州边关 已经有两百多里的路程 远远的望去 是一个一个圆顶的大帐篷 远处还有一群一群牛羊马匹 在四处游荡 看到他们一行人过来 这些人都显得十分热情 并不若想象中 北原人看到大厦人那种仇恨和排斥 还有人主动上前跟卢麒麟等人打招呼 说的自然也都是北原的语言 曾经的南宫墨是通晓多国语言 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也曾经跟着师兄师叔 学过一些地方话 甚至是南疆语言 但是 北原话 显然不在他通晓的语言范围内 不过幸好 他虽然不懂魏君墨却懂 虽然魏君墨并没有表现出来 卢麒麟跟北原搭话的时候 他就一如往常 孤傲高冷 不言不语 仿佛根本不关心 他们到底在说下什么 不一会儿 跟卢麒麟说完话的中年男子 便朝着他们走来 用有些僵硬的中原话说着 两位 卢先生已经跟我们说过你们的事了 我们北原人欢迎朋友 欢迎两位 来到我们这里 两人对视一眼 魏君墨微微点头 南疆默笑道 谢谢你 不知您 我是巴图 是这个部落的首领 这个部落并不大 那你老少加起来 也不过才一千多人 是扎阿梯部的一个分支 一直生活在关外 即使当年北原入侵中原 他们也是属于留在草原上的一支 没有享受过中原 四季的繁华 自然也就对生活落差 感觉不会太大 最多就是觉得 北原覆灭之后 他们的日子 比起以前没那么愉快了 毕竟 北原王庭还在中原的时候 大片的草原 都是他们的牧场 关内商品 也可以随意运送到塞外买卖 反倒是北原王庭 带着铁骑归来之后 让他们的牧场缩水很多 北原王庭虽然打不过 大夏皇朝千军万马 但是对付关外这些小部落 还是没问题的 北原人是逐水草而居 这个季节 他们这个部落在这里放牧 但是过段时间冷起来 北原王庭骑兵 要过来跟幽州卫打仗了 他们就要迁径到别的地方去了 在此之前 能够遇到一些中原来行上的商人 补给一些必需品 自然是最好 一行人被热情的牧民 迎接进了部落 还替他们准备了最好的帐篷和美食 卢麒麟一行人 要在这里留上两天 除了卖一些东西给这里的人 他们还要采购一些草原上的药材 然后运到更远的达达和瓦剌部 其实这两部也都是属于北原的 只是北原朝廷败给大夏 被迫北迁之后 这两个部落 就渐渐地有脱离王庭自立之意 虽然如今还没有正式与王庭决裂 但是 无论是燕王还是魏君墨 都觉得这是早晚的事情 坐在宽大的帐篷里 八日的草原上已经有些微凉了 床榻上铺着薄薄的毛毯 十分舒服 南姑墨懒洋洋趴在床上 看着坐在一边的魏君墨 笑道 看起来我们运气不错 这里的人倒是不像想象中那么凶恶的 寻常百姓都只会想怎么过好日子 喜欢找事的都是上位者 南姑墨撑着下巴 嗯 你说的不错 不过 咱们跟着他们这样走 只怕时间有些赶不及呀 卢家人行商走得漫漫腾腾 每到一个部落都要停留一两天 等走到瓦剌部 说不定要两个月后了 而且能不能找到北渊王亭还有两说呢 不必担心 他们要去的地方 就算不是王亭 也不是一般的地方 嗯 南姑墨挑眉 他们的货物里 有一半装的都是名贵茶叶 药材和丝绸 这些东西 寻常的北渊人用不起 也不会用 南姑墨点头 茶叶和药材还好说 名贵的丝绸 不说普通北渊人买不起 就算买得起 穿起来也不实用了 肯定是北渊贵族 而且需要大批的名贵商品 不会是普通贵族 只要找到这些人 不愁没有办法找到北渊王亭 南姑墨想要开口说什么 突然闭上嘴 从肠上坐起来 魏君墨侧手朝门口望去 门外有人揭开帘子 卢香香站在门口 好奇地望着他们 公姑娘 公公子 身后还跟着几个 穿着北渊服饰的姑娘 看到南姑墨坐在床上 卢香香皱了下眉 公姑娘 他们没给你们安排好住处吗 公公子怎么坐在这里 之前在外面 为了安全 兄妹俩同住一个帐篷 也说得过去 但是现在已经是安全地方 怎么可能还住在一起啊 何况这个帐篷里 只有一张床了 卢香香回头对几个北渊少女 说了句什么 其中一个女子 也是唧哩咕噜回了几句 卢香香脸色顿时有些古怪起来 原来那少女说族长以为这两位是夫妻 所以才将他们安置在一起的 南姑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不过不妨碍她通过他们的表情来猜测 果然 说完 卢香香便进来 公姑娘 我跟他们说了 他们会另外替你安排一个帐篷的 我不要 不用魏君墨开口拒绝 南姑墨立刻拾去摇头 卢香香皱眉 公姑娘 男女有别 古语有缘 男女七岁不同其 虽然是亲兄妹 但是该避嫌的还是要避嫌啊 她也是有哥哥的 但是也从来没有像公家兄妹这样黏糊的 南姑墨沉默摇头 卫君墨抬眼 扫了卢香香一眼 默然道 不必 她怕生 几个北渊少女 也猜出他们说了什么 还叫对卢香香说了几句 卢香香的脸色 更加难看起来 北渊人男女大方本来就不严 甚至是 父死子弟 兄中弟吉也没什么 更何况 人家是兄妹俩 再加一张床就是了吗 卢香香自然不肯 以为两人都不懂北渊话 便道 我跟他们说了 请他们再安排一个帐篷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93集 魏君墨抬眼 朝着那几个北渊少女 说了几句 那几个少女立刻点头 红着脸出去了 卢香香香脸色变了变 跺了跺脚 转身出去了 男姑墨抱着胳膊 坐在一边看戏 虽然听不懂 但是他却看懂了 笑眯眯地望着魏君墨道 我果然没有说错啊 是不是 魏公子淡淡地瞥他一眼 男姑墨顿时想起 之前魏公子的不悦 立刻缩了缩脖子不说话了 这个小部落十分的和平宁静 部落的人也是十分热情好客 为了迎接他们 当晚还特意杀了牛羊招待他们 前世男姑墨游走世界各地 什么美食没有见识过 但是到了这个世界之后 还是头一次吃到 如此美味的烤全羊 看着围着巨大篝火 跳舞喝酒 大口吃肉的北园牧民 男姑墨坐在魏君墨身边 脸靠着他的肩膀 不由地露出羽翼的笑容 两个北园少女 走到两人跟前 对着男姑墨 唧哩咕噜说了几句话 男姑墨茫然抬头 看向魏君墨 魏君墨道 他们请你一起去跳舞 男姑墨看看两个少女 被篝火映照得 红彤彤的脸 虽然没有江南女子精致 还带着一些 常年风刷架的脉色和粗糙 但是笑容却是十分的明媚和开朗 男姑墨不由一笑 点了点头 两个少女顿时笑得更加开心了 一边一只手 拉着男姑墨 向跳舞的人群中跑去了 无论是谁都要承认 男姑墨是个极为美的女子 今晚的她 更是格外明媚动人 没有美丽华服 珠环脆绕 没有淡妆浓抹 胭脂水粉 一身红色的北原女子衣饰 被火光照得通红的脸 站在那里 就像是一朵红艳艳的玫瑰 许多年轻男子 一眼看过去 就惊艳不已 男姑墨的舞蹈 也跳得很好 虽然她对北原舞蹈 并不熟悉 但是比起 缓歌缓舞的中原舞蹈 她还是更喜欢 北原这样简单粗广 大开大合的舞姿 她本身既性出众 又有着武功的底子 跟着人学了一会儿 就已经跳得有模有样了 渐渐的 跳舞的人群都退到一边 围在周围 看着篝囊边上 明艳动人的红衣女子 带着愉悦的笑容 跳着美丽的舞蹈 纷纷鼓掌喝采起来 不远处 魏君墨坐在火堆边上 手里握着一个装酒的皮囊 却没有喝酒 目光定定的 望着正在飞快旋转的红衣女子 因为贤歌公子提供的药水 而变成褐色的眼眸中 飞快地闪过一丝紫色的暗芒 公公子 卢香香走到魏君墨身边坐下来 看着眼前的男子 紧紧盯着跳舞的女子 心中有些淡淡的不悦 魏君墨回头 看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卢香香举起手中酒碗 笑道 令妹长得可真好看 看起来这个部落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她呢 卢香香以前也跟着父亲来过一次 那时候 她才是这里最受欢迎的女子 虽然她是看不上这些粗犷的北渊人 但是如今风头被人抢光 她心中也不会太舒服 而且 公公子看着这个公墨兰的专注眼神 也让她非常不高兴 小妹说得对 不过 公小姐这样的角色佳人 若是配了这些北渊汉子 可是可惜了 卢云峰听到这篇小妹的话 忍不住倒 看向不远处的女子 眼底满是惊艳 公公子 令妹 不知可有婚配 魏君墨扫了她一眼 沉默点头 卢云峰眼中闪过了一丝失望 呀 公姑娘既然已经有了婚约 可千万别让她接了北渊人的礼物 不然可就糟了 卢香香惊呼道 魏君墨猝霉 抬头看向正前方 正好看到一个身形高大挺拔的年轻男子 正拿着一条火红的 不知是什么动物的皮毛 朝南姑墨走来 魏君墨眼底一眼 也跟着站起身来 南姑墨微微带着些喘息 停下舞蹈 除了骑马和练舞 已经好久没有如此放肆过了 当然 跳舞跟骑马和练舞 又是格外不同的感觉 虽然从前南姑墨并没有学习舞蹈 但是这次的感觉 让南姑墨觉得很不错 正要回头去看魏君墨 一个人影 挡在她的面前 一个身形高大 长相也颇为英挺的青年男子 红着脸 将一个火红的皮毛 递到她的面前 用完全不熟悉的中原话 磕磕巴巴道 送给你 可以收下吗 青年男子似乎更加慌乱了 我 这是我 成年第一次去打链 打到的 送给你 南姑墨正要拒绝 一个冷淡的声音 从她身后传来 她不能收 一只手 将南姑墨拉到自己身边 南姑墨也不挣扎 回头对魏君墨 灿然一笑 为什么 青年人有些黯然 也有些不甘 她已经有婚约了 南姑墨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送皮毛是求婚的意思啊 送皮毛当然不是求婚的意思 只是送一些特有的 有意义的东西 显然是有求爱的意思 比如说眼前这位 成年后第一次去某地猎取的 还是极为珍贵的火狐的皮毛 是 是你吗 魏公子 冷冷瞪了南姑墨一眼 沉声道 不是 南姑墨自知理亏 站在魏公子身边 低下头不敢说话了 我 我要跟她挑战 我喜欢 喜欢这位姑娘 我想娶她 我 我是真心的 请你相信 相信我 青年男子着急道 眼看魏君墨要动怒了 南姑墨连忙拉住她 对那青年男子一笑道 谢谢你 不过 我已经有婚约了 我也很喜欢她 不想嫁给别人 年轻人眼神顿时显得更加黯然了 手里抓着自己没送出去的礼物 垂下脑袋 看着她这副模样 南姑墨都觉得她有点可怜 不过 可怜是一回事 惹火某人就指不定是谁更可怜了 年轻人显然还是有些不甘 犹豫地看了看两人 她 她很厉害吗 她能保护 能保护姑娘吗 魏君墨淡淡地看着她 不如 你先跟我试试 我打赢了你 就可以挑战她了吗 一高兴 连中原话都利索了几番 她不在 我可以 去中原 先打过我再说 南姑墨叹气低声道 手下留情 魏公子的脸顿时更冷了 漫步朝前走了两步 原本还在围观年轻人表白的牧民 顿时明白了 这是要打架的节奏啊 立刻更加兴奋起来 上午的北渊人比起跳舞 显然还是更喜欢打架的 众人跟着起哄起来 纷纷呐喊着为自己的勇士助威 这年轻人显然是部落里数一数二的勇士了 不仅有一群人给他助威 还有好几个少女 也跟着跑到南姑墨跟前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南姑墨一脸的茫然 无奈表示无能为力 少女们显然也明白 对方根本听不懂自己的话 只好转过身 跟着替自己的人加起油来 那年轻人怒吼一烧 朝着魏君墨扑了过来 魏君墨并没有拔剑 这种场合本就用不着拔剑的 他虽然很不高兴 却没打算真的让人见血 身形一闪 那年轻人便扑了空 转身一看 魏君墨已经悠然站在自己身后了 回身一拳打过去 魏君墨微微眯眼 慢慢抬手出掌 年轻人拳头正好打在他的掌心里 若是寻常人这一拳下去 只怕整个手臂都要断了 但是魏君墨却是神色平静 表情没有丝毫动容 仿佛刚刚接下的一掌 并非是千钧之力 而只是一个孩童的玩笑一般 年轻人神色也跟着凝重起来 他明白自己是遇到高手了 一拳打不倒魏君墨 年轻人接下来就专攻下盘了 可及魏公子轻功同样高明 他不必动用绝顶轻功 只是看似随意 仿佛毫无章法的步伐 就足够让人累得团团转 最后在青年实在是沉不住气 朝着魏君墨冲过去的时候 被魏君墨扣住几处穴道 直接甩了出来 魏君墨站在空地上 平静地看着眼前 被摔倒在地上的年轻人 等着他站起来 年轻人被身边族人扶起来之后 却并没有继续朝魏君墨冲过来 而是有些黯然地转向南宫墨 我 我倒不过他 没关系啊 南宫墨微笑着 其实看到魏公子表情 他更想哭啊 年轻人一把抓过身边的族人 帮他拉着的皮毛 这个 送给你 我 我叫他腾个儿 南宫墨正要拒绝啊 那年轻人一把将东西塞进他的手里 转身走了 南宫墨只得拿着手里东西 愣愣出神 他该不会是伤害了一个 年轻人美好的心灵吧 魏君墨走来 低头看着他手里东西 南宫墨怀疑他下一刻 就会拔剑将那东西碎成一片一片的 毕竟是在人家地盘上 还是不要太嚣张比较好啊 怎么办 他侧手问身边一个北原少女 也许是他脸上无措太过明显了 少女竟然理解他的意思 小咪咪的摆手 表示没关系的 又指了指他手中东西 说了一句北原话 南宫墨只是有些艰难的 听出了礼物 朋友两个词 微微点了点头 少女也跟着点头 转身扭头跑走了 好吧 就当是一件普通礼物 总之不能让魏君墨在这里 毁了这件东西 否则只怕真的会犯众怒 小心翼翼将东西收起来 南宫墨拉着魏君墨 毁了自己的帐篷 帐篷里 静悄悄的 火红的皮毛摆放在床边 南宫墨坐在一边 无奈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他觉得现在魏君墨对这块毛皮 明显比对他更有兴趣一点 叹了口气 挡在毛皮和魏君墨之间 真的生气了 魏君墨 我不知道你居然这么小气啊 我一直都很小气啊 南宫墨咬牙 强忍住自己 想要上前咬他一口的冲动 之前说我们是兄妹 说我不对吗 你说该怎么办 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魏君墨伸手 将他拉进怀里 轻声叹了口气一道 我没生气 只是看到有人当众对他表白 忍不住想要撕了那个人而已 这才对嘛 有了魏公子这样人间角色 我还能看上谁呀 魏君墨眼神一暗 抬手轻抚他娇艳的红船 乌下方才很好看 我跳舞很好看 魏君墨点头 以后有机会 我再跳给你看 可好 只能跳给我看 自然 不过 北渊男子也很爱跳舞 我还没见过 君墨跳舞呢 魏公子脸色顿时一黑 男公墨扑持一声笑出来 虽然魏公子容貌 俊美无仇 气韵高滑 但是 就冲着这张冷冰冰的脸 再怎么骂面的舞姿 配上这张毫无感情的冷眼 也显得有些奇怪了 越想魏公子跳舞的场景 男公墨就越想笑 最后实在是忍不住捂着肚子 笑倒在魏君墨的怀里 魏公子直接俯身抱起人 扔在了床上 游子不知死活的人 还在继续咯咯发笑 直到一道黑影压了上来 才知道事情不妙啊 一道指风 将不远处烛火熄灭了 黑暗中 男公墨挣扎着想要逃走 上方 男子低沉的声音响起来 吴侠 我还在生气 魏君墨 你个混蛋 你不是不生气了吗 嗯 我在生气你笑我 远处 隐隐地传来 爽朗豪迈的歌声 和欢呼声 帐篷里 淡淡的轻云和喘息声 悠悠地流淌在黑暗里 出色的草原 已经有些淡淡的寒意了 帐篷里 却是一世火热的穿衣 清晨 南姑墨坐在坡上 望着远处草地上 悠然吃着草的牛羊 还有放牧的人们 幽远辽阔的调子 湖边有年轻少女 正在洗衣服 身后成群的帐篷附近 有鸟鸟吹烟声起 好一副宁静祥和的 草原生活图啊 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南姑墨回头 果然就看到魏君墨 漫步朝着自己走来 魏君墨无声 走到他身边坐下来 南姑墨望着远处叹气道 明天就要走了 真有点舍不得 以后上来 南姑墨点点头 其实 他们都知道 下次再来 已经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即使来了这个地方 也未必还有人 就算有人 也未必就是 现在看到的这些人了 吹个曲子给我跳 魏君墨沉默 他并没有带笛子 或者箫在身上 随手从不远处摘了一片草叶 放在唇边 悠悠的曲声 从唇边流出来 跟关外牧民不太一样的曲调 且不是江南小调 而是更多了几分 辽阔和苍凉之意 南姑墨还来不及细想 曲风又是一变 变得欢快轻盈许多 远处在洗衣的少女们 闻声回头望过来 指着这边两人说笑着什么 南姑墨拖着下巴 静静听她的曲子 将头靠在她的胳膊上 浅浅地笑起来 何必遗憾不舍 只要有她在身边 无论在哪里 似乎都很容易感到 愉悦和欢喜的 一曲终了 南姑墨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曲子 没听过呢 随便吹的 好吧 某人是天才吗 公公子 公公娘 两人转身 卢麒麟带着一双耳女走来 看着两人不由孝道 还是两位悠闲自在 真是让老夫羡慕不已 我们闲来无事 哪敢跟卢先生相比 这一趟卢先生必定赚的是金银满波 程姑娘急言了 卢麒麟拱手笑道 魏君墨拉着南姑墨站起身来 南姑墨好奇问道 卢先生在这里的事情办完了吗 牧民们还有一些药材需要准备 今天就能够准备好 明天一早 咱们就能上路了 声音上的事情 卢麒麟自然不会跟他们细说 南姑墨点点头 也不细问 只是道 那接下来咱们去哪个部落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94集 卢麒麟摇摇头笑道 哎 姑娘有所不知 这可不是咱们能够决定的 咱们也只能大致决定个方向 知道哪些地方会有人居住罢了 至于能遇到哪个部落就不一定了 撒谎 若真是这样遇上那种 专门打劫或者仇视中原人的部落 他有几条面可以给啊 心里这么想着 南姑墨面上却依然是笑容明媚 叹气道 我们对关外是一点也不了解啊 希望所有人都像这个部落人们一样 亲切和蔼 那才好呢 姑娘放心吧 咱们卢家走的这条路也有十几年时间了 至少安全这一点还是能够保障的 嗯 那就好 不知道卢先生这时候来选我们 可是有什么话要说吗 卢麒麟看了看南姑墨 又看见卫君墨道 呃 这个 确实有些事情 想要跟公公子商量 卢香香笑道 公妹妹 不如咱们到一边去玩 让他们男人说话吧 南姑墨挑眉 昨天还是公姑娘 今天就变成公妹妹 摇了摇头 南姑墨双手抱着卫君墨的胳膊 不嘛 我要听你们跟兄长商量什么 抖了抖 一把年纪撒娇什么的 真是恶寒 卫君墨低头 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仿佛真的是在安抚一个 不听话的小妹妹 卢麒麟眼神微闪 笑道 哈 公公子和公姑娘感情真好 哼 那是自然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呢 哈哈哈哈 想想小时候 也经常这么跟云峰说 看南姑墨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 还没长大的孩子 南姑墨毫不在意 只是抱着卫君墨的胳膊 坚持不肯走 卢麒麟也不是真的 那么在意南姑墨在场 只是有些事情 小姑娘在 不太好开口而已 但是南姑墨坚持不走 她也不好说什么 只得点点头 算是同意南姑墨留下来 南姑墨不走 卢香香和卢云峰 自然也不走了 五个人站在坡上 一时无话 卫君墨淡定地望着卢麒麟 还是南姑墨代替她 开口问道 卢先生有什么话要说吗 卢麒麟轻壳一声 仿佛有些尴尬 开口道 不知道 公公子可有婚配啊 果然如此啊 南姑墨心中叹气 卫君墨脸色不变 点头道 有 闻言 卢麒麟也是一愣 有些不高兴起来 昨晚卢云峰问 南姑墨婚约之时 他自然也是知道的 这兄妹两个都有婚约 还到处乱跑 何况 公公子可是看不起在下 卫君墨凝眉不语 南姑墨开口道 卢先生这话是何意 卢麒麟脸色有些阴语 沉声道 这一路上 并未听公公子和公姑娘 提过两位都有婚约之时 何况 公姑娘若真有婚约 又岂会跟兄长一起出游 就算公家不在意 难道夫家也不在意吗 所以 你就从我说谎 得出他一说谎的结论吗 他们也不算说谎吧 都是结过婚的人了 曾经肯定是有过婚约的呀 南姑墨叹了口气道 卢先生有话直说 卢麒麟看了看 冷着脸的魏君墨 有些犹豫 毕竟 他虽然也觉得 这个男子不是池中物 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 但是成婚这种事 本就是结两性之好 强扭的瓜可不甜呢 旁边的卢香香 有些忍不住着急道 爹 卢香香 翘脸一红低下头 魏君墨的语气 没有丝毫起伏 淡定道 不过儿 南姑墨忍不住 埋头在 卫君墨胳膊上 闷笑起来 别说卢麒麟 有意许配 就算只是寻常 问话问一句 他给个这么答 也要让人火冒三丈的 果然 卢香香翘脸 顿时煞白 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卢云峰 也不忍妹妹 受此羞辱 上前一步 盯着魏君墨 冷笑一声道 那不知公公子眼中 什么样的女子 才算好 魏君墨伸手 拉起南姑墨 抬手将她的脸 扭向三人 南姑墨连忙 忍住脸上笑意 摆出端庄表情 无辜地望着三人 魏君墨淡淡道 她这样的 还有我夫人那样的 如果不是有人在场 南姑墨很想低头 去要某人 撑着自己下巴的手指头 对面的卢家父子 无言以对 虽然不知道 这位公公子的夫人 到底长什么模样 但是只说眼前 这位公姑娘 明显就是自己女儿 拍马也赶不上的 半晌 两人才回过山来 公公子已经成亲了 魏君墨点了下头 卢麒麟不由得 有些尴尬起来 拱手道 此事是老夫唐吐了 还请两位不要泄露出去 连人家是否成婚都不知道 就跑来提亲 实在是丢脸丢到家里 南姑墨连忙道 啊 无妨 卢香江看看魏公子 俊美无仇 却没有丝毫表情的脸 脸上的表情是又羞又炯 终于忍不住 哇的一声哭出来 跺了跺脚 转身 泪奔而去了 卢家父子都有些尴尬 朝着两人匆匆点头 追着卢香江而去了 看着那一家三口离去的背影 南姑墨笑咪咪 偏着头看着魏公子俊脸 哼 家人垂青 奈何 狼心似铁呀 不高兴啊 魏公子挑眉 南姑墨摇头 愉快地道 哼 干得好 第二天一早 队伍就再一次出发了 商队的货物 并没有因为在这个部落交易过 而减少 看来 昨天他们确实是收了不少的好东西 因为有了昨天那些尴尬的乌龙事 气氛多少显得有些古怪了 特别是那位卢姑娘 再也没有之前的和蔼亲切 无论是对魏君墨还是对南姑墨 都是一副爱理不理 甚至怨恨的模样 南姑墨摸摸鼻子表示理解 失恋的姑娘 都是有资格暴躁烦闷的 该知道的事情 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两个人也不上前自逃没趣 只是不远不近 追在队伍的后面 有时候一时兴起 狂奔一段 超过商队 但是不用两个时辰 必定还是会再一次会合 就像真的是两个初次出门游玩 兴致勃勃的 富家公子小姐一般 直到几天后的正午 卢家商队被一群马贼围住了 别以为拦路的劫匪 是中原地区特有产物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不和平的事情 甚至 辽阔无银 一眼望过去 看不到人烟的塞外 更是劫匪滋生的地方 关内还有朝廷时不时剿匪 关外北渊王庭 自顾尚且不暇 何况去管这些 神出鬼没的马匪 只要他们不犯到 北渊王庭兵马身上 基本上是没有人会去管他们 而这些马贼 自然也不会不长眼 以一群乌合之众 去挑战一只训练有素的铁骑的 也幸好关外牧民 民风彪悍 不然 普通百姓的日子 都没有办法过了 听着一阵马蹄声 狂奔而来 南姑墨秀眉微醋 伸手就按上腰间的鞭子 却被一只手 轻轻覆盖住了 抬头看到魏君墨凭渐的容颜挑眉 魏君墨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转眼间 就见四五十个人 策马狂奔而来 很快就将他们围了起来 看到并不是北渊骑兵装扮 南姑墨心中 暗暗地松了口气 放在腰间的手 也跟着松开 反手握住魏君墨的手 卢麒麟显然 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 虽然遇到马贼 实在是运气不佳 却并不慌乱 对着围首一人道 各位 这是何意 他说的是中原话 南姑墨这才看清 那个领头的人 竟然是中原人的模样 跟在他身后的人 有中原人 也有北原人 甚至 还有一个 蓝眼鹤发的色目人 那男子也不客气 笑道 阁下看起来也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了 居然问我是何意 跟在他身后一众麻匪 跟着放声大叫起来 卢麒麟脸色有些不好看 却依然还是有礼的拱手道 规矩咱们懂 咱们都是老实做生意的 还请各位放过一条生路 云芳 拿一百两银子 给几杯爷喝酒 懂规矩就行 不过一百两 你打发药花子呢 将你车上的货物留下一半 也放你们过去 卢麒麟脸色铁青 国下 这是为难在下了 这车上一半的货物 至少值六七千两 加上他自己的本钱 他们走一趟商 最多也就赚个四五千两 若是真的给出去了 他们这一趟 一分钱赚不到 还要赔上两三千两银子 男子冷笑一声 这么说是不肯了 那就都留下吧 等等 骑马跟在卢麒麟身边的 卢香香突然叫道 卢麒麟脸色微变 香香 马贼头子 上下打亮 卢香香一眼 挑眉道 哟 还有一个小姑娘 长得倒是不错 摸摸下巴 笑道 也行 把这小丫头留下 再留下一百两 当成兄弟们的辛苦费 放你们过去也可以 周围马贼跟着笑起来 落在卢香香身上的目光 充满了各种色彩的意味 看得卢香香气红脸 卢香香咬牙高声道 我们这儿 还有一个长得比我更好看的 说完 回身就指向身后人群中的南公墨 向向 卢麒麟和卢云峰齐声斥责 卢麒麟是因为 并不想得罪魏君墨和南公墨 而且刑伤人 若是传出去以后 谁还敢跟他们做生意呀 都说无奸不伤 但是若是出卖无辜的路人 这名声传出去 可不是什么好事 卢云峰则是对南公墨颇有好感 虽然他婉拒自己 却不希望他落到 无恶不作的马贼的手里 这群马贼 仿佛这才看到 人群中还有一个女子 南公墨本身就擅长隐匿行踪 比起周围男子 他又矮上一惊 只要收敛气息 如果不是卢香香指出来 到最后 这些人也未必会注意到他 此时 却是所有人目光 不约而同 落在他的身上 老子运气果然不错 全部给我带回去 老子今晚要成婚 是 是 你怎么说话不算说 卢香香气急败坏 男子一副 看傻子模样 看着卢香香 你难道不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 和马贼讲信用 你这丫头脑子被门家了吧 看你长得还成 带回去给我的新夫人 当个丫头也不错 卢香香气得脸色煞白 无错地看向卢麒麟 爹 怎么办 他这是第二次跟着父亲出来走上 但是上一次一路平平顺顺 没有遇到什么 他就以为走上那些所谓的九死一生 都是传言 如今真的遇上这么一大群马贼 才知道害怕了 卢麒麟叹了口气 朝着马贼头子拱手道 哎 阁下 实不相瞒 在下这批货物十分的要紧 若是送不到 只怕不仅在下有麻烦 阁下也会有麻烦的 马贼头子不以为然挑眉 卢麒麟咬牙沉声道 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是要送到呼敦大元帅军中的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呼敦大元帅 人群中南宫墨和魏君墨对望一样 又飞快地恢复了平静 呼敦大元帅是北渊王廷兵马的大元帅 今年据说已经四十六了 当年北渊王廷狼狈逃出关外 各部落是怨声载道 不愿再听从北渊王号令 眼看北渊就要再次陷入 百年前草原上各自为政相互厮杀的局面 这位当时才二十出头的呼敦元帅挺身而出 助北渊王收复了各方兵马 稳住当时局势 若不是如此 如今的北渊也不用大下费心 自己就先要杀得血流成河了 这个大元帅虽然是北渊的兵马大元帅 但是他本人并不十分激进 而是相当清醒 他并不主张 立刻就要重新攻入中原收复原本北渊的领土 而是建议北渊王休养生息 待到恢复元气之后 再设法进兵中原 也正是因为北渊王当初采纳他的建议 才保住北渊最后的一口元气 没有彻底亡国 但是没有想到 卢家的生意竟然能够做到这样的人身上 果然是不简单 那马贼头子先是一愣 不过很快反应过来 胡墩的东西 那又怎么样 关外这么大的地方 老子就是抢了他的东西 他又能怎么办 显然是并不将卢启林的威胁放在眼里 他不放在眼里 却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 跟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子 策马上前低声道 头儿 咱们在关外过得逍遥快活 何必去惹胡墩 万一真的惹火了他 马上可就要过冬了 难不成胡墩 还能派旧兵围剿咱们不成 马贼头子挑眉不以为然 嘿嘿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胡墩手下可是有十几万兵嘛 随便派个几千人 就够咱们喝一壶的了 民不与官斗的道理 古今中外都是通责 卢启林一看游戏 连忙放缓声音道 还请阁下高抬贵手 放咱们过去 在下愿意奉上三百两 给各位喝酒 三百两已经不少了 卢启林这一次是运送的都是贵重货物 而且规模不小 有的时候 马贼在关外就在遇到刑上的人 运气不好 一次也抢不了三百两的货物 更不用说这茫茫草原 伤对也不是您想遇就能遇到的 马贼头子摸着下巴 想了想终于到 你们走可以 那个小娘子要留下 目光直指魏君墨身边的南公墨 南公墨唇边勾起一抹 极淡的笑意 刚要说话 只听旁边魏君墨淡淡道 好 我们留下 马贼头子一愣 再一看魏君墨 顿时满脸厌恶 滚滚滚 谁要留你们了 只要小娘子就可以了 就这个小白脸 若真是留下他们 寨子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娘们 都要被这小子勾搭走了 南公墨握住魏君墨的手 他是我兄长 我一个人死也不会留下来 有 原来是大舅子呀 成 都留下 马贼头子顿时笑着颜开 大舅子 南公墨 同情地看了 某个得意洋洋的马匪一眼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二百九十五集 呃 公公子 公姑娘 卢启琳有些欠疚地看着南公墨二人 若不是自己女儿 说不定 根本什么事都不会有 如今 看着马匪模样 只怕是打定主意 要留下公姑娘 若是他们坚持不肯 说不定 连他们都走不了 北原王亭 在这些关外游荡的马匪中 其实并没有多大震慑力 南公墨苦笑道 是我们运气不好 也怪不得卢先生了 卢启琳更加愧疚了 卢云峰还想说什么 却被父亲瞪了一眼 终究只是叹了口气 低下了头 卫君墨武功不错 或许带着南公墨一个人 更容易逃走 他们也只能如此想了 很快 商队交付三百两银子 和一些从关内带来的 美酒茶叶之后 就重新上路走了 马匪头子满意地看着 新到手的小娘子 满意地一笑挥手道 兄弟们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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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匪们欢呼着叫道 因为南公墨坚持不肯 跟马匪头子共骑 只得让他跟卫君墨一样 自己骑马 两人骑的都是难得的好马 只是脾气有些不太好 旁人是碰都碰不得 于是一群马贼前后左右 将两人围在中间 朝着西北方向奔去了 跟着马队奔驰两三个时铲 两人眼中映入一座 并不算矮的山峰 再走了一刻多钟 踩到了山脚 显然 这群马匪据点 就在这大山之中 难怪不怕 北原王庭骑兵呢 平时在草原上游荡 一旦北原王庭派兵围剿 就躲进大山 北原骑兵 从来都不擅长山林作战 想要在这茫茫大山中 抓住这些人 难上加难 南公墨低头 磨算了一下 大概知道 他们如今在什么位置了 大约是打着 想要娶媳妇的心思 马仔头子 对两人十分客气 甚至是有些殷勤 进了山里 七弯八拐 又走了将近一个时辰 才看到山寨的样子 不愧是从关内来的土匪头子 据点安置在十分显样的位置 一手南公不说 若不是南公墨和魏军墨 都记忆力超群 说不准 只是进山这一段路 就将人给绕晕了 土匪头子一改之前狂霸之气 笑得十分惨媚 姑娘 咱叫王霸 你叫啥 王霸 南姑墨诧异 土匪头子抽了出嘴角 大王的王 霸王的霸 姑娘 你叫什么 南姑墨对他淡淡一笑道 我叫公墨兰 他叫公军青 王霸对魏公子叫什么不感兴趣 原来是墨兰姑娘 咱们今晚就拜堂成亲 你看如何 这个 你要跟我兄长商量才行了 王霸只当他害羞 笑着连连点头 是我糊涂了 大舅子 你看怎么样 魏军墨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找个地方 好好商量 没问题 小的慢 快给新夫人和大舅子准备吃的 王霸大吼一声 带着两人欢快地朝着自己居所走去了 一路上 还不忘跟两人介绍自己的身家 原来 这位原本是习州土匪 早几年 宁王刚刚就翻的时候 带着太宁卫四处扫荡 一时间 整个习州地区的土匪 日子过得是凄惨不已 更惨的是 想要搬走都不行 往南 有江湖世家和大土匪寨子盘踞 往西是万里黄沙 八月飞雪 往东 燕王比宁王更不好惹 最后王霸一咬牙 带着自己的兄弟跑到关外来混日子 虽然气候不太好 也不及关内繁华 但是至少没有人三不五时来剿匪 日子倒也快活 南姑墨跟在身后 同情地看着某人身影 有快活日子不过 偏要找死 怪谁呢 进了大厅 王霸回头 殷切地叫道 大娇子 咱们 一道清光迎面而来 王霸吓了一跳 连忙就地一滚 闪到一边 身后桌子是怦然碎成两半 回头看着被琪琪砍成两半的桌子 王霸只觉满头冷汗 这要是落在自己身上 他是不是也要变成两半了呀 抬起头 就看到那一直不怎么说话的俊美男子 提着一把不知道从哪来的软件 朝着自己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 身边还跟着那个依然是笑吟吟的美貌小娘子 王霸暗暗叫苦 老子只想娶个美貌小媳妇 谁知道弄回两个要命的煞神啊 但是他却不敢叫 他实在是不想赌 到底是自己叫得快 还是那把清光战战的剑劈得快 你们两位 有话慢慢说 王霸蹲在一堆破了的桌子边上 不敢起山 魏君墨伸手 一把将他拉起来 只听咔咔几声 一股钻心疼痛就传遍全山 王霸忍不住张嘴尖叫出声 声音还没出口 南姑墨伸出先前玉指 在他身上一点 王霸就像是一个夸张的墨剧演员 疯狂地惨叫着 却偏偏地没有半点声音 等到他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了 魏君墨方才轻横一声 一挥袖 急里进风打在他的身上 身上疼痛顿时消失无踪了 王霸依然尖叫着 南姑墨抽了抽嘴角 好了 别叫了 王霸眨眨眼 才发现原本的疼痛已经消失了 不过 看到坐在旁边的冷面男子 还是忍不住抖了抖 缩在地上不敢起来了 南姑墨蹲在他身边 笑眯眯问道 王寨主啊 你还想不想娶我呀 王霸疯狂摇头 内心狂躁 脑子就是娶个男人 也不娶你这个母煞神 这才乖嘛 我只喜欢长得好看的 就像他那样的 你这样的 我怕我会一不小心就拿鞭子把你抽烂了呀 南姑墨轻言细语安慰他 王霸忍不住又抖了抖 委屈地望向两人 你们他妈的不是兄妹吗 要不要这么重口 逗你玩 你还真相信我们是兄妹呀 来 告诉我 知不知道北渊王亭在什么地方 王霸摇头 真不知道 南姑墨眯一眼 不知从哪摸出一根银针 轻声道 按说你也在关外待了七八年了 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我会不高兴的哟 一根银针毫不犹豫刺进他身上一处穴道 王霸再一次感受到方才刚刚品尝过的痛苦 不 这一次不一样 但是却明显更加痛苦 这一次并不痛 却开始觉得痒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痒 痒得他恨不得抓破自己皮肤 但是偏偏他说不了话 也动不了 只能默默忍受这种蚂蚁钻心的感觉 南姑墨站起身拍拍手 坐到了魏君墨身边 他说的是真的吗 魏君墨淡定道 再过一会儿就知道了 南姑墨无语地望他 你就是想让他再多痛苦一会儿吧 魏公子扬眉 不行吗 行吗 当然行 他不倒霉 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要倒霉了 南姑墨笑咪咪 在魏公子脸上巴结一口 我说的是真的 我只喜欢魏公子这样 长得好看的 魏公子挑眉 满意地瞥了一眼 地上某人绝对撑不上好看的脸 幸好某人长得一般般 万一真是个长得英俊的土匪 例如说 静卓那样的 指不定就要被迫毁容了 狗男女 难受得鼻涕眼泪横流的王爸 恍惚间看到正在亲人的两个人 在心中愤愤地骂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 身上巨痒的感觉终于消停了 王爸常常松口气 忍不住以感激涕铃的目光 看向站在自己身边的女子 再不停 他真的要忍不住自尽 南姑墨伸手解开他的绝道 笑容可惧问道 怎么样 知道了吗 王爸摇头 他真的不知道啊 一看南姑墨脸色要变 连忙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叫什么北渊王亭在哪 但是 但是我知道 附近北渊人居住的地方 还有那个呼敦大元帅的军营在哪 哦 真的 真的 王爸连连点头保证 距离这里两百多里外 有一个北渊人聚居的地方 大概有两三万人左右 再往西北七八十里 还有一个小镇 大概也有四五万人 那些都是当年从关内撤出来的人 他们跟一直生活在关外的人不太一样 他们不怎么喜欢四处迁袭 呼敦的军营也在那附近 距离这里 大概有三四百里的样子 呼敦手里 听说有北渊王亭一大半的兵马 所以我们一向不太往那边去 南姑墨和魏军墨对视眼 呼敦的军营在北边 北渊王亭应该不会距离太远 再往西北 可就是瓦剌的地盘了 这几年 瓦剌部族越发的强大 隐隐有些不服王亭管束之意了 北渊王不可能跟他们挨得太近了 伸手取出一颗药丸 南姑墨直接塞进王爸的嘴里 将他脖子一抬 王爸被迫将那颗药丸吞下去了 险下被噎着 只能痛苦地捂着脖子 直瞪着眼前的女子 王爸心中泪流成河 他只是想要娶个媳妇而已 为什么会惹上这个女魔头啊 这年头 雌雄双煞都长得这么好看 很让不让他们这些善良的人活了呀 南姑墨满意起身 走回魏君墨身边 想咪咪道 起来 坐吧 王爸战战兢兢起身 歪倒在一边椅子上 你们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刚刚给我吃的是什么 我们来关外办点事 只要你乖乖听话 等我离开的时候 自然会给你解药的 如果这期间出了什么事的话 或者 我死掉了 或者 你来不及吃解药的话 我会怎么样 你见过蛆虫吗 当然见过 你不会想说 我会变成一条蛆虫吧 王爸给了他一个 你玩我的眼神 当然不会 你会被蛆虫吃掉 而且是 从里面到外面 直到将你整个人吃成 骷髅架子 你放心 你不会看到这一幕的 最多 你也只能撑到 他们在你肚子上 吃出一个洞的时候 王爸忍不住 想到那个场景 一扭头 干脆利落吐了 南公墨 笑眉微扬 看向魏君墨 这也太有惊吓了呀 终于吐完 王爸有些同情 看向魏君墨 喜欢这么变态的女人 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南公墨淡定地看着他 问道 如何 决定了吗 王爸有些犹豫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南公墨漫不经心 把玩着手中吟针 我手里还有些别的玩意儿 要不 再跟你试试效果 更显著的 想起刚才的痛苦 王爸忍不住 哆嗦了一下 不 不用了 只要你们说话算数 给我解药 然后 只要我们事情办完了 自然就走了 不会对你们不利的 王爸思索片刻 终于咬牙点头 好 只要你们说话算数 我听你们的吩咐就是了 你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去北原聚居地看看 原本是有人带路的 结果 被你们吓跑了 我领你们去 南公墨漫一点头 哼 那就多谢了 明天出发 今晚 就在你这里借宿一晚 你放心 我们会给报酬的 说着 南公墨随手抛出一个东西来 王爸伸手揭在手中 眼睛不由一亮 是一件镶嵌着红宝石的金饰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王爸点点头 我知道了 明天一早 我就领两位去 南公墨随手 又抛过去一个药瓶 这是解药 里面一共有三颗 每隔一天服用一颗 用完了 我会再给你 王爸连忙 小心翼翼捧着药瓶 眼巴巴地望着两人 多谢 多谢姑娘 我能走了吗 南公墨忍不住眼唇笑了 这里是你的地方 你走哪里去啊 麻烦带我们去客房 先不要泄露我们的身份 明白吗 至于你说的婚事 就说 推迟一些日子吧 是 是 王爸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子 这女妖怪虽然心肠独了一点 手段狠了一点 但是笑起来 还真是比那些北渊人传说的什么 雪山神女 还要美丽万分啊 就真的像是仙女一般 可惜 这不是一个仙女 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妖怪 一道冷冽的目光从她脸上划过 王爸缩了缩脖子 连忙低下头 我去让人给两位准备客房 南姑墨点头笑道 辛苦了 不敢不敢 转过身 王爸匆匆跑出大厅 仿佛身后真的有妖怪在追着他一般 很快 屋外就传来王爸怒吼声 来人 来人哪 给老子来人 准备客房 南姑墨回头看看魏公子 扑持一声笑出来 山寨里的马贼都很好奇 今天老大从外面抢回一个新媳妇 虽然 虽然还连大舅子也一起抢回来 不过 他们总算是要有压寨夫人了不是吗 要说在关外这地方 除了风雪大一点 气候饿了一点 日子过得还是比在关内逍遥自在 唯一不好的就是 要找个媳妇实在是太难了 草原上那些牧民姑娘 个顶个彪悍不说 一不小心惹到比较大的部落 麻烦还不小 更何况 他们虽然都是落草为酷的操汉子 但是相比草原上的姑娘 明显还是关内温温柔柔的小娘子 更合他们心意 不过 原本老大说今晚拜堂成亲 经过跟大舅子一番啃谈之后 就变成半个月后成亲 看起来 新夫人那位看起来 俊美得不像凡人的哥哥 也不太好惹呀 这样的人 怎么会同意把自己妹妹 嫁给一个山贼头子呢 摇摇头 山贼们表示这不重要 老大有了一个美若天心的新夫人 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郑姓高采烈准备婚礼的山贼们 哪里知道 自家老大此时的苦楚 王爸回到自己房间 揉着身上已经不存在的痛楚 忍不住就打了个寒颤 想起那两个人的手段 怎么也兴不起反抗的念头 还是算了吧 早把事情办妥了 早点把两个瘟绳送走就好了 一个同样是中原人模样的中年男子 走进来 看到王爸坐在桌边 一会儿皱眉 一会儿呲牙咧嘴 揪着的模样 不由挑了挑眉 开口道 老大 王爸回头 看了一眼中年男子 二当家呀 什么事啊 这个男子正是山寨的二把手 虽然如今他们是在关外 寨子里也不乏北原人 甚至是色木人 但是王爸明显 还是更信任中原人一些的 寨子里的五六个当家 除了一个是北原人 其余的全部都是中原人 第二百九十六集 二当家打量王爸 杨梅道 老大看起来有些不高兴 怎么 新夫人那里有什么问题 王爸愣了愣 连忙摆手 王爸黑了一声 没好气道 没什么 那是 还不知那个大 姓公的 说什么大户人家有讲究 非要什么三枚六拼提权了 才敢把妹子嫁给我 咱们这些粗人 哪里讲究这些 姓公的 肯定不会把妹子嫁给他呀 他只想自己抱着 轻轻握握 王爸在心中嘀咕 原来是这样 俗话说 入乡随俗 既然到了咱们的地盘 还要听他的规矩不成 王爸连连摆手 不成不成 那龚小姐 烈性的狠 不依着他们 他就要死要活的 不就是十几天时间吗 又不是等不起 二当家若有所自导 只怕他们是在拖延时间 王爸轻喝一声 在这关外 除了那些北渊人 还有谁比咱们更熟悉啊 就算他们家在关内 全市再大 到了关外 世龙他得给我盘着 世虎得给我握着 二当家 你别管这个了 有这个空闲 你赶紧去给我准备婚礼的事 该买什么东西买买 该布置的布置 二当家见他一副 心意已决的模样 只得叹口气 点头道 唉 也罢 那我去忙了 看着二当家离去的背影 王爸也叹了口气 唉 兄弟啊 我是为了你好啊 这倒霉事情 我自己扛着就行了 就不托兄弟们下水了 南姑墨拉着魏军墨 悠闲地在寨子里闲逛 因为新夫人的身份 寨子里的山贼 倒也不敢对他们不敬 只要不去什么机密的地方 要去哪里 倒也随他们 头都没说什么 他们这些做小兵的 哪敢说什么 更何况 大多数人对这两位 还是有些好奇的 好好的一个天仙一般的姑娘 被土匪抢来做压寨夫人 就算不当场寻死密活 也要哭哭啼啼呀 这两位倒是自在得很 南姑墨也不理会 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 拉着魏军墨在山寨里漫步着 一边低声笑着 哼 说起来 这是我第三回逛土匪寨子了 第一次是他刚到这个世界 就被人迈进土匪寨 第二次是在灵州浮望山 不过 建筑地盘说是土匪寨子 倒不如说是一个 地势显要的村子 第三回 自然就是这一次了 第一次太不上台面 第二次情况特殊 反倒是这一回 真真正正地 逛了一回土匪寨子 咱们想方设法探不到北原消息 倒是没想到 这些马贼已经在这里盘踞这么多年 这需要时间 北原人和中原人长相差别太大了 想要安插探子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 何况大夏建国也才二十多年 自己内政都忙不完 哪有那么多功夫去顾及关外你 南宫墨点点头 官方和私人行动各有各的优点 但是也各有各的短处 燕王府想要在北原安插这么大一股势力 却很难不引起北原王庭注意 想了想 他在魏军墨肩头低声道 这个王霸 留下以后说不定有用呢 魏公子眼神冷漠 没有说话 南宫墨也不在意 只是拉着他继续向前走 正好和迎面走了的二当家遇上 二当家脚下一顿 便走上前拱手笑道 在下见过公公子 公姑娘 南宫墨点头微笑道 这位先生是 在下许人 便为寨子里的二当家 原来是二当家 幸会 以后都是一家人 公姑娘不必客解 两位出来找到 不如在寨子里四处看看 在下还有事 先告退了 许人笑道 南宫墨点点头 二当家慢走 看着许人身影 消失在转角处 南宫墨秀眉轻条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 深夜 一道暗影 飞快地从寨子里掠出 黑衣人显然是对此地熟门熟路 很快就到了山寨背后 一处断崖边上 从宽大衣袖中 掏出一个东西扔出去 哥哥两声轻响 被他扔出去的东西 展翅飞了出去 原来是一只信鸽 暗夜中 黑衣人唇边勾起一丝满意的笑容 可惜笑容还没来得及 完全展开就凝固住了 飞到半空的信鸽 忽然笔直坠下来 另一道人影 凌空掠过 将信鸽抓在手里 黑衣人警惕盯着眼前 突然出现的俊美男子 转身就想要往后奔逃 却还没来得及动弹 就看到身后小道边上 穿着一身桃红色 北原服饰的女子 正已坐在路边石头上 笑隐隐地望她 不过那一下一下 轻抚腰间的鞭子的御手 却让人觉得 心里是阵阵发寒 可惜人定定神 还是决定从这边突破 低吼一声 手中一把暗器 朝着女子甩了过去 她并不是想要杀人 只是想要趁着女子 躲避暗器的时机 夺路而逃罢了 南宫墨的笑声 在深夜里显得 格外清脆悦耳 嘿 这就是柿子 要挑软的捏吗 可惜 南宫大小姐 从来都不是一颗软柿子 刷的一声 长鞭从腰间抽出来 只见长鞭捂出几道暗影 刷刷刷 就将几道暗器打落在地上 已经从南宫墨身边掠过的黑衣人 还来不及庆幸 身后一道冷风袭来 顿时将他吓出一身冷汗 长鞭并没有劈到他身上 而是缠住他一只脚 那便梢上带着小小道刺 若是使劲想要挣扎 很可能会被脱下一层皮的 黑衣人回身 手中的刀狠狠地斩向鞭子 可惜鞭子一软 他顿时就斩了个空 此时南姑墨已经到他跟前了 抬手一掌将他打飞出去 他还想要起身 只听搜搜几声 几枚暗器正好贴着他定下来 将他整个人定在了地上 两位好身手 黑衣人轻壳一声 盯着眼前一对男女 南姑墨笑咪咪道 哪里 功格辱才是好本事 探子都能安插到这关外土匪 寨子里来了 黑衣人脸色微变 在下不知道姑娘在说什么 南姑墨挑眉道 这么玩可就没意思了 那边 魏君墨已经将信哥腿上 绑着的信函取了下来 看了看 然后递给南姑墨 南姑墨低头一看 顿时乐了 好眼力呀 信函上写着了了数语 寨主带回一男一女 自称姓公 身份神秘 疑似燕王夫人 见他不说话 南姑墨也不勉强 只是朗声笑道 王寨主 这事您怎么看 王霸从一边路口走过来 脸色有些阴沉 也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了 看着地上黑衣人 王霸咬牙道 二当家 王某自认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地上黑衣人 无奈拉下脸上面筋 正是寨子里的二当家 许人 许人望着王霸 沉声道 我也没有做过对不住寨主的事情 王霸轻哼一声 对他们这种身份的人来说 别人的探子和眼线 本身就是最大的背叛 因为 许人一开始加入他们 就是带着目的的 许人扭头 看下南姑墨二人 原本在下还有些不确定 不过现在却差不多确定了 是魏公子和夫人吧 栽在两位手里也不算冤枉 南姑墨叹息道 龚玉成身边倒真是高手如云 就连在这小小山寨 也能放下如此厉害的人物 许人加入山寨 也不过才前后半年的时间 就能够爬到二当家的位置 若是假以时日 对比不能控制住整个山寨 架空 或者是干脆杀了王霸 许人道 还不是栽在了两位手中吗 我想知道 到底是哪里引起了两位的怀疑 南姑墨摇头道 不 你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只是 一阁下的武功 哪里会去不得 会区区这小小山寨 做个二把手 本身就不合常理 何况山寨中的人 似乎并不太清楚 二当家的底细和武功深浅 另外 既然知道宫阁主盘踞在关外 我们又怎能不处处小心呢 唉 如此说来 也非我之伴 温言 许人只能叹气了 说完 脸一偏 便闭上了眼 一缕泄丝从他唇边流出来 南姑墨皱皱眉 水阁的毒 好厉害 不仅厉害 恨要使用的人 下得了狠心啊 魏君墨不以为意 拍拍南姑墨安慰道 这种人留不住 也问不出什么 南姑墨点头 王霸望着地上尸体 脸上神色有些复杂 看着他复杂的神色 南姑墨也叹了口气道 王寨主 抱歉得很啊 不关二位的事 若不是两位 指不定以后 他能够在关外 建起这么大一座土匪寨子 也不是完全 有勇无谋之辈 自然不会以为 许人来这里 做探子 只是为了养老而已 若不是这一次 正好被人发现了 说不定哪天 他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只是 到底是相处 大半年的兄弟 这结局 实在是让人唏嘘啊 很快 王霸又振作起来 摆摆手 我不知道那个宫阁主 是什么鬼 你们两位办完自己要办的事 赶紧走吧 南姑墨所总监 完全不在意自己被对方嫌弃了 点头道 我们不会打扰太久的 最后是这样 王霸低声嘟囊 山寨里突然少了一个二当家 当然是一件大事 不过 王霸说二当家下山办事去了 众人也就没有太多的过问 在众人眼中 这位二当家是读书人 跟他们自然是不太一样的 平时也不太爱跟他们凑在一起 偶尔消失一下 也只当在房里看书 或者去办什么债主吩咐的事情去了 债主不是要成婚了吗 第二天一早 王霸就亲自带着南姑墨二人下山 直奔大青山下二百里外的 北渊人聚居地而去了 当天傍晚 三人才到了目的地 王霸果然没有说谎 这里并不见北渊牧民常用的帐篷 而是建起来一件一件 矮小却坚固的房屋 屋子都是土石结构 看上去坚固又奈寒 虽然简陋 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聚居地了 面积虽然不算大 但是居住的人 只怕比关内一个小县城的人 也只多不少 在王霸见一下 南姑墨戴上一条北渊女子 常用的挡风的面巾 进了阵子 三人倒是没有引起太多的注目 这地方并不是只有北渊人生活 偶尔也会看见几个中原商人 色墓人 或者是附近一些 非北渊人的小部落的族民 人们将自己多余的东西 拿到这里来 跟这里居住的人 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 南姑墨站在一个 色墓人的小摊子边上 好奇的把玩 从摊子上拿起的一件 充满了抑郁风情的饰品 魏君墨轻声问道 喜欢 南姑墨点头 嗯 挺好看的 魏君墨伸手 丢给那摊主一块金子 摊主顿时 笑竹颜开 另外还送了南姑墨一条 色彩绚烂的沙巾 看着王八在一边 直觉牙疼 两个败家子啊 眼看天色已晚 三人值得找地方投诉了 小镇尽头 有一家小小的客栈 这是一家北渊人 开的客栈 小的就只有连同 大堂后面的四五间客房 大堂里 也只有四张桌子 不过这对于一个 常年少有外人来的地方来说 已经足够了 王八显然是这里的常客 还没进门 就已经开口叫道 掌柜 来两间客房 掌柜的是一个 有些精瘦矮小的 不像是北渊人的男子 不过看他样貌 就知他确实是北渊人 听到声音 连忙迎出来 陪笑道 是啊王爷 不好意思啊 小店今儿 只剩下一间客房了 男公墨有些好奇 挑了挑眉 这位掌柜 比起北渊人 倒是更像中原人 中原话说的 比王八这个 明显带着北方口音的 还要正宗 听起来倒像是 中原一带的口音 王八 两条见眉一竖 没有了 王爷来的不巧 咱们这儿 昨天刚来几个人住下 只剩下一间客房了 男公墨盘算一下 应该不是卢启林 一行人 他们就算在这边走 也没有这么快的 开口问道 我们只注意吧 不知掌柜 还有没有别的房间 掌柜的看了看 戴着面纱 只露出一双 轻力眼眸的女子 游一一下道 这个 还有一间 放着杂物的房间 如果三位 不嫌嫌弃的话 行行 能住就成 赶紧去收拾出来 王八不耐烦 挥挥手 是是 掌柜大喜 以前几次 王八来这里 可是相当不好伺候 倒是没想到 这一次竟然 这么好说话 收了王八抛来的钱 请三人进去坐下 就忙着收拾住处去了 这小小客栈 也没有什么人 南姑墨三人 便自己随意 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 王八熟门熟路 找到茶壶 拎过来 给两人倒上茶 一边笑道 关外条件简陋 两位见谅 南姑墨似笑非笑道 看来 王寨主对这边很熟悉啊 王八有些尴尬的 哪里啊 就是偶尔过来逛逛 买点东西罢了 他当然不能说 他偶尔会跑到这儿来 打打牙记 或者是 找个相好的会会什么的 幸好南姑墨 也没有打算追根究底 平静转开话题 笑道 我原本以为 关外的人 都是住在帐篷里呢 姑娘有所不知 原本倒确实是如此 不过自从那些北渊人 从中原回来之后 很多人依然喜欢 有固定的房子住 这种习惯 估计没有几十年改不了 就这个掌柜 就是当年 从中原迁回来的 哦 原来如此啊 很快 掌柜就将房间整理出来 自然是南姑墨和卫君墨 住那紧盛的客房 王八很是拾去 窝到那间杂物间去了 其实所谓的客房 也没有什么 不过是一张火炕 一个简陋的桌子 和两条板凳罢了 如今这天气 炕里自然是用不着生活 桌上放着一盏 小小的油灯 整个房间 显得有些阴寒冰冷 南姑墨走到床边看了看 方才坐下来 魏君墨见眉微皱 这里太简陋了 南姑墨不由一笑 出门在外 还能要求什么呀 再简陋的地方 也不是没住过 不过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带着王八 我总觉得 有些不太方便 魏君墨微微点头 在身后板凳上 坐下来 周眉倒 王八对这里 比我们熟悉 带着他许多事情 要打探起来 也方便一些 何况 将他留在山寨里 难保他不会出卖咱们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297集 虽然南姑墨并不认为 王八现在还有那个胆子 出卖他们 不过防范与未然 也是对的 更何况 谁也不敢保证 那山寨里就只有 许人一个探子 叹了口气的 没想到 龚玉晨在关外势力 竟然也蔓延得如此开 龚玉晨 竟然选择了北渊王婷 北渊王婷自然也要给他方便一些 有北渊人相助 他动作如此利落 也不奇怪 最重要的是 从始至终都是龚玉晨在暗 他们在明 龚玉晨可以跟 北渊王讲条件谈合作 他们却不能 南姑墨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魏君墨沉吟片刻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护墩的军中看看 南姑墨皱眉 虽然知道他武功高强 但是让他一个人独闯 北渊十几万兵的军营 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更何况 暗处还不知道 有多少龚玉晨的钉子在啊 我跟你一起 魏君墨摇头 不 你留下钉着王八 另外 卢启林一行人 如果要去忽敦的大营 甚至是北渊王亭的话 必然会从这里过 到时候 南姑墨奄然一叫道 明白了 到时候我见机行事 魏公子淡淡地瞥他一眼 一切以安全为重 南姑墨暗暗地做个鬼脸 顺从点头道 我知道了 你放心就是了 第二天一早 等到王八慢悠悠地出门 却发现只有南姑墨一个人 坐在大堂里吃早饭的时候 不由地愣了愣 犹豫再三才问道 那个 龚姑娘 龚公子呢 每次称呼这两个人 王寨主就忍不住 在心中赋菲一番 他可没忘记 当初 他当真以为 这两人是兄妹的时候 脆弱的心灵 是遭受多么巨大的创伤啊 虽然眼前 只剩下南姑墨一个人 王八还是觉得 他很难说清楚 这两人到底 谁给他的心理阴影 更大一点 南姑墨好心情 朝他挑挑眉 他有事先走了 这两天你就跟着我吧 走了 南姑墨扬眉 似笑非笑看他 你有意见 不敢不敢 王八摆手 规规矩矩 坐在南姑墨对面 吃起早饭来 对面这个女人再漂亮 王寨主表示 他都生不起任何小心思 只要看到这女人笑脸 刹那经验之后 占据他心中的 就只剩下恐怖的印象 活脱脱一个 披着美女皮的女妖怪啊 王八小心翼翼问道 那啥 公姑娘 既然公公子不在 咱们今天做什么呀 今天 到处逛逛吧 闲着也是闲着 看起来真像是闲着的 不过老子拿自己的脑袋打赌 你肯定不是真的这么闲 知道对方并不相信自己 王八也并不多问什么 能从一个寻常的小土匪 混成一个盘踞关外的马贼头子 王八也并不像平时表现出的 那么的毫无心机 至少 什么时候刚闭嘴 他还是知道的 南姑墨果然 如他所说的闲着 一整天就带着王八 在小镇上是到处打转 时不时买一些小玩意儿 然后就带着王八 去了下一个 据说比这儿更大一些的小镇 看上去完全没有考虑 不知去性的魏君墨 仿佛这个人 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另一个小镇 古人在七八十里以外 比起之前那个 大了一倍不止啊 南姑墨愉快地发现 这两个地方 与传说中那个 呼吞元帅的大本营 正好形成一个鸡脚之势 而且 这些居民 除了一部分老幼妇女之外 大多都是轻壮男子 这里的人对于忠元然 远不及之前遇到的 不论牧民友好 如果这些人都听从 北渊王庭号令的话 如有必要 在这附近 呼吞片刻间就可以召集起 二十万以上的兵马 这还不包括北渊王庭 可能还暗藏的兵马 以及这样的小镇 到底有多少个 有意思啊 坐在客栈 有些简陋的厢房里 透过窗户 南姑墨漫不经心 打探外面的小镇 饶有兴致笑着 王八规规矩矩 坐在一边 听到南姑墨的话 忍不住 有些好奇问道 公姑娘 什么有意思啊 你之前 没有来骚扰这边是对的 王八有些得意的轻吼 那是自然 民不与官斗 老子被宁王 都赶到关外来了 难道还会不长眼 真的去惹呼吞 就算没有呼吞 这些人 足够你全军覆没了 公姑娘 这北原人 确实是彪悍没错 但是寻常的牧民 可比不上咱们这些 打打杀杀的人 哼 你仔细看看 他们是寻常牧民吗 怎么不是啊 你仔细看 他们走路的姿势 跟普通牧民一样吗 文言 王八皱了皱眉 这才认真打亮起 门外街道上 行走的北原人 北原男子 人人能骑马打架 不仔细看 还真的不容易 发现什么差别 开始看 倒是没什么两样 但是有了南姑墨提醒 很快王八就发现 其中细微的差别了 有一部分青壮男子步伐 比起别的人 总是有些不同 这些人就算不是 正规的北原骑兵 至少也应该受过一些 正规训练 王八这些年 自然也见过不少骑兵 只是这些年在关外 他们刻意回避这些地方 同时也从未想过 北原人会这样做 竟然从来没有注意过 若不是南姑墨提醒 说不准 他们什么时候 就真的惹到这些人了 到时候 想到此处 王八也忍不住 在心中 暗暗地捏了一把汗 你说 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南姑墨皱眉 淡然道 也未必是有什么想法 北原如果短时间内 没有大举入侵中原的念头 数十万常备骑兵 显然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 将一部分人分散出来 闲时作为寻常牧民 战时 又可以立即上马出征 还能够在兵马数量上 迷惑敌军 岂不是一举多得 中原还好说 就算一时不善 败给北原人 大厦地广人多 很快就可以增兵 但是 如果达大和瓦剌 想要反了北原王庭的话 只怕是要倒大霉了 这里距离大厦边关 已经不见了 北原王庭这么布置 虽然有迷惑燕王和宁王意思 但是 显然不是专门 为了对付大厦的 只怕 还是为了防备 早已经心有不服的 达达和瓦剌的 王八有些怀疑地 打恋着南宫墨 宫姑娘 到底什么人 王八推翻自己之前的想法 他之前以为 这两个是什么江湖中人 毕竟 一般朝堂上的人 是不会有那么厉害的身手 江湖和朝堂之间 从来都隔着一条 看不起的暗河 彼此都看不上对方 但是 这位公姑娘 所知所想 绝对不会是 普通的江湖中人 南姑墨 敏唇一笑道 哼 这对王寨主来说 应该不重要吧 王八拍了一下脑门 你说的对 他在关外过得逍遥自在 还不想卷入中原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中 只要尽快将这两个温神送走 龚墨兰和龚军青 到底是姓龚还是姓魏 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 客官 里面请 外面传来掌柜 响亮的声音 南姑墨一笑道 这位掌柜的中原话 说的比你还要地道 我总觉得 他像是中原人 他确实有中原血统 你知道的 北原入住中原几十年 总有些北原贵族 会跟中原人通婚 这位 据说祖父就是 北原的大贵族 不过他的祖母是中原人 所以他的父亲 他自己 在北原都没什么地位 虽然当年跟着回到了关外 却依然不能回到自己家族 只能在这里 做个客栈掌柜 这些居居地里 居住的都是北原平民 那些掌握实权的贵族 若不是居住在北原王亭 就是有自己的部落 晚人根本不知道 他们在哪里 南姑墨点头道 原来如此 他们为何不留在中原 留在中原 他们只会比现在更惨 中原人可不会因为 他们那点中原血统 就善待他们 何况 当初他们也没少帮着 北原人欺压中原人 所以 你也用不着同情他们 南姑墨挑挑眉 表示明白了 这种事情从古至今 多不胜数 说不上谁对谁错 也非个人之力 可以改变的 原贵 要三天上房 其他的看着安排 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南姑墨唇边勾起一丝 愉悦的笑意 真是巧啊 王墨也听出来 摸了摸鼻子道 现在怎么办 外面传来的 正是卢家那位公子 卢云峰 之前南姑墨和魏军墨 被马贼抓走了 现在 却出现在这里 南姑墨想了想 眼睛一转 朝着王墨低语几句 王墨顿时脸子大变 江头摇得 如同波浪鼓一般 不行 绝对不行 公公子回来 会打死我的 坏了我的事 我现在就会打死你 总之 如果被他们问起 你就说我大哥逃走了 你是带我来这里 买东西的 明白吗 王墨哭散了脸 不说话了 南姑墨笑眯眯倒 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还有我说话的余地吗 这个居居点的客栈 显然比前一个阵子要大得多了 至少 一个还有十多间客房 虽然同样简陋的可怜 但是在这种地方 能够有片瓦遮身 就应该偷笑了 进了客栈的卢氏一家三口 也松了口气 特别是卢香香 有些苍白的脸上 更是多了几分淡淡的笑容 跟宫氏兄妹分开三四天 这几天 卢香香过得并不舒坦 虽然父亲没说什么 但是大哥 却对自己很是不满 甚至跟随他们的随从 也用怪异的目光看他 毕竟 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几乎可以说是 被卢香香一手 送进马贼的手里 只要想一想 卢香香同样 也可能会将这样的事情 用在自己身上 所有人 就忍不住 离这位大小姐远了一些 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 卢香香叫道 这个地方较大 人口较多 去年他们在这里 停留好几天 这一次自然也是 这一路行来 卢香香也觉得 十分疲惫了 正想好好休息几天 卢麒麟脸色稍缓 点头道 嗯 这些日子 你们都累了 香香这两天 去好好休息吧 卢香香欢喜地点了点头 正要说话 看到里面走出的人 却不由一愣 忍不住伸手 指着来人道 姑 姑姑娘 文言 所有人都不由 往里面看去 果然就看到 穿着一身宝蓝色 北原服饰的女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不过身后还跟着 人高马大的王八 再往后看 却没有看到 魏君墨的身影 卢香香眼底 闪过了一丝失望 卢云峰却忍不住 上前一步 有些惊喜到 哎 姑姑娘 你怎么在这里 南姑墨抬眼 看了她一眼 回头又看了看 王八 没有说话 王八上前一步 挡在她的面前 神色不善 盯着卢云峰道 干什么 卢云峰看了看 南姑墨没说话 卢麒麟上前一步 拱手笑道 这位当家的 又见面了 王八轻横一声 咧嘴一笑 看来 你还挺想念咱们呀 卢麒麟 笑容一僵 不过 现在到了这里 他倒是不怎么 怕王八了 只是淡笑着 哼 说笑了 不知两位 怎么会在这里 那位 公公子呢 王八轻横一声 哼 老子还以为 那小子有多年轻轻的 还不是半路上 仗着自己功夫不错 跑掉了 兄长会来找我的 南姑墨声音清脆 却坚定道 等回来还能挺什么用啊 而且 你真的觉得他会回来 那小子跑的时候 可没想过 带着你一起跑 兄长一定会来的 南姑墨咬牙 只是神色间 已经有了几分松动了 王八挥挥手 魂不在意 对三人笑道 咱们要去买 成亲用的东西 就不耽搁 警卫赚钱了 伟贱 等等 王八的手 还没有碰到南姑墨 身后的卢麒麟 就已经开口了 王八回头 看着他扬眉 卢麒麒麟道 这位当家的 这位姑娘 跟在下等人 也算是相识一场 还请你高抬贵手 放了他 王八仿佛听到 什么好笑的事情 不由放声大叫起来 大厅里只有他们两方的人马 倒也没有引来什么人注意 只是王八冷笑着 哦 前几天 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呀 现在胆子突然肥了吗 卢麒麟脸色有些不好看 之前 不过是权宜之计 咱们 也不想跟阁下找麻烦 阁下 最好演 最好什么 卢云峰上前 挡在南姑墨和王八之间 这里可不是阁下的马贼窝里 若是真的闹起来 只怕阁下占不到什么便宜吧 咱们给的三百两银子 就当是给阁下的辛苦费 这位公姑娘 还请放了他 威胁我 我看阁下 并没有带什么人来 丰人说的不错 还请阁下 好好考虑一下 找死 王八怒吼一声 提起拳头 就朝着卢云峰砸了过去 来人 卢麒麟也不再客气 立声道 原本在外面歇着的随从 立刻冲了进来 这些人不仅是伤队随从 也是保镖 跟着在外面行伤 总是要会一些拳脚功夫 一时间 双方便打起来 将整个客栈打得一团糟 只是王八双拳难敌四手 渐渐的也就落了下风 同时 闻眩而来的北原人 纷纷冲了进来 这些人显然跟卢麒麟 更加熟一些 只跟卢麒麟说了几句 便跟着加入战团 王八眼看不敌 只得逃走 远远的留下一句话 姓卢的 你以后最好别让老子碰到 卢麒麟冷哼一声 眼底闪顾了一丝杀意 既然已经截下仇了 他岂会让这个马贼 活得太久呢 不过 这一事 只怕还要有劳 呼吞大元帅帮忙才行 另一边 卢云峰走到南姑墨跟前 关切道 公姑娘 你可有受伤 南姑墨摇摇头 垂眸道 多谢卢公子和卢先生 相救之恩 公姑娘 后面你打算怎么办呀 兄长 一定会回来救我的 我 我在这里等他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二百九十八集 卢云峰看着他 低声叹了口气 真是个傻姑娘啊 他的兄长既然丢下他跑了 又怎么敢再回来 若不是遇上他们 等到他兄长找人来救 只怕公姑娘造就 对于中原女子来说 失去清白比没了性命还要严重 这样 那公君清 又怎么会回来救他呢 公姑娘 你没事吧 望着眼前 一脸绝健的美丽女子 卢云峰有些犹豫地问道 一个女子 被自己兄长 抛弃在马贼手里 会遇到什么事情 可想而知 已经到了这般地步 这傻姑娘还一味地 相信着自己的兄长 没有生出半点怨恨的意思 原本 卢云峰还觉得这姑娘 美则美矣 确实是有几分刁蛮骄纵的 但是如今看来 却更觉得惹人怜惜了 南姑墨沉默地摇头 卢云峰却显然并不将近他 叹了口气道 姑娘不必担心 如今姑娘既然孤身一人 不如就跟着我们吧 等到这趟回到中原 在下送你回灵州 南姑墨犹豫良久 方才垂眸 微微点头低声道 多谢公子 姑娘不必客气 卢云峰轻声道 卢麒麟看着两人说完话 也走过来孝道 之前的事情是香儿冒失了 还请姑姑娘见谅 南姑墨摇里摇头没说话 见她如此沉默 卢麒麟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经过了这种事情 若还是能够一如往常 骄纵任性 那才是一件怪事 于是南姑墨便继续跟卢家人 一起留在客栈 或许是因为 之前的事情心虚 卢香香倒是没有再对她 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反倒是看她的眼神中 多了几分怜悯 和淡淡的幸灾乐祸 一个孤身落入土匪窝 好几天的女人 不管有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也已经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清白可言了 卢香香觉得自己 是有资格怜悯公莫兰的 长得美丽又如何 如今还不是一个残话败流吗 之前 大哥对龚墨兰有好感 却被拒绝了 现在 只怕就算是龚墨兰 回心转意了 父亲最多只会允许 他做个侍妾罢了 下午 卢气凌和卢云峰 出门办事去了 卢香香和南公墨 依然是待在客栈里 闲来无事 卢香香便忍不住跑来 找南公墨说话了 看着南公墨独自一人 坐在房间里发呆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卢香香有些 被人忽略的不悦感 公姑娘在想什么 南公墨仿佛刚刚回过神来 淡淡一笑道 没什么 卢香香眼睛一转 不如咱们出门逛逛吧 南公墨抬眼 看着卢香香一副 亲切的模样 心中感到有些好笑 这位卢大小姐 面对一个险些 被她害了一辈子的女人 似乎 丝毫也没有感到愧疚的意思 到底是 太过单纯的以为 出了这种事 别人都不会记恨她 还是太过理所当然 觉得自己做得 一点都没错呢 南姑墨摇摇头 我不想去 卢姑娘自己去吧 卢香香脸色微变 望着南姑墨的 公姑娘 你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生气 我生什么气啊 卢香香打量她 难道你不是因为 那天我们丢下你生气吗 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如果跟那些马在硬扛 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死啊 你现在也没有事 我们还救了你回来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南姑墨忍不住一叫 偏头望着卢香香道 那要怎么样才算不小气呢 卢姑娘 我现在心情不好 难道不能自己 在房间里待着吗 还要为了表现自己的大方 陪你去逛街啊 卢香香脸色 有些难看起来 这几天虽然没有人说什么 但是她也知道 所有人都对 她将公墨兰推出去的行为 很是看不起的 但是她能怎么办呢 难道她要自己去 嫁给那些粗鲁的马贼吗 听到南姑墨的话 她立刻就感到 南姑墨话里的寒意了 顿时更加委屈起来 看着她难看的表情 南姑墨轻叹了口气道 卢姑娘 请你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卢香香轻哼一声 不屑道 一个残花败流罢了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若是识趣一点 说不定我爹 还会同意你 进咱们卢家做个歉 说是不识相 香香 门外 卢云峰大步从外面走进来 还没进门 就听到卢香香大放厥词 立刻立声吼道 卢香香表情一僵 回头看到卢云峰沉着脸进来 顿时爆发出来 干什么啊大哥 又想教训我是不是 我才是你妹妹 这个女人算什么 这几天为了她 你对我很美冷对的 之前的事情是你不对 你不问公姑娘道歉就算了 现在还在这里说这些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啊 卢香香叫道 一指南姑墨 她被抓进土匪寨子里好几天了 不是残花败柳是什么 这种女人 谁家还肯明媚正娶的曲进门 住口 卢香香咬着唇角 狠狠地瞪了南姑墨一眼 跺了跺脚 转身跑出去了 房间里一时有些安静了 卢云峰有些尴尬道 公姑娘 想想不懂事 还望你见谅 南姑墨摇摇头 没关系 关脉不比关内 卢姑娘一个人出去 只怕是有些危险 卢公子还是出去看看吧 卢云峰感激点头 转身想要往外走 又断了断 只要公姑娘愿意 在下愿意明媚正娶 姑娘进门 还请姑娘考虑一下 说吧 也不等南姑墨回答 便匆匆走出去了 看着卢云峰背影 消失在门外 南姑墨挑挑眉 轻向了一声 公姑娘 可真是桃花躲躲开呀 一个古怪的 带着些调侃的声音 在门外响起 已经换了一身 北原人服饰 沾着大胡子的王八 飞快地闪进来 南姑墨也不惊讶 你怎么来了 表命了 卢启林带着人出去了 这会客栈里 根本没有几个人 怕什么 我在后院东角 开了个房间 有什么事交一声 你还是自己 小心一点吧 这次的事情过后 难保卢启林 不会对付你 卢启林是年年 都要走这条上路的 若是惹上王八 这样一个仇家 可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他如果真的 跟呼吞有什么关系的话 自然是不用 惊怕王八的 因为王八未必有机会 撑到明年这个时候了 王八皱皱眉 看着南姑墨倒 我看你对卢家 也没安好心 不如咱们合作一把 南姑墨挑眉 看着他含笑不语 老规矩 吃下卢家之后 咱们三七分账 你三 我七 我要先确定一件事 另外 四六分账 你四 我六 我比你大方 狗屁 你们只有两个人 你那位大哥 还不一定在 你占大都不公平 人多也未必有用 你的人马 敢跟呼吞照面抗衡吗 王八宁眉 咬了咬牙 五五 成交 你想要确定什么呀 他跟呼吞 到底交易了什么 不就是一些茶叶 丝绸之类的吗 关外的贵族 都喜欢买这些 你觉得 这些东西 值得让身为 兵马大元帅的呼吞 亲自做交易吗 别忘了 当初卢启林说的 这些是呼吞 大元帅的货 除非他是打着 呼吞的旗号吓唬你 不过 我怀疑 他有没有这个胆子 那你觉得 他们交易的是什么 所以才要查呀 好吧 我想办法探探 他们的货物里 还夹带着什么 咱们不知道的东西 自己小心 王八点点头 起身走出去了 晚上 卢云峰带着卢香香回来 卢香香虽然 没有再对南姑墨说什么 但是看得出来 心情也不好 南姑墨也懒得 不用应付他 对于一个 对自己丈夫 有企图心的女人 相信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会愿意 跟他交往过多的 只是看向卢云峰 问道 卢先生还没回来吗 父亲的事情 还没办法 因此要晚一些回来 对了公姑娘 原本打算在这里 休息几天再走 不过 这次咱们大概 明天就要启程了 大哥 卢香香突然开口 打断卢云峰的话 警惕地望着南姑墨 我们又不会走远 让他留在这里 等我们回来就是了 卢云峰无奈叹气 胡说什么 公姑娘一个人留在这里 万一那马贼又带人回来 怎么办 卢香香轻哼一声 偏过头去 深夜 客栈一角的房间里 卢家父女兄妹三人 坐在房间里说话 卢麒麟来回踱步 一边低头思索 卢香香有些不耐烦导 爹 那个龚墨兰 咱们本来就没有查清楚底细 不能带他一起去 万一出了什么事 咱们谁能够担待得起啊 大哥 你别为了一个女人 就昏了头好吗 卢云峰有些美好气道 你确定你不是为了 那个龚军青 还把怒气 发泄在龚姑娘身上 看到卢香香 有些僵硬的表情 卢云峰便知道 自己猜对了 有些头疼道 龚姑娘被自己的兄长 扔给土匪 已经够可怜了 你就不能宽容一些吗 卢香香不服气 还想开口 卢麒麟沉声道 你们兄妹俩够了 都是一家人 为了外人吵吵嚷嚷嚷 成什么样子 两人对父亲 还是十分尊重的 立刻双双闭口不言了 卢麒麟思索良久 方才道 将他戴上 也不是不行 多谢父亲 卢麒麟没好气地 扫了他一眼 你那点心思 我知道 你最好给我 趁早收了那小心思 卢云峰 清俊的脸色 顿时震住了 有些尴尬道 父亲 我 卢麒麟 冷哼一声 哼 就算那龚莫兰 当真是大驾出声 如今 也配不上你了 更何况 既然他们并非安息公事 我也不记得 大厦还有哪个公家 是什么名门望族 不过是南方 有些钱财的书香门第罢了 之前还好说 卢家 绝不会娶了一个被毁了清白的女子 辱门做少夫人的 可是 公姑娘说她并没有 这话 你自己信吗 云峰 你现在 还年轻 看着那龚莫兰 美若天仙 觉得自己 什么都可以不在意 但是 若真的让你娶了她 等再过几年 颜色不再了 你看到她 就只会记得她曾经落在山匪手里过 这事若是传了出去 咱们卢家的名声 那就更不用要了 你自己丢脸不够 还想要卢家 跟你一起丢脸吗 你真的能够面对世人的眼光吗 就为了一个女人 我 卢云峰脸色大变 面上更多了几分痛苦和挣扎之意 显然 卢麒麟所说的事情 她并非没有想过 甚至 很多话都说进她的心里去了 可是 想到那个美丽娇俏的女子 卢云峰会觉得心中 一阵阵的抽疼 看着她这副模样 卢麒麟不悦地哼声道 真是没出息 父亲 卢云峰羞愧地低下头 卢香香 见父亲站在自己这边 顿时高兴起来 大哥 你这副模样做什么 不就是一个女人吗 虽然爹不肯让你娶她进门 但是那个侍妾总不算什么 除非她真的是安息公事 否则 以她如今的处境 也不算是辱没了她 卢云峰有些异动了 父亲 卢麒麟没好气地 携了卢香香一眼 胡说 龚莫兰无论如何 也不能进卢家 你别忘了 她到底是为什么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卢香香自知理亏 只得当 那爹你救她干什么 哼 那个马贼头子 一看就对公姑娘十分迷恋 那般颜色 要拿捏一个没脑子的马贼 还不容易 如果她心怀怨恨 以后咱们在关外 就别想安生地做生意 卢云峰嘴角动了动 想说公姑娘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当着父亲的面 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来 卢香香不解道 爹 那你到底想要怎么安置公孟兰 卢麒麟垂眸 听说 胡敦元帅 十分喜欢中原女子 父亲 你 你是想要将公姑娘 送给胡敦元帅 卢麒麒麟 看看地 又看看他 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放他走吧 虽然之前香香害了他 但是咱们现在也救了他 放了他 他应该不会怪咱们的 没出息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 优柔寡断的儿子 我已经派人 通知胡敦元帅了 说要送给他一份大礼 现在把人放走了 我去哪找人给他 可是 没有可是 这两年 胡敦元帅 对咱们卢家 颇有不满 这次 如果不能让他高兴了 以后咱们全家的日子 都不好过 卢香香 连忙跟着卢麒麟 欠自己大哥 大哥 你也为父亲和咱们想想 难道一个刚认识的女人 比咱们全家还要重要吗 卢云峰沉默良久 无力地低下头 卢麒麟 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嗯 你想明白就好 只要有权有势 你要什么样的角色 佳人找不到 卢香香眼睛一转 爹 那龚莫兰看起来不是一个听话的 想要将他献给胡敦元帅 只怕没那么容易 卢麒麟皱眉 显然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有办法 咱们只要先给他喂一些药 让他一路睡过去 等到时候水到渠成 他就算想要反抗 也来不及了 卢麒麟 卢麒麟思索片刻 扬眉一笑道 哼 果然还是香儿想得周到 很好 就这么办吧 卢香香垂毛 眼底闪过一丝恶意 香香也想为爹爹分忧啊 卢云峰坐在一边 默然听着父亲和妹妹计划 怎么让龚莫兰乖乖听话 心中只觉一阵阵发寒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 是个正人君子 以为自己的小妹乖巧善良 但是 眼前的这两个人 却显得如此陌生 前几天还在训斥小妹 不该出卖龚姑娘的父亲 原来是计划地将龚姑娘 推入另一个火坑啊 他乖巧的小妹 竟然只是因为 龚君卿拒绝了他 就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要把一个已经很可怜的女子 陷入更加可怜的境地 可是 他又能做什么呢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二百九十九集 与卢香香商量完了 卢麒麟扫了一眼 一直发呆的儿子 皱了皱眉 好了 云峰 这件事 你不要管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个儿子 经历的还是太少 太天真 在关外走伤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路 如果他们真的是人人君子 这条路 也轮不到他们卢家来走完了 卢云峰起身挡 是 父亲 屋外房顶上 一个黑影 浮在房顶上 在漆黑夜色中 仿佛跟整个夜色融为一体 直到下面的响动 这才起身 露出一双千里动人的眼眸 黑衣人唇边勾起一丝浅浅的效应 轻盈地站起身来 几个起落 消失在房顶 从头到尾 没有发出丝毫的响动 底下的门打开 卢云峰和卢香香兄妹俩 走了出来 卢云峰也不跟妹妹打招呼 镜子转身 向自己房间走去了 卢香香愣了愣 看着哥哥背影 轻哼了一声 也转身 走回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 南姑墨果然是被人扶着上的马车 卢麒麟显然对南姑墨 给予莫大的期望 不仅专门找了一辆马车 甚至还不知从哪 找了一个北原少女 跟卢香香一起 扶着昏迷不醒的南姑墨 对此 卢香香原本是有许多不满 但是一想到南姑墨往后的日子 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在他们离去之后 穿着一身北原服饰的王霸 才从院子里走出来 望着远远而去的车队 露出一个幸灾乐祸的笑容 南姑墨在路上就醒来了 有些茫然望了一眼 行进中的马车 再看看卢香香和那北原少女 茫然道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卢香香笑眯眯地望着她 但是那眼神却怎么看 也是带着不怀好意的味道 公姑娘 我们现在呢 就要去北原忽敦大元帅的军中了 忽敦大元帅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见到的 可真是你的福分 南姑墨凝眉 咬牙道 我 我为什么会没有力气啊 自然是为了让你乖乖听话呀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忽敦大元帅看上你了 是你的福分 你最好乖乖听话 否则 我可不敢保证你在北原以后 会过什么日子 我可是听说 北原人有许多人家兄弟 共用一期呢 更不用说 是在军中了 那北原少女 显然是并不懂中原话的 只是有些诧异看着卢香香 有些诡异的神色 一脸的茫然 南姑墨咬着唇角道 你们为什么 要这样对我 难不成你以为 我父亲是白救你的吗 连你哥哥也抛向你跑了 难道你以为 在我爹爹和大哥眼中 你会比我更重要 你凭什么 就凭你这张脸吗 你 你 你是故意的 卢香香 显然心情很好 大量南姑墨 轻蔑地叫道 也只有我大哥那样的男人 才会被你这张脸给骗呢 可惜了 现在咱们家 还轮不到我大哥做主呢 将你献给忽敦元帅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你这样做 就不怕 遭报应吗 我怕什么呀 现在咱们是谁遭报应了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有什么不对的 大哥居然为了你怒斥我 南姑墨点头低声道 你说的对 卢香香只当她被打击得太过了 坐在一边也不理她 却没有看到眼前女子半垂的眼眸中 蕴寒的冷意 晚上 商队停在一处小湖边上休息 南姑墨也被人拉下来 坐在了湖边 那北渊少女 一步步离跟在旁边 南姑墨任由他们摆弄 被推着坐在地上 就当真一动不动 北渊少女送到她跟前的饭菜 也不见她动手进食 卢麒麟和卢香香也不在意 最多明天就能到 呼吞大元寺的军中 几顿不吃也饿不死的 饿得没力气动弹了更好 省得他们担心了 当时卢云峰有些不忍心 端着一碗热汤过来 公姑娘 南姑墨淡淡地看她一眼 没有说话 卢云峰有些黯然 坐在南姑墨身边低声道 对不起 南姑墨抬眼看着她 对不起什么 卢云峰有些尴尬道 我父亲 对不起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救了你 还是害了你 总归 是我们卢家对不起你 卢香香害得他 落入山贼手里 如今 又要将他送到 呼吞大元帅的手里 很难说 这两个对他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 或许 之前就不该从马贼手里救他回来 至少 那马贼还愿意规规矩矩办婚礼取趟 但是 落入北原军中的话 卢云峰抖了抖 瞥了一眼不远处 坐在火堆边上吃东西的父亲 卢云峰咬咬牙低声道 公姑娘 你 我帮你掩开看守的人 你跑吧 南姑墨抬了抬无力的手 苦笑道 我走不动 卢云峰叹了口气 其实他也明白 在这样的茫茫草原上 一个弱女子 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去的 小心将手中热汤放在他的手里 卢云峰轻声道 还是吃点吧 别喝坏了 云峰 过来 那边 卢麒麟看到两人窃窃私语 不愿地狼声道 卢云峰匆匆看了南姑墨一眼 在他手里塞了一样东西 站起身就走了过去 南姑墨垂眸 看着卢云峰 塞进自己手里的东西 那是一把 十分精致小巧的匕首 还不到他一只手的长度 薄而细 但是看上去 却是十分锋利 不由得有些好笑了 这是给他 让他万不得已 好自尽用的吗 第二天中午 一群人进到 护盾军中 不亲眼看到 很难想象 北原军营气势和辽阔 远远的 距离十里外 就有北原骑兵密集的巡防了 再往前走了几里 远远的便看到 天幕下一措措的帐篷 整齐地摆裂在草原上 到处都是铠甲 森人的骑兵走动着 远远的 还能看见成千上万的骏马 在草原上奔驰 经过一番严密搜查 卢气势一行人 才被放进去 进去之前 卢云峰还有些奇怪的 看了南姑墨一眼 似乎再奇怪 他到底将自己送的匕首 藏到哪儿去了 进了军中大帐 刚刚坐下来 就听到外面传了一阵 整齐沉稳的脚步声 几个人掀起帘子走进来 当前进来的 是一个四十出头模样的 精壮男子 身形挺拔修长 面容如刀客一般 深邃严肃 只是浑身上下 带着一股浓烈的煞气 让人不敢逼时 男子在卢气凌等人身上掠过 最后落在南姑墨身上 沉声问道 他是什么人 卢气凌起身拱手笑道 见过大元帅 这位姑娘 是大夏灵州的闺秀 不幸流落在关外 如此角色佳人 自然只得大元帅 这般的英雄方能般配 还望大元帅笑纳 也算是一段佳话 原来 这男子便是 北元呼吞大元帅 呼吞皱眉 打亮南姑墨 南姑墨垂眸 面上并没有什么波动 只是藏在衣袖里的手 本帅很满意 卢老板 多谢你了 哪里 应该的 呼吞大元帅 呼吞大元帅 挥挥手道 将这位 公姑娘 这位姑娘 名唤 公墨兰 呼吞皱了下眉 将公姑娘 带下去 南姑墨自然不肯 只是浑身上下无力 呼吞自然也看出 她是被下了药了 只是她并不在意 在她眼中 中原美女 都只是发泄欲望的工具 和消遣罢了 是 元帅 南姑墨被带到 挨着呼吞大帐的 一个帐篷里 空荡荡的帐篷 除了一张床 和一张桌子 什么也没有 南姑墨坐在床边 漫不经心盘算着 这军营中的守卫 森严地出乎她的意料 魏君墨真的能够 顺利潜入军中吗 如果没有的话 南姑墨并不怎么担心 虽然这军中危险重重 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但是她一个人 想要全身而退 却未必是什么难事了 何况 如果魏君墨 真的没有进来的话 她现在也该看到 她留在外面的标记了 用不了多久 也该赶来了 渐渐地天色暗下来 帐篷的门被人掀开 南姑墨回头 便看到卢香香 一脸愉悦 从外面走进来 嘲讽地看着她 公姑娘 在这里待着舒服吗 你放心 很快大元帅 就会来陪你了 南姑墨沉默不语 卢香香低头看她 哎呀 真是个绝色美人 第一眼就让北原大元帅 险下看呆了 可惜啊 我听说这个护敦元帅 最是喜心厌旧 你说 她能喜欢你多久 等到她彻底厌倦了你 这样的美人 便宜了那些 粗鲁的北原士兵 真不知道 我大哥会何等的伤心呢 男姑墨 微微地叹了口气道 卢姑娘 作为一个女子 如此对待一个 萍水相逢的女子 你不觉得太过狠心了吗 卢香香仿佛听到什么笑话 心狠 你自己命该如此 怪谁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的便是你这张脸了 如果不是为了将你送给护敦元帅 我一定亲手划破你这张脸 空公子就是为了你 才不要我的吗 你说什么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和公公子之间的关系吗 什么兄妹 兄妹会像你们这样亲近吗 贱人 就是你勾的公公子 对我不屑一顾 可惜 最后他还是抛弃了你 男姑墨叹气 卢香香却十分高兴道 现在好了 以后你就一辈子待在北渊君中 被人蹂躏吧 至于我呢 说不定过两年 我会来看看你呢 只是不知道那时候 还能不能见到你啊 啊 大元帅他们酒应该喝得差不多了 我也先走了 说完 卢香香转身向外走去 一只微凉玉手搭上他的肩膀 卢姑娘 既然来了 何必要走呢 卢香香心中一惊 还没反应过来 身上几处穴位 就被人轻拍了几下 整个人便动弹不得了 只见男姑墨悠然转到自己面前 含笑朝他一推 他就仰面倒在床上了 卢香香惊恐地睁大眼 男姑墨温柔道 你说的 命该如此 我跟你说过 事情做得太绝 是会有报应的 卢香香拼命地想要开口呼叫 但是无论他怎么使劲 依然无法发出半点声音 男姑墨端坐在床边 笑吟吟打量他 说起来 这辈子敢这样肆无忌惮骂我 你也算是第一人了 原本我是不喜欢对姑娘家 做出太糟糕的事情的 但是今天 却是没有办法了 你就当这是报应吧 话音未落 一道人影掠入帐中 男姑墨一惊 袖间荧光一闪 一把匕首 就朝着门口射过去了 来人伸手接住飞刀 低声叫道 吴侠 男姑墨这才看清楚 站在门口 穿着一身黑衣的男子是谁 淡淡的烛光下 魏君墨一身黑衣 衣襟上绣着的却是水格的标志 那张俊美无仇的容颜 此时满是阴霾 薄唇微眯 盯着男姑墨的目光 冷得仿佛要结出冰来 男姑墨缩了缩脖子 低声道 君墨 魏君墨快步上前 扫了一眼床上卢香香 眼底闪过了一丝暗芒 把衣服跟他换了 男姑墨挑眉 事已魏君墨转过身去 魏公子轻横一声 还是转过去了 男姑墨飞快地将自己跟卢香香外衣对调 还不忘体贴地替卢香香盖上被子 然后走到旁边烛台边上 手指轻弹 歇取粉末中的东西 落入油灯中 消失不见了 君墨 跟我来 魏君墨冷声道 说完 掀开门帘 走出去了 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 整个军营中 只能看见一簇簇火光照明 但是路过他们身边巡视的士兵 却全然没有发现 与自己擦肩而过的两个人 有什么不对 魏君墨拉着男姑墨熟门熟路 走进一个帐篷 里面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男姑墨挑眉 君墨 这是 这是那个女人的帐篷 哦 原来如此 男姑墨恍然大悟 上下打量魏君墨一番 有些好奇道 你这是什么装吧 这是 水阁的衣服吧 魏君墨点头 龚玉成不在这里 不过 这军中留下了几个水阁的人 我杀了一个 取代了他 要怪就怪龚玉成自己 他喜欢神神秘秘的 于是整个水阁的人 都是神神秘秘的 外人大多数 根本不知道水阁的人 长什么模样 只要魏君墨 小心规避掉熟食的人 一时半刻 很难被发现的 何况 龚玉成留在这里的人 不过四五个 大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事情 又互不同数 就算有什么纰漏 要发现的也是 几天后的事情了 看着魏君墨 依然冰冷的神色 男姑墨暗暗地叹了口气 从身后 伸手还住他的腰 低声道 我不是不顾自己的安危冒险 你知道 我既然来了 就把握全身而退的 你有什么办法 若是被人发现了 我又不在 我挟持呼吞 也能逃出去的 魏君墨脸色 更加难看起来 这个呼吞是假的 你挟持他有什么用 假 假的 男姑墨有些惊讶挑眉 他只见过呼吞一面 只觉那人杀气腾腾 但是没讲过 居然还有真假的问题 若不是查到 这个呼吞有问题 我早就动手了 怎么会是假的呢 应该是 龚玉成的主意 龚玉成既然知道 男姑墨和魏君墨背景 又怎么会不防止 刺杀这一招呢 说不定 龚玉成早就算定 他们会来 早早地在这里 设下了一个套了 男姑墨无奈叹气 想起那神出鬼没的 龚玉成就觉得有些头疼 魏君墨一把将他 拉到跟前 你还没说 呼吞是假的 你该怎么办 我武功还不错 而且不是还有你吗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集 魏君墨低头 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 男姑墨觉得脖子上一痛 连忙伸手捂住 其实魏君墨咬的并不重 更没有流血 只是他脖子上的位置 稍微有些敏感罢了 捂着脖子 男姑墨幽怨地望着他 怎么他也学会这一招了 吴翔 下次你再随意涉险 我就把你关起来 男姑墨 安安地吐了吐舌头 连忙安抚道 好嘛 这次是我不小心 是我的错好不好 咱们现在还是先关心一下 眼前的事情吧 剩下的回去再说行吗 魏公子深深地望他一眼 没有说话 男姑墨只觉心里发毛 连忙扬起一个甜美的笑容 君墨 魏公子叹了口气 伸手摸了摸他的脖子 将他揽入怀里 男姑墨唇边扬起一抹笑意 愉快地将自己 完全投入到他的怀里 香香 门外传来卢云峰 略带酒气的声音 男姑墨连忙站直了 回忆了一下卢香香的声音 用带着一丝睡意的声音道 大哥 什么事啊 你睡了 嗯 我有些困了 就些睡了 有事吗 卢云峰叹了口气 没什么 只是你走得早 有些担心你 就过来看看 我没事啊 这几天有点累了 大哥你也早点休息吧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卢云峰也喝了不少酒 有些头晕了 也没有仔细分辨 妹妹的声音 有什么不对 摇了摇脑袋 转身向自己的帐篷走去了 走了两步 回头望向前方不远处 靠近大帐的 那一个帐篷 眼底闪过了一丝 黯然和惋惜 叹了口气 还是转身走了 卢云峰走了 南姑墨也松了口气 他最多 能将卢香香声音 模仿到六七分相 若不是晚上 若不是卢云峰喝多了 只怕 也未必能够瞒得过去 回过头来 对卫君墨道 不用担心 走了 话因为路 自己就被一道禁风带着 跌倒在旁边的床上 南姑墨无奈道 君墨 一只手 掩住他的船 魏君墨淡淡道 别闹 一会儿还有事要做 休息 南姑墨有些好奇 魏君墨在北援军中 这几天 到底都查到什么 不过 魏公子显然 还在为南姑姑娘 太不将自己的安危 当一回事生气呢 并不肯告诉他 事情始末 只是勒令南姑墨在这里 好好休息 哪儿都不许去 然后 独自一人 闪身出了帐篷 被抛下的南姑墨 耸耸肩 干脆利落 养身躺在床上 闭眼休息了 很快 肯定会有一场 惊心动魄的事情 不愁没有好玩的时候 先休息一下也是对的 夜晚的北援 军中依然戒备森严 但是 这难不倒 轻功绝佳的魏公子 何况 他如今在北援军中 还有着正式身份 即便是遇上什么人 也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他 魏军末依然避开守卫 如一道隐藏在黑暗中的 幽魂一般 赏进了一个帐篷 帐篷里 正在上演着 万分香艳的一幕 卢香香痛苦地呻吟着 眼底满是恐惧和痛苦 但是 附在他身上的满身酒气的男人 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甚至 连他明显不对劲的声音 都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还是挣着满是血丝 暗沉的眼眸 疯狂地撕扯 卢香香身上的衣服 看到魏军末进来 卢香香挣扎得更加激烈 可惜换来的 却是男人毫不留情一个耳光 魏军末仿佛根本没有看到 眼前激烈的场景一般 扫了一眼 门口洋溢的烛火 轻轻弹指 灭掉火光 仅有的两盏灯火 灭掉一盏 整个帐篷更加昏暗起来 魏军末扫了一眼整个帐篷 走到床榻旁边一个柜子前 伸手扯过地上衣服中的钥匙 打开柜子 翻找了一番 从里面取出了几封信尖 翻看信尖内容之后 眼神越发冰冷 卢香香艰难地想要求救 但是被制住穴道的他 只能发出痛苦的低音 看到魏军末站起身来 连忙向他投来祈求的目光 救我 求你 可惜 魏军末留给他的只有冰冷无情的眼神 仿佛眼前不是一个备受欺凌的少女 而是一个毫无用处的死物一般 卢香香香心中绝望不已 再也想不起来 他之前面对南宫墨时的得意和恶意 他曾经享受地幻想着 让自己极度不已的女子 沦落到这个地步的景象 却不知道 最后落得如此田地的人 会是他自己 魏军末脸上神色丝毫未变 随手抽出一把匕首 放在床边他触手可及的地方 救我 那假的呼吞显示早已失去理智了 否则 一个人这么明晃晃 站在床边 就算是再怎么反应慢的人 也该看见了 卢香香伸出一只手 想去招魏军末的衣角 黑色衣角从他指尖划过 他只抓了个空 很快又被人抓住手臂按回去了 魏军末却只是冷冷地扫他一眼 毫不犹豫转身走了 帐篷里 只留下色欲熏心 酒气冲天的男人 和毫无反抗之力的女子 绝望的眼神 男姑墨还没睡着 魏军末就带着一身寒气回来了 连忙坐起身 好奇问道 你去做什么了 魏军末取出那几封信 避兼地给他 男姑墨抄出来一看 也不由得一惊 卢麒麟将大厦兵关兵力部署 和朝中局势消息 卖给北渊人 魏军末点点头道 不止 还给北渊人提供了大厦边境 哪些地方粮食将会丰收 哪些地方有重兵驻守 好让他们顺利地抢劫 卢香是北渊留在大厦的探子 未必 不过是财昂动人心罢了 如果他们是北渊人 不过现在还不知道 眼前这个所谓的 呼军元帅是假的 做点什么不好 偏要作死 咱们要走了吗 也难怪燕王不喜中原商贩 前往北渊做生意 而是实在有不少 如卢麒麟这样的黑心商人 完全不顾国家利益 向外族贩卖情报 不 魏军末摇头道 南姑墨猝霉 明天一早 整个军中肯定会知道有人混进来 现在不走 到时候只怕不好脱山了 就算找不到北渊王亭和胡敦 这次也不能白来 南姑墨眼睛一亮 杀了那个假货 魏军末眼底闪过一丝暖意 那个假货已经有人动手了 我们需要除掉这些人 抽出一张单子 递给南姑墨 南姑墨一眼记住上面几个人名字和特征了 点头道 嗯 好 清晨 天色微凉 宁静的军营中所有士兵都已经起身出营操练去了 只有负责守卫和早善的士兵还在大营中忙碌着 一声惊恐的叫声从一处帐篷中传来 不好了 元帅死了 一个北渊士兵以北渊化惊恐地叫着 很快就有人冲入帐篷 但是看到的景象却让他们呆住了 原本他们还以为是有刺客潜入军中 却没想到 大帐中的情景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床榻上 护盾高大的身形扬倒在床上 胸口插着一把匕首 脸上表情还带着震惊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显然已经死去多时了 床的另一边 卢香香浑身是血 目光呆滞 特别是他的右手 几乎被鲜血染红了 他紧紧抓着自己的衣襟 但是 已经被撕碎的衣领上 依然露出轻轻子子的斑斑印记 还有喉咙上 那个触目惊心的纸痕 几乎所有人 立刻就明白出了什么事了 想必是呼敦想要对这个女人用墙 却被他一刀给刺死了 而呼敦临死前掐住他的脖子 想要掐死他 可惜这一刀刺得太深 即使是呼敦这样标情大汉 也没来得及最后为自己报仇 只是在他脖子上留下了一圈纸痕 这个女人杀了大元帅 快去请将军们过来 不只是军中几位将领 闻讯赶来 就连卢启麟父子俩 也被人压了过来 看到帐中情形 卢启麟眼前一黑 险些晕倒过去 香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 卢香香仿佛傻了一般 不动也不开口 一个将领 怒顿着卢启麟道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就是这个女人杀了大元帅 你们中原人果然不是好东西 来人 给我将这三个人推出去砍了 等等 将军 这里明明还有一个女人 现在怎么会不见了 我女儿怎么会在这里 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 卢云峰这时才反应过来 联盟道 香香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会 我昨晚去你帐中的时候 你不是要休息了吗 怎么会 卢启麟心中一惊 侧手看向卢云峰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就是我们离开大元帅的搭帐之后啊 那时候大元帅也已经离开了 如果香香当时在 那怎么会 你确定在帐中的是香香 卢云峰一愣 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 昨晚他心情也不太好 喝了不少酒 他并没有进去看 自然不能绝对肯定 当时跟自己说话的人 到底是不是妹妹 如果不是 那么当时说话的就是 听到他们父子对话 将领皱了皱眉 立刻转身出了帐篷 立声道 来人 立刻去 一道禁风从远处破空而至 那人话还没说出口 只觉心口一阵剧痛 正正低头 一只羽箭不偏不倚 正好射进他的心口 大帐里众人 只来得及听到 长剑破空的声音 然后就看到 站在门口的人 直挺挺地倒下来 大个身子砸进帐篷 来人 有刺客 监狱的号角声在军中响起 原本还有些安静的军营 立刻沸腾起来 不远处 穿了一阵马而思鸣声 然后就看到 大营后方火光冲天而起 火光中 两匹骏马朝着这边狂奔而来 一匹白马上 坐着一个穿着蓝色 北原服饰的年轻女子 另一匹黑马 却是空着的 女子坐在狂奔的马背上 身情却是安然泰山一般 温丝不动 韩笑看了一眼 朝他冲过来的北原士兵 随手射出几把暗器 便将人放倒在地上了 又是一只羽箭 射将站在帐篷前的将领 一个人应声倒地 还有一个人 他在那里 一个黑色的身影 从不远处的帐篷后面 拔地而起 凌空抽出了一柄软件 朝着帐篷前的众人挥了出去 灵力剑气 立刻化作一道死亡之剑 袭向在场的每一个人 卢气凌立声叫道 龚军轻 马背上 南姑墨催生笑道 卢先生 这次可要多谢你了 魏军墨凌空翻身 稳稳落在 跟在南姑墨身边的黑马背上 并不去关心 方才那一剑的成果 而是继续朝着前方冲来的士兵 挥出了第二剑 然后一拉将手 两个人两匹马 朝着军营大门口 冲了过去 抓住他们 绑剑 南姑墨随手抽出 腰间的长边一盏 长边朝着待在一边 还没有回过神的 卢云峰卷了过去 长边缠住 卢云峰的腰一拉 卢云峰立刻飞了起来 被人甩到魏军墨的马背后面 然后晕死过去了 同时 南姑墨另一只手 将几个药瓶扔出去 在一阵五颜六色烟雾之中 两匹骏马 飞奔而去 至于那匆匆赶来 不过几十只仓促射出的羽箭 纷纷被长边扫落在地上 那骑兵发出今日的号声 想叫回马 但是两匹骏马 丝毫不听号令 载着人绝尘而去了 一个骑兵叫道 那不是军中的马 不是军中军马 就还有那位先生属下 带来的马了 想要从数十万骑兵中逃走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冲出军营的时候 原本在外面训练的兵马 听到号角 纷纷往回赶 但是 数万匹马 突然聚集在一个地方 显然也是个麻烦事 南姑墨毫不犹豫 在骑兵最集中的几个方向 扔下了几个药瓶之后 跟着魏军墨 一起从还没来得及 完全合围的大军缝隙中 冲了出去 身后大军中 被南姑墨的药撒到的马 突然狂躁地跳动起来 虽然只是区区几十匹马 出了问题 但是几十匹骏马 集体狂暴 也不是一件好对付的事 更不用说 还有跟前火光冲天的军营 以及不知为何 突然烟火四起的周围 一时间 整个军中一片混乱 南姑墨和魏军墨的马 不愧是千里挑一的宝马 只是一转眼功夫 已经奔出老远 飞速消失在众人眼里 只留下蓝衣女子愉悦的笑声 这里毕竟还是北原地盘 南姑墨和魏军墨 也不敢多坐停留 避开之前的两个小镇方向 一口气奔出一百多里 方才勒住缰绳停了下来 回身再看茫茫草原 南姑墨不由输了口气 今天过得可真是分外刺激 休息一下 我们要尽快离开这里 南姑墨点头 他们将北原军中闹得一团糟 等到北原大军 真的出来追捕他们的时候 就算他们真的能够 以一挡万 只怕也不行了 南姑墨翻身下马 扯过气在马背上的水囊 喝了一口 翻身递给魏军墨 魏军墨也仰头喝了一口 重新挂回马背上 醒了就起来 被挂在马背后面的卢云峰 不知道何时已经睁开眼 闻言 立刻抬起头 眼睛通红瞪向魏军墨 翻身下马 怒吼一声 朝着魏军墨扑了过去 南姑墨叹气 上前一步 在魏军墨动手之前 一脚将他踹飞出去了 卢云峰捂着肚子 痛苦地坐在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只能恨恨地瞪着眼前两人 你们 根本就不是什么 出来游历的兄妹 你们不也不是什么 普通商侣吗 卢云峰脸色变了变 他父亲到底跟北渊人做了什么交易 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 却也还是能够猜到一些的 卢云峰红着眼睛问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所往相乡的事情 都是你们做的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一章 南姑墨淡淡地看着他 如果你想看我愧疚 那大约要失望了 如果我们真的只是一对 普通兄妹的话 今天早上 面对那个情景的人 就是我了吧 对手无腹肌之力的无辜者 没有丝毫怜悯之心的人 没有资格让别人怜悯 想起这两天 父亲和小妹的计划 卢云峰痛苦地闭上眼 只是清军的容颜 不停地抽搐着 脸上肌肉 开始扭曲纠结起来 胡敦元帅死了 这两个人还杀死 好几个军中将领 这些人是被他们 卢家带进军中的 他可以想象到 被留在军中的父亲和小妹 最后会遭遇到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带我出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抓我出来 也问不出任何东西 南姑墨怂怂间 没有说话 魏居墨轻哼一声 一把拉过南姑墨 扣入怀里 低头吻上他的红唇 南姑墨一照 想要说话 却抵不过他 坚定地 不容拒绝地伸吻 只得伸手 轻轻缓住他的腰 轻轻地闭上眼 卢云峰呆呆地望着 眼前拥吻的两个人 失魂落魄 等到魏公子终于满意了 才放开南姑墨 抬手轻轻将他 垂到脸上的发丝 勾到耳后 南姑墨没好气 翻个白眼 魏公子勾勾唇脚 也不说话了 如果王霸在 肯定忍不住在心里 骂一句狗男女 不过现在的卢云峰 却没有这个心思 经过了一连串的震惊 卢云峰反倒是 有些冷静下来 抬头含恨望着两人倒 你们想要做什么 南姑墨叹气 有些为难地 看向魏军墨 其实 卢云峰真的是个麻烦 如果不带出去 卢云峰肯定要死在 北援军中了 但是带出来 放走肯定不行 出了这样的事情 很难说卢云峰会不会 含恨之下 彻底投靠北援 但是带回幽州的话 燕王绝对饶不了 卢家这样的人的 魏军墨淡然道 带回去 无妨 我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我爹和香香 还在北援人手里 南姑墨望着他 你觉得 卢麒麟和卢香香 还能活着回来吗 卢云峰眼底 闪过了一丝恨意和痛苦 南姑墨淡然道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就要有承受后果的准备 你们卢家的所作所为 卢公子当真觉得无愧于心吗 先被豁出命 却将北援人赶出重园 你们却将大厦兵力部署 和兵关消息 卖给北援人 那些辛辛苦苦劳作的百姓 跟你们有什么仇什么怨 还是说 果真是商人眼中只有金钱 连半点良知都没有吗 你自己看看吧 南姑墨将手中信尖 抛到他的跟前 卢云峰伸手 曲简递上信尖 却在触摸到那熟悉的自己时 忍不住颤了颤 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 看着眼前几欲崩溃的青年男子 南姑墨心中也多了几分怜悯和同情 比起卢麒麟和卢香香妇女 卢云峰虽然稍显懦弱 却还算是一个心地不错的青年 也许几十年后 他也可能成长为 如卢麒麟那样 重力轻易的商人 但是现在 他毕竟还是由良知上存的 魏君墨居高临下 冷眼看着眼前的卢云峰 只是默然道 卢氏叛国 论罪当诛 卢云峰脸色微变 卢家并不只是他的父亲和妹妹 还有他 那么多的长辈兄妹 还有他的母亲 卢家上下上百口 未必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 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 卢云峰一时间 不知该恨眼前的两个人 还是该恨将卢家置于 这样境地的父亲 或者是该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你们 南公墨看着他 卢公子 令尊的事情 就算不死在北援军中 回到关内 无论是宁王还是燕王 都绝不饶了他 你若是能够将功补过的话 祸可赦免 卢氏满门 卢云峰低头不语 远处一阵马蹄声飞奔而至 南公墨眯眼 沉声道 是水阁的人 我们先走 来不及了 既然不怕死 先解决了这些人再说 来的人并不算多 大概也就十几个人 都是一袭黑衣 衣巾上绣着水阁的标志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 每一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片刻之后 这些人就奔到三人跟前 将他们团团围住了 为首的黑衣男子 打亮了一眼 魏君墨身上的黑衣 顿时脸色十分难看了 被人穿着自己人的衣服 混入军中 还杀了那么多人 他们都完全不知 简直是奇耻大辱 盯着眼前出类拔萃的 一男一女 为首的黑衣男子 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心中不由一跳 沉声问道 不知两位 可是魏公子和星成郡主 魏君墨有些诧异 挑了挑眉 你倒是好眼力 为首的黑衣人苦笑 若真的是好眼力 就不会现在才猜出 眼前这两个人身份了 世人皆知 魏公子俊美绝伦 还有一双诡异的子眸 但是这个俊美绝伦 其实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 因此 很多人记住 魏公子的特点的时候 记得都是那一双子眸 因此 刚刚出事的时候 即使听说是那一男一女 他们也没有第一时间 将这件事情 联想到这两人身上 直到此刻 眼前这对男女 若不是魏君墨和男公墨 他们还能是谁呢 原本还是十几个人 气势汹汹围着三人 但是现在 看起来倒是那十几个人 比他们三人 更加紧张一些 为首男子 心中暗暗叫苦 若是早知道是这两个人 他又怎么会 只带十几个人就追过来 要知道 这两位无一不适 手底下血腥无数的 就连当初独霸江东的七星连环阁阁主 都在魏公子手里 死得不明不白的 其实他不知道 认真算起来 金平义的死 他家主子也绝对要算一份的 男公墨好奇看着 明显有些犹豫不决的人 笑道 你们家宫阁主不在吗 男子没有答话 男公墨确实了然 点了点头 看来 宫玉成现在确实是不在附近里 你们打算怎么办 男子叹了口气 抽出随身携带的宝剑 魏公子 兴成郡主 得罪了 虽然他并不十分想要跟这两人交手 但是 如果让这两个人 就这么从他们跟前 大摇大摆地走掉了 回去之后 他们只会死得更惨 剩下的黑衣人 也跟着拔出刀剑来 一副随时准备动手的模样 对于自家主子的性格 他们显然也是十分了解的 魏君墨垂眸 淡然道 吴侠 你休息 男公墨微微点头 站在一边 一副不打算插手的模样 这十几个黑衣人 都是水阁中的精锐 武功自是不弱的 但是 还远远不是魏君墨的对手 卢云峰脸色苍白站在一边 看着跟一群黑衣人 打成一团的魏君墨 只见魏公子 手中撕归剑剑气纵横 一朝一室 仿佛都带着毁天灭地的破坏力 令人根本不敢面对面 跟他交锋 这些黑衣人 同样也只能仗着人多 四处游走 意图消耗魏君墨的实力 只是 这样打算 跟薛滨拉了整个签户所的人 打车团战一样的不科学 他们武功虽然比寻常士兵 高强十倍 但是 人太少了 另外 跟薛滨等人动手 魏公子既没有用权力 也不会逃走 但是跟这些人动手 自然就没有这个顾忌了 南宫墨靠在马儿身上 笑盈盈看着战团中的魏君墨 心中也不得不感叹 魏君墨的实力 即使他觉得自己武功 已经算是相当不弱了 但是 他依然怀疑 自己此生 能否达到魏公子这样的程度 身后不远处 卢云峰趁着南宫墨专心观战 不着痕迹朝后面退去 退了几步之外后 立刻转身朝着后方掠去 他还没来得及 奔出几步 一根鞭子卷住他的腰 轻轻一转 就将他拉回来 卢云峰跌倒在地上 咬牙瞪着南宫墨 南宫墨也不看他 目光定定的望着人群中 只是淡淡倒 我劝你不要乱跑 下一次 我便不会如此客气了 卢云峰沉默良久 方才道 方才那人叫你星成郡主 即使远在习州 星成郡主的名声 卢云峰还是听过的 开国名将南宫墨的嫡女 上过战场 跟随魏公子远赴灵州 凭过叛乱 当军天子最忌惮的人中 绝对也有他一个 这样的女子 想起曾经自己对他的心思 卢云峰只觉又是羞愧 又是可笑啊 这样的女子 他怎么配得上啊 他怎么敢去想啊 没想到 竟然有幸认识星成郡主 真是三生有幸 卢云峰一字一顿道 南宫墨侧手看他一眼 卢氏叛国 卢麒麟非死不可 我求你出来 只因你良知未绝 你若是觉得我错了 南宫墨将一把匕首扔回地上 正是那晚 卢云峰偷偷给南宫墨的 只听南宫墨诞声道 你可自猜 我不阻拦 只要卢氏一族没有异心 我保无辜之人一条生路 卢云峰伸出手 捡起匕首 闭目思索良久 方才睁开眼睛沉声道 不 我给你们回去 南宫墨点点头 手一抖 长边从卢云峰腰间滑落了 两人说话的这会儿功夫 那边战场上 已经被卫君墨砍得七零八落了 仅剩的几个火口 也趴在地上站不起来 卫公子提着燃血的软剑 朝着他们走来 一抖剑身上血痕 卫君墨收剑归鞘 沉声道 我们走吧 那几个 南姑墨抬抬下巴 问道 不用管他们 这是要向公女臣示威吗 又一阵马蹄声 朝着这边奔来 当前一人 快马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还没有走近 就发声大叫着 你们两个给我站住 王寨主 你这是 王霸身后跟着大大小小上百旗 而且一个个都带着不少行李 看上去不像是来送行的 王霸一跃下马 没好气道 你们两个害得老子好苦啊 南姑墨扬眉 王霸磨牙 老子帮你们烧了护盾的军营 一门钱好处没落下 你们拔队就跑 说好的卢家货物五五分呢 货物呢 说好的会付钱呢 他们付的钱就是 北原大军的围剿嘛 幸好老子留了个心啊 不然还不被这两个人害死了 王霸还想说什么 眼睛 飘到不远处那一地尸体 可看起来 即将成为尸体的人 顿时没了声息 跟在身后的马贼 也已经到了跟前了 看到这一幕 不仅是人没了气眼 连马儿都不由得有些躁动 南姑墨多少是有些愧疚的 他们只顾着跑路 还真的忘了王霸的事情了 他们从军中冲出来的时候 多亏王霸带人 在周围放了几把火 造成不小的混乱 你们这是 南姑墨看了看众人 王霸没有这么快 就能将整个寨子搬空吧 还是说他小看了这位了 王霸哼哼得意当 你去军营前 要我召集人手在外面接应你们 老子就知道 你们两个要整出什么幼额子 干脆叫人 全部收拾的行李下山等着了 你们俩果然打算来账 原本只是打算搬个家 以防万一而已 等到风头过了 还可以再回来 没想到 这两个家伙居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 还直接跑了 王霸当场决定 带着家小跟过来追战 因为这两个家伙 连老家都丢了 这两个败家子 不陪他 他也绝不肯罢休的 就算追回关内 也必须把这笔账讨回来 魏公子淡淡地扫了王霸一眼 王霸立刻闭上嘴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其实 他又办错事了吧 来找个杀神讨债什么的 他脑袋绝对是被门夹了 再看看不远处 满地残枝断壁 王霸哈哈一笑道 那个真巧啊 我们打算搬家 没想到在这里又碰到两位了 猪马贼奇奇掩面 有这样的老大 真是丢马贼的人啊 魏君墨看着王霸 沉声道 跟我们回关内 那不行 王霸立刻摇头 他们都是山贼土匪 回到关内 无论是被燕王还是宁王抓了 都是一个死啊 以前的事既往不就 若是再敢围护百姓 他们就是你们的下场 地上半死不活的水阁中燃 我们没有围护百姓 王霸有些犹豫 他会带人跟上来 自然也是有 想要回归中原的意思 这次跟着他来的 也基本上 都是从关内带来的人 毕竟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关外他们是肯定混不下去的 但是 他不能确定 跟着魏君墨回去 到底对不对 万一一回去 魏君墨就翻脸呢 魏君墨轻横一声 随手甩了一个牌子 到王霸手里 王霸连忙揭在手中一看 四爪金龙金牌 中央刻着一个 古朴霸气的烟子 王霸连忙紧紧握住金牌 你是阴王的人 魏君墨懒得理会他 只是问道 走 还是不走 王霸思索片刻 狠狠咬牙 点头道 走 两个人来 带着一群土匪山贼回去 魏公子真是天生混黑道的料啊 不是杀手头子 就是土匪头子 南公墨靠着马儿 笑咪咪地想着 在别人地盘上 做得太过分 是要遭报应的 南公墨深谙这个道理 所以 即便他们一路上 尽力避开 北原驻军 日夜不停 向边关的方向感 却还是在 距离边境 几十里外的地方 被北原大军追上 看着那奔腾而来 震得几乎连大地 都在震动的庞大骑兵 王霸跟在两人身边 忍不住抖了抖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打呀 王霸伸出手 指着躺 手指是颤抖不已 打 你以为你谁呀 天生的神仙下凡 那么多骑兵 就算马蹄子 也能踩死咱们这点人 完了完了 跟着你们混 真是老子豁了头了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当初 我才会去劫你们两个灾行 那你说怎么办 我现在去求饶 来不来得及啊 你可以试试看 王霸看看 那朝着他们 狂奔而来的骑兵 吞了口口水糖 还是算了 老子是讲义气的人 怎么会贪生怕死 只是对不住 这么多兄弟了 南姑墨也不由 被他逗笑了 放心吧 你死不了 这里距离边关 就几十里地 你觉得 北渊这么多骑兵调动 边关的守军会不知道吗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二集 王霸轻蔑地看他 我当然知道 但是你觉得边关守军会为了咱们几个人 王霸的话还没说完 远处隐隐传来马蹄声 南姑墨倾向一声 拍了一下马儿笑道 哼 快走 援兵来了 果然 很快黑色的骑兵和骑子 就铺天盖地出现在天地的尽头 远远的 就能看见 当先最前面的旗帜上 绣着一个大大的烟子 阴王 迎风说话的后果是 冷风刷刷地往嘴里灌 险下枪着 旁边兄弟看不过眼 在他马背上拍了一下道 老大快走 北渊人要追上来了 南姑墨和魏军墨早就一马当先 跑到最前面去了 看到大厦兵马 北渊骑兵很快就停住了 并没有继续追过来 于是两军之间摇摇隔着几里对峙着 燕王一身戎装 翻身下马 沉声叫道 军墨 不行 南姑墨和魏军墨 策马到大军前 勒住了江上 双双下马见利 舅舅 舅舅 听到舅舅两个字 刚刚冲过来的王霸 险下一头栽倒在马背下呀 这两个居然叫燕王舅舅 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 跑到关外草原浪 还害得他们无处容身 吃饱了撑了吗 燕王看看两人 明显松了口气 拍了拍魏军墨肩膀倒 没事就好 辛苦你们了 魏军墨微微摇头 没有说话 表哥表嫂 关外好不好玩 站在燕王身边 同样是一身戎装的 却是肖千炯和肖千伟两人 肖千炯先就忍不住开口 肖千伟无奈倒 表哥表嫂又不是出去玩的 父王很是担心 表哥表嫂的安危呢 两天前 就已经待人在这里等着了 若不是底下人拦着 只怕还想要更深入北渊腹地了 那就真的是北渊人不想打 要打起来了 让舅舅担心了 一路上并没有什么危险 表嫂 这些人是 肖千伟 有些好奇地看了一眼 他们身后的数百旗 燕王扫了一眼 就对这些人身份 心中有数了 拍拍刺子肩膀 沉声道 回去再说 是 父王 一行人回到关内 南宫墨等人 直接被燕王带进自己大帐之中 陈运和朱虹等人也在等着 原来 听说魏军墨带着南宫墨 深入北渊 三四天还没回来 燕王就亲自带着大军 等在边关了 随时准备接应 如果再过两天还不回来 燕王就准备 要重新召集令长风等紫霄店众人 进入北渊救人了 看到燕王带人进来 陈运和朱虹 连忙起身见利 再看看南宫墨和魏军墨 也都是双双地松了口气 王爷对魏公子的看重 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魏公子本身也是才能非凡的 将帅之才 若是出了什么事 不仅大长公主那里不好交代 就是对幽州魏 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啊 燕王点点头 挥手示意他们坐下 看向坐在下手的魏军墨两人 最后将目光落到南宫墨身上 说说吧 你们一去这么多天 都出了些什么事 南宫墨看了一眼 在场的都是燕王亲信 也不隐瞒 将一路上的经过细说了一遍 温言 众人都不由地变了颜色 就连最沉稳的陈玉也忍不住问道 郡主说的是真的 你们真的找到了呼吞的大营 还杀了呼吞 南宫墨遗憾摇头 魏军墨说 那个呼吞是假的 众人结实一浪 纷纷看向魏军墨 魏军墨微微点头 表示南宫墨说的没错 陈玉不解道 呼吞怎么会是假的 难道他们事先知道 魏公子和郡主会去行刺 这不可能啊 他们不是临时起义去自杀的吗 南宫墨沉吟片刻 北原人应该是早就防备着郡墨了 毕竟 又将魏军墨跟龚玉尘 紫霄殿和水阁恩怨说了一遍 燕王皱眉 这个龚玉尘 是已经投靠了北原 南宫墨点头道 应该如此 水阁的势力 如今在关外分布颇广 军墨最先就是扮成水阁的人 混进军中的 北原人完全没有起义 可见 他们对水阁的人颇为信任 龚玉尘只怕是在北原王庭 也很能说得上话了 只可惜 没能找到北原王庭 也不知道 他如今在北原王庭 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们查到的已经足够多了 岂能奢求凡事尽身尽美 王爷说得不错 魏公子和郡主带回来的这些消息 咱们可是派出去多少探子 都不一定能够查得到的 南宫墨想起一事来 从袖中抽出一张纸尖道 这上面的人应该都死了 燕王接来一看 不由也愣住了 陈宇和朱虹见燕王这般神色 都有些心急了 又碍于燕王身份不好催促 幸好 燕王爷只是愣了一下 就抬手将指尖交给朱虹了 陈宇立刻探过头 仔细看起来 两人忍不住露出震惊的神色 蒸南将军阿树 昭勇大将军纳森 还有明威将军孟和 这些人 这些人都死了 纸尖上写了大概七八个人的名字 但是如今北渊和中原交流并不频繁 能让陈宇叫得上名字 连封号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显然都不是简单人物 这其中 陈宇认识的就有三个 一次杀了北渊一个二品大将军 两个三品将军 这实在是 看剩下那几个名字和职位 显然也至少都是正四品以上的武将 南姑墨点头笑道 这个 应该是死了吧 只要魏公子没有失手的话 魏君墨抬眼 墨然道 死了 好 太好了 朱红突然朗声大笑起来 起身朝着燕王拱手道 王爷 魏公子立下如此大功 何该封赏才是 我 燕王挑眉 看向朱红 朱红对魏君墨不喜 燕王是心知肚明的 如今 朱红亲自出面为魏君墨讨赏 倒是有些意外了 朱红自然明白 燕王是什么意思 不由的摸了摸鼻子道 这 末将只是觉得 应该赏罚分明吗 不管他对魏公子是什么观感 有错要罚 有功必赏 更何况 或许他之前对魏公子的意见 未必便是正确的 燕王也没有打算 让自己心腹下不了台 点了点头 含笑看向魏君墨道 君儿 说说看你想要什么 魏君墨抬眼 淡淡的看了燕王一眼 末将带回了一些人 求王爷赦免他们 燕王殿下抽抽嘴角 目光草象 站在大仗一角的王霸和卢云峰 就是他们 卢家的事情 本王会知会宁王一声 剩下的又是什么事 魏君墨道 马贼 看到燕王皱眉 南姑墨含笑开口道 卢公子先下去休息吧 王斩主留下说话便是 卢云峰也知道 比起王霸这个马贼 自己的身份其实更加尴尬 陈末朝众人滚攻手 转身告退了 王霸有些忐忑不安上前道 这个草民见过燕王殿下 虽然他当年被宁王兵马追着到处跑 在关外也是自由自在 但是王爷这么大的人物 还是第一次见 更何况 燕王本人就坐在那里 气势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上的 燕王靠着椅子 有些懒懒地打量他 在关外 是你帮过君墨和吴侠 王霸看看南姑墨 嘿嘿一笑道 草民只是 帮点小忙而已 说说看 当年你在喜州干了些什么 被老师欺追着到处乱跑的 王霸苦着脸 回王爷 小民真的没做什么呀 旁边陈玉有些乐了 做土匪的还能没做什么吗 没做什么 能被宁王殿下的兵马围剿 不过 能从太宁卫手底下逃出来 说明你小子还有几分能耐 王霸叹气 只觉得自己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吐 他虽然是个土匪 但是也不是无恶不作的好吧 就是偶尔打劫一下过路的富商 返乡的高官怎么了 他一不杀人放火 二没祸害百姓 宁王殿下是一道喜州就藩 二话不说 带着太宁卫看到山寨就烧 见到土匪就杀呀 简直比土匪更像土匪 看着他苦逼的模样 燕王也有些乐了 笑道 老十七年纪七 早几年刚就藩的时候的动静 本王也听说过 当时还有不少土匪往幽州跑呢 看来这确实是个漏网之鱼 王爷 小明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 求王爷明鉴 王霸连忙道 燕王摸着架巴 淡淡道 留你们一命也不是不可 不过 你又有什么价值让本王留下你们的小命 这个 王霸求求地看下南姑墨 南姑墨垂眸忍不住笑道 王爷 王寨主对北原腹地还算熟悉 哦 对对对 王霸灵机一动 连忙道 小明等人在北原住了许多年 对那片十分的熟悉 本王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燕王点点头 也没有说到底要不要赦免他们 看着王霸呆滞的模样 南姑墨轻壳一声道 王寨主 先下去休息吧 王霸回过神来 哦 是 隐约感觉到自己和兄弟们的小命 算是保住了 看着王霸出去 燕王才回过头 看向魏军莫道 这就是你的要求 还有别的吗 属下 闭嘴 不会说话就别开口 现在没有外人 什么属下属上的 燕王美好气道 魏军莫抬头 面无表情 望着怒气冲冲的燕王殿下 南姑墨觉得 自己清楚地从某人眼中 看到四个清晰的大字 无理取闹 燕王也觉得 跟着小子说话肝疼 侧手问朱红 你是他的上司 你怎么说 这个 朱红没难道 魏公子这次功劳可不算小 这封赏 若是小了只怕不合适 王爷恐怕也不会高兴的 但是 身为义军统帅 他的权限好像最大 也只能提拔魏公子 做自己的副将而已 但是 才刚刚从军不过半年时间 这样从百户 一路调到副将 真的没问题吗 还不如当初直接空降呢 朱红看向陈玉 他们几个将领中 救赎陈玉最是足智多谋 陈玉眼观鼻鼻关心 我没看见 没看见 这只是魏公子升职的问题吗 愚蠢的莽夫 这个 还请王爷决断 朱红灵光一闪 将球又踢回去了 燕王不由一笑 大量魏君墨良久 方才道 既然如此 幽州都指挥使 谢力将军那里 还缺一个同志 你过去如何 魏君墨皱眉 看向南宫墨 燕王哪里还能不知道 他什么意思 大方的一挥手 幽州都指挥同志 是从二品的职位 可以带家眷上任 你觉得何用的属下 也能带过去 不可超过一百人 众将领无语 王爷 您要走后门提拔外省 也藏着掖着点 幽州都指挥同志 从二品的正经武将 这可是朝廷的正规受职 虽然权力肯定没有 他们这些统领异军的将领高 但是比起他们这种 给王爷打工的 这个位置 可是有朝廷受职 发军饷的 最重要的是 燕王到底是怎么把自己的亲外生 塞进历来被朝廷将领 把持的严严实实的 幽州都私的呀 金陵那位真的会准吗 魏公子过去真的不会被人啃得 连骨头都不剩吗 朱宏忍不住劝道 王爷 这是不是 虽然之前对魏公子有点意见 但是 他还是不想看着 这么一个才能出众的人 被朝廷那群坑货给坑死了呀 虽然名义上都叫幽州卫 但是 由朝廷指派的幽州都私指挥使 跟他们这些燕王心腹的幽州铁卫 可从来都是两条道上的人 谁倒霉踏进对方地盘 都要掉下一层皮了 王爷这是真想提拔外省 还是想要弄死外省了 倒是陈玉想得更多一些 挑了挑剑梅若有所思 燕王扬梅看着魏君墨道 怎么 不敢 魏君墨并不吃鸡酱法这一套 只是淡定道 属下遵命 很好 幽州都私大营距离这边也不远 回头你们收拾好了 调个日子过去就行了 正好马上又要天凉了 今年别再让本王看到谢力在那里 给本王摩阳功 舅舅 魏公子乌语 想要什么 诏书 没有皇帝诏书 想要幽州都私大营去任职 不被人万箭齐发 当骗子射死才怪呢 燕王殿下大悟 哦 时间还早 那就过两天再说吧 赵书还没到呢 萧芹也那小儿那里 也没那么好运作 刚出大仗 萧芹九舅巴巴的追上了 表哥表嫂 南姑墨回头 有些好笑的 看着他闪闪发亮的眼睛 虽然成婚了 但是却还是个孩子呢 秀眉威扬 问道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萧芹九得意道 父王说成亲就是大人了 以后军中士卿都会带着我们的 原本对成婚还没什么感觉 但是有了这个好处 萧三公子就觉得成婚 简直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南姑墨叹气道 你们刚成婚就出来 萧芹九潇洒地一挥手 男儿志在四方 果然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南姑墨道 如果长时间不回去 记得有时间 就给舅母和爷儿写信 萧芹九摸摸脑袋 受教地点了点头 萧嫂 官外好玩吗 萧芹九问道 知道自家表哥邓贤不爱搭理人 他直接问南姑墨 南姑墨笑眯眯地看他 萧芹九缩了缩脖子道 萧嫂 说说看嘛 我又不是想要干什么 就是好奇 还行吧 不过 万万比不上官内繁华 那是自然 萧芹九傲然道 看看两人 眼珠子一转道 表嫂 我跟你们 一起去表哥的猥琐吧 你表哥只是个千户 妙小 可装不下你这个郡王 萧芹九 顿时垮下 还有些稚嫩的小脸 无精打采刀 表嫂 你别说什么郡王了 烦都烦死了 怎么 魏君墨拉着南姑墨往外走 萧芹九 见魏君墨没赶他 立刻巴巴跟上去 一边低声嘟囊 自从封了这个什么鬼郡王 好像哪都不对劲了 都怪皇帝 好好的没事 爷也没求着他封绝呀 南姑墨没好气 在他脑门上拍了一下 笑道 你一个亲王嫡子 早晚都是要封郡王的 难不成 还真打算混一辈子啊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四集 萧芹九叹气道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 总觉得封了郡王之后 事情就多了很多 还有许许多多 奇怪的人 奇奇怪怪的事 就连府里的气氛 好像也变得不太对位了 彪嫂 我不想回去 让我跟着你和表哥吧 南姑墨和魏君墨对视一眼 南姑墨笑道 我们一时半刻也还走不了 你想去玩几天也行 是不是 又出什么事了 萧芹九抓抓脑袋 皱眉道 有父王和母妃在 能出什么事啊 只是 很多以前没有的人 都好像不知 从哪儿钻出来了 总是说一些 似是而非的话 让人听着 就觉得不舒服 是不是 千尺和千尾出什么事了 萧芹九一呆 愣愣的 望着南姑墨半晌 才回过山来 叹了口气道 最近二哥好像很忙 经常有很多人来求见他 请他办事或者什么的 前些天 二哥手下一个人 跟大哥跟前的人 起了冲突了 大庭广众之下 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 虽然没有大哥和二哥的 什么事 但是 我总觉得 府里气氛 有些难受 这就是怎么处置的 萧芹九道 那两个下人 被父王处死了 大哥和二哥 每人挨了十鞭子 如果真的只是 两个下人之间的冲突 就算是话说的难听一些 也不至于 就直接将人处死了 只怕 这个所谓的冲突 内幕也不简单 南姑墨叹了口气道 你别担心 这些事情 你父王会处置的 萧芹九 怂怂见道 我也没有担心啊 只是觉得烦而已 以前虽然我和二哥 有时候也跟大哥不对付 但是 也没有这种感觉呀 这大概就是 长大的代价吧 以前萧芹九跟萧芹赤不对付 纯粹是属于性格不合 兄弟之间正常的磕磕绊绊 但是现在就未必了 说起来 萧芹叶这一次 确实是打了一手好牌呀 表哥 表嫂 三弟 萧芹尾 从后面跟上来 韩笑跟三人打招呼 南姑墨看了看萧芹尾 依然是玉树临风 王侯公子做派 丝毫看不出 几天前 才刚刚的挨过 一顿鞭子的模样 二哥 我来替父王传个话 父王请表哥表嫂过去 有事想上 可是咱们刚出来 萧芹炯不解道 父王有事 刚刚一起说完 不就得了吗 父王大概是 有什么提及的话 要跟表哥说 刚刚陈将军他们 不是都在吗 好吧 萧芹炯怂怂见 反正他是完全不想 跟父王说什么提及话 也想象不出来 那个场面的 南姑墨点点头 笑道 好 我们这就去 辛苦你了千万 表嫂严重了 两人回到燕王大帐 帐中果然只剩下 燕王独自一人了 听到是非禀告 立刻开口 让两人进去了 舅舅 燕王点点头 让他们坐下来 两人走一边坐下来 大帐里 一时沉默无声 燕王不说话 魏君墨也不着急 就像是在比 谁更淡定一般 于是看看他们 南姑墨觉得自己 也更加淡定了 好办赏 燕王方才开口道 你胆子大了 一个人都不带 就敢往护盾的 大营里跑 你怎么不直接 冲到北渊王亭 把北渊王给宰了 没找到 南姑墨忍不住 眼唇轻笑起来 燕王瞥了他一眼 你也一样 他胡闹的时候 你就不会劝劝他 南姑墨无辜眨眼 毫不在意将责任 推给魏君墨的 舅舅 君墨说他是封命行事 能够带上我就已经不错了 我怎么还能影响 他的任务呢 这不是一个好妻子所为 燕王看着他 义正词严的表情 险下喷出一口血来 这次是你们俩运气好 若是你们俩一起舌在那里了 本王看你们怎么办 多谢舅舅关心 不过行事之前 我们都有考虑妥当的 听了南姑墨的话 燕王心情好了一点 狠狠瞪了沉默的外甥一眼 外甥媳妇还知道 说几句好听的话 这个人纯粹就是生来弃人的 以后你们给本王安分一些 再敢胡闹就给我回幽州去 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本王拿什么跟你母亲交代 魏君墨正要开口 被南姑墨暗地里 拉了一下衣袖制止了 南姑墨一脸恭顺道 是 舅舅 是 舅舅 燕王神色总算是缓和下来 叹了口气道 算了 本王也不是想要训斥你们 一个两个斗 看着燕王沉稳雍容的眉宇间 闪过了一丝疲惫 南姑墨心中了然 只是这些事情 他们做晚辈的也不好说些什么 只得换个话题道 舅舅找我和君墨来 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燕王点点头 要你们去谢力回笑 也不是本王一时兴起的决定 谢力出身显贵 又战功赫赫 对朝廷忠心耿耿 原本他在幽州父皇放心 本王也放心 但是如今 本王却是不得不防 本王需要一个人 能够帮本王镇得住这只兵马 陈玉几个无论谁去 谢力都绝不会答应的 千尾和千炯还太嫩了 绝不是谢力的对手 本王想来想去 也只有你能胜任这个职位了 魏君墨微微点头 虽然没说话 但是燕王却明白他的意思 魏君墨虽然同样年轻 但是这些人无论什么事 交到他的手上 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在军中跟混迹江湖不一样 谢力能够得父皇信任 出镇幽州多年 自然不是吩咐俗子 你们去了要试试小心 君儿生性寡言 性格冷漠不善交际 本王原本十分不放心 幸好有吴侠在 吴侠辛苦你了 这就说笑了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你跟君儿能走到如今 本王也是看在眼里的 不必磕躺 本王估摸着 金陵的诏书还有几日就能到 这几天你们就挑挑看 需要带什么人去吧 去了那边可就跟现在不一样了 自己小心 两人双双点头 他们当然明白燕王意思 如今他们在军中 哪怕诸红看魏君墨再不顺眼 魏君墨也是自己主子宠爱的亲爱上 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呢 所以只要魏君墨自己不出错 朱红是绝对不会故意鸡蛋里挑骨头的 但是 到了谢力君中 就不一样了 谢力是坚定向着朝廷的 这些年在边关 只怕也没少跟燕王起局 先帝在的时候还好 只要先帝信任儿子 燕王循规蹈矩 大家两不相干 如今 燕王府和萧千叶的关系 微妙不说 魏君墨还是萧千叶的眼中钉肉中刺 谢力要是个中军爱国不要命的 拼着一死 弄死魏君墨 也不是不可能的 就算事后燕王宰了他 又能有什么用呢 所以 到底要不要派魏君墨过去 燕王其实也是犹豫很久的 但是 不派魏君墨去 幽州实在是 无人可以接替这件事了 当然 如果不是知道魏君墨和南宫墨身手 以及南宫墨精通一道 只怕就是再困难 燕王也不会做这个决定的 一处有些意外的房间里 龚玉辰坐在书案后面 望着眼前 胆战心惊的下属 虽然因为戴着面具 并不能让人看到他此时的表情 但是 只看到那面具下 一双忧寒的眼眸 也能让人清楚的知道 主子此时的心情非常不好 你是告诉本座 魏君墨和南宫墨 跑到关外去转了一圈 还去呼吞的大营里 杀了个来回 而你们 居然连他们半根寒毛 都没有伤到 龚玉辰声音冷漠 眼前的黑衣男子 打了个寒战 低声道 魏君墨和南宫墨 已经回到了关内 请阁主降罪 龚玉辰冷笑一声道 废物 现在降罪 有什么用 黑衣你们有脸夸口 耳目遍布关外 连魏君墨扮成 自己人混进了君中 都不知道 黑衣男子低头 羞愧得无地自容 好一会儿 龚玉辰总算是收敛心中怒气 语气也平缓许多 淡淡道 罢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现在说这些 也没有用 黑衣男子大喜 连忙拱手 多谢阁主宽恕 龚玉辰轻横一声 把玩着跟前桌上振齿 卢师父你那里怎么说 卢气凌说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魏公子和新城郡主 他们是以兄妹相称自称姓公 所以也没有引起注意 之后遇到了马贼就分开了 后来 马贼 看来 咱们在大青山的人也没了 大青山 你们不会是到现在还不知道那边出事了吧 黑衣男子低头不敢说话了 他们在关外不少地方都安插了人手 但是 未免暴露身份 都是有事才禀告的 几天没有收到探子消息 都是正常的事情 在往阁主这里送消息的时候 他们确实是还没有查清楚 带走魏公子和新城郡主的马贼 到底是哪路人马 罢了 这次 一共有多少损失 龚玉辰靠着以败 有些疲惫地问道 短时间内 他的武功根本是无法恢复的 没有了武功 经历自然也是大不如前了 胡顿元帅的替身死了 另外 还有三位将军两名副将 都死在了魏公子和新城郡主手中 魏元王廷已经震怒 魏元王请阁主立刻回去 不会 他们既然不相信本作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对付魏君末和南公末吧 有了这次事情之后 他们想必不敢再疏忽大意了 不必再说 王廷那边有呼吞在 于是半刻出不了乱子 本作这边的事情比较重要 黑衣男子也知道 一旦主子驾定决心 谁也劝不住的 关内情势复杂危险无比 还请阁主千万小心 龚玉晨摆摆手 不再说话了 黑衣男子 恭敬行了一礼 退出了书房 你准备一下 明天就出发吧 书房里一片沉静 龚玉晨的声音 突然淡淡地响起 兄长 黑暗处 一个窈窕的身影走了出来 美丽绝伦的容颜 带着几分苍白和畏惧 龚玉晨睁眼 淡淡地扫她一眼 怎么 我 我能不能不去 女子颤声问道 龚玉晨去叫一声 不去 那你想干什么 女子咬了咬唇脚 一声道 我 我什么也不想干 不行吗 就让我自己待着 水哥 不养饭桶 龚玉晨仿佛完全没有看到女子 绝色容颜上 楚楚可怜的神情 只是 冷漠地盯着她 本座养了你这么久 你说你什么也不想干 那你怎么不早说 可是 你是我哥呀 女子仿佛完全不能接受她的冷酷 忍不住 失控教导 龚玉晨仿佛听到什么可笑的话一般 哼 那又如何 一行青泪 从女子眼角滑落 龚玉晨起身走到她的面前 伸手挑起她 精致的下巴 叹息道 哎 多么美丽的容颜 多么 没用的废物 除了这张脸 你还能有什么用 莫说是跟星城郡主相比 哪怕你就是有猪出鱼的脑子 你也可以不去 但是 你有吗 女子咬着唇 眼泪无声滑落面旁 染湿了她的手指 龚玉晨嫌弃地放开手 取出一方帕子 将手指上眼泪擦干净 笑道 好了 乖乖地去吧 别坏了我的事 否则 我会生气的 明白吗 听着她 可以撑得上温柔的声音 女子却忍不住 打了个寒颤 脸色越发苍白起来 有些慌乱地点了点头 龚玉晨这才满意 轻轻揉了揉她的发丝笑道 这才怪 仿佛一个疼爱妹妹的 好兄长一般 但是 她眼前的绝色女子 眼中 却只剩下恐惧和悲哀 看着她这副模样 龚玉晨低声笑道 别怕 我会帮你的 乖乖按照我的话去做 将来 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是 兄长 女子垂眸 低声道 卫君末回到自己的位所 连歇计的功夫都来不及 就忙了起来 马上就要离开这里 去新的地方上任了 离任前交接 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另外 就是她还需要挑选 一百名士兵 跟着她一起过去 作为自己的随身亲兵 也是将来的心腹存在 只是南姑墨有些惋惜啊 她为所守住的位置 还没坐热 就又要挪地方了 南姑墨也不小气 直接将自己前些日子 写好的训练方案 以及一些意见和想法 全部整理出来 让人送去给了燕王 他们这边 还没有打理妥当 许久不见的长风公子 就带人过来了 哎 半年时间平步青云 魏公子 这是让人羡慕不已啊 坐到魏左大厅 长风公子 依然是一派 潇洒不羁的模样 不过大半年 军旅生涯 还是有些变化 至少 原本那白嫩的肤色 如今多了几分麦色 整个人气势 也显得更加锋利起来 坐在他下手的 是跟着一起进了 军中的简秋阳 以及几个原案卫的小头目 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这半年时间下来 最差的 也已经是个市百户了 听了令长风的话 众人连忙低下头 忍住笑意 魏君墨淡淡地 扫了令长风一眼 你们来做什么 长风公子 怂怂见到 嗯 刚刚接到王爷的命令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是 魏将军手下的亲兵了 王爷的原话是 你去哪儿 我们就去哪儿 说到底 燕王还是放心不下外上 甚至不惜将 原本已经打散 散入军中的 原子胶垫高手 重新召集回来 这等于 是让之前解散 紫硝天的计划 一大半都功亏一篑了 不知要损失掉 多少个未来将领 毕竟 这些人各自发展 将来必然都能够成为 单独领军的将领 但是跟着魏君墨的话 魏君墨身边 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将领 也没有那么多兵马 这些人最大的作用 还是侍卫 显然 燕王是担心魏君墨 去了谢力手下 会有危险 有了这些武功高强 又忠心耿耿的侍卫 就算真有什么事 也不至于危及性命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304集 魏君墨皱眉道 不必 回去 魏公子 素来不喜欢 因为突发事情 而改变 原本拟定的重要计划 更何况 舅舅这样的安排 根本没有必要 令长风挑眉 哼 你觉得 听你的命令 还是该听王爷的命令 君令如山 那兄弟 魏君墨宁眉不语 令长风 笑嘻嘻地看向 在一边喝茶的南宫墨 哎 莫姑娘 今来可好啊 一切都好 长风公子看起来 也很不错 还过得去 南姑墨放下茶杯 问道 你们有多少人 嗯 不多 只有五十个 毕竟 咱也不能让谢力脸上 太难看了嘛 五十个一流高手护驾 又好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还以为 他们不是去上任 而是去什么龙潭虎穴呢 南姑墨 沉吟片刻 这么说 咱们还需要 另外选五十个了 无暇做主便是 我们回来的时候 陈将军和薛将军 都递了话了 请咱们将薛兵 几个也带上 另外 之前我训练出的士兵 带上二十人吧 还有钉脚铁和张居安 张居安 魏军墨皱眉 张居安是军医 虽然他们确实是 应该带上一两名军医的 但是张居安是欣然 医术也没有多么出类拔萃呀 何况南姑墨 可以替补这一个名额 有钉脚铁和那二十个 经过训练的士兵 已经足够了 南姑墨道 张居安的医术还不错 而且他年纪轻一些 我问过两里两位大夫了 他们都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 强人所难毕竟不是好事 何况还可能会有危险的地方 张居安自己肯去 总好过强迫别人去啊 魏军墨微微点头 不再追究 剩下的名额 就随便选一些身手不错的人便是 南姑墨点了点头 令长风打量两人 不由子子赞叹 哎呀 能有莫姑娘这样的贤内助 魏公子真是好福气啊 南姑墨一笑道 长风公子也该寻一个贤内助了 长风公子立刻一副 静怯不敏的表情 不敢再调侃二人 燕王勾算的果然不错 五六天后魏军墨便接到调令了 带着人收拾收拾 就直接启程了 对于这个军营中的士兵来说 突然少了一个千户 少了一个美貌无双的千户夫人 并没有什么太过惊讶 大多数人都知道 魏公子大约来历不凡 一直当 这位公子是来军中 混个资历 回去便要平步清源了 当然魏军墨也确实是算得上平步清源 只是许久见不到漂亮姑娘的士兵 难免有些惆怅起来 毕竟就算魏夫人名花有主 但是能够赏心悦目一下 也是好的 幽州都司指挥使大洋 在距离幽州城一百多里外的一处军营 这里距离最近的边关 足足有两百里 距离幽州城却只有一百多里 实在是很想让人怀疑 这十万大军到底是在提防北原人 还是自己人 大唐里 已经年过五十的幽州都司指挥使 谢力高坐在唐上 底下坐着好几位将领 看着将军不说话 有人忍不住开口 将军 燕王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和幽州燕王亲卫 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如今燕王突然将自己的外甥塞进军中 是想要干什么呢 谢力扫了属下一眼 沉声道 不管燕王殿下想要干什么 这都是陛下的意思 甚至是陛下颁布的 难道还能反抗不成啊 底下将领神色各异 有人忍不住皱眉问道 陛下 这是 陛下可从来没有待见过这位魏公子 当初还派人一路追杀到幽州 难不成陛下现在 还想跟燕王修好不成啊 就算是要修好 用这样一个敏感的位置 是不是太过危险了呀 谢力叹口气 沉声道 唉 陛下的心思 其实咱们能够随意猜毒的 做好自己实行便是 事实上 谢力还真的知道 皇帝陛下想要干什么 他收到的 并非只有魏君墨调令 这一道旨意 其中还有另外一道秘址 只是这个却不方便 拿到众人面前来说了 启禀将军 魏将军来了 谢力眼眸微尘 沉声道 请 聘刻之后 魏君墨一行人走了进来 南姑墨和魏君墨 当先并肩而入 两人穿着的 都是一身长服 魏君墨一身暗青色衣衫 神色冷峻 见眉星眸 气势森然 南姑墨一身 月白色绣芙蓉彩蝶衣裙 绣发青腕 流苏摇曳 艳光练艳 跟在两人身后 是把玩的纸扇 一派悠然的长风公子 笑容可惧的简秋阳 以及神色冷峻 一个抱贱 一个佩刀的 星威和柳寒 柳寒身边 站着一位身穿 桃红色衣衫 艳光四射的曲连星 这一行人 男的俊美 女的绝艳 随便拉出一个 容貌都能秒杀 在场的所有人 但是看着众人 不由地晃了晃神 有人看了看 魏君墨身边的男公墨 以及后面的两个女子 眼底不由闪过的 一丝轻蔑 来君中 身边还带着几个绝色女子 这位魏公子 真的有传说中 那般能耐吗 属下魏君墨 见过谢监军 他是从二品官职 在场的人 除了谢力 也只有一个人 跟他能够平起平坐了 剩下的品级 都要比他低 自然不必理会 谢力倾咳一声 点头道 魏将军 一路辛苦了 请坐 这位 是行程郡主 男姑墨浅笑点头 见过谢将军 谢力连道不敢 他是一品将军不假 但是男姑墨却是 先帝特封的郡主 只要皇帝一日 没有发下诏书 罢黜他的郡主身份 那他就一日都是 遇刺郡主 郡主请坐 多谢将军 两人走到前面 空着的两个椅子上 坐下来 令长风一行人 纷纷站到两人身后 看起来 不像是下属 来给上司报到的 倒像是 双方人马 准备要谈判的 谢力眯眼 打亮令长风 这位 老夫看着有些眼熟啊 似乎是 令大人辅舍的公子 谢力当然 当然不会不知道 令长风是谁 不过是找个话题 打探消息罢了 令长风也不在意 漫不经心道 能让将军记得 是在下的福分 在下如今 不过是在 魏将军的麾下 混口饭吃罢了 不敢当将军台 哦 原来如此 魏将军手下 这是人才济济啊 魏君莫淡定道 将军过奖 对面一个将领 有些沉不住气了 问道 刚刚听说 魏公子带着夫人 跑到关外 游玩了一趟 不知道 关外的景色 是否一人 虽然问得客气 但是长了耳朵的人 都能听出 其中嘲弄之意 站在南姑墨身后的柳寒 忍不住就要上前了 却被南姑墨 轻轻抬手的动作 拦下来 看起来 就像是柳寒 只是随意 动了一下而已 谢力将 异形人动作 看在眼里 眼眸微闪 没有说话 显然 也是在等 魏君莫的回答 尚可 那将领 冷笑一声 尚可 听说两位 被北援大将军追杀 引得燕王殿下率领十万大军 亲自出关 实力相迎 燕王殿下倒是一个 真的很同爱万圣的好舅舅 这话听在 不知内情的人的耳中 倒像是魏君莫不懂事 带着妻子出关游玩 被北援人追杀 累得燕王率领兵马去救 如此劳实动众 只为个人区区小事 实在是不像话呀 在座的众将领 看向魏君莫的目光 也都不由地变了 魏君莫放下茶杯 抬眼淡淡地看着将领 便是如此 又如何 那将领被他冷冽的目光盯着 就像是被针扎了一般难受 好半场 才回过神来 冷笑一声道 哼 如何 班将领又没有好命 有个攀王做舅舅 打掌公主做母亲 能如何 既然如此 就闭嘴 你 那将领猛然站起身来 怒瞪魏君莫 显然是气得不轻 魏君莫身后 刷的一声 行为长剑出鞘 渐渐摇摇指着那人 行为容貌冷峻 一头怪异的挥发 再加上那几乎毫无感情的毛子 让被他盯上的人 如针刺骨一般的难受 谢力手中茶杯 重重地放在桌上 够了 你们还有没有将老夫放在眼里 见谢力动怒了 那将领 这才轻横一声 坐回去 只是看向这边的脸色 还是带着一些愤愤不平 魏将军 谢力皱眉 看向魏君莫 南姑莫淡淡一笑 轻声道 喂 说起来吧 行为沉默收回长剑 重新站回原本的位置 依然是抱剑而立 沉默不语 仿佛杀气领的人 不是他一般 谢力看看两面人马 心中暗暗地叹了口气 沉声道 魏将军虽然初来乍到 却是陛下御风的从而品同之 儿等不得无力 魏将军 贵蜀也望好好管教 若是在军中 发生了什么不该发生的事 莫怪老夫不客气啊 魏君莫淡然点头 对面将领纷纷表示 紧尽将军军事 见双方平静下来 谢力这才满意的点头 魏将军出来 相必对幽州都司并不甚了解 末将麾下 共统兵十万 本将以下 有从二品同之两人 正三品千世四人 不过两个月前 韩老将军告老还乡了 因此燕王殿下 才推荐了魏将军前来任职 以后魏将军 就接替韩老将军的职务便是 魏将军可有一亿 听凭将军安排 南姑墨察觉到 当谢力说起 韩老将军的时候 在座的将领 看向魏军末这边的神色 都是有几分不善的 想必 这位韩老将军 也不是如谢力说的 告老还乡那么简单 谢力又交代了一些军中事务 才让魏军末 带着众人下去安顿了 幽州都司大营 说是一座军阳 但是更具体 不如说是一座小城 城中住的都是 军中将士和家属 若不是规模太小 看起来还真的有几分 与幽州分庭抗礼的意思 这座小城年山日久 燕王也不闻不问 显然是先帝的意思 魏军末是从二品将军 身份之高 只在谢力一人之下 于是在城中 也有一处单独的府邸 虽然说不上有多好 总算还是个两进的院子 住人还是没问题的 只是谢力大概也没想到 魏军末真的会带起一百个人 于是再加上原本府中下人 就显得有些拥挤了 南宫末有些懒洋洋 坐在大厅里 头偏过去 靠在魏军末肩膀上 下手 令长风 剑秋阳 等人也都在座 令长风 嘖嘖叹息 哎呀 好几个月没有看到正儿八经的院子了 就是这个小院子 本公子也觉得 倍感亲切啊 这倒是真话 南宫末和魏军末 还偶尔逃出去一趟 长风公子进了军中 却是真的实打实 在军中待了小半年 听说魏军末两人不仅回幽州逍遥大半个月 还跑到关外去玩了一趟 长风公子极度的眼睛都要红了 南宫末低声笑道 长风公子 有功夫想这些啊 还不如赶快想想 这府中人怎么安置啊 只要一想到 满府上下都是眼线 南宫末觉得连吃饭的胃口都没了 令长风满不在乎道 还要怎么安置 这破烟子这么小 咱们自己人都不够住 多余的人当然要赶出去 南宫末眨眨眼 愉快地打了个响指 好主意 灵星 去吧 坐在最末午的屈灵星 立刻起身 看着屈灵星干净利落 转身离开 令长风顿时呆了 喂 你们玩真的呀 我开玩笑的 咱们一来就把所有人都赶走了 也太不给谢力面子了吧 南宫末无辜道 不是长风公子说的吗 咱们自己人都不够住啊 这么小的府邸 要住百事来人 本来就过勉强了 令长风这些人 就算是身份不凡 但是跟着魏君末过来 只能是以侍卫和侍从的身份 就算是幕僚 朝廷也是不包俸禄 不包官职的 还是白身一个 长风公子 不由地觉得十分悲哀 好不容易混上个世千户 眼看着过了今年就能转正了 一回头 又变成白身了 再看看坐在主位上的魏公子 这位爷 大起大落 从来不花时间 先帝给个从二品的官职 被萧千叶给撸了 一回头 萧千叶还不是自己 又重新给了一个 从二品的十缺吗 真不知道燕王殿下 是怎么做到的 萧千叶该不会一边吐血 一边写诏书吧 那诏书上红色的朱砂笔记 看起来就像是 萧千叶的心头血呀 想到此处 长风公子顿时无精打采了 无力地挥手道 随便你吧 反正谢力又找不着我的麻烦 我劝两位爷 小心点 官大一级 压死人哟 南姑墨盯着他 轻笑出声 长风公子 我觉得 应该是你自己 小心一点才对呀 就算谢力品级比君墨高 他要找麻烦 也要考虑母亲和舅舅 至于本郡主 谢力是张二品 本郡主是超品 另外 谢力只比君墨高半级而已 倒是你 身为君墨身边最信任的人 哼 这世上 有一个词叫做谦怒 长风公子只觉心里 有一万只神兽狂奔而过 见长风公子被打击的都要蔫了 魏公子这才良心发现 伸手拍了拍南姑墨的手背 表示 别再吓他了 还要他干活呢 南姑墨挑挑眉 表示明白 谢力会这么轻易地交拳 真是有些出乎意料 坐在令长风对面的简秋阳 开口道 南姑墨看过去 哦 怎么说 简秋阳笑了笑 这个属下原本还以为 谢力应该会打算 要架空公子才对 都魏斯的兵权 让藩王触碰 素来是朝廷禁忌 这次燕王能够把人塞进来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想要再插手谢力的形势 只怕是不太可能的 谢力对他们一行人 接受的却太快了一点 仿佛 魏君墨不是被燕王空降来的 只是一个正常调度到这儿来的 将领一半 只怕就是真的正常调度 也没有这么顺利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五集 令长风懒洋洋道 哼 那自然是因为 他们也想要咱们来呗 不然 你觉得萧千叶 会平白无故地 给一个葱二品的十圈 简轻扬皱眉 所以 就是王爷想要将公子送进来 正好 皇帝也想要公子进来 于是就顺水推舟了 南宫莫道 说不上顺水推舟 但是 萧千叶肯定是 前衡过利弊的 侧手看向魏君墨 显然 萧千叶想要对付魏君墨的心 依然不死 但是魏君墨身在幽州位 萧千叶就算是手眼通天 也动不了他们一根寒毛 但是如今到了谢力手下 可操作的空间就大多了 或许 燕王也正是看明白 萧千叶的这种心思 才将推荐的折子递上去 燕王推荐的若是别人 别说萧千叶不会准 只怕连看都不会看的 一方有心 一方有意 如今他们入局 以后的事情 就要看双方的手段了 似乎明白南宫莫在想什么 魏君墨握住他的手 唇边勾起一丝 极淡的笑意 轻轻地摇了摇头 看到旁边的长风公子 是牙疼不已 择了一声 偏过头去当作没有看见这两只互动 魏君墨扫了长风公子一眼 沉声道 长风 秋阳 你们跟着我 柳寒 姓魏 你们跟着吴侠 被点到名的四人先是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起身应试 当时南姑墨愣了一下道 不必如此吧 柳寒跟着我就行了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侍卫 能出什么事啊 魏公子杨梅看着他 不说话 南姑墨眨眨眼 无奈道 好吧 听你的 旭灵星走进来 恭敬道 公子 郡主 人已经全部潜出去了 顺利吗 如果那些人真的是 别人放在这里的探子 肯定不会那么顺利 让他们赶走的 屈灵星 嫣然笑道 是有人闹腾 都是些许消失 属下 已经让人把他们送出去了 南姑墨满意点头 这大半年 屈灵星的变化和进步 都是让人十分满意的 魏君墨道 就这样吧 各自去安顿 有什么事 明日再说 见他感人 众人立刻起身 识趣地转身告辞了 大厅里只剩下两人 南姑墨望着魏君墨 前叫道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魏君墨抬手 指尖轻轻抚过 他俏丽的面容 轻声道 以后出门多带点人 你是觉得 谢力会对我动手吗 未必是谢力 君中必然还有别的人 萧千叶还有公寓禅 魏君墨点点头 谢力不会同意你插手军中的事情 不过 闲着没事 可以回去看看母亲 这里距离幽州城不过一百多里 以南姑墨宝马的角力 用不了两个时辰就能回去了 好 你自己也千万小心 不许去见玄哥 南姑墨扬霉 似笑非笑望着他 魏公子偏过头去 南姑墨咯咯一笑 搂住他的脖子 好奇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去见师兄啊 魏公子不语 只是沉默盯着他 南姑墨伸手 捏了捏他的脸 为什么呀 不说我明天就回去啊 正好 有点想念师父和师叔了呀 魏君墨伸手 将他揽入怀里 我讨厌他 师兄上次被你打击的好一阵子 缓不过劲了 你还讨厌他 难道不是师兄该讨厌你吗 当然 你俩大概就是互相讨厌吧 无想 有什么好处 好处 以后都听我的 不是一直都听你的吗 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呀 另一边的指挥室的府中 谢力望着大厅中站着的几人 见眉紧锁 你说 魏公子和京城郡主 将所有人都赶出来了 一个穿着服役衣裳上的中年男子 恭敬道 正是 一个不留 全部赶出来了 就连厨房里的烧火的丫头 都没有留下 魏公子是怎么说的 小的并没有见到魏公子和京城郡主 是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出来的 谢力想起那个站在京城郡主身边 穿着桃红色衣衫的绝艳女子 原本见的女子容貌精致 几乎不输京城郡主 只是眉眼间带着几举魅色 只当是魏公子身边的人 如今看来 倒是他们猜错了 都说魏公子对京城郡主一心一意 虽然大多数人并不当真 但是以京城郡主的脾气 能够容得下丈夫身边 跟着这样一个绝色女子吗 那人说了什么 只是给每个人发了 五两银子的遣散费 说是将军府中人口众多住不下 就不需要下人伺候了 人口众多住不下 谢力轻横一声 这种简单粗暴的借口 也说得出来 难不成那些人不用吃饭 不用人做粗活了吗 将军 咱们现在怎么办 谢力有些烦闷挥挥手 魏公子又不是白痴 在他手下 能那么容易安插人手的话 陛下还需要将他 调进军中来 中年男子脸上 献出一丝羞愧之色 只是还不肯放弃 但是如今这样 陛下那里 只怕咱们都无法交差啊 谢力冷笑一声道 那你说要怎么办 本将军亲自下令 让他非接受你们这些 一看就是眼线的人不可 就算本将军肯丢这个脸 也要看星辰郡主买不买账啊 内宅的事情 是星辰郡主管的 他一个从二品将军 手再长 也不能升到人家内宅去啊 有些厌烦地看了看的中年男子 老夫早就说过 你们这些小把戏根本行不通 中年男子眼底闪过一丝怒意 却还是陪孝道 将军简谅 咱们都是为陛下效劳不是吗 说起这个 谢力脸色更不好看了 陛下将这些人派过来 还一个个不听命令 到底是信不过他 还是觉得他无能呢 良久 谢力才叹了口气道 哎 行了 你去吧 时间还长 再慢慢想想办法就是 魏公子如今在军中 暂时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 中年男子 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也只好如此了 只是陛下催得急 还望将军多费心 谢力点点头 没再说话了 齐允将军 门外有一名姑娘求见 门外 侍卫公生禀告 谢力咒眉道 什么姑娘 那位姑娘带着 新陈郡主的信物 说是有事要求见将军 谢力亲中一动 点头道 请他进来 朝着那中年男子挥挥手 中年男子点头 转身进了后堂 不一会儿 一身红衣的屈连星 跟着侍卫走了进来 见过谢将军 谢力微微眯眼 这位姑娘 是兴城郡主身边的人 怎么称呼 屈连星 燕然浅笑 郡主身边小小管事 见名不足挂齿 小女兴娶 原来是娶管事 郡主身边 竟然还有如此绝代佳人 老夫当真是佩服郡主的心胸吗 谢将军 过奖了 背下银珠之光 哪敢自诩绝代 见屈连星笑容浅浅 神色自入的模样 谢力也知 问不出什么有用的 只得直言道 不知曲管事过来 所为何事 屈连星微微浮身 公子和郡主随从众夺 未免浪费 只得将府中原本的侍从遣散 若有什么得罪之处 还请谢将军见谅 郡主说 枉费将军好意 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特命小女过来 向将军致歉 谢力眼眸微尘 淡淡倒 郡主言重了 不过是韩将军 原本用惯了人手罢了 郡主和魏将军 用他们不顺手 赶出去便是 屈连星露出一个 放心的笑容 如此便好 郡主和公子 也可以安心了 郡主和魏将军 可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地方 他们都是年轻人 出来乍到 难免不习惯 有什么事 尽管派人来 告诉老夫便是 屈连星又是一福道 多谢将军 郡主和公子 也都曾在军中许久 并无不适 向你先行告退 姑娘慢走 谢力招来侍卫 将屈连星送出去 看着屈连星 背影消失 谢力方才叹了口气道 行程郡主身边 连个丫头 都是这般人物 果然了不起 一个丫头 面对统帅三军的将领 还能如此从容自若 有条不紊 绝不是普通人物 那中年男子 从后堂出来 沉声道 那个姓渠的女子 是去年星成郡主 从灵州战场上 救回来的 原本是灵州 有名的才女 只是沦落青楼 没想到 寻常的青楼女子 能有这般的见识定理 不只是这女子 本身才能不凡 星辰郡主 倒是会调教人呢 跟在星成郡主 和魏军墨身边 那几个人都不简单 就连金灵令家的大公子 都甘愿跟着 魏公子安前马后 难怪陛下 他问这是什么意思 谢力轻哼一声 还能有什么意思 告诉咱们 他们知道那些人里 都是眼线 叫咱们别费心了 你现在明白了 想要往里面送人 根本不可能 你若是真不怕死 不妨再去试试 中年男子 低下头连道不敢 不敢就好 这段时间规矩一些 别再生出什么事段 若真的出了什么事 谁也不能把魏公子怎么样 你别忘了 游州是谁的地盘 是 将军 中年男子 神色一速 沉声道 魏公子在新的职位上 出奇的顺利 虽然免不了营中老将 看他不顺眼 但是奈何 除了谢力以外 就他职位最高 又谢力约束着 一时半刻 没有人敢找他的麻烦 看着每日魏公子 冷着一张俊脸 带着人在城中 招摇而过 一帮的老将 只能呲牙咧嘴 干瞪眼的模样 南姑墨就忍不住想笑 魏公子如今状态 很有一种 这地劲 职位高的没我后台硬 后台硬的没我职位高 职位和后台都比我高的 没我长得帅的 狂霸的劲 简而言之 就是欠抽 南姑墨也知道 这样的平衡 不可能维持太久 但是 人家不找事 他们做后辈的 总不好自己冲上去挑衅吧 来到这座小城后 南姑墨虽然不能时常 到军营中走动了 但是别的方面 却比在边关军营 舒服很多 这里虽然四周都是一座一座军营 但是城中什么都不缺 距离幽州更是近得很 于是 南姑墨束手一挥 干脆在城中开启医馆 当然 坐镇医馆的人是张居安 和可以打下手的 帮着抓药的钉小铁 南姑墨只是偶尔过去看看罢了 卫府里 南姑墨悠闲坐在院子里 看书晒太阳 离他不远的地方 屈连青坐在树下 坐着女工 更远一点 屋檐下 行为抱着剑 靠着柱子发呆 刚刚进了八月 北方的天已经有些凉了 秋日暖阳照在身上 让人昏昏欲睡 见他一副慵懒的模样 屈连青放下手中针线 笑道 进入这几天 像是没什么精神 南姑墨挑眉 无奈当 这几个月 每天忙惯了 突然悬下来 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屈连青想了想 谢将军 是不会允许郡主 插手军中的事情的 他认为 这倒不是谢力 看不起女人的原因 而是谢力 应该已经充分 从精灵那边 了解郡主的厉害 真让郡主 无所顾忌地在军中自由行走 岂不是等于他们要同时防着两个卫公子了 南姑墨只能叹气道 当女人真是可怜啊 屈连青不由一笑 大概只有郡主他会这么认为了 别的女子恨不得 一辈子养尊处优的 养在龟中 实质不沾阳春水呢 何况 郡主每天的事情也不少啊 是郡主前些日子太辛苦了 如今才觉得太咸了 公子也是不希望郡主太累了 南姑墨放个白眼 是啊 所以才让你和柳寒 把事情都帮我处理完了 咱们只能帮郡主处理一些小事 大事可做不了主 屈连青眼唇笑道 南姑墨惋惜道 可惜一年到头 也发生不了两件大事 所以 没有我什么事 我觉得 郡主应该生个小公子 或者小小姐呢 有了孩子 郡主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孩子 这种事 还是看缘分吧 南姑墨有些异动 早些时候 她已经没有再服用避孕的药物了 不过她配置的药方 联系用了那么久 一时半会儿 大概也没有那么容易有孩子了 偶尔南姑墨也会颇有些犹豫的 有时候觉得 有个自己的孩子 也是一件十分值得期待的事情 有时候又觉得 生孩子这种事 还是应该缓一缓 既连星见她一脸纠结的模样 虽然不明白 女人生孩子这事 有什么好纠结的 还是配合 换了话题的 马上就要中秋了 郡主和公子 要回幽州去过节吗 南姑墨想了想 摇头道 不了 今年 舅舅和千伟千炯 肯定也不会回去的 君墨刚刚到阵就往回跑 影响不好 七连星想了想 觉得也是 点了点头笑道 那么 咱们就要开始准备中秋节了 你看着准备便是 是 郡主 郡主 门外 六寒匆匆进来 一看柳寒神色 南姑墨就知道有事了 倒也不急 悠然问道 怎么了 有人在医馆闹事了 南姑墨挑眉 这个小城并不大 住着一共也不过 一千多户人家罢了 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军中将士的家眷 这些人不可能不知道 医馆是他开的 敢上门闹事的人 胆子确实是不小 怎么回事 据说 是赵将军家公子的爱妾 在咱们医馆看过病之后 不久就死了 赵家公子 踏着尸体 堵在咱们医馆门口闹腾 南姑墨坐起身来 旁边屈连星 也跟着放下手中针线 南姑墨皱眉挡 赵将军 屈连星笑道 静主忘了 就是前些日子 在谢将军跟前挤兑公子的那位 是谢将军手下有名的猛将 从三品赴奖 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六集 南姑墨站起身 皱眉道 领兵的将领家眷 不是都必须住在金陵吗 这个赵公子又是怎么回事 这些事情 屈连星早就打探清楚了 朝廷为了截至军中将士 确实是有这样的规矩没错 不过 这位赵公子 是赵将军的庶子 赵将军从开国之时 就驻守幽州 以燕王殿下 就藩的时间还长得多呢 留得精灵的是他的嫡妻和嫡子 赵将军在幽州 还纳了几房妾室 膝下还有两子异女 南姑墨点点头道 通知君墨了吗 一大早 谢将军救命公子 巡视军营去了 今天只怕回不来 柳寒犹豫着问道 郡主 要不要请公子立刻回来 哼 又不是什么大事 不必如此兴师动众 我去看看就是了 南姑墨掀开的医馆 就在距离 魏府不远的街边 出了府门 不行不过一刻钟就到了 还没走近 就看到一群人围在医馆门口 喧闹不已 一眼望过去 就能看到站在门口高声怒斥 义愤填膺的年轻男子 见此情形 南姑墨不有小笑 他又不靠医馆过日子 这些人就算想要对付他 挑这个点 又有什么用啊 就算医馆开不下去了 他又能有多大损失呢 跟在他身后的柳寒 见他站住了 也跟着停下来 低声道 郡主 张大夫的方子 小丁拿给我们看了 只是普通的风寒药 绝对吃不死人的 南姑墨挑挑眉 唇边勾起一丝冷笑 低声在柳寒耳边 吩咐了几句 柳寒眼底闪过一丝惊诧 很快又点头到 属下明白了 立刻去办 不 让威去办 做得干净利落一点 是 眼看张居安和丁脚铁 要被人抓走了 南姑墨方才走过去 开口道 出什么事了 听到他的声音 众人不约而同停下来 领头那个男子 刚傲得扬起头 你是谁啊 你敢在我的医馆闹事 会不知道我是谁吗 男子脸上闪过一丝一色 很快又消失无踪 高声道 怎么 你们医馆的大夫 开的药吃死了人 兴城郡主还想要 以权压人不成 听到兴城郡主 这个名字 围观众人 也闪不住议论纷纷 他们未必知道 兴城郡主是什么人 但是郡主的身份 自然是高高在上的 世人都有同情 弱者的天性 如此一来 偏向对方的人 也就更多了 众人纷纷对 南姑墨一行人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郡主 看到南姑墨出现 张居安和丁脚铁 确实放下心来 丁脚铁更是 险些红了眼 他虽然跟着上过战场 也见过不少的死人 但是这样的情况 却还是第一次遇到 吓得不轻 夫人 他们冤枉我们 张大哥开的药 不会吃死人的 那位赵公子 闻言顿时大怒 难不成你们的意思是 咱们冤枉你不成 药方是你们开的 药是在你们这里抓的 吃完之后人死了 不找你们找谁 这两个 一个还未及而立 一个还未及若冠 就敢坐堂问诊 分明是不将人命 放在眼里啊 不少人都觉得 赵公子所说有理 大夫这个行业 大多数人都觉得 年纪越大 医术越好 经验越高 一般的医馆 也不会请年轻人坐堂 若不是张居安医术 经过军中两位大夫 亲自检验 和南公墨的考验 南公墨也不会让他 单独坐堂的 屈连青上前一步 淡淡道 既然赵公子觉得 我们医馆的大夫不可靠 又为何会让 您的爱妾来这里看病 难不成 堂堂赵将军府 连个大夫都请不起了 看到屈连青 赵公子眼底 闪过一丝惊艳 但是又因为 他一说破自己的身份 而有些恼羞了 咱们府上自然是有大夫的 只是碰巧那位大夫病了 所以才 没想到 竟然害了他的性命 青城郡主 请你给本公子一个交代 否则本公子 绝不会善罢甘休 南公墨并不动怒 也不着急 赵公子想要 如何不肯罢休啊 赵公子一扬下巴 本公子自然是相信 这世间还是有王法的 那就请衙门禀宫处理便是 旁边站着的 正是两个衙门捕快 这座小城 虽然住的多是军中眷属 却还是属于幽州地盘 是以县级标准设置衙门 衙门中县令捕快 一应俱全 不过 大多数时候 这里还是谢力说了算的 县令什么的 只能算个摆设 南公墨走过去 看着放在地上的女子的尸体 微微醋埋 旁边张居安供声道 郡主 属下冤枉 属下赶以性命保证 绝对没有开错药 南公墨不置可否 只是道 将你开的药方念给我听 张居安点头 十分流利 将自己开的药方念了一遍 看了看地上的人 还是有些莫名其妙 忍不住 加了一句道 那位 夫人只是有些头疼发热而已 我开的是最寻常的桂枝汤 还特意减轻了一些药量 怎么就吃坏人了 张居安忍住没说的事 哪怕他真的开错药了 就那种药量 最少也得吃上一两个月 才能出问题吧 更何况 他对自己的医术 多少还是有些信心的 南公墨挑没问道 人什么时候死的 赵公子冷着脸 昨天晚上 南公墨抬眼 看了一眼天上已熄成的太阳 看来赵公子很忙 所以才拖到现在来找大夫算账 赵公子顿时占红脸 郡主不必顾左右而言他 南公墨淡淡一笑 只将微动一根银线射出来 缠住地上躺着的女子的手腕 旁边赵公子 轻命地吃笑一声 人都死了六七个时辰了 才来探脉搏 南公墨微微醋眉 收回银线蹲下身 打量地上女子 好一会儿 方才回头 对站在一边的柳涵道 柳涵 你过来看看 柳涵有些诧异 还是走到南公墨跟前 跟着蹲下来 检查的女子尸体 摇了摇头低声道 没有中毒 柳涵接着检查 将女子全身上下都检查一遍 站在旁边的赵公子一情人 有些按捺不住了 不满道 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人都死了 你们还想要亵渎王政吗 南公墨回头 淡淡地扫了赵公子一眼 照着赵公子这么说 本郡主将人给你处置了 就能够告慰王者 本郡主只怕 这位会死不瞑目的 赵公子心中一跳 你什么意思 南公墨淡笑不语 怎么回事 一个略带怒气的声音 从人群里传了出来 赵公的脸上一喜 转身道 爹 你要为儿子做主啊 来者正是前些日子 刚跟南公墨一行人 吵过一架的赵将军 这位将军已经年近五十 却依然身弦魁梧 几十年在战场上 厮杀魔力出的满身力气 和凶狠的模样 给人一种生人物尽的感觉 赵将军扫了一眼南公墨等人 冷哼一声道 行程郡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公墨站起身 且叫道 本郡主也想问问赵将军 令公子抬着一具尸体 跑来堵在我的医馆门口 是什么意思啊 明明是你们的大夫 开的药吃死了人 赵公子仗着有人撑腰 立刻气焰高涨起来 若是郡主想要仗着身份 欺压我们 不如咱们就到谢将军面前 请他拼拼礼 用不着找谢将军 本郡主就在这里 跟你好好说说礼 郡主 这种事情 只怕也不是你一个女流 就说了算的 还是请魏将军回来再说吧 至于这两个犯人 先关起来 衙门的人没感动 跟在赵将军身后的人 却没有这个顾忌 直接上前就要抓张居安和丁小铁 南姑墨脸上笑容一沉 冷声道 本郡主看谁敢 动手 赵将军可不买南姑墨 这个郡主的账 直接挥手命令 到底还是军令更重 几个侍卫不敢耽搁 联盟上前就要扣住 丁小铁和张居安 放死 不知何时 两个同样是侍卫模样的人 出现在南姑墨身边 一左一右 两把剑挡住几个侍卫去路 看着神色不善的 两个突然出现的男子 赵将军的侍卫 一时间竟然不敢上前了 赵将军顿时感到脸上无光 本将军的话你们不听了吗 还不给我抓起来 找到了 身后 柳寒突然开口 众人闻言 齐齐将目光转向 蹲在地上的柳寒 只见柳寒的手 在那女子头顶抚摸了一阵 慢慢地从她发间 抽出一根细长的银针 柳寒起身 撵着手中银针倒 赵公子是想说 是张大夫将这根银针 插进你爱妻的头顶吗 赵将军 若是不信的话 请让衙门武座过来验尸 看看这根银针 到底是什么时候插进去的 这银针又细又长 十分柔软 想将它插入人的头顶穴道 并不容易 但是 一旦刺入 针孔极小 又浓密的绣发遮挡 寻常武座 根本检查不出死因的 南姑墨取出一方手帕 接过柳寒手中银针包住 打亮片刻 再看了一眼赵家父子 这样的银针 想要完全送入人的头顶穴道 没有一定内力基础 是办不到的 显然 眼前这父子两个 根本做不到 再看那赵公子震惊的神色 显然他也并不知道 这个女子的真正死因 那么 是被人利用了吗 不过 既然来了 就别想愉快地脱身 南姑墨收起银针 对身边侍卫道 去衙门击鼓 本郡主告赵公子 杀死妾室 嫁祸于人 是 郡主 一个侍卫点头 飞快地转身离开 周围围观百姓 也为这突如其来反转震惊了 呆滞地望着眼前众人 那赵公子气得脸色通红 怒斥道 你胡说 污蔑 南姑墨脸眉微笑 污蔑 赵公子你无凭无据 就抬着尸体来堵我们的门 才叫污蔑吧 本郡主 这叫关心地方治安民情 为朝廷分忧 有什么话 赵公子到衙门 去跟县令说吧 赵公子倒不如何担心自己 只是这样的场面 实在是十分打脸 谁敢 南姑墨含笑看向赵将军 挑眉道 赵将军 你也想说谁敢吗 还是说 本郡主的人犯了事 就要打死打活 令公子就可以高枕无忧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赵将军咬牙 沉着脸 带公子回衙门 爹 闭嘴 赵将军没好气到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 将军 不好了 四公子刚刚被麻 踩断腿了 什么 文言 赵将军顿时 脸色大变 这位赵将军 妻妾众多 同样的子女 也是众多 不过能够留在边关 却都是最得宠的小妾 两个数子 一个数女 而这其中 最得他看重的 就是第四子 不仅是他最宠爱的妾室所生 也是他所有儿子中 最出类拔刺的一个 此时一听 他被麻 踩断腿了 赵将军顿时就急了 转身就想要往回走 只是想来容易 想走却没那么容易了 还没转身 就被南姑墨身边的侍卫 和柳涵 双双拦住去路 赵将军心中着急 对着南姑墨 更是没有好脸色 行程郡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南姑墨优雅抬眸 淡然道 这里的事情还没完 将军就打算这么走了吗 敢抬着尸体到我门口 找我晦气 将军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的话 你让我南姑墨的脸 往哪搁呀 赵公子来找南姑墨麻烦的事情 原本就没有跟赵将军商量 赵将军看魏君墨不顺眼 自然是帮着自己的儿子 但是现在有要事在身 哪里还有心情理会这些 只是一挥手刀 郡主尽管秉公处置就是 若当真是权子的错 赵家自然不会不认 现在 请郡主让开 本将军有急事 南姑墨勾唇一笑 似笑非笑 看了一眼赵公子 将军公正严明 本郡主佩服 那就不耽误将军了 将军请 赵将军轻横一声 留下两个人便带着侍卫 急匆匆去了 赵将军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决定有什么问题 毕竟就算儿子真的冤枉 南姑墨医管的大夫 也可以说是一场误会 而且 就算儿子被送到衙门 一时半刻 衙门官员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但是自己的爱子 现在却是被马儿踩断腿了 情况怎么样还不得而知 自然是那边更重要 等到他看过儿子伤势之后 再回来处理这边也来得及的 只是却不知 如果真的招惹京城郡主 还落到他的手里 会是个什么下场 南姑墨笑颜颜目送赵将军离开 回头含笑望了赵公子一眼 只是轻飘飘一眼 不知为什么 赵公子突然觉得心头一颤 被自己的父亲毫不犹豫抛下 说不失望是假的 不过赵公子也明白 在父亲心中 自己和弟弟的分量孰轻孰重 何况他也并不觉得 南姑墨敢将自己怎么样 倒是在心中 暗暗地 对那个义母弟弟的倒霉 幸灾乐祸起来 南姑墨挥手 对站在一边 几乎被人忽略的牙异倒 将尸体带回去 交给五座检查吧 牙异连忙应声 加在一位将军和一位郡主之间 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在这个小城 原本衙门就没什么存在感 哪一方他们都是得罪不起的 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赵公子 牙异游异一下 还是忍不住问道 郡主 不知赵公子 按理说 赵公子也应该让他们 先带回去收押 只是不知道 这位郡主娘娘 是忘了还是怎么的 提都没提 南姑墨身边 曲连经含笑道 赵公子对郡主不敬 自然是需要先领了法 才能送去衙门呀 七连经本来就是 长得美艳动人 此时他笑颜颜 对牙异说话 两个牙异看得 险些晃了神 回过神来 才连忙道 郡主 这 有什么事 本郡主担着 放心 本郡主保证 他能够活着到衙门受审 那 小的们告退了 牙异暗暗地松了口气 连忙告辞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七集 将军府的人 自然不肯让南姑墨将人带走 谁知带回去兴成郡主 会不会动思行 可惜 对着香肠郡主身边 气势惊人的示威 他们什么也不敢说 什么也不敢做 南姑墨也不客气 笑颜颜道 回去告诉赵将军 贵公子对本郡主不敬 本郡主略加教训 就会送回去 当然 他若是觉得不服 可以再来卫府 跟本郡主聊聊 带走吧 白白手 示意身边侍卫将人带走 侍卫一言不发 上前一步 扣住赵公子 转个身 就向卫府的方向走了 赵公子自然不肯 可惜以他能力 侍卫即便是单手扣着 他也是挣扎不开的 回到卫府 赵公子再也没有了 知情的气焰 看着从外面进来的南姑墨 警惕道 你 你们想干什么 南姑墨玩耳一笑道 先带下去 教教他怎么说话再说 是 郡主 柳韩领命 以女子之身 单手拎起赵公子 就往门外走去了 不过片刻 门外就传来赵公子 凄惨的嚎叫声 曲连星亲手为南姑墨 奉上一杯茶 看着他 悠然的神色 不禁笑道 郡主一点也不担心吗 担心什么 南姑墨接过茶水 不解道 到底是赵将军的公子 那位赵将军看起来 脾气好像不太好 脾气暴走的人 有时候做事 未必会思虑周全 也就是说 他可能根本不会考虑 他根本惹不起 星成郡主 或者 星成郡主身后 还有什么人 怒火上头时候 直接就冲来了 我正盼着他来呢 这日子过得 有些无趣啊 很快 赵公子被人 重新拎回来 扔在地上 只是一张 原本就不是 如何出众的脸 已经被打得 又红又肿 赵公子怒瞪南姑墨 却怎么也不敢开口 将口中的话 骂出来 南姑墨不由一乐 哼 看来这回 是懂规矩了呀 你想怎么样 南姑墨 牵客扶手 说说看吧 谁让你来陷害 本郡主的 没有谁 我没有陷害你 赵公子脸色微变 你想说 这是误会吗 南姑墨笑咪咪地问道 赵公子确实是想这么说 但是看着南姑墨 四笑非笑的容颜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 她很清楚 南姑墨 根本不会相信她的话 于是 她只能沉默 南姑墨摸着下巴 你是不是以为 看在你爹面子上 本郡主不会对你如何 就凭你污蔑本郡主 对本郡主不敬这一点 我就是打死你 你爹也没处说理去 你敢 我敢 不过 我觉得这不好玩 我们不如来玩个游戏吧 赵公子神色怪异 看着眼前青梨女子 只听南姑墨道 现在你爹 已经知道你被我抓走了 你猜 他什么时候会来救你 等我爹回去看了四弟的生事之后 立刻就会来找我 不 我赌 你爹不会来救你了 不仅不会来 还会把你送给我 随我处置 这不可能 赵公子冷笑 根本不相信南姑墨的话 父亲虽然对他 没有对四弟那么看重 却还是十分疼爱的 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 就将他送给星城郡主随意处置呢 南姑墨挑眉道 不信吗 那我们来赌一把吧 如何 你上怎么赌 我赌你爹不会救你 你可以赌你爹几个十膳才能来救你 当然 我建议你最好 还是多给你爹一点时间啊 赵公子冷哼一声 游异一下道 一个时辰 不 两个时辰内 我爹一定会来 若是你说了怎么办 现在已经过了大半个时辰了 将近两个时辰 无论四弟怎么样 都足够父亲抽出时间来救他了 我输了 今天事情一笔勾销 我将医馆关了 若是你输了 不可能 南姑墨不受影响 淡定道 若是你输了 你父亲没晚来一刻钟 我会让人抽你十鞭子 直到你父亲来了为止 若是他一直不肯来 你就自求多福吧 赵公子一脸惊愕地望着南姑墨 仿佛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轻力秀美的女子 竟然会如此恶毒 不过 他并不觉得自己会输 值得一满点头道 好 一言为定 南姑墨淡笑不语 此时的赵将军府 却是盲成一片 整个小城大夫几乎都被请到赵府 四公子院子里 赵将军正焦急站在门外 等着大夫诊治结果 他身边一个容貌秀丽的中年女子 早已哭成泪人 房间里传来一声惨烈的叫声 赵将军终于忍不住冲上前去 一脚踢开房门 房间里 几个大夫正围着床边处理伤势 床上 刚刚二十出头的赵四公子 一只腿血迹斑斑 躺在床上 几乎整条腿都被鲜血染红了一般 小腿断裂伤口 即可见过 赵四公子显然是很痛苦 被两个大夫按着依然是剧烈的挣扎不休 让小曜替他处理伤口的大夫 更加难以下手了 见过 见过将军 费什么话 赵将军冲到床边 没好气道 还不赶快处置 小四到底怎么样了 一个老大夫 为难的游异一下 还是决定有话直说 沉声道 启禀将军 四公子的伤势 只怕是不太妙啊 赵将军心中一沉 立声道 什么叫无妙 不就是被马踩了一下吗 本将军当年被射穿了 现在不也黄泵乱跳的 老大夫叹了口气 若是被剑射穿倒是好了 只要是没有伤到经脉 处理起来也是要容易多的 只是 那马蹄正乔踩在了四公子的腿骨上 虽然腿骨没有完全碎裂 却也伤得非常严重 想要完全医好 只怕是 另外 这种伤非常不容易愈合 因此 若是不胜感染了 赵将军咬牙沉声道 无论你们要什么药材 本将军都能够找得到 一定要治好小四 赵将军也是驰骋沙场的人 岂会不知伤口若是感染的后果会是多么严重 战后至少有一半士兵 都会因为各种伤口感染的问题而死去的 爹 爹 好疼啊 床上的赵四公子 不知什么时候再次吐出塞在嘴里的毛巾 惨叫起来 四儿 四儿没事 别怕 不会有事的 大夫皱眉 看了看焦急的赵将军 见一道 将军 四公子的伤 咱们只怕是 将军若是认识医术高明的名医 还请将军早想办法 越是治得早 四公子恢复的可能性就越高 我等无能 小老儿说的是 一等一的神医 寻常的大夫 寻常的伤药 对四公子的伤 只怕是没有什么效果 大夫摇头叹息 神医 赵将军皱眉 他上那儿去找传说中的神医呢 门外女子显然也听到里面大夫的话了 立刻冲了进来 老爷 老爷 老爷怎么办 四儿 四儿的伤难倒真的 你们先别着急了 赵将军皱眉 安抚爱妾 沉吟片刻 我立刻派人去幽州 将幽州的名医全部请来 太好了 四儿 四儿 四儿不能有事 它是我的命啊 老爷 看着赵将军飞快出门 老大夫在心里暗暗摇头 就算是真有什么名医 这位赵四公子的伤只怕也是玄来养 赵将军 匆匆匆地向外走去了 抽了赵公子七十鞭子 不过他们下手也是有分寸的 至少 绝对能够保证给赵公子留下一条命 而且 没有郡主的吩咐 他们也不会抽要害位置 所以 赵公子身上全都是皮外伤 但是即使如此 也足够痛苦了 看到南公墨过来 赵公子眼底闪过了一丝怒火 其中却夹杂着点点恐惧 南公墨笑容可举道 赵公子 昨晚过得好吗 昨晚过得好吗 当然不好啊 不说每隔一个时辰 就要被人狠狠抽上石鞭子 就是被人绑在花园一个晚上 也不会好过的 如今虽然刚入秋 但是北方夜里 已经有几分寒意了 一晚上都站着 即便是被迫的赵公子 也有些受不住了 南公墨笑道 你可别埋怨我 你对令尊信心满满 可惜 现在已经过去七八个时辰了 贵府上下 可是连问都没有一个人 过来问过你呢 赵公子咬牙沉默不语 南公墨叹气道 所以您也别怪我 昨天本郡主险些被你害得鸣声扫地 这口气若是不出处了 以后我南公墨怎么还好一丝在外面走动呢 要怪 你就怪你太相信令尊了 你若是说十个时辰 你现在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我不信 一定是你 你让人拦着不让我爹进来是不是 南公墨同情望着他 也不反驳 倒是屈连兴笑隐隐道 赵公子 你可是冤枉我们郡主了 这花园隔着大门 就只有一个隐蔽而已 有没有人来过 你难道会不知道吗 听说赵司公子伤得很重呢 昨日赵将军命人快马往幽州请大夫去了 只怕是没空理会这边的事情吧 你再等等 这会儿啊 大夫已经到了 说不定再过一两个时辰 赵将军就来了呢 看着眼前两个笑容明艳的绝色女子 赵公子却没有半点欣赏的心思了 不仅是因为南公墨的狠辣和屈连兴的嘲讽 更是因为他心中莫名的心慌和恐惧 爹拜人去请大夫救四弟 即便是这样 大夫又不用爹亲自去请 赵府距离卫府更是不过一条街的距离 走一趟这么难吗 想起自己昨天还在心中幸灾乐祸 现在却只剩下无边的恐慌了 不会的 就算爹再疼爱四弟一惊也绝不会抛弃他的 不会 这个女人只是想要挑拨离间而已 看着他变换不定的神色 南公墨也不多说什么 只是悠悠地倒 好好想想 你到底为什么要来找我的麻烦 顺便祈祷你爹早进来吧 否则你可真的要倒霉了 赵公子还是不说话 一个拎着鞭子的侍卫走了过来 驱连轻孝道 时间又到了吗 欺病郡主 时间到了 侍卫沉默向南公墨行礼 行 忙吧 不打扰你们了 南公墨说完 转身就要走 门外 一个侍卫匆匆进来禀告 欺病郡主 赵将军求见 赵公子顿时大喜 竟然忘了身上疼痛 得意地望着南公墨 我爹来了 我爹来了 南公墨看着他 有些遗憾叹了口气道 罢了 给赵将军一个面子 这石鞭子就先记着吧 去请赵将军进来 是 郡主 侍卫转身离开 南公墨打量赵公子 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怜悯 你真的觉得 你爹是来救你的吗 赵公子警惕盯着他 你想说什么 你猜 在你爹心中 四公子与你 孰羌孰众啊 不等赵公子回答 南公墨挥挥手 让人将他带下去了 大厅里 南公墨还没出门 就看到赵将军 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之前总是带着几分 高傲和轻蔑的脸上 此时邪满交集和忧虑 行程郡主 赵将军 一大早登门 不知所谓何事啊 赵将军一愣 虽然他是个 有些粗鲁的武夫 却知道这个时辰 登门拜访 实在是有些失礼 但是为了儿子 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在下有事求见郡主 还望郡主见谅 如此恭敬的态度 只怕就是谢力 也未必有过这个待遇 南公墨脸上笑容 越发的和蔼 微笑道 赵将军是为了 贵公子的事吗 赵将军连忙点头 正是为了犬儿 南公墨垂眸 淡淡倒 令公子对本郡主不敬 按理说 本郡主端不能这么轻易饶过他的 否则 就算本郡主不追究 父亲和母亲那里 只怕也不会放过 不过 昨儿本郡主 已经教训过他一番了 既然赵将军亲自上门为他求情 本郡主 就给将军一个面子 来人 去将赵公子带过来 是 郡主 赵将军愣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了 这才明白 南公墨口中的贵公子 跟他所说的 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他说的是刺儿 而兴成郡主说的却是三 赵将军连忙道 郡主 在下 将军不必言戏 只是令公子带回去之后 还是要好好管教得好 免得将来 误人自误 将军只怕事物繁忙 夫君如今也不在府 本郡主 就不留将军寒暄了 说着 就要送客了 赵将军顾不得许多 连忙道 郡主 在下并非为此事而来 还请郡主听我一言 说实话 这一晚上下来 赵将军几乎都忘了自己 还有一个儿子 落在南公墨的手里了 他话音未落 就见赵三公子 被柳涵带着走了进来 赵三公子脸色惨白 神情恍惚 显然 刚才赵将军的话 他也听见了 南公墨不悦道 赵将军不是为了令公子来的 这 赵将军犹豫 南公墨却仿佛很不耐烦 挥挥手道 本郡主还有事 将军若是为了令公子 本郡主给将军一个面子 以将人带回去 若不是 恕不远送 本郡主一介女流 也不好招待不相熟的客人 您说是吧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八集 赵将军即使是个武夫 但是没什么家事背景 能够爬到如今这个位置 就绝不是毫无头脑的莽夫 能触摸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岂会不明白 他们没什么交情 甚至因为之前的事情 还可以算是交恶的 将三公子放回去 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别的事情 免开尊口 将军躺在家中 群衣束手无策的小儿子 赵将军 只得按捺住脾气 拱手道 在府中 全子昨日伤了腿 听闻郡主 医术高明 还求郡主救他一救 南姑墨垂眸 大厅里气氛 一时间有些冷宁 半晌 方才听到南姑墨 淡淡道 将军只怕是听错了 我所学过的 不过是一些皮毛罢了 你瞧我刚开的医馆 昨儿就险些被人给砸了 可见是学艺不精 哪里还敢给人看病啊 赵将军暗暗叫苦 若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他也不会来求南姑墨的 昨天从幽州请来的大夫 看了儿子腿伤之后 也是纷纷摇头 倒是有一个 刚从南方来的大夫 提起兴城郡主 医术超全 曾经在南姑淮军中行医 救了不少人 更是曾经救过 几乎垂死的太子殿下 或许 有他出手 还能够有几分把握 赵将军是苦苦思索良久 无可奈何 只得厚着脸皮上门求见了 只是 昨天自己的儿子 才刚刚找了人家医馆的茶呀 看了看站在旁边发呆的三儿子 再想起还在家里躺着的四儿子 赵将军脸上神色 犹豫不定 爹 赵三公子 有些忐忑地望着自己的父亲 脸上虽然极力镇定 却还是忍不住露出 恐惧和哀求的神色 见他如此 赵将军心中更是烦满 这个儿子 从小就文不成武不就的 若是四儿子的腿真的废了 那他们赵家以后 还能有什么希望了 留在金陵的嫡子 虽然比他好一点 但是 却跟他这个做父亲的十分冷淡 而且 也依然不及四子优秀 想到此处 赵将军下定决心 攻守道 昨天的事情是一场误会 还请郡主见谅 至于我这犬子 他对郡主不敬 还请郡主 朕以责罚便是 爹 赵三公子大叫 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父亲 竟然这样对自己 他难道没有看见 他身上血迹斑斑 不知他在府里 受了多少折磨吗 若是将他交给星城郡主 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他还能活命吗 赵将军皱眉 女子 你对郡主不敬 还不道歉 对于儿子的目光 赵将军很是不自在 他心里有数 星城郡主 绝不会杀了儿子的 若是只是受些苦 就能换回一个 健健康康的儿子 有什么关系呢 身为男子 受些苦难 也不是什么坏事 赵公子哪里能想到这一些 他此时满心满眼 都只有父亲为了四弟 而舍弃他这件事情 赵公子怒吼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是女儿子啊 若不是柳涵一只手 压着他的肩膀 只怕就要忍不住 扑过去抓住赵将军 大叫起来 赵将军本来就不是细腻的人 此时又急切想要请 南公墨出手 救治自己的儿子 哪里顾得了那么多 怒斥道 你若是由你四弟半分出息 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还不闭嘴 向新城郡主请罪 看着眼前一对父子 南公墨轻叹了口气道 哦 赵将军此言当真 赵将军一证 明白过来 他问的是什么 连忙点头 这是自然 请郡主出手 救一救犬子吧 南公墨满意点头 勾唇浅浅一笑道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赵将军亲自上门 面子总是要给的 柳涵 兴威 兴威从门外进来 恭敬敬礼 南公墨道 你带着张军安和小体 去药房取一瓶 蓄骨生鸡散 去看看赵四公子吧 兴威也不多问什么 只是点头下去了 郡主 赵将军有些茫然 南姑墨淡淡道 听完令公子 是不慎被马儿踩断腿了 这种伤 寻常大夫都能处置 只是苦于 没有何用的药物罢了 有了我师兄 亲自配置的 蓄骨生鸡散 就算令公子不能恢复时成时 至少 也能恢复个八九成了 见赵将军依然不信的模样 南姑墨笑道 将军或许不知 我师兄贤哥 素有一仙之称 将军若是不信 可以范门府上请来的大夫 听他这么说 赵将军也顾不得许多了 只得拱手 告辞 匆匆走出去 从头到尾 没有再看 站在旁边的赵公子一眼 南姑墨饶有兴致打量赵公子 赵公子失魂落魄 脸上神色变换不定 一会儿是愤怒 一会儿是伤心欲绝 一会儿又是怨恨 整个人看上去是 多了几分阴质和猙獰 许久 仿佛终于接受 自己被父亲舍弃的事实一般 哈哈地放声狂笑起来 只是那声音 听上去似乎比哭声 更令人觉得凄理 真是可怜呢 南姑墨默默地想着 可惜 他从来不是什么好人 等到赵公子终于不笑了 才狠狠地瞪着南姑墨 咬牙道 你赢了 南姑墨并没有露出得意的神色 淡定地喝口茶 我知道 你想怎么样 要啥要挂 随便你 咦 该不会是被令尊抛弃了 你就不想活了吧 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诡计 你这样逼迫我爹做选择 不就是想要离间我们父子吗 可惜啊 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我什么也不会帮你做 赵公子恶狠狠地冷笑着 南姑墨有些诧异扬眉 你居然能够看得出来 不过你想太多了 什么意思 七连星眼唇娇笑道 赵公子 我们郡主的意思是 你有什么价值 让郡主设计你 就算你真的跟赵将军 关系破裂 就凭你 又能做什么呀 南姑墨没有说话 却是默认屈连星的意思 只是这般云淡风轻 却是比屈连星的直言嘲讽 更加让人愤怒 南姑墨拖着下巴 懒洋洋打量他 我跟你爹 没什么深仇大恨 就算他之前 对军末略有些无礼 那也是官场上的事情 我对是谁 指使你来污蔑我的医馆 也不感兴趣 只是你让我不顺心 我自然也不能 让你过得太愉快 你说是吧 赵公子脸色 一会儿青 一会儿紫 许久方才冷笑道 你以为你有多聪明 还不是一样 只能找到我当初其头 星成郡主也不过如此 南姑墨轻轻地打了个喝钱 挥挥手 让人带他下去了 赵公子脸色微变 竭力挣扎 你真的不想知道 幕后指使者是谁 放心 我不会伤了你的 至于幕后指使者 他不是已经受到惩罚了吗 说起来 你会听他的话 来诬陷我这件事 本身就已经很神奇了 你 你知道 赵公子眼底 是货真价实的震惊 南姑墨挑眉 淡淡倒 这军中数万匹马 你说 马儿为什么就 专踩了他呢 赵公子打个寒诈 看南姑墨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怪物 是被江人带下去了 曲连星有些好奇道 郡主 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人 到底是赵将军的公子 咱们初来乍到就杀了他 对君墨影响不好 教训教训放回去就是了 只怕他现在 比死了还要难过呢 能活着 谁想死呢 他对赵将军父子情 也没有深厚到那个份上 只是 赵家父子兄弟之间 裂痕是已经在那里 赵将军显然 也不是一个心思细腻的父亲 这个裂痕以后 只会越来越大 直到有一天 个子陌路 或者彻底爆发 曲连星问道 郡主真的要放过 那赵家四公子吗 就算是找麻烦 他们也挑人的 如果不是早就知道 赵四公子身份 至少 他们下属的时候 也会轻一点 赵家四公子 确实是赵将军膝下 最有能耐的儿子 所以 他早在魏居末一行人 还没有来之前 就已经跟 肖千叶派来的密室 接上头了 赵公子也足够聪明 能够挑动 原本跟他关系 并不好的赵三公子 就足以证明 甚至连赵三 只怕也是 刚刚才回过味了 可惜 从他被人查到 跟肖千叶的人 有过接触之后 一旦出事 他被怀疑的危险 就超过寻常人数倍 哪怕真是跟他无关 南公墨也不会介意 随手舍掉一个 肖千叶的羽翼的 南公墨淡淡道 人家又没做什么 不过就是找人弄死 自家哥哥小妾呀 再找人挑个几句而已 咱们又没有证据 能够怎么办 屈连青仔细想了想 也就放开了 只要想到赵家以后 注定的兄弟席墙 父子反目的遭遇 就觉得暂时放过 也没什么了 何况他们既然已经知道 赵四身份 害怕他反了天不成吗 但愿经过这一次磨难 那位三公子 能够多撑一段时间 别被弟弟轻易弄死了才好 公子回来了 屈连青抬头 看向从外面走进来的人 连忙浮身见利 只见魏君墨一身青山 神色漠然走了进来 魏公子昨天被谢将军派去 巡视军阳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 当时有些奇怪了 南公墨以为 他至少要傍晚才能回来呢 怎么这么早回来 魏君墨在他身边坐下来 问道 府里出什么事了 刚进门就看到两个侍卫 拎着一个血迹斑斑的 青年男子出去了 也来不及问 就直接进来 看他一身疯尘的模样 南姑墨示意去连星 去让人准备一些饭菜 一边笑道 能有什么事 不过是教训一个 不知轻重的家伙罢了 魏公子挑眉 显然是不信的 真的 南姑墨无奈 侧手靠在他肩头上 慢慢地将昨天事情 讲了一遍 随便把自己对付赵家的事情 也交代清楚 魏君墨微微醋霉 吴小 怎么喜欢这些 不甘不脆的手段了 南姑墨摆他一眼 那你说该怎么办 杀了 南姑墨伸手 狠狠掐了他一把 咱们才刚来 就杀了军中将领的儿子 摆明了让人针对咱们 更何况 我无聊啊 我觉得 以后赵家肯定会很热闹 等我有空时候 再替那位赵三公子加把火 等到家里后院着火的时候 想必赵将军就没空找你的茬了 魏公子唇边掀起了一抹笑意 伸手将他揽入怀里 南姑墨觉得 靠在他的怀中 分外舒服 便也毫不客气 越过椅子 扑进了他的怀里 话说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 没遇到什么事吧 魏公子挑眉 似乎在问 能遇到什么事 比如说 有人刁难你 给你个架码威什么的 这又不是常用的事吗 就像当初 你刚去朱将军军中那会儿 魏君墨扶开他的发丝 淡然道 你想的太多了 好吧 有长风秋阳他们跟着 和有那么一大群侍卫 敢找你麻烦的人啊 大概也不多 都是军中出生入子的将士 眼力总还是有几分的 可不是每个高手 都能够如魏公子这般 气息收敛自如 就他们府里那一群人站出去 那气势再厉害的军中满汉 也要绕着走 魏君墨轻拍他的背心 问道 我不在 可有人找你麻烦 南姑墨摇摇头 他好歹还顶着郡主封号呢 除了赵家那个笨蛋 谁还敢光明正大找他麻烦 魏君墨当然也明白 没有人能够找南姑墨的麻烦 大概也都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幸好 南姑墨显然也没有心情 跟那些军中将领的家眷交流 除了一些低级的将领 带着原配 高一级的将领 家里一水都是小妾 南姑墨实在不知道 要跟这些人交流什么 还不如没事干的时候 玩玩抓老鼠的游戏呢 谢力一直没有动静 你说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不是他想干什么 是肖千叶想干什么 肖千叶 肖千叶大概只想杀了你吧 嗯 所以谢力同样是想要杀了你 只是还没找到机会 魏君墨轻抚他的脸 无妨 不用担心 我才没担心呢 昨晚小事情太兴奋没睡好 我睡一会儿 回房睡 看着靠在自己怀里 闭着眼睛一副 安然入睡模样的女子 魏公子无奈道 你帮我回去 南姑墨眼睛都懒得睁开 直接攀上他的肩头 魏公子只得小心将人抱起来 起身朝外面走去 郑主 公子 七连经端着膳食进来 就看到抱着郡主迎面走来的魏公子 魏君墨摇摇头 扫了一眼他手里东西 不用了 午膳在一起用 是 公子 魏君墨越过屈连心往外走 被他抱在怀里的南姑墨 声音淡淡的响起 连心 送到主院来吧 望着魏公子背影 消失在门口 去连心低头看看手里东西 到底听谁的呀 怂怂间 往门外走去 还是听郡主的吧 他可是郡主的人 小城中央谢力府里 谢力脸色阴沉 望着坐在自己下手的部下 两久不语 赵将军看着谢力阴沉的神色 心中不由有些忐忑 犹豫一下 方才问道 将军 朝末讲起来可有什么事 谢力轻横一声 听说令郎 去找兴臣郡主的麻烦了 这 将军明鉴 这是一场误会 犬子 犬子如今正在兴臣郡主府中 任由郡主处置 想起被自己扔在魏府的儿子 赵将军也有几分担忧 但是将军之前 也明确交代过 谁都不许轻意去找 魏君末一行人麻烦 所以 他只当将军叫自己过来 是费了自己不遵军令而动怒 连忙解释道 谢力没好气骂道 蠢才 你以为老夫 不让你们找魏将军的麻烦 是因为偏袒他们 这 自然不是 赵将军连忙陪将 但是事实上 确实是有不少将领 心中有这个想法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零九集 谢力冷冷道 连对手的底细都没考清楚 就敢乱来 你们倒是真不怕死啊 赵将军有些委屈 不过却也听明白 谢力话中含义了 请将军指点 不是老夫看不起你们 你们这些常年 在军中打滚的武夫 就算再多长两个脑袋 也不是星成郡主的对手 想要找他麻烦 是给人家送菜还差不多 昨天的事 你们也算是交过手了 结果如何 赵将军想解释 昨天事情 并不是自己的意思 却在听到 谢力的话之后 忍不住道 将军 那星成郡主 不过是个 十七八岁的丫头罢了 就算是有些武功 但是 也没有将军 你说的那么 没有那么玄乎 去年想要造反的张定芳 说政王位 连做热都来不及的萧纯 去年年底的灵州之乱 还有刚刚不久前 北援兵马大元帅 呼敦手下 一口气死了六七个将领 若不是呼敦早有准备 安置了替身 只怕现在北援 就已经乱成一团了 这些事情装装渐渐 都跟那位星成郡主 有扯不开的关系 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幽州距离金陵太远 消息本来就不算通畅 许多消息身为 幽州都市的谢力能知道 但是底下将领 却未必能够知道 听了谢力的话 赵将军也忍不住 吸了口凉气 只是眉宇间 还有些不信的神色 谢力叹了口气道 唉 别的不说 就说昨天的事 最后是什么结果 你看到了 你觉得怎么就那么巧 你那四公子 就正巧被马踩断了腿 赵将军猛的站起身了 将军 你说四儿的伤 谢力抬手 按下他的冲动 沉声道 不管他的伤势 怎么回事 这件事暂且按下不提 但是 赵将军不服 忍不住道 谢力轻横一声 有空想这些 你不如想想那三子 将军这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觉得 星辰郡主 非要让你留下 你的三儿子 是为了打他几顿初七 若真是这样 他就算把人扣下来 难道你还敢去 强闯郡主府 为什么放你进去 又为什么 非要你亲口说出 将儿子交给他 随意处置 赵将军一脸茫然 显然谢力说的这一些 他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谢将军为暑假头脑 感到有些头疼 你就没想过 你当着他的面 抛弃了他 星辰郡主 又不可能真的杀了他 他在星辰郡主手里 受到的琢磨越多 出来之后 只会越怨恨你 这个父亲 和导致他 被抛弃的一母弟弟 你扶上以后的日子 还能好过 赵将军 这才恍然大悟 这 这星辰郡主 用心如此歹毒 谢力美好气道 谁让你们不长眼 要去招惹人家 昨天的事情 星辰郡主出手如此狠辣 不只是为了教训 你的两个儿子 也是给这军中 上下的人看看 杀鸡尽猴 不过如此 不想不知道 被谢力一言一语的 分析过后 赵将军确实越想越心惊 将军 这事 该如何是好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等到星辰郡主 将你的三公子 放出来之后 好好安抚一番 若是不行 就送回金陵吧 赵将军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想起南公墨的手段 还是忍不住心中意涵 现在就算再怎么样 也不能去找南公墨麻烦了 如今在万人看来 是赵家先找了南公墨的麻烦 人家不计前嫌 送药给自己的儿子 赵家若是再做什么 就是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了 是 将军 赵将军只得低头道 浅退不下 谢力望着空荡荡的大厅 叹了口气 一个穿着不起眼的男子 从后堂走出来 叹气道 新城郡主出手 果真是名不虚传 谢力神色微冷 沉声道 现在你们满意了 男子也不在意 只是淡淡一笑道 大家都是为了陛下本事 将军何必动怒 谢力轻哼一声 不再说话了 因为赵家的事情 新城郡主在军中 历时威仪被赠 当然 这些内情 寻常百姓和士兵 是不会知道的 但是上层的将领 却都已经明白 新城郡主 是不能轻易招惹的 没看见赵家四公子 如今还躺在床上 动弹不得 赵家三公子 前两天 才刚刚被人抬回赵府 整个人看上去 神色灰败 精神萎靡 也不知遭受 什么样的折磨 原本还打算上门 攀攀关系的 各家爱妾 也都纷纷地 掩齐西鼓 这位郡主 还是敬而远之好啊 卫府的人们 却不管这些 纷纷心情愉悦 迎来一年一度的 中秋佳节 既然谢力看起来 一时半刻 不像是要找麻烦的模样 魏君墨在新的职位上 也做得十分顺手 众人都颇有兴致 准备好好的过节了 中秋当天 整个府邸一片热闹欢腾 虽然除了南姑墨 柳涵和曲连星 清一色的都是男子 不过 男人也喜欢热闹 整个府邸张灯结彩 酒香扑鼻 一片欢腾热闹 府中后院的梁婷 南姑墨和魏君墨 坐在亭中说话 坐在他们对面的 是风流不羁的 长风公子 院子外面 时不时传来 众人喧腾声 令长风靠着梁婷柱子 把玩手中酒杯 笑道 说起来 本公子也是许久没有跟人一起过中秋了呀 中秋是团圆佳节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 哪有什么团圆 回令家 去看那一家子幸福美满团圆吗 紫销店就不用说了 全都是杀手 谁还有心情玩这些温情墨墨 南姑墨靠着魏君墨 笑道 长风公子 这是想家了还是寂寞了呀 长风公子择了一声 美好气的翻个白眼 中秋佳节 还不许本公子感慨一番呢 好些美好报 我是想说 长风公子早些成婚 不就每年有人陪你过中秋了吗 要不要我请母亲或者是舅母 给你相看一个姑娘啊 令长风看看两人 突然促下的一笑道 哼 本公子明白了 原来是嫌弃本公子爱事 不用这样吧 你俩整天腻在一起还不够啊 哎 君墨 见色忘义 可不是君子所为啊 南姑墨没好气的 粘起桌上盘子里的一块月饼 就朝他砸过去了 吃你的月饼吧 长风公子也不客气 动也不动 直接仰起头张嘴 朝着飞来的月饼一摇 一道指锋掠过 飞到跟前的月饼 立刻四分五裂 长风公子什么都没咬到 反倒是被漏了一身的碎炸 魏君墨 长风公子大怒起身 魏公子淡淡挑眉 神色淡然 如何 你欠揍 或许是酒喝的有点多 长风公子浑然忘了 自己跟魏公子之间的差距 直接就扑了过去 魏公子抬眼 一只手在跟前桌上一按 整个人变巢后将梁亭脉退去 南姑墨抬眼就看到 长风公子从自己身边扑过去 也跟着追过去 不大的花园中 滑灯高照 两个人在花园中交起手来 魏君墨平素 很少跟人切磋 难得见今天有兴致 南姑墨便也转身 趴在梁亭边的美人靠上 观摸起来 七连星端着东西进来 不由一愣道 怎么打起来了 南姑墨捏起一块月饼 小口品尝着 一边道 咸的呗 连星 你别忙了 坐下来歇着吧 哪里就忙了 只吃月饼点心喝酒 对身体不好 我做了一些招 郡主用一些吧 辛苦你了 先放着 七连星 也跟着走到梁亭边 看着在花园中交手的两人 浩月当空 淡淡烛火下 两个人影 飘忽不定 看着他一阵头晕眼花 虽然这大半年 他也跟着柳寒学了一些 但是到底年纪不小了 跟那些从小学武的人 没法比 何况 就武学方面来说 他确实不是什么天才 魏公子的武功高 还是长风公子的武功高啊 屈连星忍不住 扶鹅问道 南宫墨笑咪咪道 这个嘛 长风和君墨之间 大概相差了 二十个星威那么多吧 屈连星对武功高低 没什么概念 但是星威的武功很厉害 他是知道的 据柳寒说 星威原本是紫霄店 二十八宿中最厉害的杀手 二十个星威 长风公子的武功 虽然在打斗 但是令长风 还是没有忽略他们这边对话 忍不住 娃娃叫道 莫姑娘 你也太高顾这个家伙了吧 那长风公子怎么看 长风公子刚刚躲过 魏君墨 削向自己头顶的一剑 心有余计的 这个 最多 也就十八九个吧 令长风和魏君墨的差距 刚开始看不出来 但是三五百招之后 就渐渐的明显起来 长风公子也很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打不过魏君墨 过把瘾就跑 再打下去 就真的要挨揍了 于是 趁着退到院墙边缘时机 长风公子 直接转身跑了 而且是往院外 最虚弱的地方跑去 那里 有一大群侍卫 正聚集在一起开怀畅演 就算魏君墨还要追过去 至少 也还有人给他打个刀什么的 魏君墨却显然没有这个性质 立在院墙上 扫了一眼狂奔而去的长风公子 轻横一身 转身掠回梁亭 七连经看看两人 也十分拾去 眼唇一笑 转身告退了 看着魏公子依然冷峻的神色 南姑墨朝他伸出手 笑道 长风开个玩笑 你跟他较之做什么 伸手握住他的手 魏公子在他身边坐下来 南姑墨伸个懒腰 俯身将头枕在他的腿上 望着当空的明月 不由有些感叹道 今年可比去年舒服多了 去年中秋 他们是在宫中参加宫宴 比起喧闹繁华又无趣的宫廷宴会 他还是更喜欢现在这样的清静舒适 不过 师父和师叔现在肯定在骂人了 距离幽州这么近 却没有回去陪着师父师叔过节 不骂人才怪呢 不过 现在倒霉的是师兄 只是下次见面 师兄肯定要拿这个说事了 魏君墨把玩他的发丝 淡然道 有强哥陪他们 也是 回去了 到底去陪师父还是去燕王府 也是个问题 还是就交给师兄烦恼吧 以他对燕王殿下了解 燕王殿下肯定不会允许他们 陪着母亲一家三口过节 但是师父和师叔 显然又不想跟燕王府打交道 回去也是左右为难 还不如不回 不过 下次师兄找我麻烦 你可帮我挡着 他不敢 想起自家师兄 南姑墨忍不住低头闷叫起来 好吧 魏公子觉得他不敢就不敢吧 反正 师兄八成也不会找他麻烦 远处依然传来喧闹的声音 但是花园里却是一片宁静 两人一坐 一躺 在凉亭安静的赏月 仿佛凡尘喧嚣 都离他们远去的一半 南姑墨默地想起一件事来 坐起身道 对了 我想起还没送你中秋礼物呢 中秋礼物 魏公子挑眉 南姑墨叫道 在这里等我 魏公子犹豫一下 微微点头 紫色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亮光 显然 魏公子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 但是思千里 还是对这所谓的礼物 十分期待 南姑墨不由玩耳一笑 低头在他眉心落下一吻 然后在他再一次伸手 抓住自己之前 飘然远退了 魏公子独自一人 坐在凉亭饮着酒 远处的喧嚣声 越发趁着整个花园幽静安宁 刺耳听到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 魏公子挑挑眉 嗖嗖几道暗器闪过 花园中彩灯齐齐灭掉 原本明亮的花园 顿神按下来 只留下淡淡的荧光 洒在花园里 花草 甲山 梁亭 还有梁亭中 俊美无仇的轻衣男子 只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 飘然而至 轻轻地落在梁亭外 不远处的甲山上 魏公子抬头望去 只见甲山顶上 南姑墨长发微晚 一身红衣飘然 亭亭而立 银色月光洒在他身上 整个人仿佛笼罩上一层淡淡的荧光 仿佛随时都要将飞身而去一半 魏君墨忍不住站起身来 院中一角 一声琵琶 莫然响起 随着月音 南姑墨翩然起舞 南姑墨轻弓 本就是一流中的一流 即使是站在甲山顶上 依然如履平地 琵琶声带着一丝抑郁风情 显得激烈张扬 而又不失欢快热情 南姑墨的舞姿 同样也是如此 魏君墨不由想起 不久前在北渊时候南姑墨的舞蹈 但是这一次却和北渊牧民 粗犷大气的舞姿不同了 带着一种热情又妩媚的情志 南姑墨红衣翩然 衣媚飘飘 每一个举手投足动作 带着一种令人忍不住 想要上前抓住他的诱惑 一种令人心思浮动的张力 但是 这样的舞蹈 又绝不带半点的轻浮和苏美 她脸上笑容张扬明媚 随着琵琶节奏旋转翻飞 美艳不可芳舞 如果说 在北渊时候 南姑墨像牡丹一样雍容大气 此时在月光下舞蹈的女子 却宛如最明媚的火焰 在这清冷的月色下 轻易就能够点亮整个天地 一时间仿佛整个世间都不存在一般 魏公子的眼里 只有假身上 那个笑容明媚 妖娆动人的红衣身影 不想 不想 紫色眼眸略过一丝火热的暗芒 仿佛听到他心中轻化了 南姑墨回眸 看向下方 魏公子已经走出凉亭 定定地望着他 不由地给了他一个明艳的笑容 琵琶声渐渐高扬 南姑墨舞蹈越发地激烈起来 魏公子搁搁唇脚 唇边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无想 随着南姑墨的舞动 高扬的曲声终于渐渐地低下来 直到最后慢慢地消失 君墨 南姑墨最后收住舞姿 朝底下男子奄然一笑 然后一跃而起 整个人掠上半空 就在人以为他将要凌空而去的时候 又飘然落地了 魏居墨跟着月起 隐隐地将他接入手 这才双双落地 无想 怎么样 喜欢吗 魏公子望着怀中 轻力绝尘的容颜 微微点头 很好 魏长 男姑墨有些不满的 我第一次跳舞 就只有这五个字啊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集 魏公子不语 直接一把抱起他 足下一点 朝着主愿的方向而去 身后甲山上 空空荡荡 仿佛方才那绝妙的红衣身影 不曾存在过一般 清晨 南姑墨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魏居墨提着箭 从外面进来 不由有些惊讶的 你今天没出去啊 自从来到这里 魏居墨新官上任 每天总是早早地出门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南姑墨也能想到 一个还不到二十五岁 就被空降到这里 成为二品将军的年轻人 即便是那些将领 不敢公然找他麻烦 暗地里的磕磕绊绊 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更不用说 魏居墨还是铁板钉钉的 燕王府的人 魏公子显然是 刚刚从外面练剑回来 南姑墨有些羞愧 他最近好像太过怠惰了 魏居墨摇摇头 我昨天刚回来了 谢将军说 这两天不用去军中 虽然谢力没找他麻烦 但是能让他少插手一点 军中事情就少一点 所以给他放假这种事 谢力一向是很大方 虽然这也很容易 招来别的将领记恨 但是谢力自然不会考虑这个 南姑墨坐起身来 魏居墨已经走到床边 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甚至可又不是 你最近总是没什么精神的样子 没有啊 大概是无聊了吧 魏居墨微微醋眉 他也知道 吴家素来不是能够长时间闲下的人 偏偏这小城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沉吟片刻 魏公子道 若是觉得无聊 就回幽州 去住几天 之前不是还说 不许找师兄玩吗 魏公子脸色 顿时有些阴郁起来 好一会儿 方才开口道 很快 我就要准备出征了 反正每年秋冬 边境上总是要打上几场的 他们刚刚在北渊闹了一场 不管怎么样 北渊人总是要来找些场子 所以 今年只怕会更加热闹 南姑墨一愣 这才想起来 有些失望的 唉 我不能一起去 魏居墨伸手将他揽入怀里 安慰地揉了揉他后脑的发丝 你可以去救救的君主 但是 我不放心 谢律真讨厌 南姑大小姐不高兴道 眼睛一转 就想出个馊主意 要不 我去给他加点药 他爬不起来 郡中就是你说了算了 魏公子无言轻抚他的发丝 就算谢律现在立马死了 萧千燕宁愿不出兵 让燕王兵马 单独跟北渊对抗 也不会允许他们出兵的 南姑墨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方才的话 不过是开玩笑罢了 唉 算了 我也不是真的有多喜欢上战场 到时候呢 我就回幽州陪母亲和师父师叔 你打完仗呢 快点回 公子 郡主 出事了 南姑墨话还没完 门外就传来屈连星 有些焦急的声音 屈连星到门口 看到溺溺在一起的两个人 连忙停住脚步 想要退出去 但是 他要禀告的事情 也确实是十万火急呀 南姑墨坐起身 问道 出什么事了 燕王殿下出事了 什么 不只是南姑墨 就连魏君墨同样震惊 怎么回事 屈连星定定神 沉声道 刚刚燕王妃 命人传来消息 燕王殿下不知怎么的 突然闹着要纳一个女子为侧妃 两人对视一眼 心中这才松了口气 他们还真以为燕王出了什么大事呢 南姑墨握住魏君墨的手 对屈连星道 仔细说清楚 屈连星点点头 传心的人说 半个月前 燕王殿下 从边关会幽州的路上 救下了一个姑娘 带回府中之后 就宣布要纳那位姑娘为侧妃 而且 对那姑娘百般宠爱 好几次连王妃的脸面都不顾了 老得王妃脸上很不好看 就连大长公主劝说 王爷也听不进去 就像是 就像是被迷去了心魂一般 就连那位善家郡主 都因为姓侧妃 被燕王给打了一顿 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 一时间 南姑墨不知脸上要摆出 什么样的表情才合适啊 说燕王被一个女人迷去心神 比告诉她 燕王真的病入膏肓 还让人难以置信 南姑墨实在是很怀疑 燕王那样的人 真的会为了什么人而失去理智吗 舅母让人通知我们是为什么 如果事情是真的 他们也说不上话呀 如果燕王 相敬如宾十几年的妻子和儿子 妹妹的话都听不进去的话 难道 他们两个外甥外甥媳妇的劝告 还能有什么用吗 王妃怀疑 王爷是找了别人到 被什么迷了心痴了 所以 想请公子和郡主回去看看 南姑墨叹了口气 与魏君墨对视一眼 点点头 嗯 去准备吧 我们回去看看 可惜 屈连青还没来得及转身准备 门外 柳涵就匆匆而来沉声道 公子郡主 谢将军命人来传令 边关有变 请公子立刻准备随军出征 房间里一片宁静 许久 魏君墨才到 吴侠 令长风跟我走 其余人你带走 幼稚那边 辛苦你了 不行 你只带着令长风怎么够啊 别忘了 谢力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要对魏君墨动手呢 对我来说 人少更方便一些 听话 看着他紧促的眉头 南姑墨只得叹了一声 伸手摸了摸他冷峻的容颜 轻声道 千万小心 我在幽州等你 魏君墨沉默点头 小城外 两人携手出了城门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谢力便带着人匆匆赶来 魏将军 两人回头 魏君墨淡然道 谢将军 谢力脸色有些不好看 扫了一眼城门口 几十名整装待发的骑士 沉声道 魏将军 本将军说过了 立刻准备起城前往边关 你没听见吗 南姑墨站在魏君墨身边 笑道 谢将军误会了 要离开的是我 君墨只是来送我一城而已 兴成郡主 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并不是军中将士 而是君墨的随身亲位 他们去哪 跟将军没什么关系吧 谢力神色凝重 问道 郡主这是要去哪 南姑墨淳边 扬起一丝嘲讽的笑意 本郡主去哪 谢将军能不知道吗 说完 不再理会脸色 有些难看的谢力 翻身上马 低声对魏君墨道 我先走了 战场上一切小心 你也小心 南姑墨呵呵一笑 目光淡淡地 扫过底下众人 别担心 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做娘子的 一定灭了所有人替你报仇 虽然他是带着笑的 但是深知南姑墨 底细的谢力 心中却是意涵 魏公子神色淡定 点头道 多谢娘子 南姑墨玩耳一笑 吊转码头 一提江上 朝着官道方向奔去了 魏君墨抬头 看着一众人 沉声道 乌侠若是有什么事 你们也不必来见我了 众人齐声应导 然后 纷纷吊转码头 朝着南姑墨的方向 追过去了 看着一群人 绝尘而去 魏君墨方才回头 对谢力道 谢将军 现在可以走了 谢力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走了 只是背对魏君墨 谢力唇边露出一丝 苦涩的教义 他并不想与魏君墨 和青城郡主为敌 更不想和燕王府对上 可惜 各位其主 他也没有选择 当天下午 南姑墨一行人就回了幽州 南姑墨并没有将人全部带回城 而是吩咐大部分人去了翠薇山 翠薇山浮原辽阔 地势也不错 随随便便藏个几千精兵都不成问题 更何况只是几十个高手 南姑墨带着曲连兴 柳寒兴威 以及几个侍卫 回城去了 回到清末园 下人禀告 公主去了燕王府 还没回来 于是南姑墨来不及休息 又转身出门 去了燕王府 燕王府依然如往日一般 宁静宿母 只是这其中 又多了几分凝重和压抑 下人们也是来去匆匆 小心翼翼 仿佛连喘口气 都不敢太大声一般 被人引到燕王妃的院子 刚进大厅就看到燕王妃 起身迎上来 距离上次离别才没多久 燕王妃的神色却是十分的憔悴 让南姑墨有些怀疑 燕王妃是不是大病还没有好拳啊 长平公主也坐在大厅中 脸上也有些疲惫 虽然而小心扶着燕王妃 南姑墨连忙伸手 扶住燕王妃到 舅母 母亲 我回来了 乌侠 看到她 燕王妃眼眶不由红了 燕王妃性子素来刚强 能让她露出这般神色 可见这些日子是真的不好过了 乌侠 君儿怎么没回来 长平公主看了看她身后问道 宾官有变 君墨随君出征了 长平公主叹了口气 也没说什么 现在君墨可不像是之前在燕王君中随时可以说走就走 只要燕王一句话就可以了 现在若是魏君墨不管不顾的要走 上次真的是可以以违抗君命的罪名直接斩了她 南姑墨和孙眼儿扶着燕王妃坐下来 燕王妃勉强叫道 看我这 善无暇见笑了 南姑墨摇摇头问道 舅母母亲 舅舅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长平公主看看燕王妃 还是我来说吧 你想必也听说了三哥带回来那个女子的事情 三哥后院的人本就不多 如果只是要那个侧妃 只要莱莉清白三嫂断不会说什么 只是那女子莱莉不明不说 自从三哥将她带回来 就样样比照嫡妃的待遇 言听既从不说 还想要大宴宾客 招告幽州所有人 这真是 南姑墨明白 这可是实实在在打燕王妃的脸啊 虽然燕王妃素来贤惠 却绝对容不下这样的事情 长平公主继续道 还不止这些 三哥还将那个女子不知打哪儿来的两个兄弟 都安排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那些位置原本就是有人的 如今这样做 不是让那些这些年忠心耿耿的人不满吗 前儿个 那个女人又给三嫂没脸 善家郡主劝了两句 三哥当场大怒 让人将善家郡主打了一顿 虽然长平公主也不待见善家郡主 但是平心而论 这件事善家郡主说的并没有错 另外 善家郡主即便是真的有错 也是燕王妃来教训 哪里有做公公的 直接让人打儿媳妇板子的道理 更何况 善家郡主还是从金陵来的 看在萧千叶的份上 也要给她几分面子 南姑墨醋眉 就算燕王真的突然喜欢上一个女人 也没有道理 突然间就性情大变了呀 燕王舅舅 最近还有什么变化吗 自从那个女人来了之后 王爷对正事方面 就不是十分上心了 以前王爷总是诸事毕宫 但是最近 却总是将手里的事情 丢给下面的人做 特别是 那个女人的两兄弟 下面的人多有不满 都告到我这边来了 可是 我又能如何 她是燕王妃 这府中燕王之下第一人没错 但是这份体念是燕王愿意给才有 王爷不愿意给她面子 她在别人眼里 也就算不得什么 长平公主有些忧心道 武侠 你说 三哥会不会 是被人下了什么药了 南姑墨皱眉 什么样的药 能够改变人的性格 燕王妃和长平公主 一时相顾无言 南姑墨都不知道 他们就更加不知道了 我能先见见燕王殿下吗 燕王妃点点头 叹了口气道 唉 我让人去禀告王爷一声 燕王妃吩咐人去了 南姑墨这才想起来 对了 那位 新侧妃什么来历 叫什么名字 没人知道她什么来历 只知道 是王爷回来的路上 旧的 姓公 明小蝶 公 南姑墨秀眉微扬 心中却是一沉 很快 去请示的人就回来禀告了 燕王有事 没空见南姑墨 燕王妃猛地站起身来 咬牙道 本宫亲自去 看着燕王妃怒气冲冲走出去 长平公主 悠悠地叹了口气 唉 那位新侧妃 与三嫂长得非常相似 母亲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是已经过世的仙嫂子 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碟子 方才她察觉到 长平公主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长平公主叹了口气 低声道 南姑墨秀眉紧锁 这件事情再明显不过了 这个龚小蝶显然就是有心人送到燕王面前的 而且这个人还对燕王原非的事情知道了一清二楚 或者说是对燕王的事情 但是 燕王又怎么会跌入这样一个明显就是险境的算计中呢 燕王原非 跟燕王殿下感情很好 真是自然 三嫂和三哥少年夫妻 成婚的时候都才十多岁 刚成婚就跟着三哥到幽州来 那时候的日子可没有现在好过 燕王府在幽州能有如今的影响力 也离不了那几年三哥和三嫂的努力 后来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从金陵回幽州的途中 遇上劫匪受了惊吓 还没出生就夭折了 三嫂因此一直郁郁寡欢 碰巧幽州魏中出了叛徒 三嫂替三哥挡了一刀 没多久就过世了 这些事情自然不会人尽皆知 世人都只知燕王原妃是病逝的 长平公主望着门外叹了口气道 唉 三哥一直惦记着三嫂我是知道的 但是 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居然会找一个替身 这简直是 在长平公主看来 这样的行为 不仅是对如今的燕王妃不尊重 也是对燕王原妃的侮辱 不知道三嫂在天有灵 看到三哥如今这副模样 能不能明目 南姑末轻声安慰道 母亲 也别想太多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还不知道呢 长平公主 揉了揉眉心 苦笑道 唉 你若是这些日子在府中 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头痛了 三哥他 简直就是疯了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一集 南姑末也只能跟着叹气道 秦斥去哪儿了 怎么没见到他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作为唯一在幽州的儿子 萧千赤没有在这里陪着燕王妃 也有些奇怪 在闭门读书呢 前些日子顶了三哥几句 被禁足了 公主 不好了 门外 燕王妃的丫头急从头跑来 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哭腔道 长平公主脸色微沉 出什么事了 公主 求你救救世子吧 两人心中都是一脸 南姑末起身力声道 好好说 怎么回事 丫头被他一下 反倒是冷静下来 皇妃和王爷吵起来 世子赶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王妃被推倒在地上 当时就怒了 顶撞王爷几句 王爷说要打死世子 长平公主脸色一沉 咬牙道 我看他真是疯了 本宫这就去看看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南姑末连忙扶住长平公主 母亲 我们一起 长平公主点点头 走吧 那丫头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跟在两人身后朝着后院那位 新侧妃住的院子而去了 燕王确实是对那位新侧妃十分不错 不仅住的院子距离前院近 而且面积也不小 原本燕王府 几个最好的院路已经都住人了 但是燕王却命人将几个挨在一起的小院子 打通合在一起 因为时间仓促 院子里尚且来不及重新修整 但是各种真丸摆设却是应有尽有 据说燕王这命人在燕王府后院 修建一个新的院子 一应规格都是比照燕王妃的主院修建的 最多三五月就能完工了 一行人刚来到院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嘈杂的喧闹声 王妃声音在其中显得是格外的高亢尖锐 王爷 要出气打死气身就是了 何必拿赤耳撒气 给本王打 燕王声音低沉中夹带着怒气 谁敢 放肆 本王的话你们听不进去了 给我打 燕王沉声道 院子里下人也是左右为难 王妃为人宽厚大度 对下人也是十分人善 原本王爷对王妃也是十分尊重的 燕王府的下人都觉得日子过得极为舒服 谁知道 这一次王爷回来怎么就突然性情大变了呢 连带着他们这些下人 也经常左右为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 燕王府的总管也是险些愁白头啊 连忙道 王爷息怒 世子只是一时冲动 求王爷息怒 世子 快 快向王爷认错呀 萧千尺被人压着跪倒在地上 原本在犯人眼里 性情略有些软弱的他 这次却难得的强硬起来 我没错 世子 总管堕足叹息 现在哪是管错没错的呀 先让王爷息怒才是重要的事情 否则 这一顿打下来 二公子三公子不在 二少夫人卧病在床 世子妃和三少夫人 又是做不得主的 世子爷若是再倒了 王妃只怕要跟着倒了 到时候整个燕王府可怎么办啊 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对王爷名声也是极其不好的 闻言 燕王冷笑一声道 别把王狠狠地倒 燕王妃上前一步 倒在儿子面前 瞪着燕王咬牙道 王爷是不想要 把母子活下去了 狠不得立刻给那个女人让位是吗 行 妾身成全你就是了 众人结实一涝 突然有人惊呼 不好 只见王妃随手抽出 绣剑的一把匕首 朝着自己脖子上就抹过去了 王妃 王妃 在众人惊呼声中 燕王妃滑向自己脖子的匕首 却在距离脖子 只有毫离之间的时候 突然停住了 所有人都忍不住尝出一口气 这才看到 燕王妃手腕上 仿佛缠着什么极细的丝线一般 那丝线虽然细 却稳稳拉住燕王妃 让她整只手臂都动弹不得 丝线另一头 却牵在不远处 站在长平公主身边的 星成郡主手里 南姑墨指尖轻轻一弹 燕王妃只觉手臂一马 握住鼻手的手 顿时松开 鼻手怦然落地 你疯了 燕王同样神色阴沉 瞪着燕王妃立声道 燕王妃垂谋不语 她方才确实是一时冲动了 竟然 南姑墨走来 扶住燕王妃 长平公主也匆匆走来 焦急道 三嫂 你这是干什么 你若是出了什么事 你要赤儿他们怎么办 燕王妃抬头看着长平公主 唇边露出一丝苦笑来 虎媚 母妃 跪在地上的肖千赤 也挣脱前置自己的侍卫 扑了过来 抱住燕王妃双腿 哭泣道 母妃 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啊 没了母妃 孩儿怎么办呢 等二弟和三弟回来 儿子如何向他们交代啊 燕王妃伸手拍了拍儿子的头 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 一只手还搂着别的女人的丈夫 眼泪速速地往下流 王妃 妾身 被燕王搂在怀里的女子 穿着一身素雅的白衣 容貌清绝 楚楚可燃 见此情形便开口道 才说了四个字 就被人狠狠地一个耳光 甩在脸上 燕王不悦瞪着眼前的妹妹 长平 你干什么 我让他闭嘴 三哥 你也要打我不成 燕王望着眼前 气得脸色煞白的妹妹 叹了口气 就没道 长平 这些事跟你无关 你自己好好待着便是 若是有空 也可以来陪小蝶说说话 他也是一个人 你们一定能聊得来 哼 他何德何能 要本宫来陪他说话 长平公主冷笑道 长平 他是 他是什么 唉 他是本王的侧妃 你就算不喜欢他 也不该对他动手 宫小蝶 扯了扯燕王衣袖 低声道 王爷 没关系的 我本就出身低违 大长公主看不上我 也是自然的事 王爷不要为了我 伤了兄妹的情分 长平公主 冷笑一声 偏过头 显然是懒得 再看他一眼 舅舅 南姑墨开口 燕王这才看向南姑墨 皱了下眉 武侠 你怎么回来了 君墨呢 南姑墨不动声色 打亮眼前的人 一边道 谢将军令君墨 立刻随军出征 我不方便跟着 所以就回来了 燕王宁美 不怎么在意道 这样 谢力素来是 顽固不化的脾气 必然不会允许 你随今出征 既然回来了 就好好陪你母亲 和舅母吧 是 舅舅 千尺可是做错什么事了 惹得您如此动怒 你 身为世子 顶庄父王 难道还不该罚 该罚 不过这地点 确实有些不妥啊 传得出去 旁人还以为世子被罚 是因为侧妃的缘故呢 对世子和侧妃名声都不好 舅舅 您说是不是 燕王打亮南姑墨 似乎心情好了一些 挑眉道 你倒是会说话 世子不懂事 舅母定然会好好教导 俗话说 打在儿身 痛在娘心 看着世子挨打 难怪舅母着急了 今儿这顿打 若是落实了 明儿世子 哪里还能在幽州走动啊 救救慈爱 就饶他这一次吧 王妃都闹得要寻死密活 燕王当然不可能 还非要打肖千尺一顿不可 南姑墨递了这个下墙梯 燕王自然也就顺势而下了 挥挥手 沉声道 今天的事情就算了 再有孝次 莫怪本王不念父子之情 这一话说的实在是有些绝情 肖千尺脸色更加难看起来 动了动唇角 想说话 却被燕王妃死死地按住肩膀 终究还是低头应了声势 行了 都回去吧 吵吵闹闹 闹什么样子 长平 既然无暇回来了 也有人陪你说话了 好好在家歇着 长平公主垂眸 神色冷淡 燕王到底还是为方才那一耳光 对他有些怒气 南姑墨仿佛没有听见燕王的话 拉起胶钳尺 扶着长平公主道 舅母 母谦 咱们先回去吧 说完 又顿了一下 松开长平公主 走到龚小蝶面前 龚小蝶似乎有些惊讶 朝着燕王身边缩了缩 轻声道 新 新城郡主 南姑墨淡淡一笑 仿佛没有察觉他的回避一般 从袖带中取出一瓶药地给他 轻声道 母亲一时动怒 侧妃莫要见怪 说着 伸手轻轻地扶了扶 她脸上被长平公主打过的地方 柔声笑道 多好的一张脸 若是打烂可怎么好 侧妃千万要好好保护才是 龚小蝶望着被塞进自己手里的药瓶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回过神的时候 南姑墨已经转身走出几步远了 回到燕王妃院中 长平公主一边吩咐人去煮安神茶 来给燕王妃 一边轻声安慰她 三嫂 你刚刚真是 想到方才看到的一幕 长平公主险下架的魂飞魄散 这个嫂子 比起她已经顾气的三嫂 虽然跟自己感情算不得深厚 毕竟这十几年 她们见过的也不过几面而已 但是在幽州这大半年 却是颇有些感情了 更何况 三嫂为三哥操劳十几年 生了三个嫡子 无论从哪一点来说 也没有对不起皇家和三哥 若今天真是出了什么事的话 燕王妃苦笑 拍了拍长平公主的手 善五妹担心了 我也是这些年懈怠了 一时被气昏了头 以后不会了 三嫂想开了就好 别忘了 你还有牵斥她们呢 南姑墨坐在一边 妈撒着左手指尖 若有所思 见她不说话 长平公主问道 无侠 在想什么呢 你方才还给那女人送药做什么 本宫恨不能打烂她那张嘴 想起那个女人 仗着一张 有几分像已故的嫂子的脸 闹她的整个王府 鸡犬不宁 长平公主就生气呀 三哥真是瞎了眼了 那个女人一副柔柔弱弱 没长骨头的模样 哪像三嫂了 南姑墨敏唇一笑 淡淡道 没有 我只是想 那位公侧妃 就一张脸能看了 打坏了多可惜呀 你这丫头 长平公主 美好气地瞥她一眼 燕王妃望着南姑墨 有些殷切道 无侠 你看王爷 南姑墨轻轻地叹了口气 舅母 王爷 看上去神智清楚 并不像是被什么手段或者药物迷住的样子 就算是传说中催眠射魂之类的手段 也绝对达不到那个程度的 其实之前 她倒是更怀疑燕王被人调包了 不过想想 堂堂燕王重重视为保护之下 若是能够被人调包 那也是奇闻了 方才趁着接近龚小蝶 她仔细看了一下 燕王绝对是本人 而且意识清楚 显然燕王这段时间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她本人意志 倒是那位龚小蝶的脸 相当高深的易容术啊 能够莫自问做不出来 这天下 古人是高手如云 说是如此 难不成 王爷真的被那个女人迷住了 燕王妃表情有些匪夷所思 不是她不肯面对现实 而是以她十几年来对丈夫的了解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会被女色所迷的人 无论是她这个郑妃还是府中妾室 王爷从来都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感情 他们夫妻十几年 说是男女之情 不如说是相处久了 积淀而来的亲情罢了 相敬如宾这个词 从来都不是给那些痴男怨女用的 南姑墨摇摇头道 找时间再看吧 不管是为什么 总会知道真相的 舅母也不必太将她放在心上 这位看来 手段未必能有多高深 她不必有什么手段 王爷生怕她被封给刮跑了 罢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吴侠 辛苦你了 先回去接着吧 你一路赶回来就 南姑墨摇摇头表示无碍 她相信燕王妃不用她教如何处置后院的问题 之前只是被突然性格大病的燕王弄得有些失措罢了 清晨 最微山下如往日一般宁静安详 悠悠的琴声在山谷中回荡 南姑墨漫步朝着山上走去 却在一处转角处停下来 抬头看向山坡上方突出的一块大石 笑道 师兄 你倒是逍遥自在啊 大石上 贤哥公子席地而坐 一方肃寝横在膝上 笑音音看着下面小刀上的燕 南姑墨足下一点 飞山掠上去 在贤哥身后飘然落下 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贤哥公子撑着下巴 笑音音道 我就知道你该回来了 靠南师兄也知道燕王府发生的事情了 燕王迷上了一个年方十八的俏家人 这消息整个幽州城内外 还有谁不知道 贤哥公子轻横一声 南姑墨叹了口气 也在他不远处坐下来 师兄 这世上有什么法子 会让人突然之间性情大变吗 有啊 贤哥公子懒洋洋将琴放到一边 受刺激了吗 还有呢 南姑墨眨眨眼追问道 贤哥公子笑眯眯道 遇上真爱了呀 燕王殿下一世英雄 但是你也要允许他遇到真爱呀 地心之语打己 周幽之语包四 哪个不是没有遇到的时候 没心没肺 遇到之后 就是天崩地裂呀 南姑大小姐表示无话可说呀 贤哥公子才不在意小师妹想法 懒洋洋向后撑着地面道 怎么 你跟着魏君墨平乱 上战场还不够 还要来管燕王府的后院不成 莫儿啊 不是师兄小条你 之前那些事情 你怎么做都无所谓 但是 这事 可不好管呢 不管怎么说 你一个做外甥媳妇的 朝舅舅后院伸手 于情于理 就是不对 南姑墨翻个白眼 我不傻 嗯 你是不傻 你就是被美色所迷 跟燕王也差不了太多嘛 你们哪 就互相理解理解呗 魏君墨那家伙 长得是不错 但是你师兄 也不差吧 南姑墨伸手 威竭地望着某人 表示 他要是再胡言乱语 就别怪他直接 把他从这里踢下去了 无力直不如人 贤哥公子 绝对耸耸肩 表示玩笑到此结束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二集 看着南姑墨秀眉微醋的模样 贤哥公子 贤哥公子叹了口气 正色道 哎 燕王的情况 我听人说起过 你若是怀疑 燕王被人用手段 控制了心智的话 可以歇歇了 至少 以燕王如今的情况 无论是我 还是师伯 都没有办法做到 南姑墨点头 师兄和师父 几乎可以说 代表了当今 医术和读术的 最高水平了 就算不是独一无二 也绝不会差太多 师兄说 绝对做不到 那十之八九 也就没人能做到 短暂控制人的法子 不是没有 但是 那些人 或多或少 都会露出一些异常 而且 不能持久 毕竟 人 不是什么物件 没那么好控制 南姑墨拖着下巴 问道 那么 江湖上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 射魂的 邪术之类的 贤哥公子 翻个白眼 你画本看多了 南姑墨大小姐 摸摸鼻子 她不是画本看多了 是前世接受的信息 太过乱七八糟了 不过 有了贤哥公子 肯定 也是一件好事 至少 需要查证的范围 就缩小很多了 想了想 南姑墨 弯弯地望着 贤哥公子 师兄 帮个忙呗 贤哥公子挑眉 替我 帮燕王整个脉 还是那句话 他精于外伤 别的什么 其实挺一般 你觉得 他会让我整脉吗 贤哥公子挑眉 燕王是什么人 岂会让不熟悉的人 近身接触我 如果燕王真的有问题 或者被人控制的话 就更加不会轻易 让人枕脉了 南姑墨 敏唇 微微一笑 他会生病的 看着自家小师妹 笑吟吟 清理容颜 前哥公子突然觉得 有点冷 遇上小师妹 燕王殿下 也是挺倒霉的 这是有病 要看病 没有病 创造病也要看 在崔薇山 修身养性一段日子 贤哥公子也颇久无良 干脆点头道 嗯 没问题 什么时候燕王病了 什么时候 你通知本公子 免费 多谢师兄 燕王当然不会立刻就病了 他这么打算 也只是以防万一罢了 现在耽误之急 还是先要弄清楚 那个龚小蝶 到底是什么来头 他敢拿师兄的人命担保 这个龚小蝶 若是跟龚玉辰没关系 他就当场把师兄爱情给吃了 龚玉辰啊 你果然是无孔不入啊 表嫂 燕王府 王妃的院子里 孙燕儿站在门口 看到漫步进来的南姑墨 连忙迎了上来 他秀美的容颜上 带着几许淡淡的忧虑和疲惫 看到南姑墨 神色倒是放松许多 南姑墨含笑点头道 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孙燕儿摇头 脸上笑容有些苦涩的 现在府里 除了蝶元那一位 只怕谁也舒服不了 陈氏跟婆婆关系不睦 如今燕王妃和燕王关系不好 陈氏心里怎么想的 没人知道 但是却躲在自己院子 足不出户 朱初遇被燕王打了一顿 如今还卧病在床 如今能够跟在燕王妃身边帮忙的 也就只剩下一个孙燕儿 但是这婆婆和公公 还有公公的小妾之间的矛盾 她一个刚过门的儿媳妇能说什么 只能跟在燕王妃身边照顾她 安慰几句罢了 南姑墨也知道她的难处 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问道 舅母怎么样了 母妃早上 起来的时候偷雨些婚 刚刚睡下了 你有什么事 我进去禀告医生 既然舅母睡下了就算了 没什么大事 去看看善家郡主吧 虽然她跟朱初雨关系实在是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挨了揍了 她既然回来 作为婊嫂 肯定是要去表示一番的呀 南姑墨绝不承认 自己觉得朱初雨被揍 想去看热闹 孙燕儿点头道 也好 我陪婊嫂去吧 两人出了燕王府院子 就直奔萧千伟的院子而去了 如今萧千伟和萧千九都不在家 朱初雨和孙燕儿又是比邻而居 两人都是从金陵来 又是同时嫁进燕王府 按理说应该亲近一些的 不过这两人显然 也不是能够处到一块的人 这些日子过了 依然是不温不火的 朱初雨的人品怎么样先不说 能力在女子中却是一等一等 萧千伟这小小的院子 也被她打点得井井有条 南姑墨回来两天 自然也不是什么都没干 这些日子 朱初雨的所作所为 早就放到她的案头上了 这才短短一个多月 朱初雨就已经将自己的嫁妆 全部打理妥当 并且在幽州城 置办了不少产业 如今燕王妃这三个儿媳妇 哪怕不算朱初雨 比另外两个多得多的嫁妆 也是朱初雨手里最宽裕了 相比之下 陈氏和孙燕儿就要稍微差一点了 郡主 三少夫人 李敏强 丫头恭敬地将两人 带到朱初雨的卧房门口 南姑墨点点头 抬脚踏进房门 朱初雨卧在床上 看到两人进来 连忙挣扎着要起来 南姑墨抬手道 郡主身上的伤还没好 还是躺着吧 朱初雨也不勉强 慢慢地靠回去 叫道 有老表嫂和弟们来看我 南姑墨看了看朱初雨的神色 倒是没什么变化 伤得重吗 朱初雨摇头 下面的人哪里敢真的下重手 过几天就好 表嫂 弟妹 快请坐吧 说话姐 外面的丫头 已经将凳子送到两人跟前 并送上了茶水 朱初雨笑道 我这副模样招待客人 实在是失礼了 哪里 是我们打扰了 朱初雨也不纠结于这些寒暄 职员问道 听说表嫂跟表哥 一起去了谢将军军中 怎么回来了 南姑墨垂眸望着手中茶水 淡淡倒 君墨随谢将军出征去了 我一个人留在军中也是无聊 就回来陪母亲了 真是羡慕表嫂 哪里像我们这样 手无腹肌之力 连幽州城 也轻易不得出入 南姑墨含笑不语 又说了在边关 见到肖千炯和肖千伟的事情 比起朱初雨的淡定温和 虽眼儿倒是对肖千炯 更多了几分关心 南姑墨打量朱初雨 一时间也看不出 朱初雨和肖千伟的感情 到底如何 朱初雨看看南姑墨 问道 表嫂消息灵通 不知道对这位公侧妃怎么看 我只见过那位侧妃一面 倒是个角色美人 可惜舅舅护得紧 连句话都没说上 郡主想必跟她接触过 可有什么看法 朱初雨凝霾 打量南姑墨 似乎在思量她的想法 南姑墨任由她打量 淡定自若 朱初雨唇边掀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有些无奈的 我确实跟这位公侧妃接触过几次 因我之见 这位侧妃只怕是不好对付 嗯 倒不是说她的手段 有多么高深 只是她平常极少出蝶缘 有什么事情 也知少父王 父王对她百依百顺 她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捏住了父王的心思 她就足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公小蝶从来不说任何人坏话 也不会在府中到处跑在人前 耀武扬威 甚至就连吃穿住行 都是燕王送到她面前 而不是她自己要着要纳 燕王对她的保护也是十分到位 至少 蝶缘绝对不是刚刚嫁入燕王府的朱初雨 能够突破得了的 南姑墨若有所思道 郡主有什么看法 朱初雨叹气道 唉 这样的人 说不是真的心机深重 而且忍耐力极强的话 那便是本事能力不足 有人在背后指点了 这些日子我仔细思索了一番 我觉得 应该是后者 燕王的嫡长子次子已经成年 三子爷已经十多岁 成婚封王 龚小婷哪怕心机再深厚 耐心再好 想要在燕王府一直赢下去 也要先生下个儿子 还要养大成人 打败燕王妃 打败世子和两个郡王 才可以算是真的赢了 以朱初雨的看法 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燕王妃不傻 长平公主更不会袖手旁观 还有让燕王非常重视的 魏君墨和南姑墨 就这两个人 就足够让龚小蝶头痛了 因此 龚小蝶如今的做派 说是低调 不如说是知道自己短处 所以可以避开 只要不出来 不跟人接触 紧紧抓住燕王 短时间内 谁也奈何不了他 只怕 龚小蝶也没打算 真的成为燕王府的女主人 这么想 朱初雨能够认为 这个龚小蝶的手段 只怕并不如燕王妃 可惜 他开了挂了 让朱初雨万分不解的是 龚小蝶到底有什么值得 燕王如此痴迷 论容貌 美子美矣 也不过如此 说才情 世间多少才貌双全的女子 不是任由燕王挑选吗 朱初雨望着南姑墨 轻声道 我虽不能出门 却也知道 如今外面必定是流言蜚语不断 还请婊嫂 想想办法 莫让那位侧妃 毁了父王的声誉啊 南姑墨并不着急 郡主放心便是 舅舅在幽州经营二十多年 一时半刻 还毁不了 见他不急不躁的模样 朱初雨不由促脉 表嫂这么说是 郡主 她是舅舅的侧妃 于情于理 咱们做晚辈的 都不该去跟她计较什么 朱初雨皱眉不语 南姑墨起身道 既不打扰郡主休息了 我们先回去了 朱初雨也不留他们 只是点点头 让人送两人出去了 看着南姑墨和孙燕二出去 朱初雨秀眉微醋 沉吟良久 不一会儿 竹二走进来 有些不解道 郡主 你说这兴成郡主 到底是个什么心思啊 兴成郡主的心思 哪那么好猜的 难道他就一点都不急吗 如今魏公子不在 按说许多事情 都是由他做主的 他这般不玩不问 若是出了什么事 魏公子和长平公主 也不会高兴吧 朱初雨坐起身 轻哼一声道 哼 能出什么事 就算燕王殿下 真的迷恋公小蝶 魏公子燕 还是燕王最看重的外甥 大丈公主 还是燕王唯一的亲妹妹 只要燕王还活着 燕王辅论谁尚为 都一样不敢对 长平公主不敬 对魏公子 要小心拉拢 除非公小蝶 有本事挑拨燕王 和魏世子彻底反目 他有那个本事吗 他又有那个胆子吗 哼 竹二沉思半晌 方才点头道 魏公子和香城郡主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手下还有一大群 顶尖杀手 反应惹怒了魏公子 说不准 魏公子就让人 将他给杀了呢 那位公侧妃看起来 可不像是 有什么本事自保的人 朱初一挑眉一笑道 哼 我倒是真有点好奇 这个公小蝶 到底想干什么 他会与我们为敌吗 暂时没有必要理会他 毕竟本郡主 已经因为这件事 被父王打伤了呢 这段日子 暂时要进行休养 但是 如果他太爱事了 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竹儿眼中闪过了一丝茫然 他其实也不太明白 小姐到底是怎么想的 不过 小姐的想法总是对的 他们只要照着小姐 吩咐去做就是了 出了院子 孙岩尔看看南姑墨 忍不住叹了口气 南姑墨有些好笑地回头道 叹什么气啊 孙岩尔无奈道 每次听你们说话 就觉得自己很笨呢 明明他也不算是很笨的人啊 南姑墨寒笑 抬手捏了捏他的脸蛋道 你这不是笨 是心思单纯 萧千炯也是心思单纯的人 跟孙岩尔倒是比较般配 若是换个位置 孙岩尔指婚给萧千尾 主厨与指婚给萧千炯 只怕那才是一场灾难 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被安慰到 雅嫂 你真的不管公侧妃的事吗 南姑墨怂怂奸道 公侧妃的事情 哪是咱们主动能管的 这个时候 咱们越是主动 舅舅只会越偏向她 真是奇怪 父王怎么会那么喜欢公侧妃呢 总是感觉怪怪的 孙岩尔皱眉 一脸的匪夷所思 谁说不是怪怪的 燕王那样一个 雍容刚毅 有亡者气度的人 突然就变成一个 为了美人什么都不顾的情痴 谁看了不觉得奇怪呢 安慰地拍了拍 孙岩尔肩膀 不用担心 事情总是会 怎么了 话说一遍 话说一半 南姑墨见孙岩尔神色有意 不由问道 孙岩尔看向园子入口处 两个青年男子从外面走进来 南姑墨挑眉 孙岩尔低声道 那两个 就是龚小飞的哥哥 南姑墨望过去 是两个二十六七岁模样的青年男子 龚小蝶长相美貌 那两个男子长得自然也不差 只是眉宇间 带着几分流里流气的猥琐之色 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啊 孙岩尔道 父王让他们管着外怨的事物 总管的权势 被他们抢去不少 前两天还想要插足军中的事情 被父王麾下的几位将领 给挡了回去 只怕是听说婊嫂你来了 才赶过来的 南姑墨点点头 说话间那两个男子 已经走到跟前了 其中一个男子开口道 翠尾就是星辰郡主 一边说话 一边打量南姑墨 脸上笑容总是让人觉得 有些不舒服 正是本郡主 另一个男子搓着手笑道 郡主今儿怎么有空来阎王府 南姑墨眯眼 本郡主怎么有空 需要跟你禀告吗 男子眼神一扭 倒是没有动怒 只是嬉皮笑脸笑道 哪里啊 郡主自然不需要跟咱们禀告 不过郡主早得派人通知一声 咱们好出门迎接郡主啊 免得叫人说 咱们燕王府没有规矩 你跟本郡主讲规矩 燕王府毕竟是王府 规矩总还是要的 很好 南姑墨笑道 抬脚朝着男子膝盖上一踢 男子只觉膝盖上一麻 双腿顿着往地上一跪 另一个男子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也跟着跪了 郡主 你 南姑墨低头看向两人 淡淡道 现在明白什么是规矩了吧 本郡主站着 你们就该跪着 这才是规矩 年长一级的男人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咬牙道 我们是燕王殿下的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三集 一根银针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她的喉咙上 南姑墨含笑看着她 轻声道 你是燕王殿下的什么 说呀 银针入手的刺痛 让男人眼角不由跳动了一下 不敢再说话了 南姑墨脸上笑容却越发地和蔼可亲起来 怎么 不说了 说呀 你们是燕王殿下的什么 被人用银针顶着喉咙 她哪里还敢说 只看了一眼 眼前的女子笑盈盈的眼神 她心中就有一种感觉 如果自己敢说 她手里银针真的敢刺进自己的喉咙 看来你是不想说了 你呢 南姑墨厕首 看向另一名男子 那男子脸色铁青 冷喝一声 颇为硬气道 我不信星城郡主敢杀我们 有胆色 那么 你来告诉本郡主 你们是燕王的什么 你们是燕王的什么 男子眼角抽动几下 咬牙道 我们是燕王府的管事 南姑墨这才满意 收起印针 既然是管事 对本郡主无礼 该当如何处置 郡主 我们是燕王府的管事 只怕轮不到你来处置 标嫂 孙颜儿有些担忧道 前些日子 朱初玉只是在父王跟前说了几句话 就被打了一顿 昨儿 柿子也差点挨打 莫儿这样做 南姑墨摆摆手 表示无妨 一边吩咐道 气请总管过来 跟在孙颜儿身边的丫头 看了看孙颜儿 功声应事 匆匆走了 是啊 地上爬不起来的两个青年男子 却显然对此并不在意 当时露出嘲弄的笑意 显然是不觉得 总管来了 敢将他们怎么样 这些日子 燕王对龚小蝶言听计从 对他们也是十分看重 总管 一个老头子算什么 这两位却不知道 总管之所以能够成为 燕王府的总管 肯定不会只是一个老头子 这么简单 总管带着人匆匆赶到 只看了一眼 就知道眼前发生什么事了 冷喝一声道 将这两个人压下去 重择五十大板 你敢 两人又惊又恐 齐声叫道 总管轻喝一声 两个小小的管事 也敢对郡主无敬 吃了狗胆子了你们 给我打 谁敢 敢动我们 侧妃和王爷 不会放过你们的 总管不屑吃笑一声 侧妃和王爷那里 用不着你们操心 打 总管在王府的微信 显然并不是两个刚来没几天 还是靠裙带关系爬上的人 能够比得上的 很快 就有人将两人压到地上 啪啪啪地打起来 打得两人是嗷嗷大叫 拧长一息的男子 怒当南姑墨 恨不得将他盯出一个窟窿来 南姑墨上前一步 居高临下看着他 挑眉的 怎么 不服气吗 男子不说话 只是死死瞪着他 不服 憋着 年轻一这个男子 突然眼睛一亮 高声大叫起来 妹妹 妹妹快救命啊 原来远处一行人正浩浩荡荡走了过来 接着打 快点刚好够打完 醒醒世卫 加快速度 啪啪啪几板子 狠狠打下去了 妹妹 妹妹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是在干什么 燕猛声音响起来 世卫立刻停手 心中暗的松了口气 终于打完了呀 这个宫测妃是不太好得罪 但是 王妃和星成郡主 更不好得罪呀 众人连忙转身行礼 见过王爷 测妃 见过父王 孙颜儿拉了拉南公墨 微微扶身道 南公墨也跟着上前笑道 舅舅 燕王扫了一眼 见眉妃皱道 这是在干什么 旁边总管上前一步 恭敬禀告 启禀王爷 此二人对郡主和少夫人 十分不敬 老奴命人收家责罚 那两个人怎么肯罢休啊 刚刚被人压在地上痛打 他们才知道 自己在燕王府根基薄弱 若是真的有人想整死他们 只怕 就算有个宠妃妹妹 也是求救不及了 此时更是将总管一起恨上 忙不迭教导 王爷 这老头信口思黄 我们怎么敢对星城郡主 和三少夫人不敬啊 总管淡然道 哦 两位可敢当着王爷的面 将方才对星城郡主 和三少夫人说的话 再说一遍 那青年男子刚要张嘴 就见南公墨上前一步 垂手道 舅舅 无暇自知不是燕王府的人 不该随意进出燕王府 方才是我一时轻狂 非要总管 责打侧废的两位兄长 无暇以后不敢了 以后会在府中 陪着母亲安分守己 再也不到处乱走了 没来得及 说话的男子一愣 看下南公墨的目光 一时间有些呆滞了 孙妍儿倒是反应快 立刻上前一步 拉住南公墨的 表嫂 你别这么说呀 长平姑母 是父王的亲兄妹 咱们自然是一家人 父王和母妃都没有说什么 哪里轮得到 两个做下令的教训您呢 您说这话 岂不是让父王伤心吗 听了孙妍儿的话 燕王眼神一宁 瞪向地上两个男子的目光 犹如利剑一般 你们还敢教训新城郡主 当知是方四 你们是什么东西 本王看在小蝶的面子上 困带你们几分 还敢真把自己当成一根葱了 行城郡主要做什么事 你们能管的吗 两个青年男子顿时傻了 想想自己之前 对南公墨说的话 又似乎没有辩驳的地方 真是太卑鄙了 王爷 我们 我们 燕王不耐烦导 闭嘴 本王不想听你们废话 再到二十大半掌掌记性 以后再敢对公主和行城郡主屋里 本王补了你们的皮 侍卫们 心中欢呼 立刻举起棍子 噼里啪啦打了下来 看来 还是行城郡主 技高一筹啊 王 王爷 跟在燕王身边的公小蝶 有些怯怯的 拉了拉燕王衣袖 燕王低头 望向他的眼神十分温和 轻声道 小蝶 你不必管他们 若不给他们一个教训 以后他们还会给你惹麻烦 何况 你是本王的侧妃 是主子 不要将太多的心思 放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公小蝶有些迟疑道 可是 这 放心 死不了 这次挨了倒 下次就能记住了 好了 你身体不好 咱往陪你回去吧 看着燕王脸上 毫不掩饰的关心和温和 公小蝶 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王爷是为了我好 兄长不懂事 冒犯了郡主 还望郡主海涵 南姑墨笑咪咪道 侧妃言重了 舅舅说的没错 侧妃身份尊贵 就不要为了两个管事操心了 好好养身体才是要紧的 燕王看见南姑墨的眼神 也很是温和 点头赞道 还是无小懂事 昨儿本王心情不好 你母亲没有生本王的气吧 母亲和舅舅是亲兄妹 哪里能真的生气 那就好 燕王还想说什么 却见孤小蝶身子晃了晃 脸色有些发白道 王爷 我 我身体有些不适 燕王也不生气 对南姑墨点头道 你自己玩吧 咱往先走了 舅舅慢走 父王慢走 看着燕王 带着龚小蝶渐行渐远 南姑墨回头笑容可掬 望着地上快要奄奄一息的 两个青年男子 一口气挨了七十关 虽然都留了些力气 毕竟王爷说不能打死 但是身上的肉 肯定是打烂不少了 不躺个十天半个月的 别想起身 多谢郡主 总管对着南姑墨拱手谢道 方才京城郡主 先一步开口将责任 揽到自己身上 燕王这才没有追究 侧妃也无话可说 否则 义王爷对侧妃的宠爱 说不定会迁怒于他们呢 南姑墨摆摆手笑道 总管客气了 本就是我的事儿嘛 低头看了看地上两人 哼 怎么样 两位还玩吗 卑鄙 南姑墨不由吃巧出声 哼 好像你们多高尚似的 成王败寇 死在本郡主手里的人 你们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你 你想干什么 现在 我什么都不想干 但是以后就说不定了 所以 两位最好 听话一点 不然 你可以去试试看 让令妹在舅舅面前 告我黑重 话说回来 令妹的角色设定 实在是不怎么样啊 身为一朵白莲花 怎么可以告人黑状呢 是不是 若是本郡主选 绝对不演什么白莲花 要演就演 倾国妖精 多爽快啊 两人脸色微变 僵硬的一张脸 没有说话 众侍卫和总管 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什么了 但是 不能说呀 出了燕王府大门 南姑墨带着柳涵和兴薇 慢悠悠地在幽州城闲逛着 幽州城看似和往常并没什么区别啊 但是仔细看的话 还是留有些变化 进了一座茶楼 上了二楼临窗位置坐下来 就听见有人在讨论燕王府那位新侧妃的事情 显然 作为一个镇守幽州二十多年的亲王 燕王殿下的桃色新闻实在是少得可怜 因此 突然传出了一个将燕王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 众人自然是好奇不已 甚至有不少人猜测 这位公侧妃是不是个天下无双的绝世先淑 至于什么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倾国倾城各种异美之词 不要钱一样的往外吐啊 仿佛是真的亲眼见过这位绝世美人一般 另外 也有人关注起燕王妃的处境了 燕王殿下 看起来还年轻的很 你们说 若是这公侧妃再生下小公子 王妃和世子 还有两位公子的地位 那可就 不至于吧 王妃膝下三子 大公子已经封了世子 两位小公子也已经是郡王了 就算真有了小公子 要长大成人也还要失好几年呢 所以才说 燕王殿下还年轻啊 再过个十来年 燕王殿下也才五十多岁 也不算什么吧 要知道 先皇可是活了七十多岁啊 你怎么不说 太子殿下还不到五十就没了呀 燕王府怎么样 哪里是咱们这些小老百姓 能随意猜测的 喝茶喝茶 有人笑道 众人是分分复合 仿佛忘了刚刚的话题 开始讨论起边关的战士来 等到那桌人离开 南姑墨朝着 坐在自己对面的星威 使了个眼色 星威微微点头起身下楼去了 柳涵看了看南姑墨 低声道 郡主是怀疑这些人 知道不该说 还说得那么大声 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 让人查查看 这是哪里人 柳涵笑道 郡主心里有数了 南姑墨微微点头 但笑不语 屈连青走上了 郡主 就看到南姑墨和柳涵 坐在窗口喝茶 美丽容颜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沉道 我一大早就忙里忙外 郡主却跟着柳涵在这里喝茶 能者多老 怎么样 屈连青取出一张纸尖 送到南姑墨面前 果然不出郡主所料 这些日子 有不少外来者 在幽州城里活动呢 已经让人查出来一些 剩下的还在查 我让人暗中注意了这些人了 不过 咱们人手只怕不够 人不够就去燕王府调 直接跟总管说就是了 去连青犹豫道 这 郡主不是说 那个龚小蝶有些问题吗 如今燕王对公侧妃 宠爱有加 连王妃都被打了脸 咱们在燕王府调人 岂不是 不用担心 你只要跟总管说一声就行了 他会安排妥当的 若是果真出了问题 咱们也好应变 明明是可以避免的问题 哪里需要应变呢 南姑墨无奈的 傻姑娘 这里是幽州 没有燕王府的帮忙 咱们做不成什么事的 若真是连燕王府的亲位都不行了 咱们还不如早点卷行里走人呢 七连星恍然大悟 连忙点头 我明白静主的意思了 回头我就去办 南姑墨仔细将手中指尖看了一遍 微微叹息道 看来 精灵那边已经安定下来了 可不是吗 若不是精灵那边腾出手来了 皇城里那位 怎么有空来折腾幽州 南姑墨把玩手中茶杯 那可真是 巧了 萧千叶刚要对幽州伸手 燕王殿下就遇到一件钟情的红颜祸水 这到底是萧千叶设的套 还是别人的套呢 郡主 咱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给公子送个信 七连星神色有些凝重的问道 他也感觉到如今形势不太一般 燕王就像是整个幽州的定海珍 只要他在 所有人都觉得安稳 但是如今燕王如此失常 也难怪外面人心惶惶了 南姑墨摇摇头道 还不到那个地步 回头请母亲去跟舅母说说 让牵斥稳住了 既然舅舅那里出了问题 他身为世子 就要挑起自己应付的担子 他不乱 下面的人就不会乱 公家那两兄弟 最近没空出来折腾了 是 郡主 说起公家那两兄弟 去连星也忍不住眼唇笑道 听说郡主 刚刚将那两个人打了一顿 燕王府不少人 都觉得大快人心呢 消息倒是传得快 那两个人看起来没什么能耐 我不管他们是真的平庸 还是装平庸 这两个月 我不想看到他们在病床以外的地方走动 跟他们接触的人也好好盯着 明白了 等到他们删好了 就让人再揍一顿 养好之后再揍一顿 公主 沙妃那里呢 既然他喜欢当白莲花 就好好当他的白莲花 就当舅舅养了一只 娇贵的小猫吧 燕王殿下抱着一只小白猫 这画面能看吗 特别是 这只小白猫头顶上 还顶着一朵白莲花 齐连星觉得自己 快要被自己的想象力打败了 绝缘的翘脸 也跟着扭曲 猙獰起来 星威回来得很快 一走近 南姑墨就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柳寒也跟着抬头看向他 南姑墨猝眉道 死了 星威摇头 那就是半死不活 只闻着血腥味就知道 场面有多血腥了 哪里人吗 游州不证实 南姑墨并不惊讶 也没有怎么动怒 只是轻声叹息道 游州不证实 大家都不容易啊 在别人地盘做官 还有偷偷摸摸说主人坏话 游州不证实也是蛮拼的 南姑墨起身 朝三人招招手道 今天没什么事了 回吧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四集 游州不证实服 书房里 游州不证实 挥挥手 让跟前男子退下去 脸色难看 抬头看向阴影处的男子 只听那人懒洋洋道 怎么 人死了 没死 游州不证实 咬牙切齿 男子了然点头 嗯 明白 废了 运气不好 也是命中注定的 遇上星辰郡主 只能算他们倒霉 游州不证实咬牙 星辰郡主 也不能随便派人 打死打伤 寻常百姓吗 说着就要起身 男子仿佛听到什么叫话 寻常百姓 你若是想去找 星辰郡主的麻烦 我劝你最好还是算了 你真的以为 他只是听到 那几个人议论 一时冲动 就找人去把人 给打得半死不活 游州不证实沉默不语 男子摇摇头叹息道 唉 那是蠢才 不是星辰郡主 他若是没有七分的把握 岂会让人 在游州城里动手 你那几个人 当真干净吗 别到时候找麻烦不成 反倒是惹火烧身 谢力军中的那位陈 陈将军是吧 消息传过来 你看了 游州不证实轻哼一声 有些烦躁的 我能怎么办 军命难违 做臣子的 难道还能违抗生命 在游州城 跟燕王玩心眼 分明是在玩自己的脑袋好吗 你怕什么 现在该急的是燕王殿下 不是咱们 就算是燕王殿下不急 也该皇帝陛下召集参事 你是说我皇帝不急太监急吗 游州不证实话锋一转 问道 燕王府那位新侧妃 先生怎么看 这 你真的相信 燕王会为了一个女人 痴迷不已 什么都不顾了 这 以他对燕王的了解 确实是不会 但是古往今来 也不缺英明神武的一代豪杰 为了一个女子 倾国倾城 倾天下的 好吧 就算燕王真的如此 你觉得金灵那位 相信吗 游州不证实摇头 叹气道 说实话 我倒是有些希望 这件事是真的 在燕王眼皮子底下动手脚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先是你说 陛下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呀 男子轻哼一声 想要干什么 你会猜不出来吗 不证实 眼皮子一跳 小帆 可不是薛帆吗 哪个皇亲喜欢 养着养着一大群 手握兵权 听调不听宣的皇叔呢 只不过 萧芹的性子 未免太急了点 游州不证实撕的一声 扯到下巴像胡须 痛得呲牙咧嘴 也顾不得许多急声道 陛下 想要拿燕王开刀 他以为 陛下只是 想要趁机破坏点燕王的声誉啊 什么的 男子怂怂间 但笑不语 游州不证实 险些从椅子上跳起来 开什么玩笑 燕王在藩王中兵力最强 距离金陵又路途遥远 在游州皇帝的影响力 这还不如燕王的 若是一时半刻摆不平燕王 以后哪个藩王会听陛下的 跟北渊人联手对付燕王 那更不可能了 一旦传出去 皇帝陛下可以直接退位了 这到底是谁出我的主意啊 还能是谁 燕王府不久前 刚刚得罪了谁 周湘 这些老头子 狗屁不通 下出什么主意 游州不证实脸色难看 也不算狗屁不通吧 至少拍萧千燕马屁 拍得不错 你以为 这只是周湘那群老头子的主意 金陵那位 只怕也恨不得 立刻灭了游州呢 游州不证实 觉得自己分外的苦逼养 罢了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先生觉得 咱们往后该怎么办 既然已经做了 就没有收手的道理 否则 只会两面不讨好 放心 短时间内 燕王殿下 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大人好好想想 在下 先行告辞了 说着 男子起身往外走 正低头陈次的不证实 也没有理会他 这人来历莫测 只是身上带着陛下信物 让他不得不 以礼相待罢了 许多事情 还是要靠自己把握的 男子走出书房大门 抬头望了一眼 远处天空 面具下的薄唇 勾起一丝 极旦的笑意 郡主 游戏这才真正开始 你准备好了吗 第二天一早 刚刚起身 陪长平公主用早膳 燕王府就传来 燕王突然病重的消息了 听到这个消息 长平公主 哪里还能坐得住啊 连早膳也不用了 急匆匆带着男姑墨 赶去燕王府 燕王是在蝶园病的 病得重了 自然也不方便移动 于是 两人只能去蝶园里面探病 上一次只是在 花园入口地方 看了几眼 真的进去才知道 这园子确实是 布置得十分用心 只怕燕王自己住的地方 也还没有那么多 驾驶连城的真玩 燕王妃的姬妾们 也顾不得许多了 守在门口等消息 不管得不得宠 燕王都是他们 这些人的依靠 若是燕王真的 出了什么事 他们的日子 只会比现在更难过的 想到此处 众妃妾不由 怨恨起龚小蝶来 燕王殿下 速来身体康健 怎么这个女人来了 没多久就病倒了呢 肯定是这个女人 不祥才带累王爷的 见到长平公主 和南公墨过来 众人连忙上前行礼 见过公主 见过郡主 三哥怎么样了 长平公主担忧地问道 永城郡主在一边 轻声道 姑母 父王还没醒呢 母妃和大哥在里面 长平公主点点头 我进去瞧瞧 好孩子你别急 好好照顾妹妹 永城郡主红着脸 点点头 父王突然昏迷不醒 她心里很是担忧 房间里 燕王躺在床上 不醒人事 龚小蝶站在床边 捏着帕子 默默捶泪 燕王妃坐在床边 听着大夫的话 脸色越加阴沉起来 几个幽州城 出了名的大夫来把脉 却都探不出 燕王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了 只是含糊其词 说燕王身体有些虚弱 许是劳累过度了 燕王哪里会看不出 他们不确定的 犹疑的模样 看到走进来两人 燕王妃连忙起身道 乌侠 你快来瞧瞧王爷 到底是怎么了 能估摸任由燕王妃 将自己拉到床边 低头看了一眼 床上人 醋眉倒 舅母 这是怎么回事 昨天看到舅舅时候 不是还好好的吗 侧妃 你说 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 燕王妃狠狠瞪了公小蝶一眼 沉声道 公小蝶脸色微白 低声道 我不知道 今早一早起来 王爷就 燕王妃气得脸色铁青 真是废物 连王爷的身体都照顾不好 还要你干什么 滚出去 王妃 我要照顾王爷 公小蝶看着床上的人 却是难得坚定 轻咬唇角道 见燕王动怒 南姑墨拉住他轻声道 舅母算了吧 就想来不好交代 王妃这才轻哼一声 略过公小蝶不再说话了 南姑墨上前仔细把脉 公小蝶忍不住问道 新城郡主 王爷到底怎么样了 良久 南姑墨方才摇了摇头 舅舅的脉象 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昏睡不醒 这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王妃脸色也有些发白了 难道 王爷真是得了什么怪病 怎么会这样 若是说中毒还是怎么样了 总算是有个说法 但是现在这样算怎么回事啊 燕王妃摇了摇头 这 这可如何是好 难道要去金灵 请御医 不行 莫的想起南姑墨的身份来 燕王妃有些急切地拉住南姑墨的手 墨儿 听说你师父和师兄都是有名的神医 能不能 能不能请他们过来瞧瞧 燕王妃是知道 贤哥三人就在幽州 只是这些日子 对方也没有跟他们燕王府打过交道 显然是不打算跟燕王府扯上太多关系的 只是现在却顾不得这么多了 龚小蝶皱眉道 王妃 这只怕是不妥吧 王爷身份贵重 怎么能 站在旁边的肖千赤 也皱眉道 侧妃 婊嫂的师兄在江湖中 似有一仙之称 能请他来给父王看病是天大的好事 难道 你还怕有人害了父皇不成 燕王妃淡然道 侄儿说得不错 乌下的师兄 怎么会害王爷 燕王妃的意思很明白 若说是外人的话 来历不明 才进府不到一个月的龚小蝶 才是外人 龚小蝶轻咬嘴唇 面带委屈 只是 此时却没有人去理会 他的这份委屈了 对上众人殷气的眼神 南龚默有点淡淡的心虚 这回 还真是他害了燕王 没办法 谁叫他财书学浅 只是普通查看 根本不敢确定燕王 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就当是 请师兄给燕王 做身体检查好了 有病治病 没病防身吗 点了点头 南龚默道 嗯 既然如此 我让兴薇去请师兄进城来一趟就是了 燕王妃感激的连连点头 兴薇很快就领命出城去了 南龚默扶着长平公主道 母亲 舅母 咱们到外面坐坐吧 不用一个时辰 师兄就能赶来 不用担心 一大早就出了这样的事 众人连早膳都没来得及用呢 燕王妃有些疲惫地点了点头道 嗯 挺无瑕的 南龚默坐在长平公主身边 漫不经心 打量坐在下手 显得有些神思不属的龚小蝶 微笑道 龚侧妃 是在为舅舅担心吗 龚小蝶敏唇 轻声道 王爷待我情深义重 我自然是为王爷担心的 南龚默抽了抽嘴角 没有去看燕王妃的脸色 这个龚小蝶 也不知是真的没眼色 还是故意的 侧妃不用担心 这世上 我师兄治不了的病 还不多见呢 何况 就算我师兄治不了 还有我师父和师叔呢 舅舅定然不会有事的 只是 好好的 舅舅怎么就突然昏睡不醒了呢 这些日子 侧妃随时在舅舅身边 可有发现 他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龚小蝶摇里摇头 没 没有 王爷身体素来康健 但是 我看舅舅的脉象 那几位大夫说的 也不算有错 舅舅确实是有些疲劳虚弱之相 只是 还远远不足以影响身体 倒如此地不霸了 燕王早年受过重伤 虽然南姑墨给了药方 调理差不多了 但是也绝对不至于 完全康复 犹如这个年纪的 鹦鹉男子一般 这 或许是王爷为了正事操劳 没休息好吧 原来如此 舅舅年轻时受过重伤 身体还是要小心保养才是 多谢郡主提醒 贤哥公子来得果然很快 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贤哥 倒是为着飘然出尘 宛若世外仙人的俊异男子 愣了一下 贤哥公子白意偏然 宣梅微挑道 莫儿 兴威说你有急事 师兄妹俩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南姑墨起身道 师兄 是舅舅突然病了 请你过来给他瞧瞧 贤哥公子不以为然 病了 你自己看看不就完了 就是因为我看不了 才让人去请师兄的呀 肖千尺也跟着起身拱手道 还请公子救一救我父王 说着就要往下一衣 贤哥公子随手扣住他的手肘 踏着一衣就弯不下去了 只听贤哥公子拦拦道 既然莫儿都叫我来了 看一看也没什么 多谢公子 肖千尺大喜 贤哥公子看病 素来不喜人为官 因此 只能有男姑墨和肖千尺 陪着他进去了 燕王妃等人 再怎么心交 只能在外面等着 又过了大约一刻钟的功夫 才看到三人从里间走出来 燕王妃连忙起身 贤哥公子 我也怎么样了 没什么 只是最近有些劳累 早年的旧伤 突然发作了罢了 这 旧伤不是已经好了吗 而且 王爷从未昏迷不醒过呀 贤哥公子轻哼一伤 二十多年的旧伤 就算是灵丹妙药 也需要个时间 何况 燕王殿下 可不算是个听话的病人 只怕是伤处没有复发之后 就不怎么用药了吧 这 燕王妃宁眉 王爷在府中时候 她自然是时常督促她用药的 但是 王爷去军中的时候 只怕也没有人敢勉强她喝药 所以 这药到底喝没喝 她确实是不知道啊 王妃不用担心 我已经施过针了 最晚今天晚上 王爷就会醒来 以后 还请王爷 好好保重身体才是 是 是 多谢公子指点 我们记住了 王妃大喜 连忙点头 贤哥公子也不再说什么 拱拱手 告辞了 南姑末连忙到 我送师兄 我也送贤哥公子 萧千尺也到 贤哥白挨手 罢了 狮子只怕也不得闲 让墨儿送我出去就是了 见他如此 萧千尺只得作罢了 两人出了燕王府 南姑末方才问道 怎么样 燕王没事吧 贤哥公子挑眉 没事 燕王有大事了 怎么说 南姑末皱眉 他诊卖的时候 是真的没有探出 燕王身体有什么问题 贤哥公子瞥了他一眼 慢悠悠地往城外走 南姑末无奈 只得追上去的 师兄 师兄 燕王到底怎么了 贤哥公子转身看他 贤哥公子转身看他 燕王中毒了 不可能 如果燕王中毒了 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贤哥公子翻了个白眼 不可能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 南姑末这才回过山来 连忙道歉 师兄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是太震惊了吗 怀疑什么都可以 绝对不能怀疑师兄医术 看着他眼巴巴望着自己的模样 贤哥公子轻哼一声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 若不是你给他下了黄粮一梦 我说不定也看不出来 怎么说 我曾经在苦寒之地 见过一种外形酷似昙花 但是颜色却是血红色的花草 当地人称之为妖花 因为开花时节 这种花会腾起一种淡红色的雾气 只要不小心吸入了这种烟雾的人 就再也不会活着回去了 这种花有剧毒 但是燕王现在的情况 跟师兄说的一点也不符合呀 贤哥公子鄙视地瞥了他一眼 我曾经救过一个吸入了这种毒烟的人 他醒来之后告诉我他做了个梦 梦见了一个神仙一样的地方 他变成了那里的王 所有人都要听他的 那里有用不完的金银珠宝 吃不完的山珍海味 数不清的橘色美女 原本我以为没事了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回来的时候经过那里 别人告诉我他已经死了 因为他在我离开的第三天 又自己跑回了那个地方 最后饿死在了那株腰花的旁边 这也行吗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五集 男姑母眨眨眨眼 真诚地望着自家师兄 师兄啊 我笨 你直接告诉我 燕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贤哥忍不住伸手在脑门上拍了一张 没好气到 原本我也没有想到这个 毕竟那是极北苦寒之地才有的东西 中原绝对没有 也生长不了 不过 我方才替燕王解黄粮一梦的时候 闻到了一股若隐若现的香气 我没记错的话 那就是腰花的味道 我配置的黄粮一梦 跟腰花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作用 不过 其中的安眠成分更大一些罢了 时间过了 人自然就醒了 对人本身并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估计是两种药效相冲 所以 才让腰花的香味出现了 否则 那房间里还燃着香料 就算是你我 也未必能够闻到那个味道 南宫墨有些头痛的符合 就算我闻到也没用了 我大概只会以为是 龚小姐用的特殊香料 燕王脉搏 并无异样 谁说没有异样 虚弱疲惫 难道不算异样 你真的以为 燕王的旧伤还没好 本公子亲自开的药房 能那么不济吗 南宫墨顿时有些蔫啊 显个公子傲然道 回去好好学学 医术这种东西 也是不进则退的 南宫墨翻个白眼 本姑娘专攻外上 好吧 这回居然没发现燕王中毒 使她输了 说话间 两人已经出了幽州长门 南宫墨宁没到 既然师兄说 燕王中了妖花的毒 为什么他没有 整日沉迷梦中 反倒是与平常无异呢 唉 这个东西 我当年也研究过一些日子 不过 除了拿来害人之外 实在是没什么用处 而且 我赶着回中原 那东西 又无法在中原栽培 我就扔到一边了 不过 如果将之彩下 晒干后提炼 香味 并不会对人造成伤害 很有可能 有人拿着它 研制出了什么药物 这种腰花的味道 很特别 我不会记错的 唉 现在怎么办 你去问问 燕王有什么症状 目前来看 除了他的脉象 有些虚弱之外 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若是按照这个速度 想要弄死燕王 至少 也需要七八年的时间 谁那么闲呢 本公子手里能快速见效的药 多了去了 好吧 我会再去见一见舅舅 师兄 那个腰花 显个公子挥挥手 我再想想看 想了想 从怀中摸出一个小瓷瓶扔过去的 拿去给燕王 这是什么 南姑墨不紧 瓶身上也没有写名字 这不是药 放在随身的荷包 或者是袖带里 只要他还继续用腰花 花香味 就会变得浓郁 到时候 你就可以看看了 好 多谢师兄 南姑墨收起了 仙哥公子注视眼前师妹 轻叹了口气道 唉 我总觉得 燕王府有大麻烦了 墨儿 你真的 还要掺和这些事情 腰花远在极北 枯寒之地 而且生长极快 能有人不远万里 弄来给燕王下毒 显然不是为了立刻毒死燕王 燕王身份尊贵 这其中还不知 牵扯到多少阴谋 诡计勾心斗角 同样的 也表明了 幕后黑手的身份势力 只怕也不同凡响啊 南姑墨笑道 师兄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何况 若真是有事 我不会跟师兄客气的 滚 贤哥公子没好气道 南姑墨笑容可居 握着手中药瓶 挥了挥手道 那我就不送师兄了 师兄慢走 贤哥公子见眉微扬 还没来得及说话 南姑墨已经飞身 朝城里方向掠去了 远远地传来淡淡的笑声 师兄啊 你最近总是在生气 小千气老了 吓到你那些红粉之急 看到某人身影消失在远处 贤哥公子 暗暗地磨牙 唉 我总是生气是因为谁啊 真是没有良心的死丫头 回到燕王府 还没走进蝶园大厅 就听到里面传来王妃 怒斥的声音 以及婴婴的哭泣声 南姑墨挑了挑眉 走了进去 燕王妃坐在主位上 面子冰冷的 看着跪在眼前的公小爹 显然是怒气未些 见南姑墨进来 神色这才缓和了一点道 乌暇 贤哥公子出城了 南姑墨点头 师兄不喜热闹 在厂里住不惯 不是师兄不喜热闹 而是现在有师叔盯着 不敢喜欢热闹 可怜 自从师叔回来 贤哥公子连青楼都不敢去逛了 师兄说舅舅没事 很快就会醒来 舅母不用担心的 南姑墨含笑看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公小爹 对燕王妃道 不管是公小爹惹怒燕王妃 还是燕王妃借故发作公小爹 这都不是他该管的事 别说公小爹身份可疑 哪怕 他真的只是一个被燕王带回的普通民女 能跟着燕王回来做侧妃 想必就该做好 面对正妻的准备了 公小爹有些忧愿地望着南姑墨 南姑墨却淡定地低头喝了一口茶水 宋师兄出城走了一个来回 可真是有点累了 燕王妃欢喜点头道 那就好 我也没事就好 既然三哥没事 咱们就不打扰三嫂了 穆儿 咱们先回去吧 长平公主也含笑道 燕王妃连忙拉着长平公主 你急什么 吴霞才刚刚回来 好歹也休息一会儿 何况这些日子腹里乱得很 你留下陪陪我还不成吗 也让吴霞支店支店颜儿 如今 陈氏帮不上忙 朱初玉卧病在床 反倒是醉不起眼的三儿媳妇 贴心一点 虽然大事做不了主 但是燕王妃吩咐的事情 却能处理得妥妥贴贴 燕王妃 也对这个小儿媳妇高看几眼 萧千炯不是世子 孙燕儿也不是世子妃 只是安安奋奋就是好事了 长平公主无奈 只得点点头没有坚持要走 王妃 被撇在一边 无人理会的公叫蝶 忍不住开口了 燕王妃淡淡地扫她一眼 王爷身体不适 也不宜移动 你先搬到旁边的院子里 暂住两天 好让王爷安心养病 这也不成了 切身可以照顾王爷 燕王妃冷笑一声道 哼 照顾 王爷就是被你照顾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公叫蝶捶毛 王爷病了 切身也很担心 但是 这又不是切身的错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砰的一伤 燕王妃一掌拍在桌子上 将公叫蝶吓了一跳 只听燕王妃冷声道 不是你的错 哼 这些日子 王爷一直住在蝶园 你不知道劝王爷好好歇息 保重身体 身为妾室就是大错 看着龚小蝶面带不甘 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南姑墨突然勾了一下唇角道 舅母 这话 你确实是冤枉公侧妃了 燕王妃对南姑墨很是看重 见她反驳自己的话 倒是也不动怒 龚小蝶听到 她为自己说话了 不由地愣了愣 面带期盼看着她 南姑墨悠悠地道 都说 娶妻娶嫌 纳妾纳瑟 王妃要求公侧妃贤惠输得 确实是有些强人所难啊 龚小蝶脸上的惊喜 很来不及展现 就僵住了 燕王妃眼底闪归一丝笑意 叹了口气道 唉 罢了 是本妃想太多了 龚小蝶哪里受过这样的羞辱 眼泪立时在眼眶打转 看下南姑墨的目光 仿佛她对她做了什么 十个不赦的幻事一般 长平公主 忍不住眼纯笑起来 行了 这些有什么好说的 龚侧妃 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事 等三哥醒了再说 装可怜 也要有那个肯可怜你的人才行了 在他们这些人面前装模作样 等于是抛媚眼给瞎子看 而且 一看到龚小蝶用这样一张脸 做出这种楚楚可怜的表情 长平公主就忍不住想要抽她 听了长平公主的话 龚小蝶却记起燕王对自己的宠爱 现在让他们得意没关系 等王爷醒了 想到此处 龚小蝶默默起身 连礼都没行 转身离开了 看着龚小蝶离开 燕王妃才轻抚额头 拌了摆手 质儿 炎儿 你们去吧 我跟你们姑母说说话就是了 萧千尺和孙炎儿立刻起身应试 如今府中事情多 他们也确实是很忙 男姑母跟着起身道 我跟炎儿出去走走 出了门 门外一群人立刻涌了上来 表嫂 父王怎么样了 狮子郡主 王爷 不是说父王没事了吗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啊 萧千尺微微皱埋 茗玉郡主 拉拉萧千尺的衣袖道 大哥 父王真的没事吗 茗玉能不能进去看看父王 萧千尺伸手摸了摸 妹妹的小脑袋摇头道 父王还没醒来 你放心 等父王醒来了 一定让你去看 茗玉眨眨眼 迟疑地点了点头 永成郡主道 那我和茗玉先回去了 大哥 三嫂 表嫂 永成告退 茗玉告退 燕王的妾室见两位郡主都走了 也知道现在不是献殷勤的时候 只得纷纷告退了 新成郡主 公孝蝶扶着丫头的手 摇摇摆摆 走到南姑墨跟前 望着南姑墨也不说话 南姑墨扬眉 孙颜儿不悦道 侧妃 有什么就说 你挡着我们的路了 我与郡主并无旧缘 郡主为何要如此羞辱于我 南姑墨不解道 我什么时候 羞辱过侧妃了 公孝蝶咬了咬唇脚 若不是有丫头扶着 只怕已经摇摇欲坠了 刚刚郡主在王妃跟前 公侧妃是说 取妻取贤 纳窃纳瑟的话吗 那又不是我说的 那是老祖宗传下的老话啊 既然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总是有几分道理的 何况 我也算为侧妃开脱了吧 不然 王妃追究下来 侧妃为何还恩将仇报冤枉于我 肖千尺和孙岩儿 看天看地看空气 今天天气好晴朗啊 龚小蝶脸色发白 显然没想到 南姑墨脸皮竟然如此厚啊 在郡主眼中 我便是以色示人的卑贱女子吗 南姑墨更加惊讶了 难道你不是吗 难不成公侧妃觉得 你是舅舅明媒正娶 迎娶回来的 还要我和燕王府众人 大礼参拜你不成 侧妃是没有将舅母看在眼里 还是不记得你封号里 还有一个侧字了 肖千尺抽了抽嘴角 表嫂 侧妃自觉受仇 自然不将母妃看得严厉了 她素来性格温和 从不恶语对然 但是对于龚小蝶这个弄的燕王府 鸡妃狗跳 还一脸无辜的女子 却是十分的反感 自然也不会客气 南姑墨叹气道 侧妃 凡是想太多了不好 孙岩二看着龚小蝶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跟着五嘴叫道 表嫂 还是别说了 万一父王醒来 瑟妃说咱们欺负她 大家可都要吃不了 都这走了 怎么会 龚测妃这么美丽善良 温柔纯洁的美人 怎么会做狐媚货主的这样美品的事呢 怎么会在背后说人坏话 吹枕头疯呢 侧妃 你说是不是啊 我刚刚还帮了你呢 你要记得跟舅舅说呀 说不定 舅舅一高兴 会奖励我呢 你 你 这是自然 龚测妃气得浑身发抖 咬牙切齿 难道他还能说 他要到燕王跟前告状不成啊 这就对了 以色试人 虽然确实是不怎么好听 但是做一个坚持内心善良的妾 总还是好的 龚测妃眼睛一翻 终于昏过去了 扶着龚测妃的丫头 忍不住嘴角抽搐啊 郡主啊 就算龚测妃 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妾 被你这么气过了 也要黑化的呀 能龚测妃低头 看了看地上的龚小迪啊 龚测妃身体太差了 真是红颜薄命啊 快扶他下去休息吧 萧千尺忍不住扶额 彪嫂 红颜薄命 好像不是这么用的 龚测妃看起来不像是要死的样子啊 不要太在意细节啊 是 进尊彪嫂教诲 彪嫂果然彪悍 这次回来几天 父王带回那兄妹三个全倒了 要是能够永远都爬不起来就好了 傍晚 燕王果然醒了 房间里 看到燕王慢慢地睁开眼 王妃忍不住欣喜地抹眼泪 燕王脸上露出一丝 极旦的笑意 哭什么 本王怎么了 燕王妃含泪道 王爷都睡了一天了 这满王府的人都吓坏了 燕王坐起身来 感受一下觉得身体并无大碍 伸手拍了拍 王妃的手背道 本王没事 不用担心 王爷昏睡不醒 众位大夫都束手无策 幸好无侠请了他师兄过来 才让咱们安心了 燕王挑眉 看向站在 长平公主身边的南姑墨 南姑墨取出药瓶 递过去道 这是师兄给舅舅的药 清新安神的 只要随身放在香囊 或者袖袋里就可以了 嗯 没有味道 舅舅可以放心用的 替本王写过贤沟公子 燕王伸手接过来 南姑墨上前道 我再替舅舅把把脉吧 燕王点头 伸出手 任由南姑墨把脉 有了贤沟公子的提醒 南姑墨把脉的时候 就更加仔细了 果然 发现燕王的脉象虚弱 并不自旧伤引起 反倒像是最近才有的 不过并不严重 如果好好调养的话 基本上对身体 没有什么影响 还有师兄所说那股香味 有了师兄给的药 香味果然更浓了一点 一种四蓝非蓝 极其淡雅的香味 混合着房间里的淡淡熏香 如果不仔细分辨 几乎闻不出来 小蝶去哪了 一边任由南姑墨把脉 燕王似乎才发现 房间里少了个人 王爷 宫小蝶跌跌撞撞 从外面冲进来 扑倒在燕王床边 乌翼地哭泣起来 燕王神色温和 伸手轻抚他的发丝 柔声道 哭什么 本王没事 宫小蝶连忙抹了眼泪 王爷没事真是太好了 亲身好生害怕 别怕 没事 南姑墨放开燕王手腕 朝宫小蝶笑了笑 宫小蝶不知 是不是被南姑墨吓到了 忍不住朝着床头方向 缩了缩 南姑墨笑容 更加明朗起来 舅舅身体没什么大碍 就是有些虚弱 最近最好还是 闺房之事 最好还是记一记 燕王脸色有些发黑啊 在场众人 也有些尴尬 好在燕王很快反应过来 清横一声道 本王最近身体 确实有些不适 狐狸的事情 千只先看着办吧 不想 你在旁边看着千只一些 你的能力 本王放心 南姑墨和肖千赤 齐声应试 燕王妃道 既然王爷醒了 不如就回前院去养兵 闻言 宫小蝶紧紧抓住燕王衣袖 燕王安慰地拍了拍她 不必了 本王就住在蝶园吧 前院人太多了 本王也不好养兵 王妃脸色微沉 只得点了点头到 那就按王爷说的办吧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六集 这一场妻妾之间的交锋 最后显然还是 宫小蝶赢了 看着宫小蝶趴在燕王身边 一脸柔适的模样 南姑墨唇边掀起了一抹笑意 赢了吗 谁输谁赢 还不好说呢 深夜 燕王府外不远的一处府邸 一个黑影 飞快地掠入院里 熟门熟路敲开院子里的一个房间 房间里 一个青年男子 正趴在床上闭目养神 旁边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正坐的床头替他按摩肩膀 突然一声清响 少女无声倒在了床边 青年男子猛地睁开眼 朝门口望去 什么人 这青年男子 正是昨天刚被打了一顿的龚小蝶的大哥龚大 黑衣男子轻横一声 你倒是会享受 是不是忘了主上 要你来干什么的 龚大翻着白眼道 什么相手 我昨天被人打了一顿 你们那个公测费到底行不行 燕王眼睁睁看着我们挨板子 批都没发 还平白加了二十大板 那是你蠢 才刚进王府 就敢找星城郡主麻烦 能捡回一条命 就算你运气了 龚大顿时恼怒起来 嫌我蠢 你找别人啊 一把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 黑衣男子眯眼道 要不是看你还有几分用处 你以为你能活到现在 得罪了主上 你不会生不如死 只会后悔自己 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 龚大打了个寒战 连忙缩了缩脖子 行了行了 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 你来找我 不会就是想威胁我吧 主上对你们的所作所为 十分不满意 我也没有办法啊 那些狗逼事情 我根本就不懂 燕王府那些人 也根本不将我们看在眼里啊 公道无奈啊 他只是个职业骗子而已 但是从来没想过 要骗一个堂堂亲王啊 更何况 他要是真有做王府管事的本事 还当个屁的骗子呀 既然不懂 就乖乖听话 主上自然会派人教导你们该怎么做 若是再出了什么纰漏 小心你的小命 既然这样 你那个主上直接叫有本事人过来装我不就行了吗 做什么还 多此一举 你以为 你以为燕王府 站得那么好近 除了你这种 一看就没本事 实际上 确实是没本事的人 寻常人 岂会那么容易 就混进去 老子 根本就不懂你们这些疯子 脑子里 到底在想什么 黑衣男子 收起手中匕首 总之 下次再敢轻举妄动 就不是警告那么简单了 公大翻个白眼 看着黑衣男子不说话了 黑衣男子这才问道 燕王病重的事 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 我昨天回来就没出过门啊 他被打得都爬不起来了好吗 去查 前不久燕王府刚刚被清洗过 在外面还好说 在燕王府里 我们的人根本接触不到燕王 现在 你是唯一还能在燕王府里 自由进出的人 公大连忙点头 知道了 我明天 不 后人就去 他伤得真的很重 想要爬起来都不可能的 黑衣男子点了点头 尽快 另外 转告公小姐 别忘了他的任务 知道了 知道了 吩咐完 黑衣男子这才转身出门 飞快地消失在院外 院外不远处一座小楼上 两个男子专注盯着对面的小院 看到黑衣人消失的方向对视了一眼 且禀告郡主 我们跟上 另一个男子点点头 千万小心 幽州城外 一座山的山腰处 树立了一座毫不起眼的民屋 屋门外 月光下一个黑衣男子 悠闲地坐在石桌边饮酒 看到黑衣男子出现 也丝毫不觉地惊讶 淡淡道 回来了 黑衣男子拱手行礼 恭敬道 启禀阁主 属下回来了 月光下 男子脸上华丽的面具 显得越发的诡异了 此人自然便是水阁阁主 龚玉辰 龚玉辰侧手看看 站在跟前的属下 挑眉道 那两个蠢货还活着吗 回阁主 还活着 哦 小莫儿似乎 有些心思手软呢 黑衣男子无言 星城郡主确实是厉害 不过 原本似乎就不是什么 尸杀的人吧 龚玉辰摇摇头 似乎有些困扰 本座现在有些怀疑 将吴欣送进阎王府 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了 他可不是小莫儿的对手啊 黑衣男子不解 似乎不明白 阁主明知道 吴欣小姐不是京城郡主对手 为什么还要送人过去 只要他自己不作死 小莫儿不会动他的 更何况 太厉害的人物 根本进不了燕王的身呢 你相信燕王真的被他给迷住了吗 即便是他有那么一张脸 黑衣男子犹豫一下 大概不会吧 燕王好歹也算是一方霸主 更何况是现在这个危险时候 如果那么轻易被一个女子迷住了 简直是有些对不住霸主这个名头 不过 这世上也没有绝对的事情啊 唐玄宗还有核主 唐玄宗还有栽在杨贵妃手里的时候呢 龚玉臣举杯对月 慵懒道 本座不需要他有什么本事 更不需要他去跟燕王妃分庭抗礼 更不需要他做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也没有那能耐 只要第一次见面 让燕王舍不得杀他就行了 再往后 当然 当然 如果能够顺利的生下燕王的子嗣 那就更好了 不过 本座看 他没那个本事 今天星成郡主 请了贤哥公子去给燕王看诊 哥主 会不会 龚玉臣眼神一利 贤哥 贤哥说什么了 似乎没有 燕王府也没有什么动静 前后不到半个时辰 贤哥公子就出来了 而且 吴欣小姐也没有传出讯息 应该没有发现什么 龚玉臣沉吟片刻摇头道 不行 贤哥这个人太麻烦了 解决掉他 哥主是说 杀了 黑男子有些犹豫 忍不住道 哥主 若是杀了贤哥公子 只怕会引来星成郡主的暴露 而且 贤哥公子的师门 一直没有查出来 虽然贤哥公子 武功不算绝顶 但是以星成郡主的武功 以及星成郡主 大婚当天 出现的自称 他师叔的人的武功来看 只怕不简单 那个突然出现的中年男子 可是将星成郡主和魏公子 连手都能够压着两人打的 而且 贤哥公子本身也不简单 他武功虽然不算绝顶 但是读术却是出神入化的 贤哥医术极高 他曾为本座看过病 以后 还是不见为好 杀了他 黑衣男子不敢再劝了 只得应声 属下尊什么人 目光如见 某人转身 视向身后不远处 同时 整个人也扑过去了 不远处山坡上 树丛边上 一个同样身着黑的男子 飞身朝着山下而去了 龚玉成神色微冷 拦下他 拦不下 杀了 是 黑暗中有人应声 几道黑影从暗处掠过 朝着山下方向追去了 龚玉成勾唇一笑 举杯对月一静道 小木儿 好厉害呀 竟然这么快就找到了吧 有你在 果然就会坏我的事啊 黎明时分 杏卫带着人赶到山下时候 只看到一具刚刚死去不久的尸体 杏卫原本就冷肃的容颜 显得更加冰冷起来 仔细看了看死去的人和周围 沉声道 先把人带回去 是 同流 杏卫飞身掠上山药 空荡荡的房子 早已人去楼空 屋门前十桌上 还放着一个白玉酒壶和一支酒杯 杯中还有半盏淡酒 杏卫扫了一眼捉面 派人去翠卫山 禀告贤哥公子和两位先生一声 加强翠卫山的安危 另外 将剩下的人都散出去 杏卫难得一口气说这么多话 跟在身边的属下 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 躬身应事 另一个人问道 这里怎么办 烧了 回去派人告诉阎王世子 这座山风云实力又山贼出没 封身搜查 是 清晨 南姑墨起身坐在梳妆台前 明晴站在身后为他晚放 旁边两个小丫头 捧着手势盒子 方便明晴挑选 屈连星和柳寒快不进来 郡主 郡主 南姑墨从铜镜中注视他们 进来说 什么事啊 柳寒道 昨晚出城追踪水阁的人 死了 死了 南姑墨眼眸微沉 柳寒道 我们去晚了 行为大人赶过去的时候 水阁的人已经撤走了 郡寒臣 好 正好本郡主 想送你个大礼 行为怎么做的 行为让人禀告世子 以捉拿山子为名 封山搜查 南姑墨点点头 沉吟片刻道 嗯 不 派人去跟千尺说 就说有十恶不适的凶手逃逸 幽州城外方圆五十里 派人每日不间断的巡视 旭连星道 旭主 这只怕 怎么 这样的话 只怕需要幽州布镇史 和幽州都斯协助才行 世子那里只怕是 他们若是肯协助 大满上公寓城的人 根本就进不来 南姑墨冷笑一声 抄门哪里那么好爬呀 分明是有人睁着眼闭着眼 去吧 有什么问题 让他来找我便是 七连星这才点头道 是 属下这就去 极禀君主 世子求见 门外 知书沉声禀告道 南姑墨扬眉 哦 这么早牵迟就来了 请他在书房稍等 知书领命而去了 南姑墨看看 还打算往自己头上 沾发沾的明前 白白手道 行了 太复杂了麻烦 明前有些意犹未尽 郡主总是不爱华丽装扮 让他许多漂亮 又有难度的手艺 都派不上用场 南姑墨起身 往外走去 一边问道 林星 你说牵迟来做什么的 去连星 也不敢胡乱揣测世子 南姑墨叹气道 最近又没什么大事 我还真不希望 他要跟我商量 虽然尚语听取 别人意见是个好事 毕竟读断专行 不是什么好兆头 但是 南姑墨自觉 目前的事情 没有什么难度 肖牵迟身边 也不是没有幕僚 这还要来问他的话 只怕不是肖牵迟 不知该怎么做 而是他不敢做 来到书房 肖牵迟果然 一脸肃然 等在里面 见南姑墨进来 肖牵迟 连忙起身道 彪嫂 牵迟 怎么这么早就过来 肖牵迟 有些为难道 牵迟有事 想要请教彪嫂 请教授不上 你有什么事情 直接说便是了 咱们一起参详 方才表嫂身边的人 带着令牌来说 城外山里 除了山贼窝 要 原来是这事啊 我也正想让人 去跟表弟说一声 行为查得不够详尽 方圆十里封山 只怕是不够的 听说出了几个 满手血腥的凶徒 只怕方圆五十里 都要封起来 另外 还要派人加强巡视 免得伤了百姓 肖牵迟犹豫道 彪嫂 这只怕是有些为难 幽州城中 首位隶属幽州都司 除了幽州都司的命运 只怕要父皇亲临 才能调得动 另外 幽州布政司那边 只怕也不会同意的 幽州布政使和 幽州都司指挥使 至少都是名义上 掌管幽州军政的人 虽然幽州布政使 在燕王面前像是摆设 但是 他可不是真的 泥人木胎呀 南姑墨挑眉 似乎不解当 哦 为什么不同意 咱们并没有确凿消息 调动这么多人 只怕是有些劳民伤财 父王那里 也不好交代呀 南姑墨有些头疼 昨晚城外的山下 死了个人 还着火了 行为判人 没有跟你说法吗 说了 可是 那也不能证明 就有一个山贼窝的土匪呀 说真话 距离幽州城 这么近的地方 想要让人相信 有土匪窝 还挺难的 千赤 有些事情 不用弄得太清楚 有个理由就行了 这事你先去办 回头 如果舅舅问起来 我亲自去说 至于幽州布政使那儿 他若是有意见 你也让他来找我吧 听他这么说 萧千赤也有些 不好意思起来 不用不用 幽州布政使那里 我去说就行了 我 表嫂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想起自己 还不如表嫂 一个女子 敢拿主意 萧千赤真的有些惭愧 又有些沮丧 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 不过 有的时候 也不用太过谨慎了 你是燕王府世子 就算偶尔出一些纰漏 也不算什么的 别忘了 你还有父王母妃呢 就怕从头到尾 什么错也不敢犯 什么事也不敢做 无过就是功这一套 在皇家可是行不通的 萧千赤也不是普通 敖资历的官员 他可能会是燕王府 未来的掌舵人 有资本犯错的时候不做 等到他不该再犯错的时候再犯 那就是天大的错了 萧千赤点点头 多谢表嫂教诲 南姑墨摇头道 都是自己人 别客气了 郡主 王爷有请 南姑墨正在书房看卷宗 门外支书进来禀告道 南姑墨放下手中卷宗 挑眉道 王爷 所谓何事 燕王是说话算数的人 他说让萧千赤 暂管燕王府事务 就真的放开所有事情 安心在谍原养起病来 让外面不少人都忍不住猜测 燕王是不是真的病入膏肓 知书摇头道 来传心的管事并没有说是什么事 只说王爷请君主过去一趟 南姑墨点点头站起身了 我大概知道是为了什么了 准备一下 去燕王府吧 是 君主 南姑墨换了一身衣服 带着七连星和柳寒 向燕王府去了 一进燕王府 就直接被人请去 前院燕王的书房里 书房里 不只是燕王坐在守卫上 燕王下手 还坐着脸色阴沉的 幽州不正式 以及有些沮丧的萧千赤 看到南姑墨进来 萧千赤连忙对他使个眼色 南姑墨淡淡一笑 上前朝燕王屈膝行礼道 见过舅舅 不知舅舅召见所谓何事啊 本集演播完毕 感谢收听 第三百一十七集 本王倒是没什么事 是齐大人有事 南姑墨展颜一笑 朝着坐在对面的幽州不正式 点了点头 不知齐大人有何指教 幽州不正式轻横一声 倒也还是起身朝南姑墨建立了 方才道 郡主 您让世子派人在城外 大肆搜查巡逻 请问到底是所谓何事啊 郡主难道不知 如此作为不仅是劳民伤财 而且也是扰民吗 南姑墨秀眉微条 萧千赤上前一步沉声道 齐大人 本世子已经说过了 是为了缉拿汉匪 汉匪混迹民间 更是危险重重 自然应该尽早 缉拿归案 何来劳民伤财啊 幽州不正式 有本事坐这个位置 自然不会将萧千赤 这样的黄口小儿 放在眼里 冷笑一声道 汉匪 除了郡主和世子空口说话 还有谁见过汉匪 幽州有燕王殿下亲自坐镇 岂会还有汉匪 南姑墨猝眉 齐大人的意思是说 本郡主胡闹了 幽州不正式 道了声不敢 但是脸上表情 明显就是在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 哼 本郡主府中的一个侍卫 被人在幽州城外 不足无理地方杀死了 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吗 连大掌公主府的人都敢杀 这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难道 还不算是汉匪吗 还是说 不正式大人 想要看看尸体 幽州不正式对尸体 自然是没有兴趣的 只是盯着南姑墨道 下官想请教郡主 贵府的侍卫 为何会深夜出城被杀 南姑墨从容不迫道 本郡主也想请教 不正式大人 我府中侍卫 无意中看到有黑衣人从城中 某处院子里出来 朝着城外去了 殷觉得此人行迹可疑 所以一人禀告本郡主 一人追上去了 但是 等到本郡主派人赶过去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齐大人身为幽州不正式 主政一方 是不是要给本郡主一个交代啊 齐大人不由的意义啊 不管他怎么说 在幽州城出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的失职了 哪怕他这个不正式 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 幽州不正式定了定神 望着南姑墨的目光 更多了几分谨慎 显然 眼前这位轻力绝艳 浅笑盈盈的星成郡主 并不像是燕王世子那么好对付 好万赏 幽州不正式方才道 此事 下官定会给郡主一个交代 但是 郡主府上的侍卫 到晚上出门闲逛 齐大人 本郡主什么时候说过 他们是在外面看到的 这不是很明显吗 如果是在清末园 直接叫一声 自然有一大群人追杀 何必自己一个人追出去呢 但是 兴城郡主非要说是有黑衣人 跑到清末园 她又能说什么 甚至 就算原本没有这个黑衣人 谁说兴城郡主 就不会编出这么一个人来呢 行迹可疑的人在幽州城中来去自如 城门上守卫如同虚致 齐大人就算是文官 也不该对此不闻不问吧 幽州不正时咬牙 垂手道 郡主教训的是 燕王悠闲坐在主位上 看着针锋相对的两人笑道 行了 你们两个 老齐 你一大把年纪 就别跟个小姑娘计较了 不就是派点人四处看看吗 就算没有什么汉匪 派人巡视一下 维持治安也没什么 乌侠和治儿年纪小 治儿刚刚长势 难免有些谨慎过头了 你是长辈 就别跟他们小辈计较这边事了 文言 幽州不正时只想暗暗吐血 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 被一百个大男人都不好对付 长辈 贵府上三位公子有一个算一个 谁将他当成长辈国呀 心中还是有些不甘 幽州不正时 皱眉道 王爷 这 谢将军那里 谢力那里有问题 让他来问本王 燕王一挥手 幽州不正时 安安地叹了口气 心知 今天算是功亏一篑了 只得朝着燕王 拱了拱手 既然王爷这么说 下官遵命便是 燕王岂会不知他心中憋屈 却并不在意 神色愉悦的 那就好 贤智 既然齐大人这么说 是请你去办吧 肖千赤大喜 连忙拱手 朗声道 是 父王 儿臣告退 在燕王面前挤兑 燕王世子无话可说 却被一个女子堵得哑口无言 幽州不正时心中万分的个应了 望着南公墨皮笑肉不笑道 星成郡主 真是伶牙俐齿 下官佩服 齐大人谬赞了 幽州不正时扯了扯嘴角 向燕王告辞了 书房里只剩下南公墨和燕王两人 一时间有些沉默 燕王看着南公墨道 你没有什么要跟本王说的 南公墨展颜笑道 舅舅想要听什么 你觉得什么该说就说什么 我没有什么要说的 燕王无奈叹了口气 哎 君儿如今不在 侄儿性格软弱 也只得辛苦你了 南公墨促眉 这些日子 舅母还有许多人 都被舅舅担心着呢 燕王打量他 本王没看出来 你有什么担心的模样 这自然是因为 我相信舅舅的缘故啊 即使燕王不是爱听 阿谀奉承的人 但是南公墨这个 不算是马屁的马屁 还是让他觉得十分愉快的 你可是不明白 本王为什么要这样做 虽然我确实是不明白 不过我知道舅舅 并不是真的 嗯 就足够了 不过 还请舅舅顾及一下 下面的人 和舅母的心情才是 哎 本王也没有法子 如今幽州的局势 看着是一切都好 暗地里却不知得 有多少人在暗中窥探 对了 本王的身体怎么样了 南公墨挑眉 不急地看向燕王 燕王痴笑一声 别跟本王来那些虚的 若真如你说的没事 你前两天给本王的东西 是拿来做什么的 这就实在是不应该 轻易让不熟悉的人近身的 情况很不好 燕王皱眉 面上却并没有什么恐惧之意 目前还没有找到解法 不过 目前舅舅除了身体虚弱 也没有发现这种毒 有什么后果 如果不解毒 会怎么样 燕王绝不是天真的人 贤哥公子名声 他也是听过的 南公墨医术 他也是见识过的 如果连贤哥公子都不知 这毒要怎么解的话 那么 想要解毒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南公墨想了想到 如果以后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 七八年内 舅舅身体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燕王冷笑一声 本王近年已经四十了 还有七八年的时间 也不算是短命了 够了 时间还长 舅舅倒是不必太过担心这个 有这些时间 师兄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燕王点点头 只是嘱咐道 此事不必告诉王妃和五妹 还有娟儿那里 也先瞒着吧 南公墨凝眉 瞒着长平公主和燕王妃倒是没什么 但是南公墨并不觉得 有必要隐瞒魏君墨 魏君墨就算担心 也只会想办法替燕王解毒 而不是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 或者是伤神哀叹什么的 当然 现在魏君墨在战场上 是没有必要告诉他 但是 如果魏君墨回来的时候 师兄还没有找到解药的话 既然你说了贤哥公子会找到解药 这就不是什么大事 不必让他们烦心了 南公墨无奈 只得硬了 至于魏君墨那里说不说 就是他的事了 不过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舅舅 公小爹你打算怎么处置 他还要留着 现在不能动 南公墨猝脉 有些怪异的看向燕王 难不成燕王真的看上公小爹了吗 燕王没好气 瞥了他一眼 胡思乱想些什么 本王只是想要看看 他背后的人 到底想要干什么 南公墨将当初 他和魏君墨对龚玉成的看法 说了一遍 燕王沉思半晌 摇头道 这个龚玉成的身份 绝对不止你们知道的水阁阁主 和投靠了北渊王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只是如此的话 派一个龚小爹来 能有什么用 难不成他还真的指望龚小爹 能够给他带回什么有用的情报 看了南公墨一眼 燕王问道 你怀疑本王中的毒是龚小爹笑的 南公墨点头 这不可能 南公墨挑眉 显然是对燕王如此肯定 不以为然 龚小爹确实是很接近本王不错 但是进府的时候 他身边什么都没有在 爹园里的人 全部都是本王亲自安排的 无论他想要做什么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 你也应该看明白了 龚小爹确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所谓的普通女子 除了美貌 他没有朱初玉一样的心迹 没有南公墨 卓绝的能力 甚至 他还没有王妃的心性 这样的女子 如果不是燕王护着 进了燕王府 他绝对活不过几天的 燕王府后院平静没错 但是 那不代表燕王府的女人 都没有心机和手段 南姑墨皱眉 虽然他没有完全接受燕王的说法 但是如果不是龚小爹的话 那只能代表 事情更加复杂和麻烦了 因为还有一个他们不知道的敌人 随时可以接触到燕王 而不被人怀疑 如果龚小爹真的只是 龚玉成推出的挡箭牌 那么 只能说明 这个人的身份 对龚玉成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看着他神色素人的模样 燕王道 不必担心 对方既然对本王用这种毒 就说明一时半刻 他还不想让本王死 那么 这场赌注最后谁胜谁负 还未可知 看着燕王沉稳庸荣的模样 南姑墨心中 不游地涌现出几分钦佩之意 古往今来 手握重兵的一方霸主 不在少数 但是 明知自己身中剧毒 性命握在别人手中的时候 还能够如此淡定沉稳的人 却绝对不多的 越是坐在高位上的人 往往越是恐惧死亡 因为 他们拥有的太多了 反倒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 因为没有 自然也就没有太多不舍了 这段日子 城里的事情还要辛苦你了 前世的性格 本王实在是有些不放心 有你在旁边看着 就算他的性子不能有些改变 至少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舅舅是打算 你不是也说了吗 本王中毒了 病了 南姑墨无语 只得点头道 是 舅舅 去吧 出了书房 就看到龚小蝶迎面而来 新城郡主 龚侧妃 妾身要给王爷送羹汤 就不陪郡主了 侧妃对舅舅如此关心 舅母知道了 也会感到欣慰的 就不打扰侧妃了 龚小蝶看看南姑墨 犹豫一下才问道 郡主 贤哥公子 王爷的身体 贤哥公子可有说什么 南姑墨眼眸微闪 笑道 师兄说舅舅身体 一切都好 说起来 看到侧妃 本郡主突然想起来 早些时候 在陈州认识的一个朋友 是吗 那真是有缘 郡主有空 不妨来迭园坐坐 好的 我一定会来打扰侧妃的 告辞 不送 出了燕王的院子 就看到等在那里的 肖千赤和幽州不正事 显然是专程在这里 等着南姑墨的 两人看向对方的神色 都有些不太好 显然是相处的 不是那么愉快 看到南姑墨出来 肖千赤神色 立刻放松下来 表嫂 南姑墨挑眉道 两位在这里做什么呢 幽政不正事 皮笑肉不笑道 这不是还有些事情 想要等着星城郡主 一起商议吗 他真是傻了 才会觉得燕王会讲理 就算燕王世子再不成器 燕王不还是要偏向 自己的儿子吗 南姑墨似笑非笑 看着幽州不正事 这话说得客气 但是话里深意 却没那么客气了 肖千赤若是个 气量小一点的人 心里都不会舒服 肖千赤却似乎 并没有听到 幽州不正事的话 面带笑容道 齐大人说 有些细节 还要跟表嫂一席讨论一下 齐大人客气了 大人为天子目首一方 主政幽州 这点小事在其大人眼中 算得上什么事呢 哪有咱们小辈插手的地方 幽州不正事 臭了臭嘴角道 话不是这么说呀 汉匪是郡主发现的 死的是郡主的人 命令是郡主下的 怎么能不跟郡主商量呢 南姑墨也不生气 气定神贤微笑着 既然齐大人这么说 那么请吧 幽州不正事轻横一声 拂袖走在前面 朝着府外走了 身后两人对视一眼 耸了耸肩 肖千赤低声道 屁嫂 这老头难缠得很 不用担心 肖千赤黑黑一笑 有表嫂在 我不担心 幽州不正事 深刻的反思一番 此次在燕王府的失败 究其原因 还是燕王的立场 他认为 燕王世子成不了大器 即便是燕王 也不好意思光明正大 偏心自己的儿子 却忘了燕王世子不行 但是燕王却随时可以找到 一大群能力比燕王世子 更强的人 南姑墨虽然是女流 但是抛却性别 却是所有人当中最合适的 她是朝平公主儿媳妇 而朝平公主 又是燕王嫡亲的妹妹 更不用说 还有一个燕王疼爱看重的 比亲生儿子还要亲的魏世子 南姑墨的身份级 足以让燕王信任 又不会让人胡思乱想 觉得燕王世子的地位动摇 燕王这一招 看似混乱 实际上却是高明 这一次 幽州不正使 将地盘转移到自己的 幽州不正使衙门 在自己的地盘上 如果还让南姑墨 牵着鼻子走 他这个幽州不正使 不当也罢 幽州不正使衙门大堂里 南姑墨和肖千赤 一坐一右坐在堂中 看着坐在主位上的 幽州不正使 等着他先开口 幽州不正使也不含糊 直接了当开口道 既然燕王殿下有令 下官自然也不敢违抗 下官今天就派出 五十名牙蟻 在城外巡逻 两位觉得如何呀 温言 肖千赤脸色顿时一沉 齐大人 五十人 你耍我玩吗 幽州不正使一派淡定 仿佛十分为难道 哎哟 世子严重了 老夫也是无可奈何呀 世子你也知道 老夫虽然是幽州不正使 但是这不正使 毕竟不是军物 衙门里的衙衣上上下下 也不过百十人 一下子抽调出五十人 老夫已经尽力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一十八集 肖千赤冷笑一声 这么说 咱们还要先去跟谢将军 知会一声才行啊 幽州不正使贪首道 按道理说自然是这样 那就有劳世子了 我听你个老东西胡扯 肖千赤在心中暗骂 他虽然性格有些犹豫寡断 但不代表他笨啊 哪里会不知 幽州不正使是在嘲弄自己 谢将军如今领兵出征在外 些许鸡毛蒜皮的小事 何须劳烦将军 如果事事都要劳烦谢将军 还要底下的人做什么 当饭桶吗 幽州不正使老神在在 扫了一眼坐在另一边的南宫墨 世子虽然不拘小节 但是老夫却不敢得罪谢将军 越过谢将军调动城中守卫兵马 这事实在不是为人臣子应做之事 他心里清楚 肖千赤并不是什么阻碍 真正的麻烦 还是坐在旁边浅笑盈盈的美丽女子 抬头对上幽州不正使 是他的目光 南姑墨慢条斯理开口道 齐大人的为难之处 咱们明白 也不敢让大人为难 幽州不正使大喜 拱手孝道 那就多谢郡主了 但是心中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果然 只听南姑墨继续道 既然城中住宿的兵马 不宜调动 不正使衙门的衙役 若是抽走了 也迎向衙门正常办公 若是耽误什么事的话 总是不美 有着不正使不语 只是沉默地盯着南姑墨 既然如此 不如这些人就由燕王府来安排 齐大人若是对舅舅不放心 也可以随时监督 你看如何 如何 面前的人若不是有郡主身份的话 幽州不正使直接破口大骂起来 他们这些朝廷官员跟藩王之间 小心翼翼维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容易吗 若是让燕王府的亲兵干预了幽州附近防务 以后他们的地位只会更加的不妙的 但是他敢说不放心燕王吗 就算是皇帝陛下 也不敢当众说他不放心哪位皇叔吧 幽州不正使连忙道 这个只怕会影响燕王府的运作 还是 怎么会呢 燕王府亲兵上千 怎么样也比齐大人这上百牙翼要方便得多呀 您说是不是啊 燕王亲兵何止上千 幽州铁位数十万 都可以算是燕王亲兵好吗 南姑墨想要多少人就能调多少人 自然比他这个没有兵权的不正使要方便多了 幽州不正使看着南姑墨眼神越发的深沉起来 心中暗暗思索 这位星城郡主是不是想要架空谢将军的权利呀 如果是 这是燕王的意思还是星城郡主自己的意思 如果是燕王的意思 燕王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是星城郡主 那么 对这个女子的看法 她之前显然还是低估了呀 好可怕的女人 转眼间 幽州不正使脑海中已经转了七八个念头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了南姑墨笑道 既然其大人没意见 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谁没有意见 决定个鬼呀 大堂里 幽州不正使面沉如水 峨边清津隐的跳动 但是在她下手的两个年轻人却是一派轻松自在 甚至带着诚恳的微笑望着自己 幽州不正使深觉 自己再一次被自己给坑进去了 萧千尺觉得开心极了 有婊嫂在 果然是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呀 最重要的是 婊嫂脾气好 比起同样厉害 或许更厉害的表哥 跟表嫂简直不要太愉快了 现在看着幽州不正使 显现扭曲的脸 萧千尺觉得自己 要很用力 才能忍住自己不要笑出来 南姑墨放下手中茶杯 淡淡道 习大人 还有什么意见吗 或者 您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幽州不正使阴沉着脸 问道 不知道 郡主觉得多少人才合适啊 老夫也想为幽州 掠尽绵薄之力 南姑墨想了想 悠悠地道 两千人吧 幽州不正使 一口茶水险且喷出来 猛咳了好几声 方才缓过劲了 扬声道 多少 两千 其大人若是觉得不够的话 还可以 反正燕王府什么都不多 就是人多 南姑墨毫无压力地想着 幽州不正使断然道 够了 够了就好 既然大人没什么意见 咱们就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你什么时候照着我的意见了 幽州不正使恨不得 将南姑墨 蹬出一个窟窿来 可惜啊 南姑墨坐在底下 闻风不问 一派让你看到天荒地老 我自窥然不动地淡定模样 最后 幽州不正使不得不退步了 有幽州城驻军派出一千人 燕王府派出一千人 巡视城外 如果真的全让燕王府的人去了 以后他们在幽州 就更加说不上话了 翠微山深处 龚玉成站在一棵大树下 抬头望天 月光从树梢间 洒落在他身上 让他脸上银色面具 更多了几分魅惑和阴森之意 一个黑衣人 无声地出现在他身后不远处 沉声道 高主 龚玉成回头 扫了他一眼 怎么 方才幽州城里派出了数千兵马 现在幽州城外 方圆五十里内 都布满了燕王府的亲兵 咱们的人 龚玉成呵呵低笑起来 魏阳的语气带着几分赞叹之意 哎呀 又是小莫儿的手笔吗 他果然从来没有让本座失望过 你说 全部都是燕王府的亲兵 哦 有一半是驻守幽州的兵马 嗯 以那个蠢货的能力 大概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黑衣人皱眉 忍不住问道 阁主 咱们现在怎么办 香城郡主将大批兵马放在城外 他们能够活动的空间 就变得十分有限了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龚玉成毫不在意道 将明面上的人全部撤回来 若是撞到小莫儿手里 可别怪本座 不救你们 是 阁主 黑衣人沉声应道 阁主的冷酷无情和他的族质多谋一样的厉害 熟悉他的人绝不会怀疑他的话的 如果他们不小心落到星城郡主手里 阁主是绝对不会救他们的 龚玉成抬头看看天色 时间差不多了 阁主 我们还要 话还没说完 就对上龚玉成冷冽的眼神 在冰冷的面具下 一双黑毛显得更加冷酷邪色了 让人心中不由地打个寒颤 连忙闭嘴 恭敬道 是 阁主 贤哥公子坐在房顶上 拎着一壶酒 慢悠悠地往嘴里倒着 夜幕中 山下景致都被夜色笼罩了 没入无边的幽暗之中 只有不远处山腰上 一座小院里还有烛火轻轻摇曳着 望着那一星火光 贤哥公子玩耳一笑 摇了摇头 仰头又喝了一口酒 一滴美酒从唇边滑落 沿着修长的脖梗滑入衣领 飘散出轻烈的酒香 轻笑一声 贤哥公子将酒壶放在一边 随手取过放在不远处的琴 指尖轻挑 悠扬的琴声从指尖流线而出 山腰上的小院子 老头抱着酒壶低声嘟闹 这小子又在搞什么呀 大晚上的发疯 另一边 正悟着一卷古籍翻看的诗书 眼神微傻淡淡倒 大概是心情不好吧 我去看看 老头哼哼两声 不耐烦挥挥手 示意他快走 幽暗的月色下 琴声从从如酒幽灵泉 时尔又乌夜幽怨 如万鬼齐悲 树林深处 听到琴声的人 忍不住心神晃动 不能自已 心智稍弱一些的 甚至面露悲苦之色 举起手中兵器 想要自吻 领头黑衣男子 见状不妙 连忙轻吼一声道 动手 被迷惑心神的人 这才回过神来 有些茫然看了看 已经到自己脖子 边上的兵器 吓出一身冷汗来 直到此时也才明白 为什么贤哥公子 被江湖中人 称之为 琴衣双绝了 他的琴迹 跟他医术一样的可怕 贤哥公子冷笑一声 放开指尖琴弦 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话音未落 一群黑衣人 已经悄无声息 出现在院外了 将整个院子 围得水泄不通 什么人 报上名来 本公子 不杀无名鼠辈 贤哥以擒而坐 为首黑衣男子 冷笑着 贤哥公子说笑了 我等本就是无名之辈 贱名不足挂齿 确实是构贱的 水阁的人是吧 如果你们能够活着回去 记得告诉琴玉辰 今日之事 本公子早晚会亲自找他算的 我等既然来了 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公子若是有命在 不如亲自去问吧 黑衣人沉声 一挥手 上 务必杀了贤哥公子 是 这群黑衣人 显然都是水阁的死士 听到首领命令 立刻朝着房顶扑了过来 贤哥公子冷笑 却连手都没有动一下 冲在最前面的人 暗道不好 一股淡淡的幽香 不知从何处而来 香气醉人 让人忍不住想要再吸上一口 不对 心口一痛 身在空中的人 无力地跌落到院中 甚至颤抖一下 便蹊跷流血 没有气息了 其他人见状 连忙退出来 但是依然有几人中招 颤抖着倒在地上 低头看了一眼 地上死去的同伴 所有人都忍不住 暗抽一口凉气 地上的人 全都是蹊跷流血 脸上还保持着 猙獰扭曲的神色 显然虽然毒发十分迅速 却非常痛苦 无住口笔 秉析 再上 有几个黑衣人一跃而起 朝着院中房顶上的 贤哥公子冲了过去 贤哥公子悠然 轻拨两架琴弦 琴音蒸蒸 搜搜几道暗器 从琴身中射出来 黑衣人连忙 凌空扭身闪避 只是这一瞬间功夫 一道藤网 从院中升起 所有人都撞上藤网 然后发出凄厉的哀嚎 藤网之后 贤哥公子俊美的容颜 在暗淡月光下 越发显得飘逸出尘 在上 破网 一队人去后山 从后山下来 是 然而 想要破网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贤哥公子特制的防御 肯定不会是 一箭就能砍破的废物 牺牲五六个人 那不知是什么制成的毒网 也只是破了一道口子而已 至于后山 从山上传来的哀嚎声 就可以知道 显然并不顺利 当终于破了那坚固毒网的时候 带来的死士 已经牺牲半数了 领头黑衣人 目光很力道 杀了贤哥公子 不仅是他 所有人 望着坐在房顶上的人 目光充满了仇恨 看着自己同伴 一个一个 惨烈无比 死在自己面前 即使是这些 冷血无情的死士 也无法不感到 痛恨和愤怒 一个黑衣人 拔刀飞快 朝着贤哥冲了过去 寒光熠熠的刀锋 在月光下 闪过冷烈的光芒 领头男子 心中突然一动道 小心 话音未落 冲出去的黑衣男子 在半空中一顿 整个人一分为二 颓然落地 领头黑衣人 冷笑一声 可恶 显哥公子 果然诡计多段 不过 你也仅止于此了吧 拔出手中长剑 凌空一遇 朝着空中 飞快的舞动宝剑 清脆的断裂声 从空中传来 黑衣人顺利通过 从墙边到屋檐 这段看似短暂 却危险无比的路程 剑锋直指贤哥公子 面门而来 贤哥公子挑眉 随手抽出秦中剑 隔开迎面而来的宝剑 有点意思 龚玉晨 倒是真看得起本公子 一击落空 黑衣男子 立刻退开好几步 贤哥公子 独树跟他的医树 一样出名 所以 他并不敢 太靠近这个 宛如折仙的男子 贤哥公子 也是名不虚传 黑衣男子 咬牙道 院外死是健壮 纷纷冲了过来 贤哥公子 无奈叹了口气 惋惜道 唉 本公子 实在不喜欢跟人动手 所以 然后 贤哥公子做了一件 险些下掉 所有人下巴的事情 他看向院外 放声大叫 师父 救命啊 落在屋檐上的 黑衣男子 一个猎气 险些栽倒下去 废物 一个低沉的声音 夹带着浓浓的 不悦传来 贤哥公子 却显然并不在意 挥挥手道 嗯 劳驾师父了 想骂人 找莫尔 这是他惹来的麻烦 说完 在还没回过神的 众人视线中 贤哥公子 飞身向后推去 然后 顺着身后的牙壁往上 眨眼间就到山崖上了 居高临下 含笑望着底下众人 一股强大压迫感传来 所有人都没有心思 在关注山崖上 一副看戏模样的 贤哥公子 黑暗中的人 还没有现身 但是给予他们的压迫感 却是前所未有的 就算是在 还没有受伤之前的 阁主身上 也从未体会过 如此可怕的力量 所有人都 暗暗地警惕起来 有之一同将目光 落到院外的某处 一个四十来岁 身着不衣 容貌清爵的中年男子 漫步走了出来 扫了一眼房顶上众人 淡然道 水阁的人 黑人紧声问道 阁下是 哼 你们敢来刺杀我徒弟 却不知道我是谁 仿佛只是 轻描淡写的一声哼 黑男子却觉 心口一堵 哇的一声 一口血吐了出来 这个中年男子 竟然是贤哥公子的师父 以贤哥公子的武功 居然会有一个 如此绝世高人做师父啊 这简直就是欺骗世人 贤哥公子的师父 不是应该是一个 绝世神医吗 中年男子扫了一眼 山崖边上的贤哥公子 就算他是个废物 也是老夫的徒弟 听到师父的话 贤哥公子撇撇嘴 毫不在意 他只是不小心 拜错师父而已啊 他也很委屈啊 争的一声长剑出鞘 中年男子举起剑 咬指黑衣男子 儿子 准备好赴死了吗 黑衣男子深吸一口气 挥手道 动手 这种情况 动手要死不动手也要死 既然如此 还不如放手一搏 只可惜 没有完成阁主吩咐的任务 很好 中年男子唇边 勾出一丝笑意 眼底却是凛冽的杀意 院子的房顶上 站着许多黑衣人 院中墙边 站着一个身着不衣 容貌清爵的中年男子 而靠着小院的后山山崖上 悠闲坐着一位 飘逸如仙的白衣男子 幽静的月光下 弥漫着淡淡的肃杀之气 师叔不屑看着眼前黑衣人 冷笑一声道 哼 这几个虾兵血将 也敢来杀老夫的徒弟 这些黑衣人 无论是放到哪 都是令人胆寒的一只精锐杀手 但是到了他的眼里 却仿佛是小孩子游戏一般 尚不得谈面 众杀手虽然心有不服 但是却明白 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中年男子 实则是他们平生遇到过 最强大的敌人 众人脸上不由 多了几分凝重之意 同时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领头黑衣男子 眼色一沉 飞快从怀中 掏出一件东西 拔开 嘻的一声 尖日的破空声冲天而起 带着一朵燕红的火花 在天空绽放 找死 上 先杀贤哥公子 师叔冷笑一声道 贤哥公子没料到 对方杀他的心意 竟然如此坚定 面对自家师父这样的绝世高手 一招 一边含有强功夫问道 说实话 他跟龚玉成是真的不熟啊 除了上次在锦州上林寺以外 他几乎没有见过龚玉成的 但是那一次 怎么看也是魏军末拉的仇恨更高一些吧 如果不是这些人一开始就自爆家门 他都忍不住怀疑这些家伙 其实是魏军末那个小心眼家伙派来的 两个杀手自然不会回答他的问题 他们是杀手 只负责执行命令 不负责让被杀的人死得明目 贤哥公子显然也没指望 从这两个人口中知道什么 很不优雅的翻个白眼 一道白烟从他指尖弹出来 黑衣杀手连忙屏住呼吸 可惜却晚了一步了 身子一软 瘫倒在地上 然后被贤哥公子毫不留情 一脚串下去了 贤哥公子果真名不虚传 不仅琴技和独树高明 机关一到 也是令人惊叹的 身后不远处传来一个冷肃的声音 贤哥公子回头 凤眼微微眯起来 挑眉道 郭玉辰 抱歉 阁主没来 只怕今生 无缘瞻仰贤哥公子的风采了 一个黑衣男子 从幽暗的树林中走出来 手中提着一柄长剑 黑衣男子左脸 不知被什么东西 划出一道血痕 看上去有些触目惊心 他的身后 还站着几个同样衣着 沉默不语的黑衣男子 贤哥公子扫了一眼 山崖下面的战况 叹气道 哎 师父 您老人家快点成吗 还是你真的老了 师父一脚踢开一个铺上的黑衣男 抽空朝山崖上望了一眼 自个儿撑着 撑不住就去死了 黑衣人显然是吸取之前对付贤哥公子的经验教训 不再试图靠近他 而是远远的以暗器长鞭等长兵器攻击着 只是这样显然攻击的效果 也要大打折扣了 贤哥公子虽然武功不算一流 但是有毒术傍身 一时间 众人也奈何不了他 黑衣人奈何不了贤哥 贤哥心中也是暗暗叫苦 大晚上坐在房顶上喝酒 他自然不可能随身携带太多毒药了 而自家师父显然是打定主意 要在下面磨蹭了 要给废财徒弟一个教训 贤哥公子也只好自己硬扛着 奈何他天生对武学不感兴趣 即便是有这么一个堪称天下无敌的师父 二十多年下来 也不过是混了个二流顶尖挨边一流的程度啊 若不是仗着毒术高深 哪是这么多一流杀手的对手 一旦这些杀手豁出性命不要的话 想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 贤哥公子在手中的毒用完之后 就显得有些左之右处起来 此时翠薇山脚下同样也不平静 南姑墨带着人快马赶到山脚下的时候 却早已有人在山下等着他们 南姑墨乐住马儿僵手 淡淡挑眉望着眼前挡住去路的一行人 为首的黑男子身形修长挺拔 披着一件黑色 袖着金色繁复花纹的披风 脸上戴着一张猙獰的黑金面具 只露出一双明亮却阴寒的眼眸 龚玉晨 龚玉晨笑盈盈望着南姑墨叹息道 小莫儿 许久不见 本座当真是十分想念呢 唉 你总是跟本座作对 奈何本座却一直舍不得杀你呢 跟在南姑墨身后的柳寒冷声道 想要杀郡主 龚阁主有那个能耐吗 龚玉晨目光在柳寒身上淡淡的扫过 连跟在小莫儿身边的人 也如此尖牙利嘴了吗 不过 你跟你家主子比起来 却实在是不太可爱了 本座素来也没有什么爱乌吉乌的心思呢 柳寒小心 话音未误 一道暗器夹着灵力进风 射向柳寒 柳寒连忙侧身下沉 整个人闪到马儿的侧面 才避过这一击了 身后不远处一个草棚的柱子 应声而断 柳寒面上也是一函 南姑墨目光 落到站在龚玉晨身边的黑人身上 冷笑一声道 哼 宫阁主身边果真是高手如云啊 难怪又敢出现在本郡主面前了 龚玉晨身后 跟着七八个同样披着黑色披风 戴着面具的男子 只看方才那一击就知道 个个都是顶尖高手 他们虽然人数上占了上风 但是想要立刻解决掉这些人上山 只怕也不容易的 不过 师叔在山上 他之前也留了人在山里 想必师父和师兄 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龚玉晨仿佛没有听见南姑墨嘲讽 轻声道 墨儿 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 绝顶的武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比如说现在 你过得去吗 是吗 如果龚阁主还有武功傍身 身边还需要围着那么多高手吗 如果你将这些人派到山上去 无论想杀谁 都该杀了吧 唉 墨儿是在说 本座胆小吗 南姑墨含笑不语 龚玉晨却似乎不以为武 笑道 本座确实是有些惜命的 毕竟 人若是死了 可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你的激将法 只怕是不管用的 南姑墨也没指望什么激将法 能对龚玉晨有用 只是挤兑他两句 要不要钱吗 他就不信龚玉晨这种变态 突然从绝顶高手 变成手无腹肌之力 会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 南姑墨拍马上前 淡然道 宫阁主若是觉得 你在这里拖延时间 就能够成功的话 只怕是要失望了 墨儿想多了 本座只是许久不见墨儿 不禁有些想念罢了 是吗 既然宫阁主有这个闲侠性质 咱们聊聊也是无妨 听他这么说 原本还兴致勃勃的龚玉晨 反倒是有些迟疑了 打量南姑墨半赏 方才叹气道 唉 每次看到墨儿 本座就会更加讨厌魏君墨呢 南姑墨抽了抽嘴角 十分理解地点头道 我明白 这世上自己没有 就嫉妒别人有的变态 总是不少的 墨儿说得不错 魏君墨能够得到你这样的妻子 确实是该被天下人嫉妒 只怕还不止如此吧 比如说还有他的身份 他背后的势力 他的资质 甚至是他的容貌 公格主是不是都觉得 非常想要 极度的感觉呢 是不是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心里 像是有千万只蚂蚁 在试咬你的心一样的难受 恨不得 立刻就将他杀了 但是又偏偏杀不死 然后 你就更加恨他了 龚玉辰眼眸骤然一冷 口中的话 仿佛是带着寒冰一般的森冷 小莫儿 你在惹我生气 真话总是让人听着难受的 良久 就在众人都以为 龚玉辰忍不住准备动手 而暗自戒备的时候 却见龚玉辰突然仰天长笑起来 本座嫉妒魏君墨的身份 魏君墨有什么资格让本座嫉妒 不过是个连生父都不 你在套本座的话 话说了一半 龚玉辰猛的住口 盯着南公墨道 本座果然不敢小看你 南公墨秀眉微调 有些遗憾地望着龚玉辰 远处 一路蜿蜒的火光 朝着这边飞快移动着 龚玉辰轻哼一声 你叫了燕王府的亲兵 对付龚阁主 我自然是要多做一些准备 仗势欺人 可不是星城郡主的作风啊 说到底 在幽州这块地方跟南公墨作对 是龚玉辰吃亏的 因为幽州是燕王地方 而燕王显然是站在南公墨这边的 水阁的人再多 也多不过燕王亲兵 北原骑兵再猛 越不过边关等于没有 一路兵马飞快朝着这边奔来 龚玉辰身边的黑衣男子低声道 哥主 他们人太多了 咱们 撤 龚玉辰冷哼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翠薇山 龚玉辰眼底有些遗憾 到现在都还没看到刺杀贤哥成功的信号 显然 山上那位神秘高手实力 比他想象中更加厉害 不过也不算是全无收获的 现在有准备的探知敌人深浅 总比将来毫无预计的队上要好得多呀 几个黑衣人护着龚玉辰飞快离开 男姑莫抬手 阻止想要追上去的柳涵等人 先上山去看看 龚玉辰这样的人 就算是稳操胜权的事情 也绝对不会不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现在追上去 只怕也讨不了好 反倒是突然折损人手 是 郡主 郡嫂 燕王府的亲兵 转眼就到了跟前了 为首领头的人 竟然是燕王世子萧千赤 萧千赤换下平素儒雅的长服 穿上了一身战袍 倒是显得多了几分英气了 跟在萧千赤身边 正是幽州不正时 此时 幽州不正时的脸色 难以形容的难看 男姑莫含笑朝两人点头 千赤 齐大人 辛苦两位了 幽州不正时脸上抽动一下 陈胜道 郡主言中了 都是下官分内之事 幽州城外这么近的地方 出现这么多的杀手 无论如何 他作为幽州不正时 都要给朝廷和燕王一个交代 想到此处 幽州不正时就恨不得 将龚玉臣骂个狗血临头啊 这种人一边说是自己人 一边给自己拆台的混蛋 要怎么合作呀 一行人上了山 还没靠近贤哥公子的小院 就闻到浓浓的血腥味 男姑墨顾不得肖千赤等人 直接施展轻功 飞快地掠过去了 师叔 小院外 师叔随手将手中的剑 在一个黑衣人身上一抹 抹去剑上血迹 才抬头看向 飞快掠过来的男姑墨 男姑墨连忙问道 师叔 可有受伤 师叔挑眉 给了他一个 你在开玩笑的眼神 男姑墨哑然失笑 再扫了一眼地上 躺着一地的杀手 这些人怎么能奈何师叔呢 就算是他现在 也不敢确定 师叔武功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了 师兄呢 师叔轻哼一声 在上面装死狗呢 师父 有没有你这样埋台徒弟的 山崖上 悠悠地传来 贤哥公子的声音 男姑墨抬头一看 果然看到贤哥公子 正坐在山崖边上 布满得到 虽然面上笑容自若 但是那一身血迹 还是看得出来 贤哥公子确实是 前所未有的狼狈呀 师兄 能下来吗 贤哥公子冷横 飞身跃下来 落到两人的前 师叔挑剔的 上下打亮他一眼 没好气到 废物 贤哥公子翻个白眼 懒得回嘴 反正在自家师父眼里 他这个名动江湖的 贤哥公子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他早就习惯了 才怪 剩下的事情 你们处理吧 我回去了 听到远处 传来凌乱的脚步声 师叔皱得皱眉 说完 也不管两人反应 飞快消失在暗夜里 等到肖千赤等人过来的时候 就只看到南姑墨 和一身狼狈的贤哥公子 站在尸横遍野的院子里 相顾无言 彪嫂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站在血气弥漫的院子里 肖千赤脸色苍白 南姑墨看贤哥 贤哥怂怂见 本公子跟龚玉成 只有一面之缘 哪知道什么地方惹到他了 南姑墨也不知道 只得看着幽州不正视 齐大人 幽州城外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有劳大人了 不敢 下官一定派出所有人手 加紧搜查 将这些人擒拿归案 那就多谢了 擒拿归案就不指望你了 只要你别碍事就行 幽州不正视 暗暗地抹了把汗 没想到 星城郡主居然没有借题发作 而是就这样轻轻放过了 卫免南姑墨在想起什么 有着不正视 连忙借口回去调兵告退了 看着他匆匆离开 肖千赤不解 表嫂 就这么让他走了 此时跟他又没什么关系 不让他走 还能如何 可是 治下发生这样的事情 正是趁机发作他的时候啊 你以为这点事情 就能够将他扳倒吗 他吃的是黄粮 领的是黄想 他是皇帝的人 就算舅舅先斩后奏杀了他 肖千也难道不会再派一个更厉害的人来吗 比起一个不知道深浅的幽州不正史 眼前这位并不难以控制 肖千赤这才点头表示明白了 两人说话的时候 贤哥公子早就已经冲进自己的房间 不过片刻又走了出来 那一身血衣早已换下了 又是一个白衣偏然 出尘如鲜的翩翩公子 师兄 你真的不知道 龚玉辰为什么要杀你吗 贤哥公子嫌弃扫了一眼 显然短时间内 不能在住人的院子 没好气到 你说呢 没道理呀 龚玉辰并不是一个冲动无脑的人啊 龚玉辰虽然喜怒无常 但是刺杀一个跟他无冤无仇的贤哥公子 显然是不符合他的利益 贤哥死了 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贤哥若是不死 以贤哥公子的记仇程度 龚玉辰以后就真的要小心了 不管他是为了什么 贤哥公子的声音 在幽暗的夜色中 多了几分阴测测的味道 本公子也想看看 水阁阁阻 到底有几条命 南姑墨在心中暗暗叹气呀 龚玉辰惹上师兄 也是自找苦吃 不过 这是不是也说明 师兄对龚玉辰 有非常大的威胁呢 这个威胁显然不是医术 或者毒术上的 因为 他们还有一个无论医毒都绝不比师兄差的师父 那么 师兄 你是不是见过龚玉辰的真面目啊 南姑墨心中灵光一闪 脱口而出 贤哥公子一愣 赵梅思索良久 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吧 龚玉辰那样的人 若是见过 怎么会没有印象呢 难道 我猜错了 贤哥公子挥挥手 唉 这事 我会再仔细想想的 现在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吧 到处都是血腥 满地尸体 自家小师妹的神经 要不要这么坚然啊 这些日子 整个幽州的气氛都让人有些紧张 幽州城外 方圆五十里 每日有燕王府的亲兵和衙满衙役 轮流搜查巡视 混迹在燕王府亲兵队伍中的清末园侍卫 更是趁机挑掉了好几个水阁据点 水阁在幽州境内的处境 变得举步维艰 而另一方面 几乎每天都有水阁的人 突然死去 这些人毫无例外 都是身中剧毒而死 一时间 局势隐藏在暗地里的水阁众人 忍不住战战兢兢 无奈之下 只得纷纷撤出幽州城百里之外 原本花费无数心力 在幽州部下的情报网 顿时破了一个大洞了 幽州城的消息 他们几乎打探不到 就算打探到了 等消息传递出去 已经延后好些天了